第五百八十五章 大帝之力 当泛妖眼神充满着杀鸡的锁定着周园 踏出步伐的时候 他忽然感觉到了大帝的细微震动 初始他还以为是错觉 但很快的那种震动便是变得越来越强烈 大帝颤动 犹如是湖面一般 隐隐地有着涟漪荡漾开来 而那种涟漪的中心位置 赫然便是周园所在之地 他感觉到大帝之下 似乎是有着什么东西 如潮水般地自四面八方涌来 一股无形的压迫散发出来 即便是处于现在这般状态中的犯妖 都是在那种压迫下 感觉到一丝恐惧 那种感觉就犹如蝼蚁立于巍峨山岳之前 反妖眼神惊异不定地盯着周园 他有些无法相信那种程度的力量 竟然是后者所引起 这是什么元素 你在装神弄鬼地做些什么 反妖面目阴寒 步伐陡然加快 直接是化为一道血光对着周园暴射而去 你以为搞出这些障眼法就能将我下退吗 天真的假话 看我一拳将你这些手段全部红得稀巴烂 血红的元气冲天而起 半边天空仿佛都是在此时被渲染成红色 暴虐的元气冲击波自泛妖的体内席卷出来 周围那些参天古树直接是在此时被生生的震断而去 大血妖树 咆哮之间 那漫天的血光汇聚而来 竟是形成了一道巨大的血妖光影 那道血妖光影比起之前泛妖所施展的 变得更加的可怕 整个天地间都是弥漫了血腥之气 可怕的元气围压蔓延海来 下方的地面都是在崩裂 砰 反妖面目猙獰 身形冲天而起 然后凌空停滞树袭 猛然浮冲而下 那巨大的血妖光影则是在此时与其相容 此时的反妖气势凶悍到了一种 让人感到恐惧的地步 给我死 他咆哮着一拳哄下 拳头与血妖聚首汇聚于一起 血色元气汇聚而来 宛如天空中划过的血色流星 携带着毁灭之力 直接对着下方的周园 重重轰来 那一拳尚未曾落下 下方的地面已是开始崩塌 周围的森林不断地倒塌下去 此时的反妖宛如一头肆虐人间的血魔 不过 虽说此时的反妖气势惊天 但那处于下方的周园 依旧只是双手轻暗地面 连头都未曾抬起 只是那种从天而降的风压 也是将其衣袍震得烈烈作响 不管你有什么手段 这一次 你都必死无疑 当那最后一个字落下时 反妖已是如流星般呼啸而下 一拳轰冲 周园终于是在此时缓缓地抬起头来 他的一对眼瞳竟是在此时尽数地化为了仓皇之色 厚重古老 神秘莫测 仓皇色的眼瞳中 倒映着那从天俯冲而下 与血妖相容气势惊人的泛妖 然后他按住地面的手掌猛然一拍 那一瞬间 方圆百里的大地 都是在此时剧烈地震动起来 若是有人能够感应到大地之下的元气波动的话 则是能够察觉到 无数元气自四面八方奔涌而来 周园抬起一只手掌 掌心之间苍皇色的元气凝聚 宛如是形成了一个漩涡 他竟是要硬生生地承受 泛妖这可怕的一击 哼 周园 你找死 泛妖怒笑出声 下一瞬间 血光从天而降 直接是以毁灭般的姿态 狠狠地与周园那手掌 重重地轰撞在了一起 不 肉眼可见的冲击波 在此时横扫开来 万丈之内 无数参天巨树拦腰而断 周园所立之地 地面直接崩塌下去 形成了一个锯坑 泛妖猙獰大笑 肆意是看见了周园 被他这一击硬生生地轰得 尸骨无存的下场 我看你这次还怎么活 不过他的大笑 当下面的烟尘渐渐散去时 却是倒然间的凝固下来 泛妖面色僵硬地望着下方 只见到那里的巨坑中 周园依旧是保持着单膝跪地 一手触地 一手抬起的姿态 在他那抬起的手掌间 仓皇的元气形成神秘的漩涡 而先前泛妖那恐怖至极的一击 竟然丝毫未能将那看似不入的 仓皇漩涡打碎 周园身躯上甚至连衣角都未曾破碎半点 他那年轻的面旁平静如深潭 一对眼目淡默地望着处于上方的泛妖 怎么可能 泛妖呆滞地望着这一幕 他无法相信那倾尽他全力的一击 竟然没有伤及周园一丝一毫 不可能 这是幻觉 然而下方 周园五指缓缓地紧握 双目幽深地盯着泛妖 接下来 该换我进宫了吧 唰 当其声落的瞬间 反妖身迎猛地暴使而退 速度催动到了极致 竟是要直接逃离此处 他的眼中有着惊惧浮现 显然先前那一幕 让他感觉到了不妙 他倒也是果断 根本就不管其他的人 先行逃跑再说 他有着直觉 如果再不走 今日恐怕他将会栽在这里 周园淡淡地望着 暴使而退的泛妖 未曾理会 他一手按住地面 此时大地之下 有着磅礴的仓皇元气 如洪流般地涌入他的体内 地圣文 能够引动大地之中 所蕴含的元气之力 那种力量精纯而厚重 唯有大地深处 方可凝聚垂凉而出 周园的右臂上 在此时渐渐地有着一层 薄薄的精层出现 精层呈现仓皇之色 隐约可见古老的纹路 那些纹路给人一种天成之感 宛如自天地间 孕育而生 他能够感觉到 一股爆炸般的力量 在他的右臂中汇聚 那种力量之强 直接是令得他右臂 皮肤都是崩裂出了一些血痕 显然是肉身有些无法承受 周园深深地吐了一口气 眼中闪烁着冷酷之色 他望着那急速而逃的反摇 无止紧默 下一刻右拳猛然回出 当其右拳轰出的那一瞬 整个天地仿佛都是爆发出了巨声 只见的一道巨大无比的 仓皇元气光柱 猛然自周园泉下 爆射而出 那仓皇元气洪流翻腾 隐隐间 犹如是化为了奔腾的巨龙 横跨空间 一息之间 就已出现在了犯妖的身后 身后传来的恐怖波动 也是令得犯妖亡魂接冒 他疯狂地长笑出声 身躯之上那巨大的血妖光影 立即运转所有的力量 狠狠地对着那如巨龙般的 仓皇元气洪流 轰击而去 两者在下一瞬间 碰撞到了一起 然后让那犯妖恐惧的事情发生了 那汇聚了他所有力量的血妖光影 竟是在那仓皇元气洪流 数息时间都未曾阻挡到 便是安鸣出声 轰然爆炸 我认输 我认输 饶命 犯妖奸笑出声 脸庞上满是惊惧之色 你杀了我 我们血声殿的圣子詹青台 不会放过你的 然而周园无动于衷 与血妖光影在破碎的同一时间 仓皇洪流便是洞穿而过 将那后方的泛妖 淹没而尽 洪流贯穿天地 下方古老的山林间 被撕裂出了一道万丈庞大的痕迹 沿途的一座座山岳 都是在洪流过处 化为了平地 整个天地寂静无声 唯有着那泛妖凄厉的惨叫声 若有若无的 回荡响起 第586章 尸骨无存 泛妖的惨叫声 还残留于古老山林间 巨坑之中 周园眼神淡漠地 望着眼前地面上的巨大的裂痕 片刻后 他眼中的仓皇之色开始褪去 手臂上的仓皇精层 也是随之消散 而随着体内那股力量的褪散 周园神色呼的微变 因为他的身体表面 竟是在此时 猛地出现了一道道血痕 那是血肉被撕裂的迹象 特别是他的右臂上 一股难以形容的剧痛涌来 皮肤直接是被撕裂成一丝丝的 鲜血涌了出来 滴滴答答地如流水般地 顺着指尖流淌下来 周园痛得咧咧嘴 他知道 这是先前涌入体内的力量太强了 直接是导致肉身难以承受 这才导致肉身疏疮 不过也好在他修炼了小玄圣体 肉身有所小成 不然的话 恐怕他根本无法将那股力量爆发出去 自己的肉身就会承受不住了 而就在体内的剧痛不断地爆发时 周园的身体表面忽然出现了一道道碧绿色的古老纹路 旺盛的生机自其中散发出来 涌入血肉间 很快 血肉的泵裂被止住 碧绿之光蔓延 剧痛也是渐渐地消退 周园感觉到肉身的掌控再度回到了自己的手中 太乙轻木痕 周园惊喜出声 这些碧绿的古文 正是他之前所修炼的太乙轻木痕 太乙轻木痕 能够自外部汲取生计 修复肉身 眼下用来修复这种肉身之伤 最为的合适不过了 短短数十席 周园身躯上那有些恐怖的伤口 便是尽数被修复 他体内元气微震 那些血痂也是消散而去 此时的他看上去 毫发无损 根本不像是经历了一场惨烈之战 周园如是重负 这太乙轻木痕 虽然没有什么战斗力 但这种旺盛的生机与修复之力 在周园看来 其作用丝毫不比苍旋七数弱 正如眼下这里 他虽然斩杀了反妖 但此地局面依旧混乱 如果他在这里 因为肉身的反食无法动弹的话 那可不算是什么好消息 这地圣文 果真恐怖 周园低头望着掌心 那里的地圣文 渐渐地隐匿于血肉之间 但他的眼中 却满是惊叹之色 在先前那一刻 他非常清楚地知晓 那些涌入他体内的仓皇元气 有多惊人 那是大地元气 一种极为独特的元气 其隐匿于大地之中 厚重无比 寻常人根本难以调动 但借助这地圣文 只要脚踏大地 就能够调动周围 大地中的大地元气 不过也正因为这大地元气 太过的厚重 所以才会对肉身 造成那么大的符合 而且周园能够感觉到 这并非是地圣文的极限 因为他自身的势力缘故 地圣文的威力 也被大大的限制了 按照周园的想象 如果有朝一日 当他的实力强到某种程度时 恐怕甚至能够调动 一座大陆之中 蕴含的大地元气 那般力量 才是真正的毁天灭地 让人难以想象 这才不愧是圣文之力啊 周园新终感叹道 他之前所得到的 破障圣文偏向功能性 虽说也是神意无比 但对于战斗力的提升 却并不太明显 所以周园对于这四道圣文 之前始终觉得 有点名不符实 直到这一次 见识了地圣文的力量 你能死在地圣文之下 也算是你的福气了 周园望着眼前地面上的裂痕 淡笑一声 他这一次 其实也是抱着 想要试试地圣文的心思 说起来倒是有些杀鸡用牛刀了 周园的身躯 缓缓地自聚坑中升起 而此时 那后方也是不断地 有着破风声响起 那些各方人马 终于是赶了过来 而他们赶到这里的时候 便是见到那茫茫 山林之间的满地狼藉 看不见尽头的林海 被撕裂出巨大裂痕 猙獰而可怖 让人难以想象 此地究竟是经历了 何等激烈的战斗 于是 那一道道人影 有些木凳口袋的立于树顶上 不敢再向前 他们也就晚来了片刻时间 这边就已经完成 这种程度的交锋吗 现在战局怎么样了 不知道啊 没看见范妖的身影呢 情况究竟如何了 各方人马切切私语 眼中满是惊疑之色 因为眼前这里 他们只看见周园的身影 而范妖却是毫无踪迹 唐小燕金章 也是带着弟子急速地赶来 另外一方是王渊与圣公的弟子 显然 他们都知道周园与范妖这边的交战 代表着什么 两人不管谁失败 都将会带来决定性的影响 所以他们必须第一时间知晓胜败 不过从双方的神色来看 显然是唐小燕金章担忧居多 毕竟先前他们可都是清楚地 见到周园被追杀而逃 那种状态下的范妖 实在是太可怕 但当他们抵达此处时 也是有些惊异 因为他们同样只见到周园的身影 而范妖甚至连其元气波动 都未曾感应到 他们面面相许 一脸地茫然 那范妖呢 唐小燕低声说 金章也是摇摇头 两人对视 倒是想到一个可能 但玄吉便是理智地将其掐灭 周园 范妖手心呢 而此时 那王渊也是在四处扫尸 玄吉爆和出声 周园扫了他一眼 漫不经心地道 死了吧 王渊一惊 玄吉讥讽道 哼 小子 你是被打傻了吗 其他人也是哄笑出声 先前明明是周园在狼狈逃窜 眼下却敢在这里大放厥词 而苍玄宗的弟子也是有点脸红 觉得周园这个牛皮 吹得有点不切实际 周园见状倒是笑了笑 没有多说 只是绣袍一挥 一道金色元气席卷而出 冲入远处被移为平地的山林中 十数息后 元气倒卷而回 一柄白骨鬼爪杖 被周园抓在手中 正是那泛妖手中的下品天元兵 他随意地把玩了一下 旋即抬起 摇摇地指向了 讥讽出声的王渊 这个东西 算是遗物吧 他的淡笑声传开 而天地间的轰笑声 在此时一点点的消失 王渊望着周园手中的白骨杖 脸庞上的积风 也是缓缓地凝固起来 唐小燕与金章瞪大了眼睛 目瞪口呆 各方的人马 宛如被雷劈中 僵硬在原地 一脸见鬼的模样 整个天地的气氛 仿佛都是在这一刻 凝制下来 第587章 震撼全场 山林间 无数道视线 近乎呆滞般地 望着周园手中的白骨杖 那种来自现实的冲击 令得他们脑子里面 一片发梦 那王渊更是面庞僵硬 嘴角使劲地抽搐着 扮上后 好不容易有些清醒过来 他咬着牙怒笑道 周园 你是不是当我们傻 我们赶过来 这才多短的时间 你是想告诉我 在这点时间中 你就直接将反妖 给解决掉了 其他诸多人马 也是忍不住地点点头 他们从六彩虎赶来 这才多短的时间呢 而在如此短暂的时间中 周园不仅挡住了 处于可怕状态中的反妖 甚至还反将他给解决掉了 这是苍玄宗的圣子在出手吗 反妖 你出来 你在哪里 王渊更是略上高空 元气包裹着声音 宛如雷鸣一般的传荡开来 在这天地间响彻 周园立于虚空 只是神色淡漠地望着这一幕 王渊嘶吼片刻 面色却是越来越难看 心头也是有着寒意渐渐地涌来 如果范妖真的在此处的话 不可能不回应他 他的目光 再度看向了周园手中的白骨障 头皮渐渐地有些发麻 当理智开始恢复后 他也开始分析着周园 所说的话是否属实 而理智也告诉他 恐怕范妖真的是已经折在此处 而且还是真正的尸骨无存 只有白骨障留下来 而这难道真是眼前这周园做到的 怎么可能啊 如果他真有这种实力 之前怎会被范妖追杀地选择逃跑 眼前的周园连衣角都未曾破碎 毫发无损的模样 一点都不像是经历了一场大战 那范妖究竟是怎么没的 王渊心虚翻滚 那停留在周园身上的目光中 倒是渐渐地多了一些恐惧 此时的后者在他的眼中 无疑是有些深不可测起来 他一步步地退后 而此时那各方的人马也是从王渊的举动中 真正的确定了一件事 那就是范妖恐怕是真的被解决掉了 于是那些各方人马纷纷咽了一口唾沫 看向周园的眼神中满是忌惮与敬畏 虽然他们也不知道周园究竟是怎么干掉范妖 但这种时候 过程如何显然不重要 结果才是最重要的 天空上 王渊在确定了范妖的下场后 再没有多少的犹豫 直接转身 暴舍而出 盛公弟子 撤 他的咆哮声响起 当范妖与周园此处的结果出来的时候 他就知道 这一次 他们彻底败了 范妖一死 他们这里的力量 不可能再与苍玄宗 百花仙宫的人 争夺六彩湖 以及宝树了 所以他也是果断 直接是下令撤退 盛公的第四见状 也是立即呼啦啦的四散而退 那般仓皇模样 哪还有之前的半点张狂 金章与唐小燕 倒是想要率人追击 但是最终还是忍耐了下来 毕竟眼下最重要的是六彩湖与宝树 如果他们去追杀盛公的话 无疑会让其他的人马趁虚而入 于是他们只能目送着盛公的人马 灰溜溜的狼狈逃窜而走 其他各方势力望着这一幕 也是忍不住的有些唏嘘 这些年来 盛公在苍玄天的声势 也是如日中天 所以也是导致盛公行事 颇为的霸道 当然 这也是因为他们有着霸道的实力 但像今日这样 盛公的人马狼狈逃走的一幕 倒是颇为的少见 诸多的目光带着敬畏的转向远处 虚空中那道年轻的身影 他们只想 今日盛公的溃败 完全是因为这一位的存在 虽然他们也是感到很不可思议 为何这位仅仅只是七重天实力的 苍玄宗首席 竟有如此恐怖的实力 不过不管如何 他们都只想 这一战后 盛元峰首席周元的名声 必然会传遍整个悬崖洞天 对于那些目光 周元倒是神色平静 并未理会 他手握白骨杖 身形一动 出现在了金章与唐小燕的身前 周元首席 那犯妖真的死了 唐小燕瞧的周元忍不住地问 周元笑着点点头 下手没控制住 所以怕是连尸身都没留下 听到周元亲口确认 唐小燕背驰忍不住地轻咬着红唇 美目直直地盯着周元 显然心中受到了极大的冲击 周元首席还真是深藏不露 扮上后 他方才舒了一口气 而此时 在那后方 一大群百花仙宫的女弟子靠近过来 绿罗处于最前方 他瞪大着眼睛瞧着周元 惊叹地说 周元 你怎么变得这么厉害了 那翻腰的实力 强横到连小燕世界都难以抗衡 没想到现在竟然就折在了周元的手中 虽说绿罗一直都觉得周元很强 但还是没想到会强到这种程度 周元冲着他笑了笑 目光环视四周 先去六彩湖 眼下最大的竞争者已退走 那么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先接收战利品了 于是在周元的率领下 两宗的队伍再度对着六彩湖掠去 其他的势力健壮 纷纷退避 不敢阻拦 那些先前暗中帮助了圣公的人马 更是识相地开始悄悄溜走 生怕两宗找他们的麻烦 一行人赶回六彩湖 而此时也有着百花仙宫的弟子 在那六彩湖中将赵如给捞了出来 后者此时已是重伤 再经过旧旨 总算是回了一口气地苏醒过来 而那赵如见到周元时 惨白的脸颊上 也是有着羞愧之色浮现 目光垂下 不敢与周元对视 在先前的时候 已是有着弟子和他说了之前的所有事情 如果此次不是周元力挽狂澜 他们百花仙宫 必定也会付出极为惨重的代价 周元首席 之前是我有眼无珠 赵如被人搀扶着 鼓起勇气对着周元说 周元摆了摆手 表示并不在意 不过对于赵如 他神色也是淡淡 显然后者给他留下的感官并不太好 赵如也知道他之前的所作所为 令得周元不喜 所以也是有些善善地退开疗伤去了 周元立于半空 此时的他已经成为了此地的焦点 他目光投向六彩湖中央的宝树 然后目光看向唐小妍 笑道 既然强敌已退 那么接下来 我们也应该分配一下战利品了 而听到他此话 在场的不论是苍玄宗弟子 还是百花仙宫的弟子 皆是振奋起来 他们为此倾尽全力而战 所谓的不就是眼前这一时刻了吗 其实不光他们 就连金章与唐小妍这般首席 都是在此时有着期待之色 流露出来 第五百八十八掌 盘点收获 六彩湖湖面上 周元金章唐小妍等人 都是围在那棵宝树之外 眼神带着一些炽热的 望着宝树上面悬挂的一颗颗 如宝石般晶莹剔透 但却又散发着绚丽光彩的果实 或者说 助神异宝 有四颗五色助神异宝 七颗四色助神异宝 三十八颗三色助神异宝 金章细细地数了一下 然后开口说 此言一出 就连周元都是吸了一口凉气 显然是被震惊到了 要知道 他们之前辛苦采集那么久 如今两支队伍中 也就周元与金章 凝练出了四色助神异宝 而其他的弟子 能够达到三色者 都是寥寥无几 基本上绝大部分 都是两色助神异宝 由此可见 想要凝练出助神异宝 究竟是需要何等庞大的弦缘之精 然而眼下 这棵宝树上面 竟是凝结出了将近五十棵数量的助神异宝 可想而知 周元等人对此有多震撼 啊 不愧是六才宝帝啊 周元感叹一声 他总算是明白过来了 在这玄缘洞天中 想要得到高品界的助神异宝 最快最有效的方式 那就是找寻宝地 如果想要单纯地 以采集玄缘之精的方式来凝练 那种速度实在是太慢了 看来 我若是想要凝练出七色等级的助神异宝 之后就得多关注一些这些宝地了 周元在心中沉溺 金章看向周元问道 这些又如何分配啊 唐小燕也是将灼热的目光 从宝树上面移向周元 她微微一笑 周元首席 此次宝地之争 你的贡献最大 如何分配 就你来定夺吧 她也是心思剔透之人 完全没有在此时宣宾夺主 而且做出了以周元为首的姿态 而不得不说 唐小燕比那赵如聪明了太多 为人处事也是让人感到极为的舒服 就连周元都是对其略有好感 不过她也并没有矫情地拒绝 毕竟如今她是苍玄宗两支队伍的领队者 诸多弟子为了她的命令拼死拼活 她也有义务为他们争取利益 她盯着宝树 微微沉溺 四颗五色助神异宝 我们要三颗 另外一颗归唐小燕首席如何 虽说百花仙公有两位首席 但那赵如在此次的争斗中 并没有做出任何的贡献 所以周元并不觉得 她有资格得到一颗五色助神异宝 唐小燕文言被斥轻咬了要红唇 沉默了一下 最终禽手微点 她心中也知晓 赵如之前对周元态度那么差 后者肯定对她没有什么好感 更为重要的是 在先前的大战中 赵如的确没有丝毫的贡献 反而因为自身的不小心 险些令得他们都处于险境 所以周元不将那颗五色助神异宝 分给他们 她也算是理解 周元健壮倒是在心中松了一口气 若是唐小燕不同意 撕扯起来 倒还真是麻烦 毕竟她宁愿去和范妖斗一场 也不愿意为了一些利益 在这里和百花仙公的一群女人 勾心斗角 四色助神异宝有七颗 我苍玄宗四颗 三颗归百花仙公 三色助神异宝有三十八颗 我苍玄宗二十三颗 百花仙公十五颗 而六彩湖中一寒的玄源之经 苍玄宗六成 百花仙公四成 周元一口气 将接下来的分配尽数地说了出来 唐小燕听完 细细地盘算了一下 旋即她红润小嘴 便是掀起细微的小意 柳眉弯弯地揉声道 那我就带百花仙公的师妹们 先谢过周元受洗了 她也是聪慧之人 微微盘算 就知晓周元让给他们 百花仙公的利益并不少 总体说来 算是给了他们将近四成的分配 这已经算是极高的分成了 如果换作是犯妖在这里的话 甚至有可能只会给他们两成 甚至一成 周元笑了笑 与一旁的金章对视一眼 皆是有些感叹 这唐小燕才是一个厉害角色 看似轻柔不争 但却总能够得到最大的利益 如果是换作赵如在这里交涉 周元觉得她顶多就让到三成 偏偏面对着这唐小燕 周元反而没办法将手段施展得太过分 这无疑是唐小燕厉害的地方 不过稍微退一点也好 就当作是对百花仙宫的示好吧 从长远来看 其实也不见得就吃亏了 既然分配好了 那就都先采摘下来吧 唐小燕点点头 自告奋勇地上前 元气流淌间 咔嚓咔嚓地就将上面的助神异宝 尽数地摘了下来 然后用元气托起送到了周元的面前 周元先是取了两颗五色助神异宝 递给金章与唐小燕 而两人也是带着掩饰不住的喜色 将其接了过来 五色助神异宝啊 金章面色欢喜 有了此物 带着她突破到神府境时 就能够开辟出五神府 这对于她而言 已经算是颇为难得了 可以说 她此次进入玄园洞天的基本目标 都算是已经达到了 看来跟着周元首席走 果然是有肉吃呢 如今这玄园洞天内 只要不遇见圣子 想必没有首席能够与周元首席争 唐小燕笑音音地 小小地奉承了周元一把 当然 其实也算是实话 虽说呢 泛妖在圣宫只是排名第三 但按照唐小燕猜测 以泛妖最后的那种状态 就算是面对着圣宫排名第一第二的首席 恐怕都是有着抗衡之力 然而那种状态下的泛妖 依旧是被周元灭得干干净净 连尸体都没留下来 可想而知 周元究竟隐藏了多枪的手段 所以只要不遇见圣子 周元的实力足以在玄园洞天外围 横着走 周元笑了笑 也是取出剩下两颗五色助神异宝 这两颗我就收下了 紧张对此并没有什么意义 以周元在这场战斗中的贡献 一人吃下两颗五色助神异宝 想必不会有任何人有意见 其余的这些助神异宝 就分配给贡献最大的弟子 周元将剩下的助神异宝 分配给金章与唐小燕 两人点头接过 而在他们将助神异宝分配完毕时 却是发现那生长于湖水中的宝树 在此时开始枯萎 最后迅速地融化开来 彻底地融入湖水中 消散而去 显然 助神异宝的离去 令得宝树 也是失去了所有的生机 无法再汲取元气生长 不过随着宝树的消散 周元他们却是察觉到 六彩湖中散发而出的抗拒 在此时渐渐地消散 如此一来 其他的弟子显然也是可以进入了 六彩湖内的玄源之经 就按照之前的分配 两宗弟子共同进入采集 周元说 周元首席 还有不少势力在此处寄予 唐小燕忽然低声说 周元目光也是远眺而去 随着六彩湖这里的抗拒力消散 一些势力也开始有些蠢蠢欲动 虽然明知道这里有这两宗的人马 但六彩湖的诱惑太大了 要将他们都驱赶走吗 金章们 周元微微沉隐 摇了摇头 太费事了 在六彩湖中 让一个小角落出来 让那些各方势力自己去分配 怎么打是他们的事情 谁如果干扰到了我们 就直接收回 我想他们会很乐意为我们维持秩序的 唐小燕美眸微亮 周元这一手 倒是省了太多的麻烦 虽说他们这种巨头宗派 并不忌惮那些各方宗派 但一旦苍蝇多了 骚扰起来 也很烦人的 而周元丢出一小块馅饼 就将问题解决得干干净净 还能够收获不少的善意 当然最重要的是 能省去他们太多的精力 于是两人皆是各自先退去 安排两宗的弟子 周元立于湖面上 他望着六彩湖内 先前那宝树融化的地方 眼神却是微微的有些闪烁 或许在金章唐小燕看来 那宝树是因为 祝神异宝被摘取而化为了虚无 但周元眼瞳深处流转的破障圣门 却是让得他察觉到一些异样 这六彩湖 难道还另有悬傲 他沉吟了一下 身影呼的一动 直接是扑通一声 掠进了这座巨大的六彩湖中 不管如何 先查探一下吧 第五百八十九章 六彩湖底 六彩湖深处 一道金色光影划水而过 周元的目光四处地扫射着 这六彩湖中入眼皆是绚丽彩光 令人有些目眩神迷之感 不过 湖中并没有多少的升级 甚至颇显冷静 似乎之前这里 仅仅只是有着那头 灵鬼蟒生存于此 周元的眉心神魂震动 神魂感知不断地蔓延开来 在这六彩湖深处探测而过 他想要探测一下 这六彩湖中是否还有所隐藏 不过这一路探测而来 周元却并没有感觉到 任何异样的波动 如果不是之前周元 以破障圣门 感觉到那宝树消散时的 一些细微波动的话 恐怕也是有丝毫的察觉 连神魂感知 都是无法探测出来吗 周元目光微闪 既然如此 那就只能借助 破障圣门的力量 破障圣门 他的心中响起低喝 眼瞳深处 古老的圣门顿时旋转起来 周元眼前的世界 顿时再度出现了一些变化 绚丽之色渐退 一切都是变得虚化起来 周元的身影在六彩湖中 迅速地划过 眼瞳不断地扫尸而过 如此直到某一刻 他身影猛地一顿 目光锁定了六彩湖 湖底的某处 凭借着破障圣门 周元终于是看见 在那一处地方 有着一丝丝的细微波动 散发出来 望着那里 周元心头顿时一振 这六彩湖底 果然是有些不一样的地方 不过这也隐匿得太过的完美 如果不是拥有着破障圣门的话 恐怕将这六彩湖翻个底 都是难以找寻出来 他倒是有些好奇 这六彩湖湖底究竟还隐藏着什么 他的身影落在那边湖底 袖袍一挥 一股元气卷出 卷起淤泥 然而却是发现 其中并没有任何的异样 当即有些愕然 难道破障圣门看错了 他皱着眉头 眼睛死死地盯着他 如此好伴上后 他目光呼得一闪 因为他见到那里的空间 似乎是微微地拨动了一下 周元的眼中掠过一抹惊疑之色 莫非这湖底之中 另有一个小空间 如果真是如此的话 那可就麻烦了 这种小空间 想要将其破开 可不是什么容易的事情 而且破开时的动静极大 难免会被其他人所发现 而周元却并不想 让这个秘密暴露出来 毕竟这里 实在是太过人多眼砸了 当然 更重要的是 可不愿意这个秘密 再给百华仙公份额了 毕竟之前 他已经算是让步了 而在周元心中 闪动念头的时候 他呼得抬起头 只见得有着树道光影 已是破开湖水而来 正是金章 唐小燕等人 周元首席 可察觉到有什么异样 唐小燕靠近过来 美目看了一眼 先前周元运转 元气掀开的地方 问道 周元面容平静地摇摇头 倒不担心 唐小燕发现什么 毕竟连他 都是依靠破障圣文 才有所发现 果然 唐小燕美眸 在转了一圈后 又投向了周元 有些遗憾地说 我们先前 也到处探测了一圈 并没有发现任何东西 周元点点头 嗯 有那宝树 这座宝地 已经算是不需此行了 唐小燕略微有些 不好意思的禽手微点 他的确是有些贪心了 走吧 先将六彩湖中蕴含的 玄渊之精采集掉 周元说了一声 便是不再犹豫地 对这湖面掠去 看来这里这湖底的秘密 还得等于百花仙公 分岛扬镳后 他再找机会来尝试 一行人再度掠上湖面 而此时两宗的弟子都已进入 然后按照区域分配开来 正兴高采烈地 采集着六彩湖中的 玄渊之精 这里的玄渊之精品质极高 远非之前所采集的可比 若是能够采集 对于他们凝练 助神异宝显然将大有作用 毕竟 虽然宝树上面 凝结了一些助神异宝 但能够直接分到助神异宝的 还是少数 所以更多的弟子 还得努力地采集玄渊之精 当然 周元也给予了这些 未曾分到助神异宝的弟子 一些关照 他们在采集玄渊之精时 会得到更多的一些配额 周元出现时 两宗的弟子 皆是对着他投来了 敬畏与感激的目光 特别是百花仙公那些少女们 美目更是大胆地在周元身上扫来扫去 然后凑在一起 发出嘀嘀的嬉闹声 看得出来 他们对于在这场争斗中 大出风头的周元 极为的感兴趣 你现在跑过去勾勾手指头 怕是不少小丫头都会跟着你跑的 一旁有着声音传来 只见得顾红衣双臂抱胸 长腿笔直地踩在水面上 冲着周元笑隐隐地说 周元闻言 嘴角微微抽出了一下 不过小兰 你应该没有这个胆子 到时候传进112周 你怕是难以交代 顾红衣红唇微先 周元瞪了他一眼 什么叫难以交代啊 说得我很怕他一样 周元师兄 周元身后 忽有一道甜美娇嫩的声音传来 他转头一看 只见得一名身穿百花仙宫 公裙的少女 翘生生地立于那 少女五官精致 肌肤白心如雪 是难得的小美人披子 此时正用水灵灵的大眼睛 望着他 余带羞怯 周元师兄 不知道能不能麻烦您 指点我一下采集雪原之精 少女那般娇美模样 想来任何男子见了都会有所心软 然而周元却是毫不犹豫地摇了摇头 我先前大战 此时需要养伤 若是师妹需要 我可以为你介绍我苍玄宗其他弟子 少女小脸微微一僵 旋即扬扬头 似是有些失望 那还是不麻烦其他师兄了 说完就小跑了回去 周元转过头 便是见到了顾红衣那似笑非笑的神色 当即冷哼 我这是真的受伤需要调戏 我信了 顾红衣笑音音地说 然后悠然转身而去 只是那最后投向周元的眼神 似乎是带着同情可怜 周元恨得有些咬牙 但最终只能郁闷地在水面上盘坐下来 什么叫怕咬咬 我们那是互相尊重 你懂什么 他哼了一声 也不再理会顾红衣 手掌一握 一颗如宝石般璀璨 散发着五色光韵的果实 便是出现在了其手中 正是分到他手中的五色助神异宝 他握着五色助神异宝 再看向四周 如今的六彩湖上满是人意 显得极为的热闹 这个时候是不可能去尝试 打破那片小空间了 也罢 先安心将这到手的五色助神异宝炼化吧 戴得此处的玄缘之精采集完毕 自会清静下来 那时候他才能够找寻机会 心中这般想着 周元也是摒弃杂念 双目渐渐地避拢 掌心中的五色助神异宝 则是开始涌出一缕缕五色气流 顺着周元的掌心 源源不断地涌入而进 第五百九十章 暗回宝地 六彩湖上的喧嚣 足足持续了六日的时间 这六日中 苍玄宗与百花仙宫的弟子 皆是在这六彩湖中 片刻不歇地采集着 其中所蕴含的玄缘之精 仿佛不知疲倦 而在这种日夜不休的大力采集下 戴得第六日时 六彩湖的色彩便是渐渐地淡化 最终化为了清澈的湖水 看上去与寻常湖水再无区别 六彩湖旁 两宗的弟子立于湖畔 他们望着眼前那清澈的湖水 脸庞上皆是有着遗憾之色 显然还意忧未尽 甚至如果可以的话 他们宁愿长久地留在这里 不过可惜这太过地设想了 周园首席 唐小燕率领着一众女弟子走过来 美眸投向周园 眼下六彩湖采集完毕 我们也得动身前往玄渊洞天深处 与本宫的圣子会合了 这一次多谢周园首席了 这个人情我们百花仙宫记下了 他对着周园行了一礼 毕竟此次的六彩湖之争 如果不是周园 他们百花仙宫必然会伤亡不小 既然选择了合作 那我自会竭尽全力 周园首席 虽说你如今只是首席 但不知道为何 我却是有着预感 或许在那玄渊洞天深处 你也并不会被那些 诸多圣子压制下去 虽然话说出去 或许很多人不会当真 但唐小燕却是隐隐地 有这一种直觉 眼前的青年 并没有所见的那么简单 这么抬去我 周园挠了挠头 回忆和煦的笑容 两人再度客套了几句 周园目光投向他身后的绿罗 此时的少女 也是冲着他嘻嘻一笑 然后回回小手 周园 咱们玄渊洞天深处再见哦 只是从他那水淋淋的大眼中 周园似乎是 瞧见了一些狡狭之意 不过他也并未多想 只是笑着点点头 那就在这儿分道扬镳吧 唐小燕禽手微点 也不再多说什么 一声赤鹤 便是狱卒踏着元气 冲天而起 在其身后 诸多百花仙宫的莺莺艳艳 也是娇笑着跟上去 而在离去时 那些女弟子 也是有人对着周园 投去了一些忧怨的目光 周园对这些则是视而不见 目送着百花仙宫远去 然后如是重负地伸了一个懒腰 冲着金章 顾红衣他们笑道 我们也准备动身吧 他们下一步 同样是要赶往悬园洞天深处 与宗内圣子汇聚 金章点点头 然后前去吩咐其他弟子 整顿出发 而周园则是站在山丘上 伸出手掌 顿时在其掌心 有着彩色的光芒汇聚而来 最后形成了一颗圆润的宝石珠子 珠子周身 有着浓郁的五色光韵 缓缓地流淌 玄妙的波动 自其中散发出来 没想到 将那两颗五色助神医宝 都炼化吸收了 都未能进化到 六色助神医宝的层次 周园的眼中有些遗憾 这六天时间中 他不仅将从宝树上面 得到的两颗五色助神医宝吸收 而且还采写了 不少六彩湖中的玄源之精 但最终也未能成功地 将这助神医宝 进化到六色等级 显然 六色助神医宝 所需要的玄源之精 是一个相当庞大的数量 周园手掌一番 将那五色光珠 收入弃腹之中 微微闪烁的目光 投向那已经变得 清澈起来的六彩湖 他可是还清楚地记得 在那湖底下 似乎还隐藏着些什么 等先和其他弟子离开 然后暗中再前回来 好好地探一探那五蝶 周园在心中自愈 他并不打算将这个秘密公布开来 因为他也有着一些私心 毕竟在他看来 这一次带队 他已经做得很圆满了 跟随着他的人 如今都是盆满钵满 而眼下 也该为他自己 争取一下了 当然 这其中自然也有着 那湖底空间内 很多不确定的因素 所以 他也没必要为此 而兴师动众 在周园心绪转动间 顾红一来报 已是准备妥当 于是他目光再度深深地 看了一眼眼前的清澈湖泊 然后便是转身而去 很快的 苍玄宗的弟子 也是驾驭起道道元气 冲天而起 远离了此地 随着苍玄宗 与百花仙宫的离去 那些还逗留在此地的一些势力 顿时蜂拥向六彩湖 想要试试 能不能找到一些 两宗留下来的汤汤水水 不过最终 当他们在将六彩湖 翻个底朝天后 只能失望地摇摇头 最后也对此地不再留恋 陆陆续续地退走 于是 短短一日时间中 这处本是这片地域中 最为瞩目的焦点之地 便是再度变得 冷冷清清起来 两日后 夜色笼罩大地 周园的身影 再度出现在了这片 依旧狼藉的山林中 他身影虚化 收敛了元气波动 犹如影子一般地 自林间掠过 很快 他便是再度来到了 六彩湖之外 他立于高处 目光俯视下来 如今的六彩湖 显然是遭到了破坏 想必是当他们离开后 其他一些势力 试图在此处 搜刮一些残留所导致 不过周园却并不惊慌 那湖底的小空间 太过的隐秘 连他都难以察觉 更何况其他人 他一日前 将金章他们安置下来 然后寻了个理由 暂时地离开 全速赶回六彩湖 准备动手吧 他自语一声 就打算飞升而下 不过 就在他身影 刚动的那一瞬 其瞳孔呼的一锁 目光猛地 投向远处的密林间 只见到那里 一道黑影悄悄地掠来 最后落在了六彩湖边 这么晚了竟然还有人 周园眉头一皱 而就在周园准备 先将那道黑影弄昏过去时 他却是见到那道黑影 在湖边蹲了下来 手中散发出淡淡的元气光芒 元气涌入湖水中 引起点点连依 他在做什么 瞧得这黑影诡异的举动 周园双目须眯起来 难道此人也是知晓湖底的秘密 周园没有轻举妄动 而是选择观测 在他的凝视下 那道黑影占起身来 而就在此时 周园猛地发现 湖水竟是波荡了起来 一道渊摸数十丈左右的黑影 自水中划过 最后破水而出 借助着淡淡的月光 周园看清楚了那道黑影 这一刻 就算是以他的定力 都是眼中掠过一抹震惊之色 因为他发现 那道黑影赫然便是 之前他与范妖 唐小燕等人 联手所斩杀的 三头灵鬼蟒 此蟒当时明明被他所斩杀 后来其肉身 在落入湖水中后 就迅速地腐烂 生机全散 怎么眼下竟又出现在了这里 而且 为何那道黑影 竟然能够将其驱使 周园的面色变得凝重起来 望着那道黑影的目光中 有着一丝忌惮生气 而就在周园盯着那道黑影的时候 忽然间 那三头灵鬼蟒猛地抬起舌头 树桶锁定向了他这个方向 舌嘴中有着尖锐的笑声响彻而起 显然这灵鬼蟒竟然发现了周园 那道黑影也是发现了有其他人在此地 当即黑袍之下 有着压抑的变调的声音传出 小灵 干掉它 第五百九十一章 绿罗本事 六彩湖旁 三头灵鬼蟒嘶笑出声 冰冷的蛇童锁定了山峰上那道黑影 下一刻 它猛地暴射而出 舌嘴之中 便是有着幽黑的元气洪流 喷波而出 山峰上 周园神色也是危险凝重 对于这头灵鬼蟒的实力 它之前可是见识过的 它的身影虚化 如鬼内般的道士而退 避开了那元气洪流 整座山头 都是被那幽黑元气吐息 轰碎开来 灵鬼蟒嘶笑着 那冰冷的蛇童锁定周园时 似乎是这有着恨意有毒 显然是认出了周园 就是之前让其重创的 罪魁祸首 果然是你这畜生 周园也是察觉到 当即眉头一皱 眼前这灵鬼蟒 还真是他们之前 对付的那头 不过这灵鬼蟒 较之之前 似乎是变弱了一些 体型也是缩小了几倍 如果所料不差的话 之前他虽然侥幸逃脱了 但还是导致实力有损 但这并没有让得周园 减少忌惮 因为此时灵鬼蟒周身 两道蟒影依旧盘旋着 一旦蟒影与灵鬼蟒融合 其实力又会有所提升 灵鬼蟒奸笑出声 再度冲上而来 周园则是不断地退避 一人一芒锁顾之处 参天古树不断地倒塌 而周园也谋一片冰冷 掌心间地盛文若隐若现 显然是在找寻这机会 打算彻底将这灵鬼蟒 葬杀于此 不过远处那道黑影 见到这边战局焦灼 当即宽大的黑袍下 忽有一道蓝色的光影 爆射而出 最后迎风暴涨 化为了一头蓝色的冰鸟 冰鸟一出现 天地间的温度都是陡然降低 小孩 去帮忙干掉它 黑袍下 有只声音喘出 冰鸟长鸣出声 正式暴逝而出 就要加入战局 但当这冰鸟出现的时候 正与灵鬼蟒纠缠的周园眼中 却是掠过一抹惊异之色 目光猛地投向六彩湖边 那道黑袍身影 忍不住地喝到 你 你是绿罗 那冰鸟 不就是时常跟在绿罗身旁的小鸟吗 周园的喝声响彻 湖边那道黑袍的身影 似乎也是为之一讲 然后他终于是听清楚了那道声音 当即黑袍下有着迟疑的声音传出 周 周园 那声音恢复了娇嫩 悦耳动听 说着 他掀起黑袍 绿色的长发显露出来 那精致可爱的小脸蛋 不是绿罗 还能是谁 而此时的他 小脸满是惊愕地盯着远处那道黑影 周园的身影出现在一块巨石上 月光落在他身上 而他则是面色古怪地盯着不远处的绿罗 显然 他怎么都没想到 这鬼鬼祟祟的身影 竟然会是绿罗 在那后方 灵鬼莽嘶笑而来 就与发动攻势 小脸 回来 绿罗见状 连忙喊道 那灵鬼莽顿时停了下来 他似乎是有些不甘 冲着周园的身影咆哮一声 但最终还是化为黑光社会 最后身躯缩小 钻进了绿罗绣剑 那名为小韩的冰蓝巨鸟也是缩小起来 化为熟悉的小鸟模样 落在绿罗柔嫩的肩上 收好两兽 绿罗方才眨不着大眼睛 瞧着周园 周园 你 你怎么在这儿 周园身影一动 出现在绿罗身旁 上上下下地将他打量一遍 我才想要问你 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呢 还有 那鬼灵蟒是怎么回事 他盯着绿罗的袖中 这小丫头 竟然在他们谁都没有察觉间 将这鬼灵蟒给收服了 绿罗黑白分明地眼珠子 滴滴滴地转了转 你们之前虽然打败了他 但他可聪明了 知晓打不过你们 就直接金蝉脱鞘 悄悄地躲了起来 但我暗中找到了他 你不会忘记我的本事了吧 兽心通明 在那苍茫大陆中时 周园就知晓 绿罗体质特殊 能够与天地间的元兽 进行心灵沟通与感应 而那就是所谓的 兽心通明 嗯 所以我就找到了他 然后小灵就乖乖和我走了 听他说得如此轻松 周园也是忍不住地有些无语 他们之前为了对付这头灵鬼蟒 可是费尽了心思 没想到绿罗轻轻松松地 就将其给收服了 这灵鬼蟒虽说如今实力有些受损 但真要动起手来 寻常首席根本不是他对手 甚至他一旦融合盲影 在凭借着绿罗 受心通明者的手段 周园估计 说不得面对着圣子 绿罗都能逗一逗 这让得他忍不住地有些感叹 百花仙宫先前那支队伍中 恐怕连唐小燕都不知道 他们之间实力最强的恐怕不是他 而是这个看上去人畜无害的绿发少年 你们百花仙宫不是离开了吗 你怎么会转回来 周园缓缓地问 绿罗目光先是躲闪了一下 旋即想起什么 挺胸直问 那你怎么会转到这里了 周园盯着绿罗有些诧异 看来 你似乎也知晓湖底的秘密 你 你怎么知道 周园砸了砸嘴 忍不住地叹了一口气 果然他猜测得没错 他以为湖底的秘密就他知道 但看来他还是太小觑其他人了 不过眼下的问题是 这是绿罗独自前来 还是代表着百花仙宫 周园的目光看向后方的森林 百花仙宫其他人呢 这是我发现的秘密 干嘛要告诉他们呢 周园闻言 这才稍微松了一口气 还好百花仙宫不知道 不然的话又是麻烦 不过他倒也是近了起来 眼前的少女 虽然看似天真可爱 但谁若真是将她 当作不孕世世的小姑娘 那才是真要吃大亏 绿罗小手插着小蛮腰 气鼓鼓地盯着周园 你还没回答我 你怎么知道这里的秘密啊 在检查湖底的时候 我就察觉到了 倒是你 怎么知道的 周园也是满肚子的疑惑 她可是凭借着破障圣文 才能窥探到湖底的秘密 可绿罗又是怎么知晓的 以她的实力 不可能如此敏锐的呀 是小玲告诉我的 原来如此 周园这才恍然 那鬼灵芒镇守在此处 如果说知晓湖底的秘密 倒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周园叹息一声 面色复杂地盯着绿罗 绿罗见状 连忙抱住柔嫩肩膀 窃气地说 周园 你不会想要杀人秘密口吧 周园瞪着她 猛地做出 猙獰阴森的模样 不过绿罗却没被吓着 反而咯咯地娇笑起来 周园见状 只得收敛下来 再度没好气地说 算了算了 既然你也能窥见 那湖底的秘密 那也算是一份机缘 我们两人联手去探探吧 有宝贝就平分 如何 若是其他人在此 那她必然是要施展一些手段 但与绿罗之间 的确算是足以信任的小伙伴了 所以她并不介意退让 绿罗文言 脸蛋上顿时浮现出笑容 冲上来抱住周园的手臂 笑嘻嘻的声音 在湖边传开 周园最好了 第五百九十二章 湖底空间 六彩湖底 周园来到了那有着隐秘空间波动的地方 绿罗跟随在其身后 大眼睛好奇地四处打量着 她虽然从灵鬼蟒那里知晓了 湖底有着秘密 但却并未真正地前来过 这里的空间有着一样的波动 如果所料不错的话 湖底应该有着一个小空间 周园指着湖底的某处说 绿罗看了一眼那个地方 却是没发现有任何奇怪的地方 只能无辜地眨了眨大眼睛 不过周园也没对她抱多少的期望 靠近过去感应了片刻 我也没其他的办法 只能强行试试 看看能否将其撕裂开一条通道 说着 她手掌一握 天元笔出现在其手中 直接膨胀开来 雄魂的金色元气 自周园的体内升腾起来 渐渐地将天元笔 已是覆盖其中 笔身震动 发出了长吟之声 直接是在这湖底掀起了滚滚巨浪 周园眼神凌厉 下一瞬 黑笔暴瓷而出 元气滚滚 周园皮肤之上有着浴光浮现 骨骼绽放荧光 显然是将自身的力量 催动到了极致 黑影掠过 以笔身为原点 水浪炸开 笔影最终重重地 落在了那空间波动之处 微微凝质 紧接着 狂暴的力量便是清晰而出 巨浪滚滚 低沉的声音在湖底炸响 然后下一刻 一道冲击波 自那空间波动上爆发出来 狂暴的力量 直接轰击在周园身躯之上 然后他的身躯 便是直接被轰得倒飞了出去 片刻后 周园有些灰头土脸的掠回 浑身气血翻涌 闷声道 这空间也太坚固了 所幸他先前有所准备 不然那股反弹之力 就足以将他震伤 绿罗丑省眉苦脸 那怎么办啊 眼见着秘密就在眼前 却是无法破门而入 实在让人心交 而在此时 绿罗袖中那一条黑色小蛇 爬了出来 缠绕着绿罗的耗腕 直起身子 对着周园 发出了痴痴的声音 他说什么 周园看了一眼绿罗 绿罗有些不好意思地说 他说你真蠢 竟然想用蛮力破砍 周园嘴角一冲 狠狠地瞪了那灵鬼蟒一眼 而此时那蛇童中 似也是有着嘲讽之意 显然是打算以此 来出之前的恶气 那你能有办法 周园斜看了那灵鬼蟒一眼 他知晓袁兽 到了这般品界 已是诞生了灵智 能懂人言 然而灵鬼蟒 却并没有理会周园 周园对着绿罗 投了一个眼色 后者则是伸出小手 轻轻摸了摸 灵鬼蟒石头 小灵 如果你知道的话 可一定要告诉我 灵鬼蟒吐着蛇信 片刻后 方才丝丝的出声 绿罗大眼睛顿时一亮 他说此时的小空间 稳定坚固 根本无法破开 但它可以潜入其中 待其潜入瞬间 空间的稳固 会出现刹那松动 那个时候 你如果能够抓住 空间的薄弱点 就能够撕开一道裂痕 周园微微沉溺 此法倒是可寻 不过难点 是如何抓住空间的 薄弱点所在 寻常人对此恐怕 根本难以把握 但他却并没有太大的问题 破障圣门 能够完美地帮助他解决掉 那就试试吧 周园也没有多拖延 虽说如今的六彩虎 已是闲有人来 但万一被什么 凑热闹的人无意发现 传播出去的话 倒也是有些麻烦 小梁 去吧 绿罗指挥道 那灵鬼莽硬了下来 然后便是飘飞而出 化为一道黑光 直接冲撞向那 空间波动所在 然后 其身躯似乎融化下来 空间波动渐渐地加剧 而他的身躯 则是一点点地蹭了进去 而稳固的空间 则是随着灵鬼莽的蹭入 变得有些波荡起来 周园 绿罗见状连忙催促 周园没有应答 只是那眼瞳深处 圣门流淌 空间波动 在其眼中迅速地变得清晰 犹如一朵朵在水中 荡漾开的涟漪 原本稳固的空间 在此时出现了一些变度 周园眼神如鹰损一般 手掌再度紧握天云笔 手臂一抖 树道金色鼻影 暴视而出 几乎是在同一时间 击中了那几朵眼中 荡漾开来的涟漪中心位置 他这般出手 不再显得蛮鹤 反而是有着一些轻描淡写的姿态 不过当鼻影落下时 一旁的绿罗却是惊喜地见到 前方的空间剧烈地震荡起来 最后有着一道黑色的裂缝 自空间中渐渐地蔓延开来 最后便是直接形成了一道 账须所有的空间裂痕 周园你真厉害 绿罗忍不住地赞赏 他也不是没眼力的人 知晓周园先前的出手有多经验 周园笑了笑 眼神带着一次炽热与期盼地 盯着那蠕动的空间裂痕 走吧 看看这里面到底有什么宝贝 绿罗也是用力地点点头 眸子放光 当周园当先踏入空间裂缝 不过他也是保持着谨慎 体内的元气涌动 身躯上绽放着金光 随时处于戒备之中 当他在踏入裂缝时 眼前有着光芒变幻 再然后耳边的湖水之声变得寂静 他的脚掌也是踏在了坚实的地面上 眼前的场景已是变化 周园目光扫视开来 入眼是一片并不大的空间 其中也并没有多少的景物 所以他的目光很快就凝聚在了最前方 指尖的那里有着一汪杖须左右的金色潭水 而潭水之中一株玉树处立 玉树光洁也没有枝叶 不过周园与绿罗的目光却是在第一时间 凝固在了玉树最顶部的位置 只见那里两颗如玉娃娃般的果实 栩栩如生地挂在那 望着那两颗玉娃娃般的果实 周园与绿罗的嘴巴都忍不住 一点点地张大了起来 因为他们都是清清楚楚地见到 在那玉娃娃古实之上 缠绕着六色光云 两人都是倒吸了一口冷气 对视一眼 皆是看出对方眼中的震惊与狂喜之意 因为那竟然是两颗真正的六色助神异宝 恐怕这个才是这座宝地之中 真正蕴含的机缘 而外界的六彩湖 却只不过是从此处一流而出的一些气息 所导致而生 不过让他周园庆幸的是 他终归是没有与之失之交臂 这份机缘还是被他牢牢地把握住了 第593章 湖底秘宝 如玉般的古树顶部 两颗玉娃娃果实静静悬挂 六色光云营绕间 令得它们显得是如此的神秘 以及吸人眼球 下方的周园与绿螺都是被两颗玉娃娃果实震撼住了 好半场都未曾出生 不过周园总算是清醒过来 重重地吐了一口气 我就说 六彩湖中的宝贝虽然不少 但怎么看有些配不上六彩宝地的名头 原来真正的宝贝是在这里啊 绿螺也是用力地点点头 水阴阴的大眼睛中满是垂涎欲滴之色 此前它们百花仙宫的分配中 它虽然占了不少 但最终气腹中也就勉力 凝敛出了一道四色的助神医宝 这距离绿螺的需求 显然还差了很远的距离 不过它也没办法要求更多 毕竟唐小燕与赵如 才是队伍的带领者 她虽说被公主收为亲传弟子 但如今毕竟实力与资历都还不够 不可能获得最大分的好处 而这也是绿螺会单独出来 找寻机缘的最主要缘故 周园目光转向绿螺笑道 一人一个 绿螺笑嘻嘻地点点头 如果此时换作其他的人与她在此 恐怕在见到两颗六色助神医宝的时候 就已经要开始勾心斗角了 毕竟六色助神医宝的价值谁都清楚 没有人会嫌多 就算得到了一个 还想第二个 借此攀登向那最高的层次 但对于周园 绿螺显然还是很信任的 毕竟是当初并肩作战过的小伙伴 而身为兽心通明者 绿螺对于人心的感应 同样有着常人难及的天赋 周园奸装笑了笑 袖袍一挥 一道金色元气席卷而出 直接是掠上树顶 将那两颗散发着六色光运的玉娃娃果实摘了下来 摘取极为的顺利 并没有遇见任何的阻拦 想必灵鬼莽应该就是此处的守护兽 不过如今连他都已被绿螺降服 自然也就没了什么阻碍 元气落下 周园伸出手掌 握住了两颗如玉石般的玉娃娃果实 握住的瞬间 周园能够清晰地感应到 其中所蕴含的滚滚精纯力量 这直接是令得他气负之中那一道五色助神异宝 发出了强烈的震动起来 一种无比渴望的波动传出 周园按耐着心中的渴望 将其中一枚玉娃娃果实递给了绿螺 绿螺连忙伸出小手接过 忍不住兴奋地蹦跳了一下 他将玉娃娃果实用力地贴在小脸上 可爱的脸蛋上满是满足之色 谢谢周园 片刻之后他方才恢复过来 冲着周园甜甜地说 周园笑着摆了摆手 暂时先将六色助神异宝收起 漫步来到那一汪金色潭水处 那玉树就是从此生长而出 金色的潭水显得有些粘稠 而此时灵鬼蟒正套在其中 身躯不断地颤抖着 不过周园却是能够感受到 那灵鬼蟒之前所受到的伤势 似乎是在迅速地恢复着 显然这金色潭水也是神异非常 这是什么 绿螺走上前来望着金色潭水 然后蹲下身子 伸出修长的玉纸 轻轻地叹了进去 不过他手指刚伸进去 便是飞快地缩了回来 小脸上满是痛苦之色 只见得那指尖都是一片通红 痛死我了 周园沉吟了一下 也是伸出手掌 缓缓地伸进了金色潭水中 而在深入的瞬间 他便是感觉到剧痛涌来 那金色潭水宛如岩浆一般 不过周园并没有立刻抽回 因为那种剧痛并非不能忍受 他保持了数分钟的时间 那瞳孔中忽有一抹 狂喜之色涌出来 因为他发现 那金色潭水虽然处之剧痛 但对于肉身 却是有着难以想象的淬炼之效 竟然比上渊风中 那座水火断龙台还强 周园心头震动 静而惊喜万分 他的小玄圣体 如今一直卡在第二层的引古境界 那第三层的金血境 始终无法跨入 肉身修炼本就艰难 若是没有神物相助 就只能在漫长的时间中 一点点的提升 周园虽然并不排斥稳步前进 但如果能够有着 不损害根基的精进方式 他自然也不会排斥 如那水火断龙台 也如眼前这金色潭水 经过先前的亲身体验 周园相信 如果能够借助这金色潭水之力 他的小玄圣体 很有可能将会达到 期盼已久的金血境 那个时候 恐怕光凭肉身之力 他就能够力压 苍玄天内所有首席 周园 你没事吧 一旁的绿罗桥的周园 一直将手掌伸入 那可怕的金色潭水中 连忙了 周园笑着摇了摇头 倒也没有隐瞒 这金色潭水也是好宝贝 对于肉身修炼有奇效 既然来了 也不能放过 直接将它收了吧 绿罗文言连连摇头 你要的话那你拿去吧 我对修炼肉身才没兴趣 修炼肉身是大痛苦 肉身的每一次蜕变 都有着常人难以承受的痛苦 绿罗的修炼 只想和可爱的元寿一起 可不想去做这种自虐般的事情 周园哑然一笑 然后绣袍一挥 便是从乾坤囊中 取出了十座巨大的木缸 比人还高 旋即 他眉心神魂震动 神魂之力散发出来 就要将那金色潭水 搬运进木缸中 不过此时 那灵鬼莽忽然愤怒地 思想出声 舌头盯着周园 身躯有着膨胀起来的架势 绿罗见状连忙上前 与灵鬼莽交流起来 片刻后 他方才回头 善善地说 周园 你这些潭水 能不能给小玲也分一些啊 他平日里修炼 就靠这些潭水 周园 微感恍然 难怪这灵鬼莽这么强 甚至最后被他重创 还能够逃顿出来 原来是一直借助这里的潭水 淬炼肉身 没问题啊 这里的东西 本来就有你一份 周园点点头 这些金色潭水 即便是分出一半 应该也足够他将小玄圣体修炼到第三层的筋血镜 绿罗看了看十座大纲 伸出三根手指 然后又收回一根 那 那就给我们分两缸吧 分你三个 周园笑道 然后对着那灵鬼莽道 还没让开 灵鬼莽嘶笑两声 望着金色潭水 还有些不舍 小玲 快回来 你反正都要与我离开 这些留着也无用了 绿罗催促 灵鬼莽门炎 这才化为一道黑光 冲进了绿罗袖间 没了阻拦 周园立即催动神魂之力 顿时金色潭水哗啦啦作响 被无形的神魂之力裹起 最后搬进一座座木缸之中 而当那十座巨大木缸填满时 金色潭水也是见底 同时也露出了扎根在其中的玉树根部 周园望着那十缸满满的金色潭水 眼中有着满足之色浮现出来 旋即他收起七缸 余下的就全让绿罗收下 这里的宝贝总算是收取干净了吧 周园伸了一个懒腰 意犹未尽 一旁的绿罗某子看着潭底 呼得拉了拉周园袖子 那是什么 周园一正 目光顺着他所指看去 只见得在那潭水之底 玉树根部的位置 一缕缕根须缠绕在一起 形成了一团球状根径 而此时 在那一团团缠绕在一起的根径中 似是有着神秘的光彩 自那缝隙中渗透出来 第594章 赶往深处 白玉般的根径互相缠绕 形成球状 其内有着神秘之光 自缝隙间透露出来 周园也是眼带 惊奇地望着那玉树根部 然后眉心神魂之力掠过 只见得那根径缠绕的球状 顿时被切割下来 神魂之力将其驼付 悬浮在了面前 周园修长五指操控着神魂之力 将那一道道根径尽数地撕裂 如此片刻后 球状缓缓地裂开 周园与绿罗 揭示在此时将好奇而谨慎的目光 投射而去 这是 根径裂开 只见得其中竟是一块 约摸巴掌大小的物品 此物模样怪异 其形如粗糙的悲壮 但却仿佛残缺了一半左右 它材质也是极为的奇特 非金非木略显普通 但周园与绿罗都是心知肚明 此物必然不会如表面上 看上去那般普通 因为它存在的位置太过的隐秘 而且最重要的是 周园与绿罗都是发现 随着他们将此物取出 面前那棵玉树 竟然开始渐渐地变得暗淡枯萎 那种感觉 仿佛是什么源泉被取走了一半 这是什么呀 绿罗忍不住地问 周园伸出手掌 将那残缺的悲壮之物握住 入手倒是极为的沉重 但他的眼中同样满是疑惑之色 因为他也未曾从此物之中 感觉到什么奇特的力量 这显然不是助神医保 不太清楚 周园将悲壮之物交给绿罗 绿罗也是握住把玩了一会儿 眼中满是疑惑 最终他将其递给周园 虽然不知道它有什么作用 但应该不会是寻常之物 你先收起来吧 以后说不定就会发现其作用了 周园有些迟疑 此物虽然暂时搞不清楚什么情况 但绝对不会简单 绿罗就这样将其交给他 实在是让他有种占了太大便宜的感觉 不要多想了 虽然此物或许不简单 但我也得到了小灵呢 绿罗拍了拍秀中笑音音地说 对于绿罗而言 能够得到三头灵鬼蟒这种变异的元兽 才是他最大的收获 那这次我就占你一些便宜了 周园也不是矫情之人 片刻后便是洒然一笑 以后如果有机会的话 再给绿罗一些补偿便是 绿罗倒是无所谓地点点头 周园将那神秘的悲壮之物 小心翼翼地收起 然后看向那逐渐暗淡枯萎的玉树 这次应该是彻底干净了 我们先出去吧 绿罗自然是心满意足地点点头 此次他不仅得到了六色助身一宝 而且还收获了三头灵鬼蟒 对于他自身的提升 可谓是难以想象 于是两人也是不留恋 直接自先前所进处的空间裂缝 再度回到了六彩虎虎底 而随着两人走出空间裂缝 那道裂缝则是开始渐渐地回复 最后彻底地消散而去 而在这一刻 周园隐约地感觉到 那其中的空间 似乎也是在此时悄然地湮灭 他手掌轻轻摸了摸腰间的乾坤囊 他有一种预感 或许这小空间中的真正最重要的 并非是那两颗六彩果实 而是那神秘的残缺悲壮之物 只是眼下他还无法辨明其作用罢了 湖面上两道身影破水而出落在了高处 此时依旧是夜色笼罩 天地间寂静无声 吕罗心满意足地伸了一个懒腰 然后冲着周园伸出小手 笑阴阴地挡 那么这一次算是合作愉快了 周园笑了笑 伸出手与他握了握 我们就先在这里分别吧 我得追上苍玄宗的队伍 想必你也应该是吧 我找了个借口溜出来 还是得赶紧回去才行 路上小夕 悬云洞天深处再见了 声音落下 绿罗肩上的小韩顿时发出长鸣之声 迅速地化为冰蓝色的巨鸟 而他郊躯一跃 便是落在了巨鸟上面 小韩清明响彻 最后便是振翅暴射而出 宛如一抹蓝色流光 掠过天际 转瞬就消失不见 周园目送着绿罗远去 对于后者的安全 他倒丝毫不担心 更何况 如今的绿罗身边 还有着那三头灵鬼蟒 以他如今的实力 恐怕就算是各方首席遇见他 都很难逃到好处 这次 总算是可以安心地去 那玄园洞天深处了 周园也是长长地吐了一口气 然后他将目光投向遥远的方向 在那玄园洞天深处 是各方圣子争夺之地 那里才是整个玄园洞天 最为核心与精彩的地方 在这外围 出现一座六彩宝地 便是让得他们感到不可思议 但这种六彩宝地 在那洞天深处 虽说也是稀罕 但必然已经出现了不少 也不知道夭夭和吞吞此事如何了 他自语一声 玄园笑了笑 以夭夭的实力 就算是在那圣子如云的 玄园洞天深处 恐怕也是能够轻松地 混得风生水起 周园按耐下心思 脚下有着金色元气涌现 直接是将其托付升空 化为一道金光 迅速地对着远处 激略而去 一日之后 周园便是追上了 放慢速度前行的队伍 而见到周园顺利归队 金章 顾洪一等人 都是松了一口气 不过虽然他们也是好奇 周园离队的原因 但都还是聪明地没有问出来 毕竟 每个人都是有着秘密 问得太清楚 反而是做人没了分寸 于是队伍在接下来的日子中 恢复了正常的赶路速度 在那赶路之中 自然也是遇见了不少其他实力 不过 那些队伍在瞧得 苍玄宗这边领头的周园后 皆是纷纷躲避 如玉虎狼一般 显然 周园在那六彩宝地中 斩杀圣公泛妖的战绩 已是彻底地传开 导致其他地域的队伍都是有所耳闻 知晓了苍玄宗 圣元峰出了一位极其厉害的首席 有了这般威慑 周园一行的赶路 无疑是极为的顺畅 少有不开眼的实力敢于挑衅 在这种顺利下 周园也是开始将时间 投入到了小玄圣体的修炼中 于是在那每一日的傍晚 诸多弟子便是会见到周园 取出一个巨大的木缸 跳了进去 紧接着就会有着压抑着痛苦的 低沉嘶吼声 自那其中传出 让人头皮发骂 显然 那木缸之中 便是周园自湖底空间中 得来的金色潭水 如今的他们 逐渐地接近玄圆洞天深处 之后会遇见的对手 也将会越来越强 所以周园也是不敢有丝毫地放松 抓住一切的机会 提升自身的实力 他必须在抵达 玄圆洞天深处之前 彻底地将小玄圣体 提升到第三层的 金血境 火红大日子地平线 升腾而起 炽热的光芒撕裂夜色 照耀在了大地的每一个角落 一座山巅之上 周园盘坐于巨大的木缸之中 缸内盛满着金色而粘稠的潭水 此时的潭水沸腾如油 但其中的周园却是面目平静 只是那偶尔的肌肉颤抖 方才会表明着 他此时所承受的痛苦 在这赶路的八日时间中 他每一夜都是在片刻不歇地 借助着金色潭水淬炼着肉身 期间自然是承受了莫大的痛苦 但渐渐地痛苦归于麻木 周园能够清晰地感觉到 他的肉身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 金色的潭水对于肉身修炼 拥有着极大的避意 温暖的天光在此时从天而降 降落在了周园的身躯上 他那紧闭的眼目在此时缓缓地睁开 他感觉到体内血肉之中 蕴含的旺盛血气 一股爆炸般的力量在暗中的凝聚 他的体内到了蜕变的时候了 周园深吸了一口气 双掌陡然合拢 那一瞬他浑身的毛孔仿佛是在此时被张开 而金色潭水中一缕缕金色的气流 直接是被汲取而出 然后自其毛孔中疯狂地涌入他的体内 那些金色气流在体内疯狂地涌入 最后渐渐地融入了血液之中 万物都是在此时变得寂静 但周园却是能够听见体内血液流淌的声音 最后声音汇聚在一起 似乎是形成了什么独特之物 一滴金色的血液在这一瞬缓缓地成形 那一滴血液在体内流动 完成周天运转后则是居于心脏之间 在周园的神魂扫尸下 那一滴金色血液似乎是蔓延出无数金色的血丝 连通着血肉 澎湃的力量则是从那些血丝之中灌输而出 传进血肉间 周园的身躯微微一颤 一股狂暴的力量爆发而开 木刚顿时爆裂开来 其中已是变得清澈的金色潭水清洒出来 他伸出双掌 低头凝视着 嘴角却是有着一抹弧度 忍不住地缓缓掀起 他能够清楚地感觉到这具肉身之中 增强了多少的力量 比起之前强悍的数倍不止 因为当那一滴金血成形时 那就代表着周园所修炼的小玄圣体 真正地踏入了第三层的金血境 这段时间的苦修 总算是迎来了成果 传闻肉身修炼到极致 可肉身成圣 那时 体内流淌的血液 如同金浆 其一滴金血 便可演变一方小世界 拥有无穷之力 周园自语 眼中满是狂热之色 他无法想象那种层次 因为如今光凝炼出一滴金血 就耗尽了他诸多机缘与精力 真不知道 想要将体内血液 尽数化为金液 那又该是何等之艰难 此时的周园 如果再与那泛妖相斗的话 他有着自信 即便光凭借着肉身之力 就能与其正面抗衡 而如果再加上自身元气的话 那泛妖就算是施展出了大血妖术 也断然不可能在其手中 撑过十个回合 金血镜 放眼苍玄宗这一代的弟子 恐怕就算是红牙风那位商春秋 都还未曾修炼而成 当然了 周园修炼的是小玄圣体 而商春秋身为红牙风圣子 修炼的必然是真正的玄圣体 所以就算后者如今还只是银骨镜 但真要论其肉身强横 恐怕并不逊色他这个金血镜 若是有机会的话 倒是要将那真正的玄圣体搞来 周园想到此处也是感叹一声 小玄圣体虽然玄妙 但终归只是中品天元术 而玄圣体才是真正的上品天元术 而在他感叹间 不远处有着破风声传来 一道倩影掠上山巅 正是顾红衣 他落下身来 美眸先是饶有兴致地 看了一眼此事赤裸着上半身的周园 调侃道 身材还不错吗 如今周园的身躯修长挺拔 虽说并没有那种肌肉爆炸般的视觉冲击 但任谁都是能够感觉到 那副肉身之中所蕴含的力量 周园从乾坤囊中取出衣衫披上 白了顾红衣一眼 怎么 顾红衣神色微正 我们找到了圣子他们派出来的经营者 眼下也知晓了圣子他们的位置 从地图来看 再有大半日的时间 我们就能抵达玄园洞天深处 与诸圣子会合 周园闻言 眼中也是略过一抹喜色 好 传令下去 即刻动身 虽说如今他弃腹之中 已是有着六色助神异宝的存在 但周园显然不会满足于此 而只能抵达玄园洞天深处 他才能够找寻到更多的机缘 让他助神异宝再度进化 毕竟 他的目标最起码都是七色助神异宝 在那接应者的带领下 周园一行人在约摸大半日马不停蹄的赶路下 终于是抵达了目的地 那是一片巍峨的看不见尽头的幽暗山脉 山脉没入云层之中 无数的山峰宛如巨人一般 矗立于天地之间 给人一种莫测之感 在那无尽的山脉间 时而雷暴弥漫 时而暴雨倾盆 有时 甚至有着天地元气所化的刚风肆虐 一旦陷入其中 就算是首席般的实力 都将会被生生死裂 与这里相比 那六彩宝地所在的山林 简直犹如小土窝一般 周园首席 我们会先在山脉外落脚 大悬山脉 是悬园洞天深处的一方凶险之地 我们必须等待圣子出来领路 才能进入其中 那落脚地如今 汇聚着各方势力的人马 龙蛇混杂 还请多小心 那接应者冲着周园等人说 周园等人皆是点点头 于是 接应者带着他们 加快速度前行 如此约摸半柱香后 周园他们便是见到 一座城市出现在了前方 那座城市基本都是木造结构 显然 搭建不久 不过城市之中 却是有着无数身影 显然 是汇聚了不少各方人马 而当周园等人刚刚落在城中时 忽然感觉到城中 有着骚动传来 旋即 无数人影 都是对着某个方向 汇聚而去 怎么回事 周园见状开口问 身旁立即有人拦住了一人 开口询问 那被拦住之人颇为的不耐 不过当他在见到周园等人身上的 苍玄宗 灰文时 却是面露古怪之色 似笑非笑 原来是苍玄宗的人 你们难道还不知道吗 你们苍玄宗有一位叫做周园的首席 斩杀了圣公两位首席 可是威风的姐啊 而现在 圣公的八大首席 直接是带人包围了你们苍玄宗五大首席 那红牙风的一位首席 更是被斩断了一条手臂 人家圣公 威逼着苍玄宗 将那叫做周园的首席给交出来了 不然今日便是要试试 苍玄宗首席 能活着从这里逃出去几个 你们这些苍玄宗的人啊 惹怒了圣公 不赶紧逃跑 还在这里拦着我 问怎么回事 那人眼中有着激潮之色浮现出来 你 苍玄宗的弟子怒喝出声 周园拍了拍他的肩膀 让他退后 然后冲着那人笑了笑 劳烦引路一下 那人斜瞥了周园一眼 愣笑道 你又算哪根葱啊 我就是那位斩杀了圣公 两位首席的苍玄宗首席 周园 你的话是不是有点多了 他虽然带着笑 但那眼中却是一片漠然 那人脸庞上的机窍 顿时一点点的僵硬下来 第596章 各方关注 落脚城西面 一座巨大的庄园处理 虽说是新建 但也显得颇为的气派 而能够入住这庄庄园的势力 皆是在苍玄天中实力不低 而这里 更是云集了苍玄天 年轻一辈之中的精锐 此时 这些来自苍玄天 各方势力之中的精锐 皆是将目光 投向庄园内的一座广场中 如今的那里 暗流涌动 那是两拨数量 皆是不少的队伍在对峙 苍玄宗圣公 苍玄宗最前方 有着五道身影 正是苍玄宗的五位首席 在他们身后 是诸多苍玄宗的精锐弟子 不过此时的他们 坚是面色愤怒 眼神愤恨地盯着对面 在那里 八道身影覆手而立 七十凶悍无疲 他们身后众多圣公的弟子 在看向苍玄宗这边时 也是带着讥讽之意 双方的气氛 剑拔弩张 一言不合 就有可能直接在此地 爆发一场 极其惨烈的厮杀 当然 对于这两大巨头宗派的厮杀 其他势力怕是乐意看见 因为只有当两虎相争时 他们这些豺狼 才能够找寻机会 伺机而动 在悬缘洞天这种地方 就算是巨头宗派 一旦显露出破绽 也将会被狼群环伺 在距离广场不远的地方 一座高耸的楼阁处理 楼阁最顶端 一些目光从这里俯视下去 刚好能够将那广场上的对峙 收入眼中 这阵仗可真是不小 如果真打了起来 那才叫精彩 苍玄宗是要吃亏了 楼阁中 有着一道散发着阴冷 彻骨气息的声音 软绵绵地响起 那出生者是一名身穿黑袍的男子 在那黑袍上 铭刻着猙獰的鬼面图文 他面容消瘦 宛如骷髅一般 这是苍玄天六大巨头宗派 天鬼府的首席 名为刘福 他的话语中 似乎是对苍玄宗有些芥蒂 那是因为之前 他曾经与苍玄风的首席 唐木新交过手 但却败于后者手中 所以眼下能见到苍玄宗被教训 他倒很乐意 在其身后 有着不少天鬼府的弟子 而其中还有着一道首帘 赫然是真虚 在圣迹之地后 他加入了天鬼府 如今的他 依然是那副面色极其苍白的模样 面旁阴柔俊朗 只是周身涌动的元气波动 也是愈发的阴冷诡异 他的目光也是看着下方的广场 视线扫过苍玄宗那边 并没有见到某道曾经熟悉的身影 然后他收回视线 看向了楼阁其他的方向 如今的这里 不仅有着他们天鬼府 甚至连百花仙宫 问剑宗 北明镇龙殿 皆是有着首席率队列席 而且让他稍感意外的是 在这里他还见到了一些熟人 百花仙宫那里 身穿黑裙 依旧是显得如当初那般 妖媚诱人的左囚轻鱼 问剑宗那里 双目缠绕着黑布 背负着一柄无风重剑的青年 虽然安静无言 但浑身散发出来的灵力剑气 确实让人心惊 那是剑瞎子李纯军 还有北明镇龙殿那边 赤着胳膊背着一根赤金棍的青年 正是舞痴宁战 当初一起来到盛州大陆 加入六大巨头宗派的六人 除了周园与绿罗外 竟然都是在此地碰见了 他们几人的目光 也是互相地碰了碰 微微点头示意 不过并没有过多的交流 苍玄宗就算吃亏 恐怕盛宫也好不到那里去 一道女子声音响起 那是百花仙宫的一位首席 她的声音间 显然充斥着对盛宫的误感 因为他们同样是收到了 唐小燕那边的传信 盛宫曾对他们百花仙宫出手 那刘福撇撇嘴 听闻是那苍玄宗一位 叫做周园的首席 弄死了盛宫两位首席 这传言应该是有些水分吧 那个周园 以前听都没听过 百花仙宫那边 左丘轻于闻言 柳眉微挑 慢悠悠地道 这位天鬼府的首席可就说错了 我们百花仙宫的弟子 可是亲眼见到了周园 斩杀了盛宫那位排名第三的范妖首席 他虽然不是首席 但身为百花仙宫公主的亲传 他在百花仙宫这边地位也不低 所以对那刘福也没什么好忌惮的 是吗 听起来倒是有些手段 不过惹了祸就躲起来 反而让得其他同门来承受 看来这周园也不算是什么人物 说不得当时是使用了什么 见不得人的手段 方才侥幸得胜 圣公八大首席同时上门 这百明今日是不愿善罢甘休 或许那周园如今早已得知消息 只是不敢献身罢了 倒是可怜了苍玄宗其他的首席 特别是那红牙峰陈泽 平白被人生生撕断了一辟 此言一出 其他宗门的一些弟子倒也是微微点头 他们对周园并不熟悉 只是如今来看 周园惹出来的祸 反而让得其他同门来承受 的确是有些不妥 最关键的是 身为一切始作俑者周园 反而是在这种局面未曾现身 不免让人觉得 他是惧怕于圣公八大首席的威士 周园是我们苍茫大陆这一辈的第一人 他可不是刘府首席所说的那种人 以我对他的了解 他若是知晓此事 定会赶来 一道沙哑的声音忽然响起 众多的目光投去 便是见到了问剑宗那边 双目缠绕着黑部的青年 三番四次被人反驳 那刘府的面色也是有些不好看的 面色阴沉地盯着问剑宗的首席 什么时候 问剑宗的弟子这么没规矩了 问剑宗的那位首席 但笑一声说 李师弟虽非首席 但却是我问剑宗百年来第一位非圣子 可却能进监狱修炼者 所以刘府首席 可莫要将他当作寻常弟子 刘府面子微变 他自然是知晓 那问剑宗的剑狱 唯有圣子方可进入 其中弥漫的灵力剑气 时刻如万刃刮骨 就算是首席都难以承受 眼前这瞎子 竟然能在那种地方修炼 这苍茫大陆 穷乡僻壤 倒是出了一些人才 刘府沿路阴了 然后扫了一眼后方无表情的真须 心头有些愤恨 因为这个家伙 也是来自那苍茫大陆 如今在天鬼府中颇受重视 听到他语带讥讽 左丘轻鱼 宁战 皆是对着他头来冷目 不过刘府却并不理会 只是一声冷哼 目光投向那片对峙的广场 我倒真要看看了 那个被你们说得天花乱坠的人 今日是否真的有胆子 敢在此处现身 而且 他的嘴角掀起一抹顽尾之意 那周元就算是真的敢露面 恐怕也无法全身而退了 所以此局对于那周元 不论如何 都是一场死局 第597章 霍天照经 巨大的广场上 两拨人马对峙 气氛剑拔弩张 唐木新立于众人最前方 此时其脸色一片冰寒 他的目光直视着对面 在那圣公诸多弟子最前方 两道身影 副手而立 左手者 身穿白衣 身躯心肠 看上去 颇有些风流倜傥般的味道 他嘴唇略薄 笑起来时 给人一种锋利的感觉 而此人 正是圣公十大首席之首 天圣殿的首席 霍天 而霍天身旁 是一名身材壮硕的男子 他一身黑衣 神色桀骜 一对眼目中 有着胸光浮现 令得他看上去 宛如一头绝世胸圆 他在圣公十大首席排名第二 正是帝圣殿的首席赵经 而之前 苍玄宗鸿崖峰首席 陈泽的手臂 便是被他生生地撕断 此时在其手指间 还有着鲜血 不断地滴落下来 唐木欣 你们苍玄宗的周园 杀了我圣公两位首席 今日你们若是不将此人交出来 那我圣公 可不会与你们善罢甘休 霍天淡淡地说 亏你还有脸说出来 你圣公的首席被周园所杀 那是本事不济 唐木欣美目冰寒 其中有着愤怒之意 你们若是想要打 我苍玄宗奉陪便是 堂堂圣公 也算是名望不低 却是暗中偷袭 实在令人不耻 先前两拨人马遇见 本事相安无事 但那圣公的赵京突然抱起出手 而红牙风陈泽 仓促抵御 直接是轻刻间就被撕断了一臂 那赵京文言 咧嘴一笑 露出森白牙齿 听说红牙风肉身修炼 明阳苍玄天 但今日一碰 却是不过如此 跟我帝圣殿比起来 差了不少 在唐木欣身旁 红牙风首席陈泽 此时面色危险苍白 他的右臂呈现被扭曲的姿态 不过 当他在听到赵京 竟然羞辱他们红牙风时 顿时眼睛通红 寒声道 你可敢与我再较量 赵京双臂抱胸 斜披了他一眼 哼 若是你想死 我当然可以成全你 陈泽眼红的就要冲出 却被唐木欣给拦了下来 不要中了激将之法 唐木欣沉声道 那霍天单手赋于身后 眼神平淡 如果我们圣公的两位首席 是真正的败于那周元之首 我等自然无话可说 但据我们得来的消息 是那周元以诸多卑劣暗算的手段 趁着暂时合作成为盟友时 突然偷袭 反腰没有防备 这才被那小子偷袭得手 先前赵京所为 只是将那小子做的 尽数还给你们罢了 不然 你们凭什么认为 一个刚刚进入苍玄宗 不过两年时间的新弟子 竟能够打败我圣公排名第三的首席 此处这里 不知道有多少目光注视着 所以自然也都听见了这话 当即有些窃窃私语 若是那周元真的是在结盟的时候下手暗算 那就还真是有些卑劣了 唐木心 苏耀等手心面色难看 这霍天此话当真是狠毒 竟是想要将周元刻上这种恶名 此恶名若是坐实 以后周元行事 外人哪还敢与其合作 周元在我苍玄宗时 便是表现出色 杀你圣公首席 不需施展这些手段 唐木心冷笑 霍天淡脚道 若是如此 那你们就让那小子出来 亲自展现给我们看看 周元尚未抵达此地 你若是想见的话 之后自会有机会 看来此人不但手段卑劣 而且毫无胆破 陈泽首席 你这断臂之仇 我觉得应该算在那周元的头上 他竟是还有着挑不离间的想法 只是陈泽眼神冰寒 只是盯着那赵金 并不理会他的这些言语 看来你们是真不愿将那小子交出来了 事已至此 总得有人要给我圣公两位死去的首席 若是你们不想将其他弟子牵连进来 那你我双方首席 今日就在此处摆出兵马 堂堂正正地斗上一场 霍天对着赵金点点头 后者顿时缓步走了出来 你们藏玄宗的首席 谁敢再来试试 唐木心俏脸冰冷 就要踏出 唐木心首席啊 你我皆是两宗首席之首 你若是要出手的话 那我也只能下来陪陪你了 只不过 我们之前交过手 你似乎占不到任何的优势 霍天健壮 笑阴阴地说 如今苍玄宗的五位首席中 唐木心实力最强 只要他不出手 其他人都不是赵金的对手 而他们此次的目的 就是要当着各方势力的面 狠狠地踩苍玄宗一脚 不然的话 带得圣子来时 他们根本就无法交代 唐木心俏脸愈发的冰寒 这霍天摆明了是有备而来 我来吧 见来风首席白里彻 眼神冰冷 对方都如此践踏上门了 若是他们不应战 仓玄宗的颜面 也就被他们丢光了 虽说他与周元 在宗内有着不少的恩怨 但这个时候 他们代表的都是仓玄宗 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 有什么恩怨 回宗内再解决便是 这赵金 在圣宫十大首席中 仅次于霍天 实力不可小觑 我元气底蕴略胜你们 仅次于唐木心事件 这霍天 就由我来吧 雷玉峰的沉默寡言的 谢炎首席呼地说 谢炎师兄 有把握吗 雪莲峰 苏药首席问道 谢炎沉默了一下 微微摇头 这赵金很危险 圣公排名第二的首席 名不虚传 其他人也是皱着眉头 眼下的局面 分明是圣公 想要逼得他们 以首席斗一场 不然的话 就要直接开战 那时候 损伤将会真正的扩大 但现在的麻烦是 那赵金的确强横 就连谢炎 都没有太大的把握 而一旦谢炎输了这一场 对于仓玄宗的颜面 也是有损 而这 就是圣公想要的脚带 可以想象 这一场交锋 对方必然是出手 不论死活 将会是一场 极为凶险的恶战 让我来试试吧 谢炎摆了摆手 然后便是缓步走出 赵金双目 微眯地盯着谢炎 戏谑地道 哼 原来是雷玉峰的 谢炎首席啊 这一场 是你要跟我玩两手吗 谢炎没有说话 只是身躯之上 有着带着雷鸣的元气 缓缓声腾起来 赵金嘴角掀起一抹 凶残的笑容 五指 也是缓缓地紧握 一股惊人的气势 自其体内散发而出 这天地间 无数道视线 都是在此时投射而来 苍玄宗与圣公 显然是选择了这种方式 来解决一些双方间的恩怨 不过看这般模样 苍玄宗那位首席谢炎 似乎是气势 有些落于下风 在那无数道目光的注视下 谢炎一步踏出 元气轰鸣 不过 就在它将要爆发元气的那一瞬 天空之上 忽有破风声陡然响彻 一道黑光从天而降 重重地落在了广场之间 烟尘散去时 只见的一道古老的黑笔 差于地面之上 而在那黑笔之上 一道修长身影静静而立 与此同时 有着平静的声音 在这庄园之中响彻传道 此事既然因我而起 请谢炎师兄让我一句 这般蠢货 还不需师兄亲自出手 这一瞬 庄园之内 无数道视线 都是凝聚在了那一道立于黑笔之上的修长身影 下一刻 无数精华之声在这庄园之中爆发开来 第598章 周园现身 广场之上 古老斑驳的黑笔 差于地面之中 而此时 在那黑笔的上头 一道年轻的身影 踏壁而立 那道身影身躯修长 脸庞如同身坛 不起波澜 但当其现身的那一刻 却直接是引爆了这座龙蛇混杂的庄园 各方势力 都是在此时爆发出哗然之声 这就是那斩杀了圣公两位首席的周园 听先前那话 应该是没错了 郑主终于现身了 有意思啊 现在就现身 竟然还敢如此挑衅那圣公的赵京 真当他是吃素的吗 今日是真有好戏看了 无数的声音 自庄园四面八方响起 紧接着 便是有着诸多身影破空而起 铺天盖地的身影 落到了广场的周围 原本他们还只是暗中观测 苍玄宗与圣公的对峙 但眼下 伴随着周园的出场 他们知晓 今日这局面 可就真的要变得精彩起来了 所以他们这是打算 靠近一些 看一场好戏 不过不论如何 这座庄园 当周园现身的那一刻 变得沸腾了起来 而在广场附近的那座楼阁顶层 四大巨头宗派的人马 同样是因为周园的现身 惊了一下 然后便是有着哗人声 在楼中传开 我先前便说过 若是周园在此 他定然会现身 左丘轻于诱人的眼眸 扫了天鬼府那位刘福首席一眼 温剑宗那边 剑瞎子也是站了起来 来到窗边 虽然眼不能见 但他的感知反而比常人敏锐 他望着广场的方向 他能够清晰地感觉到 那股熟悉的元气波动 周园 李纯军那素来都没有什么表情的脸上 似是勾动了一下 他低声自语 你果然变得很强了 北明镇龙殿那边的宁战也是走过来 他双拳对碰在一起 盯着下方那道身影的眼中 充满着狂热的誓战 好想再跟着家伙打一场 真须没有动作 只是那时刻闪烁着阴冷的眼眸中 那种阴寒之意悄然地淡化了一些 天鬼府内规矩森严 同时有着诸多勾心斗角 稍有不慎便会被人踩踏下去 这不到两年的时间中 真须在这天鬼府中斗倒了不少人 手段堪称是阴狠残酷 这也是令得真须这一两年的时间中 显得更为的阴异 只是眼下在见到那道身影时 他眼中的阴冷方才稍淡 与这冰冷的天鬼府相比 当初在圣祭之地与周元的相遇 倒是在他那阴冷的心中 留下了一些不一样的感觉 最起码在周元的身上 他能够感觉到一种能够托付的信任 而不是如在这天鬼府中 人人皆是不同的面空 天鬼府那位刘府首席 看了一眼广场上那道身影 旋即瞥了左邱青鱼一眼 果然是好胆 不过也真是年少轻狂 这般局面他一露面 圣公今日就更加不可能放过他了 在场的其他首席 也是微微点头 周元斩杀了圣公两位首席 这恩怨不可谓不深 眼下他既然露了面 圣公定然不会留情 百花仙公那位女首席 也是眉头微醋 看着左邱青鱼低声叹道 他的确不该现身 现身了 圣公会死盯住他 左邱青鱼平静地说 你们不了解他 既然他会现身 那就表明他并不怕 圣公这些首席 女首席摇摇头 他能够斩杀范妖 应该的确是有些实力 但赵金 却是比范妖更强的存在 这圣公十大首席的位置 都是实打实地拼杀出来的 赵金能够吻压范妖这么多年 其实力如何 自然不言而喻 或许 此时的圣公 巴不得周园出现 然后由赵金出手 将周园摧枯拉朽般的击败 挽回他们圣公 丢失的颜面 左邱青鱼没有多说什么 桃花般的双眸 看着广场上那道修长的身影 自从认识以来 那个人可从未让人失望过 虽说他也知晓那赵金必然很强 但他对于周园 依旧有着信心 周园 广场上 唐沐昕他们也是见到了 在此时现身的周园 都是忍不住的一惊 显然后者的现身 也有些出乎他们的意料 周园 既然来了也无妨 眼下可先让谢岩首席试一试对方 唐沐昕开口说 虽说他也知晓周园 如今实力应该不弱 但谢岩可能会更稳定一些 周园先是冲着他们抱了抱拳 然后目光转向谢岩 沉默了一下 谢岩师兄实力的确不弱 不过恐怕 无法在对方手中讨到几分好处 谢岩文言也是正了正 但却并没有反驳 因为他自身也是这种感觉 周园 你少在这里装模作样 倒是百里彻忍不住冷横的 这个时候了 就少想着出什么风头了 若是你在这里输了 可是丢我们所有人的脸 周园笑了想 没理他 只是盯着唐沐昕 唐师姐 此事既然由我而起 自然应由我来了结 唐沐昕目光与他对碰 后者的神色认真 并没有任何强行逞能的迹象 于是半赏后 他禽手微点 若是你有信心的话 那就由你来吧 唐师姐 白里彻眉头皱起 唐沐昕摆了摆手 制止下他的话语 于是 白里彻只能收回嘴中的话 颇为不爽地看了周园一眼 周园见状 对着唐沐昕抱了抱拳 解言则是缓步后退 于是 在那无数道目光注视下 周园的身形 缓缓地落下地面 手掌握住斑驳黑笔 轻轻一震 地面裂开 黑笔横扫 笔尖的雪白毫毛 渐渐地收拢 形成花苞般的笔尖 光芒流转 锋利无辟 周园手持黑笔 笔尖斜指地面 他抬起头来 望着对面那黑压压 一大片的圣公弟子 最后 目光停在了那霍天 与赵金的身上 而此时的两人 也是目光或幽深 或凶利地盯着他 不过周园并未被 两人的眼神所吓到 反而是淡笑一声 面容平静地将笔尖 抬起 直直地指向两人 苍玄宗周园 圣公诸位首席 哪一位要来赐教 第五百九十九章 三成之力 无数到目光注视的广场上 当周园那锋利的笔尖 缓缓地抬起 摇摇指向霍天 与赵金的时候 场中的气氛 瞬间变得凛冽起来 那霍天双目须眯地盯着周园 悬祭他笑了笑 只是那笑容中 有着一种森冷弥漫 你就是那个以卑劣手段 背信弃义 偷袭杀害犯妖的周园 不过面对着霍天 这般狠毒的污蔑 周园却是连半分解释的念头 都没有 因为这种时候 他需要做的不是解释 而且当着无数人的面 将他圣公的首席 再度狠狠地击溃 那个时候 霍天的这种狠毒污蔑 自然会成为一场笑话 然后摔在他的脸上 于是他只是神色波澜不惊地 盯着两人 再度缓缓地说 哪一位想要赐教 或者说两位要一起来 他这番话传开 也是引起不小的哗然声 诸多目光惊奇 虽然还不知道周园的本事 但这股狂气 还真是不负年少轻狂 霍天淡笑一声 没有再说话 只是那盯着周园的眼神 愈发地森冷 旋即 他对着赵金轻轻点头 漫不经心地道 年轻人不知道天高地厚 给点教训也是应该的 记得把他的下巴捏碎 手脚也断了吧 既然损了我圣公的名声 自然也该付出代价 赵金凝笑一声 缓步走出 每一步踏出 脚下的地面都是军裂开来 他的皮肤表面 有着光泽流动 显然也是精修肉身者 他散漫地站在周园的前方 目光带着暴力地瞧着周园 无止缓缓地握拢 小子 如果你跟老鼠一样 乖乖地躲起来 今日还能留下狗命 但可惜 你已经没有后悔的机会了 当其声落时 他的身躯渐渐地膨胀 皮肤之上淡淡地黑光流转开来 肌肉震动间 一股惊人的力量感迸发出来 令得空气 都是发出了阴暴之声 一股压迫感 缓缓地释放出来 广场四周 不少目光都是变得凝重 这赵金出自圣宫的地圣殿 而地圣殿 与苍玄宗红崖峰一般 皆是以肉身修炼为主 肉身极端强横 足以斑山垂城 此时的赵金宛如一头胸圆 而立于其前方的周园 则是给人一种平平无奇的感觉 仿佛赵金只要一拳下来 周园整个人都将会在 轻刻间被摧毁 无数道目光汇聚于此 凝固在两道对峙的身影之上 连风声似乎都是在此时停滞 宁智仅仅持续了数息 下一刻 狂暴的气势猛然自赵金体内爆发而出 他面目暴力 脚掌一踏 地面崩裂 而他的身影则是宛如炮弹一般 猛地暴射而出 奇速之快 带起了阴暴之声 他无知紧握 一拳轰出 全尽咆哮 空间都是在此时微微震荡 周园望着那暴射而来的身影 身体虚化 然后飘然而退 与此同时 袖袍一甩 便是由这一道金色元气洪流 咆哮而出 趁金一拳落下 直接是将那元气洪流 生生地震爆 他望着选择闪避的周园 嘴角凝笑更深 脚掌一跺 速度瞬间爆炸 留下道道残影 直接是在那无数道惊呼式中 出现在了周园的后方 给我死 他凝笑着一拳轰出 直接轰向周园的脑袋 下手狠辣 周园眼光略过身后 也是无知紧握成拳 反手一拳轰出 这一拳轰出时 他的皮肤开始闪烁着浴光 骨骼中也是有着荧光绽放 两人的拳头笔直地硬寒在一起 狂暴的力量冲击波顿时爆发开 脚下的石板地面不断地崩裂 破坏力极其的惊人 所有的目光望着场中 旋即皆是微微一惊 因为他们见到 那两道身影 皆是闻丝不动 对于赵金 他们倒是并不意外 毕竟其实力实在是强横 那具肉身也是锤炼到了极为凶悍的地步 但让得他们意外的是 周园竟然也能硬接住赵金的一击而不落下风 有意思 原来你也修炼过肉身 赵金望着周园身躯上绽放的玉光 微微惊讶了一下 玄机眼中的暴力更甚 宁笑道 也好 你们红牙峰那位首席被我撕断一条手臂 我倒是要看看 你又能在我手中坚持多久 当其声落的瞬间 只见到其身躯之上流动的黑光愈发的浓郁 下一刻 他双拳如暴雨般的轰击而出 化为无数道泉影 每一道泉影都是蕴含着极为可怕的力量 泉音思想 泄露的禁风 在那地面上留下一道道深深的痕迹 如此公视 看得各方强者皆是有些头皮发麻 无数泉影在周园的眼瞳中急速地放大 周园面色平静 身缺上的玉光愈发的浓郁 荧光从骨骼中散发出来 与玉光交织 他双掌拍出 同样是化为了道道掌影 掌风虽不如赵金那般狂暴凶力 但却自有一番轻描淡写般的从容姿态 在那咫尺之间 拳掌相碰 可怕的力量冲击波不断地爆发 引得空间震荡 无数道视线死死地盯着两人的交锋 从声势而言 无疑是赵金占据着绝对的上风 他的攻势如暴雨如洪流 而周园则是身处暴风洪流间的一夜偏周 随时有着轻浮之危 但让人意外的是 每每惊险时刻 周园终于是能够将其化解 不过看到这里的时候 在场的人已是能够感觉出 周园的确是有着一些实力 毕竟能够在赵金的手中撑这么久 如果说他能够斩杀犯妖 或许倒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场中又是一次凶悍的硬碰 周园与赵金皆是身影倒势而退 霍天望着场中 面色却是微沉 赵金不要再玩了 他需要的是赵金摧枯拉朽般的击溃周园 而不是要称量出周园究竟有几分水准 赵金扭了扭脖子 咧嘴笑道 这小子的肉身还不错 难得遇见能跟我硬碰的人 不过他也知晓现在不是实战的时候 于是他对着周园投去猙獰的目光 小子 刚才我可是连六成力都未曾用到 周园淡笑道 我就说怎么软绵绵的 跟女人拳头一样 赵金眼中闪过暴力之色 他盯着周园 双手猛然合拢 下一刻黑色的气流 自其血肉间蠕动起来 只见他的皮肤 开始在此时化为黑铁般的色彩 手掌变得硕大 黑色的指甲也是变得锋利起来 他本就高壮的身躯再度膨胀起来 宛如一头约摸数丈左右的巨人 他仰天咆哮 双拳轰杂胸腾 发出了犹如金铁般的声音 可怕的凶煞之气 自其体内迷茫而出 在那后方 唐木新等人望着此时的赵金 面色也是微变 那断了一臂的红压风首席陈泽 更是面色凝重 这是圣公地圣殿的元魔术 极其厉害 这赵金要倾尽全力了 唐木新等人闻言 也是眼中划过担忧之色 周园望着那如魔元般的赵金 不过他的眼中 并没有出现任何的紧张之色 这赵金实力的确很强 如果眼下他未曾突破到 筋血镜的话 想要将其击败 或许还要费一番功夫 但可惜 没有如果 周园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双目微闭 喃喃道 那你可知 先前我所用的 不过三成之力 这一刻 周园心脏之间 那一滴金色的血液 轻轻地震动 无数金色的血丝蔓延开来 与血肉相连 当周园眼瞳睁开的那一瞬 他的眼瞳中 有着金光闪耀 接下来 就让你真正地见识一下 来自苍玄宗的肉身之力吧 第六百章 金刚修罗 哇 狼藉的广场之上 赵晶仰天咆哮 黑光弥漫身躯 令得他的肉身看上去 宛如黑铁铸造 坚不可摧 此时的赵晶 活生生的 就是一头猿魔 那股凶杀与暴力 让人心惊肉跳 这一刻 就连高楼之上的 左丘轻鱼等人 都是眼中 流露出了一丝 紧张之色 毕竟此时的赵晶 为师太过的可怕 那天鬼府的 刘福首席望着这一幕 玄吉 瞥了一眼 左丘轻鱼 冷笑道 能够将赵晶的 原魔术逼出来 这周元道 的确是有着几分本事 不过可惜啊 那种代价 恐怕是小命不保 在场的其他首席 皆是面色凝重 他们知道 如果换作他们 立于此时的 赵晶面前的话 必然是有些难以抵挡 这圣公排名第二的首席 的确是名不虚传 在那无数道 带着凝重的目光中 赵晶暴力的眼瞳 直接锁定了周元 这一次 他再没有半句废话 只是嘴角的弧度 愈发的猙獰 赵晶的身躯微微蹲下 下一刻 双脚猛然一动 巨大的裂痕 自其脚下蔓延而出 而他的身影 宛如那扑石巨龙的 远古猿魔 带着阴影 笼罩周元 圆魔臂 思笑响彻 只见那赵晶右臂之上 黑光蔓延 甚至有着黑色的毛发 生长出来 他这手臂 轻刻之间 化为了一只 粗壮的圆魔之臂 一拳轰出 巨大的鸿沟 已是在这广场上 撕裂而现 那一拳的阴影 直接将周元所覆盖 凶悍到了 无以复加的地步 面对着赵晶 如此可怕的一拳 后方的唐穆辛等人 皆是变色 周身元气涌动起来 已是准备开始出手救援 不过 在那无数道目光 都是因为赵晶这毁灭般的一拳 而惊骇时 那正处于阴影笼罩剑的周元 却是神色平静 眼眸中的金光 若隐若现 此时的她的皮肤上 也是有着淡淡的金色光线 蔓延开来 犹如是在她的身躯表面 形成了一道道 古老的金色纹路 心脏间的那滴筋血 剧烈地震动起来 小子 给我跪下 赵晶立笑出声 毁灭一拳 终是携带着风暴 清晰而至 周元面无表情 双指缓缓地紧握 金色的光纹 自手臂上蔓延而来 渐渐地将拳头表面覆盖 一股无法形容的力量 在她的体内 如怒龙般地咆哮翻涌 那种力量之强 她以往从未感受过 金血镜所带来的力量 也是超出了周元的想象 在那无数道震动的目光注视下 周元一拳轰出 直接是以最为正面的姿态 与那赵晶毁灭的一拳 重重地轰撞在了一起 简直是找死啊 望着这一幕 无数人都是摇了摇头 此时的周元的拳头 在那赵晶如援魔般的一拳下 显得颇为的不起眼 所以他们不明白 周元究竟为何会如此的愚蠢 选拳最为正面的硬碰 不过这个时候 说什么都晚了 恐怕下一刻 那周元就会被生生地 垂成肉泥吧 两者轰撞的那一瞬 巨大的冲击波 疯狂地爆发开来 整个广场 所有的石板 都是在此时生生地陷飞 一层层的地面 不断地被削起 苍玄宗与圣公两方的弟子 皆是连年退后 如果不是各方首席同时出手 恐怕那等余波扩散 连整座庄园 都将会在此时被摧毁 余波渐渐地消退 但那所有的目光 都是死死地盯着广场 中央的地方 那里的烟尘渐渐地散去 两道身影 出现在了所有人眼中 那里的两人 保持着拳头对轰的姿态 两人的身躯 似乎都是未曾动过 谁影了 无数道目光 都是盯着两人的身影 眼中有着惊疑生气 因为眼前这一幕 似乎根本无法分辨出胜负 霍天也是盯着场中 眉头微皱 同样分不清楚状况 情况如何 其身旁有着其他手席问道 霍天淡淡地道 应该是赵京去胜 他那一拳 连我都得费尽诸多手段 才能抵御 这个周园 竟敢与他硬碰 无疑是找死 省公其他的手席 也是点点头 他们对于赵京的实力如何 同样是心知肚明 那一拳 换作他们任何人 都无法抵抗 那周园如此硬扛 必死无疑 唐沐昕等人 也是紧张无比地望着这一幕 这个蠢货 没事和赵京硬碰什么 百里车忍不住地咬牙骂道 周园若是被生生捶死 丢人的可是他们苍玄宗 其他手席没说话 但眼中也是有着忧虑 高楼之上 所有人都是屏息静气 就连左丘轻鱼玉手 都是忍不住地紧握 双眸紧紧地盯着下方 不敢移动 整个庄园内的气氛 仿佛都是随着广场上 那两道凝滞的身影 也是变得凝固起来 那种凝滞 持续了数十戏的时间 广场中央 周园的眼皮微微动了动 他望着眼前那高壮如 磨圆般的身影 一口长气自鼻息间 缓缓地喷涂而出 他的身体率先有所动作 拳头一点点地收回 然后他没有再看向那赵金 而是与赵金擦身而过 静止对着唐木心他们走去 而赵金一动不动 无数道惊恶的视线 都是凝固在周园的身上 赵金 你在做什么 霍天声音低沉地抱和他 所有人都不太清楚 此时的情况 小子 你对他做了什么 霍天阴森的目光看向周园 周园脚步停了下来 声音平缓道 看来圣公帝圣殿的肉身之术 也并没有我想得那么强 所以 你们有什么理由 嘲笑我苍玄宗啊 至于他 周园微微偏头 眼神冷漠 他伸出双手 指尖有着一个清脆的响指 在这广场上响彻而起 而就在那响指响起的瞬间 所有人都是惊骇欲绝地见到 那赵金如原魔般的粗壮右臂 竟是在此时轰然爆碎 漫天血末建设出来 他的整条手臂竟是在此时生生地碎裂开来 而赵金的身躯也是缓缓地 仰天倒塌而下 整个庄园都是在此时沸腾起来 无数道看在此处的目光中 皆是充斥着浓浓的难以置信与惊骇之意 下一刻 所有的目光都是汇聚到了那道背对着赵金的年轻身影之上 那些目光之中满满都是震撼 谁能想到 先前那种天雷地火般的恐怖撞击之中 看似落入绝对下风的周园 竟然却是如此的可怕 那一拳的反击将赵金如圆魔般的一臂生生地烘碎 这等力量究竟是何等的可怖 庄园之内 那些汇聚于周园身体之上的一道道目光 在此时渐渐地有着一丝惊距涌现起来 他们谁都没想到 这位在苍玄宗七首席中 名不见经传的新任圣元峰首席 才是隐藏的最深的金刚修罗 第601章 圣子出现 对 赵金壮硕的身躯倒塌在地时 有着低沉声音传荡而开 整个广场仿佛都是在此时颤了一颤 当然 随之而颤 还有着那无数围观者的心脏 所有的目光都是在此时带着浓浓的骇染 望着那右臂爆碎成蓄末 不知生死的赵金 阁楼之上 那原本端着茶杯 悠哉悠哉等待着苍玄宗出丑的天鬼府刘府首席 此时的面色凝固在一起 眼中惊骇与恐惧 几乎是掩饰不住地涌了出来 卡 手中的茶杯更是被人一巴掌忍不住地捏得稀巴来 怎么可能 他咽了一口唾沫 有些艰难地说 不过此时的楼上 已经没有人有心情来嘲笑他 因为其他各宗的首席 同样是面色震动地望着眼前这一幕 先前周元与赵金擦身而过 然后赵金右臂爆碎成漫天血沫的那一幕 实在是来得太过的震撼了 谁都没想到 先前战斗中一直都是占据着绝对优势的赵金 仅仅只是在那下一瞬就被周元彻彻底底地击溃 那赵金可不是什么无名之辈 而是在圣宫中排名第二的首席 这在整个苍玄天所有首席中 都绝对能排进前五的存在 各宗首席复杂的目光 投向苍玄宗那道年轻的身影上 与其他的首席相比 周元这位圣元丰的首席 不论是名声还是资历 似乎都是在苍玄宗七大首席中排名居没 这也导致各宗的首席 对他并不算太过的重视 即便之前听闻了周元的战绩 但也是抱着一些将信将疑的心态 不过此时 当残酷的现实摆在眼前的时候 他们不得不将那种轻慢的心态收起 取而代之的是凝重与忌惮 甚至还有这一丝巨异 那位苍玄宗最为年轻的首席弟子 已经用实力证明了一切 百花仙公那位女首席 也是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然后看向一旁的左丘轻渝 轻渝 你这朋友真的是太凶悍了 的确是太凶悍了 直接是以最为正面的姿态 硬生生地将赵金的手臂 轰碎开来 左丘轻渝炸了炸桃花般诱人的眼眸 其实此时她的心中所受到的冲击 不比其他人少 因为虽说她对周元有着信心 但其实也顶多认为后者 能够和赵金拼得不分上下 但眼下这一幕 那赵金显然是差点被周元生生地打死 这家伙比上次见面时怎么变强了这么多 她心中嘀咕一声 然后美眸看向那天鬼府的刘福首席 哼 现在总没有人再怀疑周元了吧 刘福低头默默收拾着身上的水字 神色有些狼狈 不太敢接左丘轻渝的话 因为此时的她 也是被周元的凶悍震撼住了 她不想惹伤这么麻烦的人 所以眼下还是少说话为妙 瞧得她这副模样 左丘轻渝也是大感舒坦 然后便是不再理会她 只是将一对美眸 投向广场上那道成为了无数道视线瞩目的修长身影 在栏杆处 李传军与宁湛也是凝望着下方 两人的面色都是显得极为的凝重 好强的一拳啊 宁湛缓缓地说 她的肉身已经修炼到了极为高深的地步 就连那赵京都比不上她 他们北明镇龙殿也有着肉身修炼之法 但在北明镇龙殿的诸多首席中 同样无人能够达到周元这种程度 或许只有圣子中才能找寻得出来 李传军虽然双目看不见 但他却是能够感觉到先前那两股惊人力量的对碰 其中更强的一道应该便是属于周元 那一拳 李传军在心中孤量了一下 最终缓缓地说 他又走到了我们的前面 宁湛挠了挠头 真是个变态啊 我原本以为这次见面能够一雪前耻呢 但看现在这样子 就算再打一场也完全打不过呀 李传军唇角动了动 似是笑了一下 他轻轻地抚摸着背负的重剑 沙哑地道 有着一个目标在前方也挺好的 他会让我有着追逐的动力 你知道吗 在那剑狱中修炼 每当我无法坚持承受的时候 我就会想起他 宁湛沉默了一下 虽然你瞎了 但也不能这么糟蹋自己吧 一道锋锐的剑气 自李传军指尖爆射而出 宛如弯月一般 狠狠地射向宁湛 宁湛黑黑一笑 掌心一驱 元气涌动间 竟是形成了土黄色的元气龙头 一口便是将了剑气吞进 然后元气剧烈地震荡 最终渐渐地平复下来 开个玩笑而已 广场上 唐木新 百里彻等人 同样是目瞪口呆地望着 那缓缓倒塌下去的赵京 好半赏后 他们方才将那不可思议的目光 投向到前面的周元身上 周元师弟 你的实力又变强了 唐木新深吸一口气 忍不住地感叹 他们先前还在因为周元 选择与赵京硬碰而心生不解 然而此时 那种不解算是彻底地解开了 因为那在他们眼中 极端凶暴的赵京 在周元眼中却只是如同纸糊的老虎一般 一捅就破 其他首席也是眼神有些复杂 特别是白里彻 面色清白交替 他刚才可骂了周元蠢货 可现在他才知道 不是周元蠢 而是他眼力太低 现在的周元 比起他们上一次交手便强了太多 所以 就算是白里彻再如何不愿意承认 他也知道周元已经彻底地走到了他的前面 周元望着唐木新他们 倒是笑着抱拳 还好没有失手 不然可就丢了咱们苍玄宗的脸面了 倒是我们又走远了 雷玉峰谢言首席缓缓地说 此事既然由我而起 自然需要我来了结 我可不是故意要抢谢言师兄的风头啊 素来不够言笑的谢言嘴角动了动 然后摇了摇头 小心 那霍天可能要发疯了 唐木新呼地说 周元转过身来 目光投向了不远处圣宫的方向 此时 他们那些首席 也是渐渐地从赵经倒塌带来的震惊中 回过神来 那领头的霍天 面色阴沉地可怕 他缓缓地抬起头来 森冷的目光锁定周元 有着如寒风般冷冽的声音 在这庄园中响彻起来 好 真是好一个 苍玄宗圣玄风的首席 我真是看走眼了 原来你才是那隐藏得最深的人 既然你苍玄宗这么厉害 那我圣公今日就来领教一下吧 当其声落的那一瞬 其他首席以及所有的圣公弟子 体内皆是有着元气爆发而起 阴森的目光锁定向 苍玄宗这边 周元健壮 神色倒是并不起波澜 若是你们想到一场的话 那我 苍玄宗自然奉陪到底 他伸出手掌 轻轻一挥 与此同时 在那圣公弟子的后方 忽有一道道元气 冲天而起 只见得上百道身影 积虑而至 那领头者正是紧张 苍玄宗七大首席 也是在此时齐聚 身后出现的队伍 让得圣公中微微骚动 霍天的面色越发的难看 他目光死死地盯着周元 原本这里的局面 他们占据着绝对的优势 可伴随着后者的出现 这一切都是有了变化 眼下的局面 更是令得他们处于尴尬境地 双方的实力处于平衡的状态 一旦开战 必然会损失惨重 到时候反而是让渔翁得利 于是在那庄园中 无数道目光的窥探下 双方皆是对峙在一起 但显然 谁都不愿意真正挑起争端 一时间气氛尴尬 不过 这种尴尬的气氛并没有持续 天地间忽悠巨声响彻 巨声吸引了所有的目光 然后无数人便是见到 那遥远处的山脉中 无数狂暴的元气刚风 被撕裂出了一些缝隙 紧接着有着诸多气势强横的光影 暴射而出 那些光影一出现 便是令得庄园中沸腾起来 各宗圣子从里面出来了 第六百零二章 圣公圣子 雄伟的难以想象的山脉之外 遍布着狂暴的元气刚风 这些刚风形成的风层 将山脉护在其中 这种风层 就算是各宗的首席 都是难以破开 唯有各宗圣子合力 才能够将其中撕裂出通道 而此时 那从风层中暴略而出的 诸多气势不凡的光影 正是那些在山脉中 探测的各宗圣子 他们此行出来 显然是接引各宗的弟子 整个城市 都是在此时沸腾起来 无数火热的目光 望着那些掠空而来的光影 而在庄园内 各宗的人马更是显得亢奋 因为他们都知道 眼前这片雄伟至极的 古老山脉中 才是悬缘洞天的 真正核心地带之一 只要进入其中 那所得到的收获 必然远非之前可比 而各宗圣子的接引 则是他们进入 其中的必要条件 各宗圣子的出现 也是令得沧玄宗 与圣公的对峙松缓下来 双方的弟子 皆是狠狠注视对方 但周身涌动的元气 已是收敛了一些 周园也是抬头望着 那些自风层中 飞出来的光影 微微一笑 也不知道 妖妖有没有出来 这将近一个月不见 倒是有些想念了 当然 还有吞吞那个家伙 而在无数道 翘首以盼的目光中 一道光影 以最快的速度 携带着惊人的气势 直接是出现在了 庄园上空 然后徐徐地落下 一道道目光 汇聚而去 然后便是有着 不少人面色 有些变化 眼中更是有着 浓浓的巨色浮现出来 那现身之人 一身白袍 身躯挺拔 特别是那头金色的头发 在阳光下耀耀神辉 再配合着他浑身震荡的 雄魂元气 当真是宛如天神 而且最令得人心计的是 此人眼瞳也是呈现金色 一对瞳孔更是倒数形状 目光投射而过 令人不寒而栗 周园的目光 同样是停在了此人身上 面色危险凝重 显然是察觉到了 那股危险的气息 他看向一旁的唐木欣等人 只见得他们 皆是面色有些惊惧 他是谁啊 周园问 唐木欣深吸一口气 圣公 金蝉子 苍玄天圣子榜排名第五 而他在圣公圣子中排名第三 实力极其的可怕 周园眼神也是一宁 显然是没想到 来者如此的凶悍 他能够感觉到 当这金蝉子出现的时候 整个庄园沸腾的气氛 仿佛都是冷却许多 那从四面八方投射而来的目光 皆是带着浓浓的聚色 一人便是震慑了各方势力 可见这金蝉子的凶名之圣 那霍天等人同样是见到了金蝉子的现身 不过他们的神色既是兴奋又带着一些不安 因为他们圣公首席这一次的表现都不太好 特别是眼下 那赵金还躺在场中不知死活 而他们都知晓 这位金蝉子行事不择手段 一旦他知晓他们此次表现如此不堪的话 怕是会动怒 在他们那种兴奋又不安的目光中 天空上那道光影 也是辨认出了圣公的人马 然后落了下来 金色的树桶扫拾一圈 最后瞧得不远处对峙的苍玄宗弟子 以及场中不知死活的赵金 怎么回事 金蝉子语气淡淡地说 圣公其他首席皆是金若寒蝉 霍天硬着头皮上前 开始将事情的石墨尽数地汇报 扮上后 霍天说完 抬头看了金蝉子一眼 此时的后者面无表情 只是瞥了他一眼 缓缓地说 你是说 我圣公有两位首席 被苍玄宗同一位首席斩杀 而赵金也被对方废了一臂 霍天艰难地点点头 金蝉子盯着他 轩急笑了起来 你们这些首席可真的是能干 我圣公压制苍玄宗多年 你们这一次 是打算将我圣公的脸面 都丢干净吗 霍天等首席皆是面色难看 但却不敢反驳 金蝉子摇摇头 能宁默于泛妖二人 如此无能 死了也好 免得浪费我圣公的修炼资源 这赵经倒是有些让人意外 不过既然是失败者 待他此次回宫后 自会按照宫内规矩出发 你等众人 到时候也少不得要吃苦头 他目光扫过霍天等人 霍天等人不敢反驳 将那蠢货抬回来吧 莫要在这里丢人现眼了 霍天连忙吩咐弟子 将赵经给抬了回来 金蝉子盯着赵经的 抱碎的手臂 饶有兴致 苍玄宗哪位首席 竟然有这般本事 霍天犹豫了一下 据说 是圣元峰的新任首席 叫做周元 以往并未听过其名 周元 金蝉子那树童 似乎是微微动了动 旋即 他的唇角缓缓地掀起 一股古怪的弧度 真是有意思 霍天不明白 他话中的意思 但也识相地没有多问 而金蝉子则是上前两步 那金色的树童 看向了对面 苍玄宗的方向 哪位是周元啊 周元看了金蝉子一眼 上前了一步 金蝉子目光 似乎颇有兴趣地 瞧着周元 上上下下地 不断将其打量 片刻后 眼中有着一抹 实望浮现 这位就是他们圣公公主 亲自叮嘱他们的 任务目标 似乎没什么出奇的 他凭什么得到 公主那般重视 就是你杀了我圣公 两位首席 又打算赵金一臂 金蝉子漫不经心地说 唐木新出声道 阁下若是觉得不愤 可等我苍玄宗圣子前来 我们这些首席之间的事情 身为圣子 阁下就不必屈尊理会了吧 他的眼中带着戒备 同时也是在提醒着金蝉子 以他圣子的身份 这些首席间的争斗 按照潜规则来说 各宗圣子若是屈身参与 反而是有些掉价了 金蝉子微微一笑 没有理会唐木新 只是淡淡地盯着周元 而周元同样是指使着他 并没有任何的闪躲 也没有如其他人那般的畏惧 圣公形势太过跋扈 阁下既是圣子 倒应该管束一下 他这话一出 倒是引得不少人心头一跳 这家伙也太大胆了 当着金蝉子的面 还敢如此说话 金蝉子也是挣了挣 玄疾笑出声来 唐木新等人见状 则是戒备地将其盯着 金蝉子笑了一会儿说 放心 我好歹也是圣公圣子 怎会放低身价去对付一个嘴上无毛的小子 若是那样的话 我还要不要颜免了 唐木新他们这才身体微微放松 而金蝉子言语间的讽刺 则是当作未闻 毕竟以金蝉子的身份实力 谁也不敢如何 金蝉子目光扫过身体 渐渐放松的唐木新等人 他的嘴角呼得掀起一抹诡异的弧度 不过 颜面是什么东西 我金蝉子在乎过吗 看你不爽 现在宰了你便是 带着寒意的笑声缓缓的响起 再然后 金蝉子便是在那无数道惊恐的目光中 袖袍猛的一挥 顿时 有着一道狂暴到极致的碧绿色元气洪流 讨笑而出 那道元气洪流所过之处 广场被一分为二 最后 以一种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直接是在那一道道惊骇欲绝般的目光中 狠狠地轰在了根本躲避不及的周元身上 而周元的身影也是如遭重击 直接就到飞了上千丈 沿途将这座庄园 无数围墙石亭尽数地撕裂开 最终他的身体被射进了一座阁楼中 阁楼倒塌下来 将他的身影掩埋在了其中 整个庄园都是在这一刻化为死寂 无数道难以置信的目光 望着那面带微笑的金蝉子 谁都没想到 这位圣公排名第三的圣子 竟是如此的喜怒无常 丝毫不顾及自身的身份 在所有人都无法想象的时候 直接就对周元出手了 那一下 应该直接将那位苍玄宗的首席 给轰杀了吧 第六百零三章 要让他死 巨大的裂痕自庄园中撕裂开来 而此时庄园中的沸腾气息 早已是死寂 各方首席都是惊骇地望着眼前这一幕 大气都不敢出一声 谁能想到金蝉子 会被秒杀 眼中掠过浓浓的京剧之色 望着身旁那一道猙獰的裂痕 浑身都是在发抖 既是愤怒 也是恐惧 那一击如果是冲着他们而言 恐怕他们谁都无法活下来 金蝉子 你 你怎么敢 唐木新欲指指向金蝉子 声音都是有些颤抖 一对眼瞳通红 你破坏了规矩 我沧玄宗的圣子不会放过你们的 金蝉子弹幕一笑 破坏便破坏了吧 你们沧玄宗圣子若是想来 我圣公接着便是 而且 我可不信 你们沧玄宗的圣子会为了一个首席 就与我圣公交手 他金色的树桶 投向远处那倒塌的楼阁中 公主也说过 他不在乎那周园 是死是活 既然如此 再回去一具尸体 应该也是可以的 唐木新咬着阴牙说 周园不一样的 就算其他圣子 顾全局面不会如何 但有人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他说的 自然是摇摇 其他圣子会如何反应 暂时不知道 但唐木新他们很清楚的一件事是 一旦夭夭知道了此事 是绝对不可能顾全什么局面 他一定会让金蝉子死 还有那头堪比圣子的吞吞 金蝉子文言倒是不置可否的一笑 显然并没有将唐木新此话放在心中 唐木新深吸一口气 急忙转身 对着那将周园掩埋的废墟中掠去 他必须保证周园还活着 不然的话 妖妖一旦知晓 那可就真要翻天了 此时 苍玄宗其他首席也是反应过来 急忙跟上 金蝉子笑眯眯地望着这一幕 并没有阻拦 他对先前自己那一击很有信心 因为他并没有留守 以那周园的实力 应该不可能有存活的希望 周园 唐木新他们来到那片废墟上 元气涌动 掀起一块块的巨石 别喊了 而就在唐木新他们心机如焚地准备救援时 似是有着一道声音响起 唐木新他们身体顿时一僵 有些难以置信地盯着眼前的废墟 似乎是怀疑自己耳朵出了问题 似乎是周园的声音 金章犹豫地说 其他人面面相去 有点不太敢相信 先前那金蝉子的一击有多恐怖 他们感知得很清楚 而周园被结结实实地轰住 就算他肉身有成 也断然是不可能硬扛住的吧 呸 而在他们惊一见 那废墟中一块巨石呼地被震飞而去 一道灰头土脸的身影 有些狼狈地从气中缓缓地站了起来 唐木新他们目瞪口呆地望着那道身影 脑子中一片的浆糊 因为他们看得很清楚 虽然那道身影看上去有些灰尘仆仆 但却根本是一副毫发无损的模样 周园吃了金蝉子那突袭的凶寒一击 竟然没办点事 不仅他们静待了 原本死寂的庄园中 也是在此时 响起了此起彼伏的惊呼声 一道道目光 惊骇地望着那立于废墟顶端的身影 怎么可能 楼阁上 另外四宗的首席 更是忍不住地惊呼出声 从那金蝉子的态度来看 显然是不可能留守的 但为何那道身影依然还活着 左秋轻雨紧绷的心终于是松了下来 坐了下去 小手捂着苏兄 咬了咬阴阳 这家伙可真吓人 不过旋即他也是将惊奇的目光 投向远处那道身影 他同样不明白 为何周园会安然无恙 在那无数道震撼的目光中 周园轻轻拍了拍身体上的灰尘 然后他抬起头来 望着远处的金蝉子 淡笑道 竖眼睛的王八蛋 你们圣公就将了你这些吗 远处 霍天等人也是面色震惊 显然没想到周园活了下来 金蝉子明显也是正了正 玄节嘴角的笑容微微地收敛 金色树桶淡默地盯着周园 你竟然还活着 命可真硬呢 周园扭了扭脖子 身色淡淡 但那眼中 却是有着森冷与怒意在汇聚 他低头看着掌心 那里有着玄黄色的液体 缓缓地低落 一落到地面上 便是消散于无形 那是他从圆池记中 得到的龙贤真水 此物拥有着极强的防御力 足以抵御圣子权利一击 先前那金蝉子的偷袭 的确是连周园都没想到 那关键时刻 他催动了龙贤真水 这才躲过了一劫 这一次 如果不是龙贤真水 他就算不死 恐怕也得被重创到极惨的地步 远处 金蝉子金色的树桶 轻轻地炸了炸 不过你这小子 倒的确是有些意思 难怪会引起上面的注意 虽然不知道你为何会毫发无损 但这应该不是你自身的能力 如果索料不错的话 是某些护身之宝吧 这种东西应当也是有着限制的吧 所以 他能救你一次 难道还能救你两次 十次吗 金蝉子面带微笑 惊人的碧绿元气 在此时缓缓地从其体内生腾而起 一股元气微压横扫开来 令得在场所有的首席 都是面带巨色 金蝉子的声音中有着一丝丝的杀意 显然先前一击未能奏效 也是让他有些动怒了 所以眼下他打算真正地出手 周元自然也是感觉到 那来自金蝉子的危险气息 其眼中也是有着冰寒掠过 他并没有惧怕 金蝉子的实力的确非常强 但当他真正有所防备的时候 后者想要斩杀他 却并没有那么容易 竟然还不逃跑 金蝉子桥的周元立于原地 他缓缓地抬起头来 如临大敌地望着不远处的一座石塔顶端的位置 只见到那里 一名身穿青色的绝色女孩迎风而立 身子窈窍 那绝美的容颜令人目眩神迷 而此时的她 一对清澈的眼眸 却是以一种毫无情感的淡薄 默然地注视着金蝉子 你要他死 他红唇微起 有着冰冷彻骨的声音在此时缓缓地响起 那声音之中 有着一丝难以察觉的细微震怒 第六百零四章 夭夭出手 你让他死 当那冰冷彻骨的清月声音 自石塔塔尖的那位绝色轻衣女孩红唇中响起时 整个庄园的温度 仿佛都是在此时陡然降低 那股寒意 令得无数人都是打了一个寒颤 进而眼神惊惧地望着那道歉影 那是谁啊 看齐衣袖上的图文 应该也是沧玄宗的人 只是为何从未听过啊 敢如此对金蝉子说话 那必然也是沧玄宗的圣子了 可没听说过沧玄宗七大圣子中有这号人物啊 沧玄宗七大圣子 唯有李清蝉是女性 也是绝美动人 但显然不是眼前之人 诸多声音悄悄地传递 但更多的人都是带着疑惑 毕竟妖妖并未进入 沧玄宗圣子之列 名气也未曾外传 所以对于她 很多人都是相当的陌生 妖妖 不过其他人陌生 那楼阁顶上的左丘清瑜 则是兴奋地站起身来 美目放光地盯着远处那道立于塔尖上 显得亭亭玉丽的绝色女孩 清瑜 她是谁 百花仙公的一位首席忍不住地问 因为那清衣女孩现身时 所带来的震撼实在不小 虽然在她的身上 众人都没有感觉到多强的元气波动 但从其体内散发出来的那种危险气息 却是比起那金蝉子 只强不弱 她叫杨妖 你是和我们一起从苍茫大陆来的伙伴 不过她跟周园那家伙关系非常好 左丘清瑜说 跟你们一起来的圣州大陆 那百花仙公的首席愣了愣 可她的实力 左丘清瑜笑咪咪地说 杨妖是最神秘的了 她的实力我也没摸透过 反正她总是我们中最强的 即便是周园都跟她有些差距呢 这下子那金蝉子要倒霉了 那天鬼府的刘府首席插嘴道 开什么玩笑 金蝉子在那苍玄天圣子榜上高居第五 整个苍玄天内的圣子 能胜他者都是屈指可数 然而左丘清瑜只是斜骗了她一眼 根本没有搭理 倒是将那刘福气得够呛 我倒是要看看 她能有何本事 敢说让金蝉子倒霉 妖妖 当周园瞧的那熟悉的倩影时 也是震了震 旋即灿烂地笑起来 连忙对着后者挥了挥手 一脸和煦 然而妖妖只是名谋 清淡地扫了她一眼 便是收回目光 那般无视的态度 让她周园挥溜溜地摸了摸鼻子 她知道 妖妖应该是看见了先前 她被金蝉子偷袭的一幕 如今的态度是在责备她 欲敌毫无谨慎 妖妖不离周园 那冷车的眸子转向金蝉子 而此时的金蝉子 也是将所有的注意力 都投降了妖妖 她认出了后者 因为之前他们就与 苍玄宗的数位圣子交过手 所以她也是知道 苍玄宗里面多了妖妖这号人物 只不过妖妖很少出手 倒是她身边跟随的那头神秘小兽 极其的凶猛 战斗力丝毫不逊色圣子 原来是苍玄宗的圣子 来得可真快 不过既然来了 那看来是没办法再教训那小子了 今日就到此结束吧 金蝉子淡笑一声 说着她便是迈步 走向圣公弟子那边 不过她的身形刚动 忽然无形的神魂之力呼啸而至 狠狠地轰击而来 金蝉子体内有着碧绿色的元气呼啸而出 在周身形成元气光环 将那无形的神魂之力抵御下来 身躯微微一震 谁跟你说今日就到此结束了 妖妖冰冷的毛子投射下来 金蝉子金色的树桶也是注视着妖妖 哦 难不成你还想跟我动手不成 如今各宗圣子都在攻克这座大悬山脉 各方相安无事 你是想要打破这种局面 让得各方再度混战 无法开启那最大的机缘吗 116没微醋 那机缘与我何干 你们能不能得到又与我何干 金蝉子愣了 她形势已经算是喜怒无常不择手段了 但她没想到 眼前这漂亮的不像画的女孩 形势更是毫无顾忌 甚至连那玄园洞天中最大的机缘 似乎在其嘴中都是毫无重量 你想干什么 我说了 既然你想要她死 那你就先去死吧 妖妖眼帘微微地垂下 但光洁眉心却是在此时 猛地爆发出了磅礴的神魂之力 整座庄园都是在此时剧烈地颤抖起来 再然后 无数道恐惧的目光便是见到 大地崩裂 无数巨石升空而起 犹如是被无形的大手裹夹到一起 最后形成了一颗巨大无比的巨球 巨球浑源 阴影笼罩下来 半个庄园都是被覆盖 下一瞬巨球狠狠地砸下来 旗上覆盖着无形的神魂之力 空气都是在此时发出音爆之声 气势恐怖 那金蝉子望着这一幕 眼筒也是微微一缩 再不敢怠慢 双手猛然合拢 碧绿色的元气冲天而起 直接是化为了一只巨大的元气手掌 万毒手 那元气巨掌上 毒气生疼 腥丑扑鼻 两者狠狠地碰撞在一起 顿时间宛如天崩地裂 庄园剧烈地震动起来 冲击波爆发而出 这座庄园 轻刻间被移为平地 无数道身影狼狠地射出 落在四周 他们惊惧的目光望着交战中心的位置 只见到那里 绝美的轻衣女孩依旧立于塔尖上 而在其远处 金蝉子身形倒势而退 此时的后者面旁略微有些阴沉 在其眼角处 甚至有着一丝血迹浮现 好强的神魂之力 金蝉子阴沉出声 他先前虽然震碎了那巨球 但其上所覆盖的神魂之力 却是如影随形般的攻击而来 直接是令得他神魂刺痛 如果再晚点以元气化解的话 恐怕连其神魂 都将会被对方的神魂之力抹杀 而庄园四周 那无数道视线望着这一幕 都是暗自倒吸了一口冷气 谁都没想到 这番交手竟然会是那金蝉子 略微占了弱势 这轻衣女孩竟然恐怖如斯 不远处 左求轻瑜则则称赞 然后他看了一眼 那天鬼斧的刘浮首席 笑眯眯地说 如何 此时的刘浮面色苍白 眼神惊惧地盯着远处的摇摇 然后他冲着左求轻瑜 付出一个尴尬的笑容 再不敢多说一句话 那个女孩 连金蝉子都有些对付不了 他这种蚂蚱 还是不要再蹦大了 不然被随手按死 以他对天鬼斧那些圣子的了解 恐怕绝对不会来为他报仇的 玩够了吗 在那化为一片平地的庄园中 金蝉子盯着摇摇喊声说 玩 你以为我是在跟你玩吗 我刚才说了 你既然要让他死 那今日 你也得死在这里 当他声音落下时 摇摇的眉心间 忽有极端磅礴的 神魂之力凝聚 最后 一朵金蝉无形般的火苗 自其眉心成形 飘落而下 落在了他的御手之中 那一朵无形的火苗 看似极为的稀薄 可当金蝉子看见时 他的面色终于是 忍不住地聚变起来 倒树的瞳孔 缩成针尖般的大笑 魂炎 他那带着一丝 害意的声音 也是在此时响起 第605章 神魂之炎 一缕无形的火苗 在夭夭玉手间燃烧着 他并没有什么 惊天动地般的声势 可当其出现时 就连那金蝉子 都是面色巨变 眼中满是忌惮之色 因为那无形火苗 乃是神魂之炎 也被称为魂炎 这是以神魂之力 所画的一种神异火炎 一般来说 想要凝炼出魂炎 最起码 也是需要自身的神魂 突破到第三层的画境 画境神魂 出神如画 已是足以匹敌神浮境 虽说妖妖手中的魂炎 仅仅只是一缕火苗 或许还算不得真正的魂炎 但即便如此 其微能 依旧是极其的恐怖 被魂炎击中者 肉身毫发无损 可神魂若是沾染上 却是会在 轻刻间被燃烧 留下一具空壳般的神曲 而且魂炎无形无色 除非时刻全力感知 否则都是无法发现其存在 这又是增添了魂炎的诡异莫测 面对着拥有着魂炎的对手 任何人都不敢有丝毫小觑 时刻全神贯注 因为一旦疏忽 那魂炎就会悄然间 侵入体内 直接焚烧神魂 所以魂炎的诞生 可谓是修炼神魂者的 一大戾气 正因如此 那金蝉子在感知到 夭夭手中那一缕魂炎时 方才会如此的震动 甚至惊骇 毕竟想要凝炼出 一缕魂炎 那已是说明 夭夭的神魂境界 已是无限地 接近了化境 但以神魂境界而论的话 就算是他们圣公 这一代的年轻一辈中 都未曾有人能够达到这一步 金蝉子深吸一口气 他此时总算是详细 眼前的妖妖 恐怕是真的想让他死在这里 而且也不会有任何的顾忌 而这一切 就是为了一个首席 放赞 金蝉子忍不住在心中 恼怒地骂了一声 不过 夭夭却并没有理会 他心中的想法 当那一缕魂炎成形时 他修长玉手轻轻一弹 无形的魂炎顿时极略而出 那般速度 快得无法形容 再加上其无形无色 几乎是难以察觉其诡计 但金蝉子瞳孔却是一锁 身形毫不犹豫地暴射而退 袖炮挥动间 滚滚元气席卷而出 直接是在身前 化为了一道道元气光幕 形成防御 不过当那一缕魂炎掠过时 那些元气光幕 顿时出现了一个细微的小孔 光幕依旧存在 但那一缕魂炎却一是尽数地穿过 直追金蝉子而去 这魂炎一出 除非是耗尽其中所蕴含的神魂之力 否则便是不会罢休 魂炎脊椎 而金蝉子的身影也是迅速地暴退 这一幕 落在那周围无数道目光中 不由地引起诸多的骇人 然后那头像立于塔尖上的青衣女孩时 眼中不免有了畏惧之色 谁都没想到 这青衣女孩一出手 竟然就将圣公那位 在苍玄天圣子榜上排名第五的金蝉子 逼得连连后退 如此威势 简直让人砸舍 在那化为平地的庄园上 金蝉子不断地后退 不过很快他便是发现 魂炎的速度越来越快 根本无法躲避 这令得金蝉子眉头紧皱起来 金色的树桶中有着一抹狠色浮现 这样躲避下去 恐怕不是办法 既然躲不了 那就只能硬扛了 以肉身凭借那一缕魂炎 在体内形成战场 以元气层层阻拦围剿 虽说依旧会吃不小的苦头 甚说不得还会令得神魂受损 但总比眼下追得不断逃要好 心中有了决断 金蝉子身影也是立即停了下来 他金色树桶盯着那暴虑而来的 无形火苗一咬牙 便是调动体内元气 准备与其硬扛 无形火苗暴虑而至 距离金蝉子不过丈许距离 不过就在那火苗即将扑中 金蝉子身体的那一瞬 忽然有着一只修长的手掌 凭空伸出 然后一把便是将那 一缕魂炎握在了手中 而魂炎一接触肉身 一闪而逝 直接钻入进去 金蝉子微惊 抬起头一看 就见到了一道身影立于其身旁 那是一名俊朗的男子 一头白发 两缕白发自脸颊两侧垂落下来 其上还穿着两颗血红的珠子 散发着淡淡的光运 而当这白发男子现身的那一刻 整个庄园中顿时爆发出无数的哗然声 各方人马皆是面带巨色 敬畏地盯着那道身影 这个形象 他们太熟悉了 苍玄天圣子榜一 江泰神 没想到 这般人物竟然都显身了 而那无数道敬畏的目光中 江泰神双目微眯 他那俊朗的面旁 此时微微地抽搐着 两缕白发上所穿着的血红珠子 此时光运已是更为的强烈 显然 他将那一缕魂炎引入了体内 此时体内正在爆发着一场 激烈的围剿之战 如此约摸数分钟后 他方才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气 双目睁开 望着不远处塔尖上的妖妖 眼神微宁 好厉害的魂炎 真是名不虚传 他竟化解了体内那缕魂炎 摇摇美眸清淡地盯着 先生的江泰神 脸色并没有因为江泰神的出现 有任何的变化 江泰神微微一笑 这位苍玄宗的朋友 今日之事就到此为止 可好 摇摇诞声说 先前他出手时 似乎并没有想过到此为止 若是朋友还想出手的话 那就由我来领教一下 阁下的神魂手段吧 他盯着摇摇 白发轻轻飘舞 一股可怕的威势 缓缓地从其体内散发出来 江泰神 虽然我很懒 但你若是要欺负我苍玄宗的人 那我也只能赶鸭子上架了 不过 就在此时 一道有些懒洋洋 没几分力气的声音 也是响了起来 一道身影出现在了摇摇前方 光溜溜的脑袋 反射出耀眼的光泽 而当众多目光 见到那道身影时 也是发出了一声惊呼声 苍玄宗 楚清 苍玄天圣子榜排名第二 而此时 天地间不断地有着破风声响起 一道道气势不凡的光影 落在了庄园的四周 然后各自落在了各方人马之前 那些各宗的圣子 也是在此时尽数地赶到 他们在赶到后 都是盯着场中 那最为耀眼的几人 毕竟 那几人 就算是在诸多圣子中 都是最为顶尖的存在 在那无数道敬畏的目光中 楚清摸了摸脑袋 瞧得对面的江太神 咧嘴一笑 露出白牙 笑容灿烂 江太神 你想打的话 还是我来陪你吧 第606章 暂且搁置 巨大的落脚城中 无数的目光 都是在此时投降的化为一片废墟的庄园中 特别是当江太神 与楚清现身时 更是令得此地的气氛 都变得不一样起来了 圣子榜排名第一 与第二的两人 竟是在此时 出现了一些对峙 江太神 在圣州大陆上的威名 不用多说 那是以无比显赫的战机 所铸就 而楚清的战机 要显得稀少一些 不过他也是很出名的人 因为几乎整个圣州大陆的人都知道 这位苍玄宗的圣子之首 是出了名的蓝 麻烦上门 他第一时间的念头 不是解决掉 而是赶紧躲开 当然 蓝归蓝 但楚清的实力 却没有什么人能够质疑 当初他与江太神 也并非是没有交过手 虽说最后的结果 是江太神略胜 但楚清从某种程度而言 也算是全身而退 江太神 并没有能够将他怎么样 从此一点 就能够看出楚清的实力 而如今 当这两位几乎是如今 苍玄天 年轻一辈中 最杰出的两人 对碰在一起时 自然就引得 无数人翘首以盼 废墟庄园中 江太神望着现身的楚清 微微笑了笑 他眼目狭长 笑起来如成了一条线 给人一种和善的感觉 楚清 真是难得看见你会主动摇战 楚清摸了摸俊朗的面旁 眼光偷偷地瞟了一眼妖妖 因为他不得不出手啊 因为以后者的性格 如果他不出手的话 恐怕妖妖今日 是绝对不会善罢甘休 而且身为苍玄宗圣子之首 如果江太神要出手 对付妖妖的话 虽然他的确很懒 但他也不可能坐视不管的 江太神 想打的话就跟我来吧 楚清探讨 江太神含笑 其实我真想和你再交手的 不过现在可不是动手的时候呢 楚清 如今我们各宗的圣子 都在攻克大悬山脉深处 如果我们在这里交战 局面便会混乱 到时候 想要另得那隐藏于 大悬山脉深处的大机缘现世 可就更加困难了 所以今日之事 我们双方各腿一步 暂且休兵 如何 毕竟若是想要交手的话 时机一到 我想 我圣公会满足你们的 江太神意味深长地说 楚清灿烂地笑道 你们肯认输那就最好了 江太神摇摇头 并非是认输 而是各退一步 同一样 同一样 江太神嘴角微动 这楚清的精神大法 还真是愈发地熟练了 楚清转过头 看向夭夭 露出温柔的笑容 小夭师们 你看 他们也都认输了 咱们今日 就先饶过他们一回吧 夭夭淡默地扫了她一眼 如果我说不呢 楚清一排胸膛 如果你说不的话 那我们就直接打他们 那就打吧 楚清一致 有些愁眉苦脸 之前各方暂时地达成了共识 先全力攻克大悬山脉 各方圣子暂时不可动手 不然的话 就有可能会引来各方之怒 而就在楚清一筹莫展的时候 周元的身影出现在了夭夭身旁 她看向夭夭笑道 此事先放一放吧 夭夭平静地说 给我一个理由 周元抬起头 目光看向了远处那一头金发的金蝉子 双目中有着森冷掠光 而此时的后者也是察觉到她的视线 眼神淡淡地看来 嘴角掀起 眼中轻蔑没有什么掩饰 显然并没有将她放在眼中 因为这个人留着我来解决 周元缓缓地说 她的声音并没有掩饰 所以江太神与金蝉子同样是听见了此话 江太神依旧是微笑着 而金蝉子则是忍不住地轻笑出声 嘴角带着玩味之意 摇了摇头 淡淡地自语 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 更多听见此话的人也是暗暗摇头 显然只是将此 当作周元为了捡回场面 所撂下的一句狠话而已 不必当真 倒是夭夭 明眸认真地盯着周元 脸颊上萦绕的寒气与冰冷 倒是渐渐地消退 最后她亲手微点 这倒是有些稚气了 她自然明白 让周元亲自解决掉强敌 才能够对她产生磨炼 只不过先前她赶来时 刚好瞧见了金蝉子对周元的突袭 当时她的心中就涌起了一股震怒与杀意 所以方才会毫不犹豫地 直接对金蝉子出手了 那就将她的命留给你来收吧 瑶瑶看了一眼金蝉子 然后收回目光 那一旁的楚清桥的瑶瑶 终于收敛了情绪 顿时如是重负地松了一口气 然后对着周元竖起拇指 在这苍玄宗 能让得夭夭稍微收敛的 恐怕就真的只有周元了 她倒不是聚圣工 只是眼下的确还不是真正交手的时候 江太神 你们走吧 楚清转过头 看向江太神他们 微微沉默 她的眼目微垂 不过也在此奉劝一句 圣工虽强 但也莫要太小觑我苍玄宗了 江太神闻言 微笑道 苍玄宗 毕竟是苍玄天前任霸主 我圣工又怎会小觑 只是 她的声音在那前任二字上面 微微加重 江太神的目光 又是投向了一旁的周元 饶有兴致地说 原来你就是周元 当时有些意思呢 不过 仅仅如此的话 凭什么能得公主示意 最后一句话 已是唯有她与金蝉子能够听见 面对着江太神的目光 周元眉头微皱 因为她感觉前者的目光 犹如是在打量什么猎物一般 不过江太神很快收回了目光 看了一眼不远处那些圣工的首席 弟子们 也并没有说什么 便是直接转身 对着落脚城之外 激略而去 她根本就没有去过问 圣工首席弟子的伤亡 因为在她看来 这些人只是实力不济 死掉了 也就不用再浪费 圣工的修炼资源了 金蝉子落在后方 她在离去时 金色的树桶停留在周元身上 漫不经心地说 小子 这一次算你运气好 下次若是再捧见 恐怕你就没这种好运了 周元望着她 缓缓地说 下次之后 你这圣子榜第五 说不得就要换人了 金蝉子哑然失笑 轻蔑地看了周元一眼 脚踏缘起 升空而去 同时有着冷笑 圆圆传来 痴心妄言 愚蠢之物 我等着你来丢人泄眼 第607章 大悬机缘 伴随着圣工人马的离去 这片废墟之上紧绷的气氛 也终于是渐渐地缓解 各方的人马松了一口气 虽然未能见到 楚清与江太神的对决 但他们也明白 此时对于各宗而言 最重要的是 是位于大悬山脉深处 那一道隐藏的大机缘 如果作为最强的圣工 与苍玄宗在这里动手 那无疑会造成不小的影响 所以双方虎头蛇尾的结束 反而是最好的结果 当楚清夭夭周元身形落下时 唐木心等一众苍玄宗的弟子 也是迅速地赢了上来 周元师弟 你没事吧 唐木心美目投向周元 关切地问 周元笑着摆了摆手 此次周元师弟 可算是为我们苍玄宗 长了士气 唐木心笑音音地说 其他手细也是轻轻点头 就连与周元不对路的百里撤 都是沉默下来 因为周元所展现出来的实力 的确是远远地超过了他们 不论是之前一拳轰爆赵金一臂 还是在那之后应接金蝉子的突袭 这都表明周元已经开始走到了他们的面前 如果此时再交手 百里撤心知肚明 他将远远不是周元的对手 周元师弟能够在不到两年的时间中 就成为盛元峰的首席 自然没你们想的那么简单 楚清在一旁打了个哈欠 也就你们平日里没点眼力劲 要去招惹 楚清这话一出 唐沐欣等首席目光 便是不由地投向了百里撤 此时的后者面色也是清白交替 毕竟在沧玄宗内 就数他们见来风和周元最不对路 气氛尴尬时 周元轻壳一声 楚清师兄过奖了 我的尽量自己还不清楚吗 你还真打算 要去和那金蝉子碰碰啊 他先前是看出来了 周元所说的话 并非是单纯地在撂狠话 而是真的和那金蝉子 结下了梁子 而以周元的性格 之前被偷袭的亏 恐怕不会愿意平白地吞下去 周元面色不变 轻轻点头 我感觉得出来 他是真的想杀我 既然如此 总不能坐以待毙吧 若是有机会的话 我自然得和他真正的碰一碰 虽然他并未和那金蝉子见过面 但从后者的出手中 周元能够察觉到那种 难以掩饰的杀意 所以周元知道 此次金蝉子虽然失手 可如果下次有机会 他必定还是会四级出动 既然如此的话 那他也就只能动杀心 唐木心他们面色微变 显然是没想到 周元胆子竟然这么大 连金蝉子的主意都干大 要知道 那可是圣子榜上排名 第五的圣子啊 金蝉子的实力 放在他们苍玄宗 甚至足以和孔圣 李清蝉匹敌 楚清也是忍不住地 摸了摸光溜溜的脑袋 那金蝉子可不好对付啊 你可别冲动 真要想干掉他的话 可以找个机会 咱们派几个圣子 将他围杀了事 此话一出 其他人顿时将他给盯住 唐木心嘀咕道 楚清师兄 平日里你一副懒洋洋的样子 没想到心也挺黑的呀 虽然我懒是懒了点 但又不蠢 而且我相信 若是给了那江太神机会的话 他也会毫不犹豫地 坑杀我们苍玄宗的圣子 周元也是忍不住地一笑 这位楚清师兄 虽然看似懒洋洋的 大大咧咧的 但心中显然比谁都通透 不过也不奇怪 能成为苍玄宗圣子之首 谁如果真的小觑楚清 那无疑才会是真正的蠢货 如果有机会那自然最好 若是没有的话 那我就想办法解决 周元笑道 他也不是孕父之人 如果能够借助力量 就达到目标 那他自然没必要自己去鲁莽拼命 那金蝉子的实力 的确如楚清所说 非常强横 现在的周元 虽然手中底牌也不少 但如果说要斩杀 金蝉子的话 那其中还是有着一些凶险 而若是他能够再找寻到机缘 突破到八重天的话 那么这种把握 将会大上许多 而在他们这边 说话的时候 妖妖忽然抬起脸颊 明眸看向不远处的方向 那里是其他各宗的人马在汇聚 在其中他看见了几道熟悉的身影 杨妖拉了拉周元 她也是目光投向那边 然后也是见到了正看向这边的几道身影 于是她的脸庞上有着欣喜之色浮现出来 清瑜 李纯军 宁战 陈虚 那些当初一同来到盛州大陆上的伙伴 如今终于是再度见到了 远处 左丘清瑜冲着周元 扬起一个娇媚的笑脸 然后玉指指了指后方聚集的弟子 最后又指了指遥远处那座神秘的山脉 她说此时就不必碰头了 等进了大悬山脉应该会有机会的 遥遥红唇危急 周元冲着他们笑着点点头 于是左丘清瑜小手背着身后 步伐轻盈地去了百花仙宫那边 李纯军缠绕着黑布的双目 伸手拍了拍背上的重剑 宁战则是拳头碰了碰 一脸的视战之色 而珍虚轻轻咳嗽两声 远远地看了周元一眼 便是默默地转身而去 周元望着他们散去的背影轻声道 看来他们在各自的宗派 倒是过得不太一样 各宗有各宗的规矩 自然会不一样 人会随着环境而改变 希望不管如何 他们最终还是当初一起走出 苍茫大陆的伙伴吧 周元很快便是摇了摇头 将心中的情绪抛开 我们也准备动身吧 楚清此时也识说 周元点点头 然后忍不住好奇地问 楚清师兄 那大悬山脉 就是我们此次 玄渊洞天的终点了吗 大悬山脉 已经是玄渊洞天的极深处了 如果所料不错的话 这将是我们这次的终点 大悬山脉里面 隐藏着什么 宝地吗 我们之前 倒是遇见过一座六彩宝地 六彩宝地吗 能在外围遇见 那你们运气还真不错 楚清笑了笑 然后冲着周元 比了一个一和六的手势 不过六彩宝地 至今为止 大悬山脉中 已经出现了总共十六座了 一旁的唐木心他们 顿时忍不住倒吸一口冷气 就连周元都是瞠目结舌 他们是有着天大的运气 才碰到了一座六彩宝地 然而这大悬山脉中 已经出现了十六座 这是什么概念 楚清拍了拍周元的肩膀 语气神秘 不用惊讶 如果我们猜测没错的话 这六彩宝地 只不过是小彩头而已 在这大悬山脉深处 应该隐藏了一个 超乎想象的大机缘 而这个机缘 甚至有可能 超过了以往 任何一次悬缘洞天的开启 第六百零八掌 回归计划 大悬山脉外 狂暴的元气 刚风肆虐 形成了巨大而厚重的封层 将山脉笼罩 犹如是将里面与外面 分割成为了两个不同的世界 在一座山头上 周元等苍玄宗的弟子 皆是汇聚于此 众人目光望着眼前的元气刚风 皆是面露惊惧之色 在这等天威之下 他们能够感觉到自身的渺小 待会儿我先出手 自元气刚风中 撕裂一条通道 所有人紧紧跟随 我在前护持 小药师妹在最后护持 楚清望着众人开口说 面对着这里的元气刚风 就连楚清 面色都是危险凝重 因为即便是以他的实力 都只能在这刚风中 撕裂小小的通道 而一旦被卷入其中 连他都是凶多吉少 其他人瞧着他的面色 自然明白其中的凶险 当即连连点头 想要进入大悬山脉中 唯有圣子级别的实力 才能自元气刚风中 撕开通道 否则的话 就算是各宗首席 亦是不敢踏入 楚清见状也不拖沓 脚掌一跺 顿时有着雄魂元气 自天灵盖冲天而起 然后直接是冲进了 刚风之中 元气呼啸间 只见的那一片的元气刚风 渐渐地被撕裂 形成了数丈左右的通道 走 楚清一马当先 身形不急不缓地略出 进入那通道 元气宛如是化为光照般的垂落下来 护持住诸多弟子不断地前行 而夭夭则是处于最后 眉心神魂震动 神魂之力协助着光照的稳定 诸多弟子跟随着前行 周遭狂暴的刚风席卷在光照上 发出刺耳的声音 光照上面有着涟漪极粗的扩散 摇摇欲坠的模样 看得诸多弟子心惊胆战 周元也是走到最后 陪同着摇摇 他瞧得旁边的女孩 粤鱼时间不见 似乎是变得更为的清冷了 在苍玄宗的时候 夭夭便只和周元有着交流 这段时间和周元分开 想来他也并没有兴趣 和楚清等人有什么交流 他这段时间应该有些估计的吧 毕竟以他那种天生的淡泊心态 想要接纳旁人还真是有些困难 这倒是让得周元微微有点心疼 看什么 而此时 夭夭清冷的眸子转来 周元笑道 还生气啊 夭夭给了他一个美好气的眼神 绝美的容颜 仿佛都是在此时变得充满了心机 你自己不小心 我生气个什么 也就在周元面前 他的那种淡泊姿态会出现改变 不过 瞧得周元那挠头的样子 夭夭倒是不好再继续说的 转移话题 不过 听说你在玄缘洞天的表现还不错 还行嘛 吞吞在大悬山脉中已经打败了四位圣子了 现在各宗圣子都对他很忌惮 你想追上他还得多努力一些 周元脸庞上的笑容顿时僵硬下来 一旁的腰腰红唇微微翘起 让你尾巴翘那么高 周元无奈地摇摇头 说起那金蝉子 他对我的杀意倒是很浓 如果我所料没错的话 应该是圣公高层的兽业 夭夭一正 眉目微眯起来 与周元对视 然后同时说 是因为 武皇 武皇在那苍茫大陆的圣祭之地中 被他斩杀了肉身 神魂逃走 被圣公所救 而以圣公的手段 要为他重铸肉身 应该不难 没想到这圣公 竟然会为了武皇做到这一步 周元周梅 若是他与武皇间的恩怨 圣公也要插手的话 那对他而言 可不是什么好消息 毕竟不论是大武王朝 还是他们大周 在圣公的眼中 并不算什么 圣公应该不会明知插手 你们之间的恩怨 不然的话 也不会只是受益圣子了 摇摇想了想 圣公与苍玄宗这种层面 互相制肘 即便圣公此时略强 但恐怕 也并不太想和苍玄宗 彻底开战 嗯 我来到苍玄宗 也要将近两年时间了 我想 带着玄雲洞天结束后 或许就该找寻机会 回去一趟了 周元的父王 在倾尽大周的力量 与大武周旋 为他争取着时间 而或许 这个时间 也快要达到极限了 父王 母后 还有这大周 都在等待着他的归来 不过以你现在的实力 还无法与神府近抗衡 如果你想在玄雲洞天之后 就回去了解恩怨的话 那么 摇摇抬起俏脸 看向大悬山脉深处 那么此地最深处的那道大机缘 你就必须要将其得到 那大悬山脉深处 究竟有什么呀 暂时还不清楚 这大悬山脉 有着一座天然成型的超级节节 如今各宗在不断地推进 破坏节节节点 不过从这种连六彩宝地 都只能在外侧环绕点缀的气势来看 那深处之物应当不简单 周园文言 心中倒是涌起振振的好奇之心 果然 这悬园洞天深处 才是真正机缘所在的地方 他们之前的外围区域 与这里相比 简直堪称贫瘠 不过 为了能够在悬园洞天之后 展开他的规去计划 这大悬山脉深处的纪元 说什么 他都得尽力去碰碰运气了 周园抿了抿嘴 五指缓缓地紧握 父王 母后 等着我 要不了多久时间了 到时候我会回来 将那五王从我们这里所夺走的一切 都再度地拿回来 在周园心中情绪翻滚时 前方诸多的苍玄宗弟子 呼得有着惊喜的哗然声传来 周园也是抬头看向前方 只见那里肆虐的刚风 竟然开始出现了消退 树西之后 他们彻底地略处刚风 落在了一座山峰之上 整个天地 仿佛都是在此时变得清澈起来 在他们的前方 一座座巍峨的 看不见尽头的山岳 处立于云层之间 神秘宏伟 其中不知道隐藏着多少的古老 周园也是在此时 深吸了一口气 眼中有着炽热浮现出来 他们终于抵达了 玄云洞天最深处 不过周园也明白 恐怕当到了这里的时候 玄援洞天之争 才算是真正地拉开许摸 与这里的争斗相比 他们之前的那些 当真只是开胃小菜罢了 而为了能够顺利地展开 他的回归计划 到时候 不管面对的多么厉害的对手 周园都将会竭尽全力地 争一争了 第六百零九章 找玄碑令 大玄山脉深处 一座清风之上 当苍玄宗的诸多弟子 抵达此处时 原本清净的清风 也是在此时变得热闹起来 在那封顶上 树道光影献身而出 正是以孔圣 李清禅为首的其他圣子 诸多弟子健壮 纷纷对着他们行礼 李清禅美眸投射而来 扫过众人一圈 禽手微点 不错 竟然没有多大的损伤 就抵达此处 他很清楚 各位首席率领着队伍 一路闯到这里 究竟有多少的艰难 有时候 就算是整支队伍被团灭 都并非是不可能的事情 而眼下的七封首席 都是尚在 虽然肯定有所减缘 但相对而言 已经算是比较圆满了 跟圣公比起来 我们的损失算是小很多了 楚清冲着李清禅他们 比了个手势 圣公那边 有两位首席都栽在了周元手中 之前我去接应他们的时候 那圣公排名第二的首席 也被周元轰碎了一臂 听到此话 李清禅等圣子 皆是对着周元 投去惊异的目光 不过那金禅子 倒是一如既往的 没脸没皮 在之前竟然出手 偷袭了周元 好在他藏有底牌 这才安然无恙 这话一出 李清禅等人就不是惊异 而是有些动弄 他们很清楚金禅子的实力 就算是他们 都怀着几分忌惮 然而 眼下连金禅子偷袭 都被周元 安然无恙地承受了下来 他能挡得住 金禅子的一击 一道充满着 质疑的声音传来 周元抬头一看 便是见到了那 见来风的圣子赵竹 一脸怀疑地开口说 赵竹眼中皆是 审视地打量着周元 以往对于周元 他皆是抱着 俯视般的姿态 毕竟他是高高在上的圣子 周元的那些战机 对于其他弟子 或许算是娇人 可在他的眼中 却算不得什么 因为如果不是身份限制的话 他只要一出手 周元自然会被催枯拉朽般地摧毁 因为双方并不是一个层次的 但眼下周元 若真能够抵御住金禅子的一击 那就有些不一样了 因为在前些时候 赵竹也曾与金禅子交过手 而那最后的结果是他败了 所以赵竹很清楚金禅子的实力 连他都不是其对手 一个周元怎么可能挡得住金禅子的一击 其他的圣子虽然未曾说话 但显然眼中也是有些惊疑不定 现场那么多人亲眼所见 假也假不得吧 楚清随意地笑道 于是其他弟子也是纷纷点头 见到这一幕 李清禅他们方才真正惊讶起来 那赵竹张了张嘴 幸幸地不再说话 而在此时 远处忽有一道惊天动地般的 售吼声响起 然后所有人都是见到一道流光 几率而来 化为了一头小兽从天而降 小兽落下时 一眼就见到了场中的周元 当即发出欢喜的声音 直接跳到了周元脑袋上 对着他的头发一阵乱挠 周元有些脸黑地将他抓了下来 这小兽自然便是许久不见的吞吞 走开 周元嫌弃地将他丢开 然而吞吞却是直接扑上来 爪子乱挠 将周元身上挠出一道道的印子 不过好在他肉身顽强 很快那些血印子便是迅速地恢复 而在上方 李清禅等圣子望着和周元 嬉闹的吞吞 则是眼神略微有些复杂 因为在这段时间中 各宗的圣子不乏交手 而吞吞已经击败了好几位其他宗的圣子 如今可谓是名声大噪 面对着现在的吞吞 就连那赵竹都不太敢招惹 所以在见到吞吞出来后 他直接就选择了闭嘴 不太敢再质疑嘲讽周元了 李清禅倾咳一声 既然朱弟子都已汇聚 那么先安顿吧 而我们已该商议接下来的行动了 戚风首席也前来吧 在封顶的一座竹屋中 苍玄宗的圣子首席尽数汇聚 可谓是精英齐聚 你们刚进入大玄山脉 尚还不清楚此地的形势 李清禅美眸望向周元等首席 大玄山脉是玄园洞天深处的核心地带之一 以往洞天开启时 无人能够探测到这里 而这一次倒是我们的机缘 眼下能够肯定的是 在这大玄山脉深处 隐藏着一道天大的机缘 而大到什么程度 暂时无法确定 但经过我们的推测 那里甚至可能存在着 八色等级的助神医保 此言一出 包括周元在内的诸位首席 皆是面露震撼之色 八色助神医保 那岂非是说将其得到 待得跨入到神府境时 就能开辟出八神府 八神府啊 那就算是江太神 楚清这般妖孽般的人物 都是将之视为目标 奴隶的帝都 可想而知 这对于上海市首席的众人 是多大的震撼 不过虽然知晓 大玄山脉深处有大机缘 但眼下也出现了问题 大玄山脉极为的神异 因为天地元气 太过浓郁的缘故 导致这里形成了一座 天然的庞大原文结界 这种级别的原文结界 依靠一宗之力 是不可能打通的 所以眼下 各宗算是勉强联手 合力在攻略这座结界 怎么攻略啊 周元好奇 这座超级原文结界中 存在着诸多结点 我们不断地拔出这些结点 从而达到破坏结界的目的 最后才能够令得 那隐藏于深处的大纪元现世 而这些结点也有着另外的名字 那就是宝地 李清禅玉手一挥 由着元气涌出 直接是在众人面前 形成了一幅巨大的地图 而地图上面 有着密密麻麻的诸多光点 这些光点全部都是宝地 唐木新咽了一口口水 李清禅点点头 周元他们面面相去 他们在那外围的区域 费尽全力 才能够找寻到一座宝地的存在 可如今在这里 这种宝地却是成百上千 可见这大玄山脉 方才是玄园洞天灵袖所在 在这段时间中 大玄山脉中被各宗攻略的宝地 六才宝地都有十数座 等级更低的那就更多了 唐木新等首席都已经麻木下来 只是愣愣地盯着那些光点 当然了 高等级的宝地所在 自然也不免争斗 毕竟谁都知道 等级越高的宝地中 所诞生的祝神医宝 也就更高级 其中蕴含的玄园之精 品界也更高 不过后面随着越来越多节点被破解 我们渐渐地发现 有一样东西 现在而言 应该是比祝神医宝 还要更为的重要 那是什么 当玄园山脉那道大纪元现世时 恐怕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进入 想要进入 或许是需要某种凭证 或者说是钥匙 这种东西 我们将之称为 玄碑令 在一些高等级的宝地中 方才会有几率出现 如今的各宗为了这玄碑令 已是打破了脑袋 因为按照推测 如果不能持有此物 就算是那道大纪元出现 也将会被阻拦在其外 不过此物颇为的罕见 就算是六彩宝地中 都不一定能够出现 我们这边努力很久 如今手中的玄碑令 已是寥寥无几 玄碑令 唐木星他们皱着眉头 显然对此很是陌生 倒是一旁的周园 心头忍不住地移动 然后从乾坤囊中 将那自六彩宝地中 得来的那块 似乎是残缺的神秘之物 取了出来 青山师姐 我之前倒是偶然得到遗物 当周园声音传出时 李清禅 楚清等人的目光 已是立即投射而去 然后 他们就看见了周园 手中的那神秘之物 下一刻 周园能够看见 他们的脸庞上 有着浓浓的惊恶之色 涌现出来 然后 他心中便是有所明悟 试探着说 此物 就是那所谓的玄碑令 第六百一十章 七彩宝地 房间内 所有人的目光 都是凝聚在周园手中 那略有残缺的神秘之物上 就连楚清 李清禅他们 脸庞上都是有着惊恶浮现 因为周园手中之物 的的确确 就是那所谓的凭正 也就是他们所说的玄碑令 你 你怎么可能有玄碑令啊 那赵竹率先忍不住地说 声音中满是难以置信 他们在这大玄山脉中 争斗这么久 如今方才不过才两块玄碑令 由此可见此物的珍惜 而周园从那玄园洞天 外围而来 怎么可能拥有此物 我们在外围的时候 也遇见了一座六彩宝地 然后我就在其中得到了此物 周园怂怂肩 李清禅红唇违章 就算是六彩宝地中 也不见得能够出现玄碑令 你这运气也太好了一些 你交由我看看 周园倒是没什么犹豫 直接就将手中之物 递给了李清禅 李清禅接过来 细细地看了看 没错 的确是玄碑令 不过你这玄碑令是残缺的 如果再有一些年月 说不得就会化为完整 还有残缺一说吗 嗯 按照我们的推测 这种玄碑令 应该是当年大玄山脉深处 那道大机缘成形势所喷发而出 它们如种子一般 被洒落于玄云洞天中 然后逐渐地吸收天地间的元气 最终成形 也正因为如此 这种玄碑令 与那道大机缘 有着某种牵引 所以 唯有持有此物者 才能进入那大机缘所在 原来如此啊 嗯 那这残缺的 岂非是没了作用 李清禅 红唇微笑 类似你这种残缺的玄碑令 其实比较正常 因为就算是在大玄山脉中 那些六彩宝地中的 偶尔出现的玄碑令 也大多是残缺的 不过玄碑令同源同种 只要再找寻 数块残缺的玄碑令 将两者接触 它们自然会出现融合 化为完整的玄碑令 这样说的话 我还需再得几块这种东西 才有接触那道大机缘的资格 不过他这话一出 赵竹不由地耻笑出来 你未免想得太好了一些 就算你真凑出了一道 完整的玄碑令 恐怕也没接触大机缘的资格 为何 因为你贡献不够 按照规则 文有做出大贡献者 才有资格获得这种资格 并不是谁有了玄碑令 就能得到的 什么贡献 所谓贡献 以争夺而来的宝地做计算 你之前率众所争夺到的 六彩宝地 算是不小的贡献 但按照规矩来说的话 最起码需要夺得五座六彩宝地 方可拥有接触那道大机缘的资格 如此规矩 也是免得各位坐享其成 毕竟其他弟子 基本是没有资格接触那道大机缘 但他们同样有付出 我们身为圣子 首席 也有一些义务补偿他们 当然 如果谁偶然得到了玄碑令 又是贡献不足的话 可以将此上缴 然后换取助身医保 周元面容不变 轻轻点头 并没有反驳 因为这般规矩 也的确是有着其道理 当然了 至于将玄碑令上缴 换取助身医保 周元并没有考虑 因为他同样有着自己的野心 李清禅见到周元没有说话 也是知晓他所想 于是就将那道残缺的玄碑令 退给了他 接下来的事方才是重点 李清禅美目凝重地看向众人 我们恐怕有麻烦了 什么意思啊 楚清也是愣了愣 在你和瑶瑶出去接应他们的时候 我们打通了一处节点 然后 在那里我们发现了一座七彩宝地 七彩宝地 此言一出 楚清也是微微动容 要知道这段时间以来 所有宗门探测出来的七彩宝地 而不过才区区三座而已 没想到他们这边 竟然会有这般好运 发掘出来一座 这应该是好事吧 楚清了 发掘出七彩宝地 到底确算是好事 不过问题是那座七彩宝地的位置 是在我们苍玄宗与圣宫划分的地盘的争议地区 也就是说 这座七彩宝地 圣宫那边必然会插手 哎呀 看来又是一场麻烦 这是我们的机缘 只能说是麻烦 孔圣面无表情 对于楚清这种懒得令人发指的心态 他最是恼火了 七彩宝地 虽然极为的罕见 但眼下的确太招人注意了 而且刚好又在那争议地区 到时候不仅圣公会有借口来争夺 连其他四大巨宗 恐怕也会暗中觊觎 叶阁笑道 那你的意思 是将这七彩宝地直接拱手相让了 孔圣说 叶阁探探手 那倒是不可能 只是想说 想要将这七彩宝地吞下 我苍玄宗需得上下其心 孔圣面色这才微缓 我提议全力固守 我等牵制对方主力 派一圣子镇守七彩宝地 各封首席率领朱弟子进入宝地 搜寻其中的助神医宝 以及玄碑令 只要助神医宝与玄碑令到手 圣公也只能退走 否则 只是平白浪费时间罢了 李清禅禽手也是清点 赞头 其余圣子也是纷纷念头 毕竟好不容易发现一座七彩宝地 还在他们的眼皮底下 想让他们放弃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不仅他们如此作响 即便是周园都是暗暗点头 楚清则是有些惆怅地叹了一口气 看来这一次他们要和圣公硬碰了 那应该派遣谁为镇守者 李清禅看向其他圣子 其他圣子将会正面迎战圣公的圣子 而唯有镇守者留守 如果对方有着圣子偷偷潜入 镇守者就是最后一层防护 不然的话 一旦让得圣公圣子闯入 其他各封首席以及弟子 根本不可能会使其对手 孔圣沉溺一下 就让赵主去吧 我们其他人 必须牵制圣公的那些圣子 为他们搜寻 祝神异宝与玄碑令争取时间 其他人闻言也没什么意义 赵主也是点了点头 哼 若是有人闯来 我自会将其清楚 钟圣子一番伤头 便是如此确定下来 倒是一旁的周园 眨了眨眼睛忽然道 这镇守者可还需要后补 万一赵主圣子抵挡不住 还可有后补顶上 孔圣面无表情地说 我们人手不足 没有多余圣子留守 周园灿烂地笑起来 指了指自己 哼 虽然没有多余的圣子 但我觉得我可以勉强上任一下 赵主闻言顿时冷笑 周园 这是圣子间的事 你一个首席 有什么资格在这里瞎掺我 就因为你用某种手段 抵挡了金铲子一击吗 而且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不就是想要混一些贡献吗 周园笑了笑 没有否认 他的目的还真是如此 因为那最后的大纪元 他是不可能放弃的 李清禅微微沉溺 周园 此事非同小可 如果到时候真有对方圣子潜入进来 并且击败了赵主 那说明我们的策略已经失败 那个时候 恐怕我们就只能放弃这座七彩宝地 不然的话 其他弟子将会死伤惨重 所以 有没有后补的镇守者 恐怕没有意义了 他的前台词是 如果真到了那个地步 周园就算是后补镇守者 那还不如直接让路 强行抵挡 不过只是躺壁挡车罢了 说到底 显然还是李清禅认为 周园虽然如今实力大涨 但距离圣子之间 恐怕依旧还有着极大的差距 周园文言 有点无奈地笑了笑 试试也不行啊 赵主冷声说 路要一步步地走 圣子间的争斗 不是你能插手的 你想要成为后补镇守者 最起码需要两位圣子的点头 你觉得此处 谁会允许你这种无理的要求 赵主的目光扫开 不过下一刻 神色便是一点点的僵硬起来 因为赵主见到夭夭翘脸平静 缓缓地举手 声音清淡 我允许 再然后 那趴在周园头上的吞吞 也是眼神比拟地 看了赵主一眼 伸起爪子 第611章 守卫宝地 房间内 赵主桥的举手的夭夭 与举起爪子的吞吞 嘴中的话 不得不强行地咽了回去 面色清白交替 颇为难看 虽然 妖妖与吞吞 严格来说 并非是圣子 但即便是赵主 恐怕也不敢将此话给说出来 因为这段时间以来 妖妖与吞吞 展现出来的实力 在苍玄宗 与这大玄山脉 身处立足过程中 给予了极大的助力 他们虽然不是圣子 但却拥有着与圣子 等同的话语权 既然妖妖与吞吞支持的话 那就由得周元 成为这后部镇守者吧 李清禅出来打着圆场 赵主冷哼一声 虽然没有反对 但那神情 显然是对周元 嗤之以鼻 在他看来 周元小杨 混个镇守者的身份 无非就是想要 混一些贡献 毕竟这种贡献 远比其他首席会更高 只是没有这种实力 偏要强行凑上来 如此行为 未免吃相有些难看了 其他圣子并未出生 不过看向周元的目光中 也是有这些迟疑 赵主虽然话说得不好听 但周元一个首席 却要强行地 掺和圣子间的争斗 从某种角度而言 倒的确是有些 自取其辱的味道 孔圣淡淡地说 既然你强行要 后补一下 那就希望你到时候 能有所作用吧 周元笑了笑 也没有做过多的辩解 只是点点头 如果到时候 赵主圣子失误的话 我会尽力挽救 赵主听到此话 讥讽了一笑 只是将此 当作周元的妄言 毕竟 就算到时候 他那边出现了失误 那种结果 也不是周元一个首席 抖得住的 既然商讨完毕 那诸位率做修正 我们便要直接赶往那座七彩宝地 七彩宝地一旦出现 动静不小 到时候不仅圣公那边会知晓 他们必然会插足 试图抢夺 而其他的宗派也会察觉 他们或许不会明面来争夺 但定会暗中溃谈 若是有机会的话 出售也并不奇怪 所以各位 想要守住这座七彩宝地 还须得我苍玄宗 上下一心 李清禅明眸看向众人 俏脸极为认真 其余人皆是郑重的点头 这不单单只是因为 七彩宝地的珍惜 更多的还关乎 他们苍玄宗的颜面 如果一座七彩宝地 出现在他们这里 他们都护不住 那其他宗派 会如何看待他们苍玄宗 所以这一次 护得不是七彩宝地 而是他们苍玄宗的声誉 众人散去 妖妖与周园同省而出 看来你现在胆子倒是不小 连圣子间的争斗 也开始插足了 妖妖抱着吞吞 美眸看了一眼身旁的周园 红唇边带着一丝细血 以往面对着圣子级别的争斗时 一般都是夭夭迎战 周园都是尽可能的避开 那是因为当初周园的实力 还不足以在这种层面上 有什么效果 你和吞吞如今都打出了名头 我如果还在手心里面争斗 那实在是有些眼面无光啊 当然此话是玩笑话 他并不会因此就强行逞能 之所以会毛遂自荐 除了是需要贡献外 更多的是因为他如今 也想开始与圣子真正交手 因为眼下他的实力 他并不觉得各宗的首席 还能对他造成多大的威胁 想要磨练自身 就得需要更强的对手 妖妖看了一眼 其他圣子散去的方向 不过似乎 并没有人看好你呢 他如何看不出来 各位圣子能够答应 更多的是看在他与吞吞的面上 默认了周圆这种 看上去似乎是想要混贡献的行为 周圆伸了个懒腰 无所谓 不看好就不看好吧 嘴上说的天花乱坠也没用 一切都得看最后的结果 他望着远处 眼神却是充满着火热的战意 与圣子斗应该更为的精彩吧 沧玄宗的人马很快便是动身 直接是在楚清 李清禅等圣子的率领下 倾巢而出 而其他弟子听闻 他们此次前往的目标 竟然是一座七彩宝地石 已是兴奋激动 毕竟对于他们而言 七彩宝地几乎是渴望不可及 只要能够在其中混得丝丝汤水 就能够让他们收获不菲 众人全速赶路 如此约摸一柱相后 那最前方的楚清 李清禅等人的速度 方才逐渐地放缓 周园的目光也是投向了前方 只见到那里 出现了一座巨大的山谷 山谷处于数座山岳接触间 树木茂密 而此时 在那山谷深处 有着浓郁的天地元气 喷波而出 带着绚丽的光彩 好浓郁的悬崖之境啊 周园眼中略过惊叹之色 即便尚未接近 他已是能够感觉到 那山谷中弥漫的悬崖之境 那种精纯程度 远胜他之前所遇见的 那座六彩湖泊 随着他们大部队接近山谷 山谷中也是有着十数道身影掠出 那些都是苍玄宗镇守此处的弟子 此时前来接应 诸位圣子 经过探测 七彩宝地位于山谷地下 其内有数量不少的铁甲锡 在那最深处 恐怕还存在着 可媲美圣子的元寿守护 那些前来接应的弟子禀报道 楚清 李清禅文言 倒是并不意外 毕竟这种宝地 必然会有着守护兽 实力极强 堪蔽圣子 看来还得分出一份战礼 李清禅翘脸凝重 如此一来 他们这边牵制圣躬的人 又得承受更大的压力了 李清禅的美眸 投向了夭夭怀中的吞吞 这一次恐怕又要请吞吞出手了 经过这段时间的接触 李清禅他们都是发现 吞吞在面对那些元寿时 似乎是有着一种特殊的压制 所以请吞吞出手对付那些守护兽 是最为适合的 杨妖亲手微点 玉手轻轻拍了拍吞吞 吞吞便是足踏元气地飘起 汤姆熙 苏耀 你们六位首席率领其他所有弟子 跟随吞吞进入七彩宝地 清剿铁甲锡 以及那最后的守护兽 搜寻其中的祝神异宝 以及玄碑令 李清禅下令 唐穆心等人立即引导 然后便是率领这大批的弟子 如蝗虫般的落下那巨大的山谷之中 其余圣子准备布房 李清禅美目看向其他圣子 楚清 孔圣 商春秋等人皆是点头 然后身形极略而出 落向了山谷四周的一座座山峰上 刚好是形成防线 将山谷护在最中心 赵主 你直接镇守谷口 圣公圣子人数不少 难免有手段诡异者 钻进我们的防线 到时候你就要将其拦住 不得让其闯入七彩宝地 李清禅又是盯着赵主 赵主也是重重点头 李清禅最后看向无所事实的周圆 轻咬了咬红唇 因为周圆强行要来这后不镇守 实在是有点多余 周圆 你便在暗处留守 若有变故 再伺机出手 周圆笑着点点头 他知道李清禅恐怕 也觉得他有点多余 不过他并没有不满 毕竟如果真有人闯进防线 赵主能够抵挡 那是最好 那说明一切都在掌控 李清禅吩咐完毕 便是不再多说 郊区一动 落向了一座清风之上 赵主转过头 眼神激嘲地看了周圆一眼 根本就懒得跟他废话 直接落在骨口的一座巨岩上 盘坐下来 周圆同样也没理他 身形落在了一座山壁的阴影下 静静盘坐 随着布防的完成 这片天地仿佛都是变得寂静无声 不过 这种寂静并没有持续多久 周圆便是有所感应地抬起头 望着西面的方向 只见到那里 有着一道道流光破空而来 最后出现在了山谷之外的天空上 沧玄宗的诸位朋友 在那诸多光影为首处 周圆曾经所见过的圣公江太神 面带微笑地望着沧玄宗的那些圣子 声音轻柔 你们越界了 此地是我圣公的探索范围 还望诸位能够遵守当初各宗立下的规定 尽快退走 交还宝地 他的声音和善无比 但当其阴落的时候 天地间的气氛却是渐渐地剑拔怒张 周圆双目微眯地望着圣公那豪华的阵容 再看向远处 凭借着神魂感知 他能够感应到 其他各宗也是悄然间来到 最后窥探着这边的对峙 在进入到大悬山脉后 圣公与沧玄宗虽然有些摩擦 但彼此都算是克制住了 并没有大规模的交手 但眼下在七彩宝地的诱惑下 那种克制显然将会变得极为的脆弱 所以各宗都明白 这一次不论是圣公还是沧玄宗 恐怕都忍不住了 只是这双方的第一次硬碰 究竟哪一方能够取得优势 对于这一点 其他各宗倒是显得极为的好奇与期待 山谷之外的天空上 元气化为云朵 诸多身影立于其上 有着强悍的元气波动 自他们的体内散发出来 带来着惊人的奇事 在那圣公人马最前方 江太神笑音音地副手而立 在其左侧正是一头金发 眼神比拟霸气的金蝉子 而其右侧 则是一位肌肤雪白 身穿黑裙的女孩 女孩模样也是极为的娇美 无关精致 她静静地立于那里 清风吹拂着裙脚 显得颇有些楚楚可怜 不过 唯有清楚她底细的人方才知晓 那柔弱模样之下 是隐藏着何等的罗煞面目 圣公 瞻台青 圣州大陆圣子榜上高居第三 仅次于江太神与楚清 显然这一次 在知晓了七彩宝地的消息后 圣公的顶尖战力 几乎是清潮而出 而立于一座座山头上的楚清 李清禅等人 见到圣公这般正常 面色也是有些凝重 江太神 这片区域当初分配时 可是我仓玄宗一直在清理 眼下好不容易出了点成果 你们这就迫不及待地 想要来摘桃子 这般吃相 未免难看了一些 楚清光溜溜的脑袋 在日光下反射着光泽 他盯着江太神笑了笑 江太神说 话可不能这么说 我圣公只是一时间 未能腾出手来清理这边罢了 楚清 就不必用废话来拖延时间了 你们仓玄宗退不退 说一句便可 他的言语淡淡 然而那流露出来的淡漠与霸气 却是不再掩饰 楚清懒洋洋的一笑 上前一步 如果圣公想要赐教的话 我仓玄宗今日便接下来 当其声音落下的那一瞬 一股极端惊人的青色元气 宛如风暴一般 猛人自其体内爆发而起 其脚下的山峰 都是在此时无法承受那等元气压迫 开始出现军裂 楚清的衣袍 无风自动 烈烈作响 强悍的元气 在其身后的虚空凝聚 化为了满天星斗 虽然平日里的楚清 异常的慵懒 但他也明白 今日这般场合 动手无可避免 既然如此 那就站吧 身为仓玄宗的圣子之首 楚清固然信懒 但也知晓 他所背负的责任 谷口上的周元 也是抬头望着楚清的身影 他瞧得后者身后 那元气化星斗般的异象 眼中也有着惊叹之色浮现 因为楚清 演变而出的那元气星斗 规模比起他来 几乎是强悍了数倍之多 楚清师兄 弃腐内的元气星辰数量 恐怕起码都超过了六七万之数 周元心中忍不住的惊叹出声 这位楚清师兄 能够成为苍玄宗圣子之首 的确是拥有着远超常人的使命 如此元气底蕴 就算是不借助助神异宝 待得踏入神府境时 他都能够轻易地 开辟出六神府 当楚清元气爆发 显露态度时 苍玄宗其他的圣子 也是毫不犹豫地爆发元气 顿时间 一道道气势惊人的元气波动 在这片天地间冲天而起 煞是壮观 楚清 你这般选择 可着实是让我失望啊 江太神望着那一道道 冲天而起的强悍元气 双目为一 既然你们如此不知趣 那也就怪不得我圣公了 那最后的声音落下时 江太神满头白发猛然飞舞 白色的元气 自其体内爆发而起 以波波惊人的元气 为压蔓延开来 在其身后 那粘抬青粉嫩的舌头 轻轻舔了舔红唇 星红的眼瞳中 略过兴奋之色 下一刻 血红的元气爆发 金蝉子冷笑 碧绿色的元气 在其体内表面凝聚 指尖犹如是 有着液体低落 下方的树木触及 顿时被腐蚀而去 圣公的那些圣子 也是催动了元气 一时之间 两大聚踪的顶尖弟子 皆是在此时 展露出了凶狠之意 那般气焚 可谓是 剑拔弩张到了极致 而当两宗对峙的时候 在那远处 同样是有着 诸多的目光望着这里 那些是街道消息 从四面八方赶来的 各宗圣 在其中 百花仙公 问剑宗 天鬼府 北明镇龙殿 四大聚宗 也是盯着这边 看来这次圣公与苍玄宗 是真要打起来了 百花仙公处 诸多娇俏的女子 汇聚一起 极为的亮眼 在那领首的位置 是一名身材高挑的女子 女子容颜娇艳动人 一头白金色的头发 她身穿宫装 身材极为的大头 那玲珑有质的曲线 宛如妖精一般 令得四周不少的目光 都是在偷偷的投射而来 她是百花仙公的圣子之首 名为宫丸 在这圣州大陆上 也是极为有名的人物 而此时的她 饶有兴致地盯着远处的 对峙的两拨人马 在其身后 百花仙公的其他圣子 也是齐聚 而左丘青鱼 与绿罗也身处其中 两人眸子打亮着 苍玄宗那边 最后瞧见了妖妖的身影 妖妖可真是厉害 绿罗羡慕 公婉文言呼地靠近绿罗 玉手揽住后者的小蛮腰 笑隐隐地说 小绿罗 她叫做妖妖吗 绿罗叮叮头 她可是我们一起来 圣州大陆的小伙伴呢 公婉娇媚的大眼睛 忽闪忽闪的 背齿轻咬着红唇 凝视着远处的那道倩影 是吗 前些时候 我被天鬼府的 那个绿皮鬼偷袭 还多亏了她顺手帮了一把呢 小绿罗 找个时间 把她介绍给我一下呗 她美目水阴阴的 脸颊飞红 带着娇羞 绿罗愣了 有些不太明白 但直觉告诉她 公婉似乎是在说着 一些不太好的事情 一旁的左丘轻鱼 直接把绿罗拉到身后 戒备地盯着公婉 那眼神有如是在看待着情敌一般 公婉师姐 你可少打夭夭的主意 人家对你可不会有什么兴趣 对于公婉看夭夭的眼神 左丘轻鱼再了解不过了 同道中人呢 公婉小嘴绝了绝 为何 人家有喜欢的人 是苍玄宗的圣子吗 楚卿还是孔圣啊 左丘轻鱼对着远处 谷口的位置 扬了扬尖翘雪白的下巴 看见没 他叫做周元 是苍玄宗的首席 公婉美眸眺望而去 然后便是见到那 躲在阴影中的年轻身影 顿时撇了撇嘴 有些失望 唉 没什么出奇的嘛 这么弱 他这么优秀 眼光不至于这么差吧 绿罗从左丘轻鱼的身后 探出小脑袋 朱元才不弱 公婉慵懒地说 那种唱和 可没有首席的什么事 算了 不用理会他 之后若是让我和妖妖相识 我自有手段 让他知难而退 公婉娇美轻笑 显得极为的仔细 左丘轻鱼对此 只能给他送了一个白眼 要开打了 一旁有这一位圣子出声提醒 顿时 他们的眼神 皆是投向那个方向 只见到那里 近乎凝固般的气氛 在持续了十数席后 终于是轰然炸裂 一道道光影暴射而出 与那高空之上 碰撞在一起 顿时间 狂暴的元气 自天地间肆虐开来 圣公与苍玄宗 终始 开战了 第六百一十三章 太神手段 天地之间狂暴的元气肆虐 掀起风暴 在双方动手的那一瞬 位于一座山头上的 妖妖与叶戈 忽然神魂之力爆发 两人手持原文笔 有着无数道原文 在此时暴射而出 这些原文 犹如光线 静止地落向 楚清 李清禅 孔圣等圣子所在的方位 顿时间 有着元气光柱 自他们所在的山头生起 光柱间 有着光木迅速地蔓延 最后将其他圣子 所在的山峰 尽数地连接起来 犹如是形成了一座结界 将处于中央的山谷笼罩 圣公拥有着十六位圣子 而苍玄宗这边数量稍逊 加上夭夭 也顶多算作十一位 本来吞吞也算 但因为他需要率领 其他弟子清剿 凄惨宝地中的守护兽 所以此时无法出手 因此在数量上面 苍玄宗略战弱势 但好在的是 他们眼下的目的是 护住宝地 而并非是与对方死壳 而如今夭夭与叶哥 迅速地布置出了原文结界 对方想要突破 就唯有攻破 各位圣子所在的结界节点 可这座结界 犹如是有着勾连之能 如果圣公试图 集中力量攻击 一触节点的话 其余人 则是能够将元气圆柱 通过结界圆柱而来 天空上 江太神望着这一幕 眉头也是忍不住的一周 他其实最想看见的 还是苍玄宗清朝而出 与他们硬死壳 但眼下苍玄宗才去守势 摆明的是要拖延时间 等他们的人将那奇才宝地掏空 到时候 他们自然可以全身而退 那周小妖可真是麻烦 江太神低声自语 她的目光盯着远处 妖妖地倩影 她如何看不出来 这座玄妙的结界 主要是妖妖在掌控 叶歌只不过是辅助而已 在这段时间中 他们圣公与苍玄宗 并非是没有教过手 所以他们都知晓 这一代苍玄宗的圣子中 多了一位虽然元气微弱 但神魂却是极端强横的妖妖 而妖妖给他们带来的麻烦 以江太神的角度来看 恐怕并不比楚清弱 江太神眼神闪烁 但他知晓此时 就算对方真是乌龟壳 那他们也不能就此退走 再硬的乌龟壳 今日我圣公都要将你打碎 围攻所有节点 以全力进攻 江太神知晓 攻击一点并没有什么作用 还是只能全面进攻 不过好在的是 他们圣公圣子数量占据优势 只要元气进攻占据优势 未必不能直接轰破对方的结界 到时候结界一破 对方自然再难阻拦 他们的人可以直接攻入七才暴地 他的声音刚落 圣公其余圣子 皆是在此时暴逝而出 迅速地分散至四周 下一刻 强悍的元气洪流 嘶笑而出 宛如流星划过天际一般 铺天盖地地 对着节界光幕 轰击而去 顿时 大地震动 那巨大的节界光幕上 有着连衣荡漾开来 不过楚清 黎清禅 孔圣等众圣子也是出手 他们双手碰触着光幕 体内有着滚滚元气涌出 直接是毫无保留的 尽数贯注于结界之中 结界光幕 愈发地璀璨 于是在这天地间 一方疯狂进宫 一方固守 天地元气 都是在此时沸腾 在那远处 各宗的人马 也是望着这一幕 还以为他们要 直接肉搏了呢 百花仙公一位圣子说 那名为宫婉的女子 淡笑道 如果没有央央的话 恐怕沧玄宗 就只能选择应战了 不过现在嘛 倒是能省去许多的麻烦 如果圣公 无法打破那结界的话 根本奈何不了沧玄宗 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沧玄宗 将那座七彩宝地掏干净 这个央央啊 还真是一个宝贝啊 宫婉说着 美目又是有些放光地 盯着远处那道绝美的倩影 然后对着左丘青鱼 绿罗埋怨 这么好的苗子 你们当初为什么 不带进我们的百花仙公 对于她的埋怨 左丘青鱼与绿罗 都只能给她一个白眼 怪不得沧玄宗 并不惧怕圣公来抢 原来是早有准备啊 另外一名圣子道 那这样看来 今日的局面 沧玄宗胜算得更大 如果无法打破结界 圣公的人 根本无法干扰 沧玄宗 公婉玉手 摸着光洁的下巴 微微沉吟 倒也不一定 她抬起俏脸 凝望着远处 江太神的身影 不要太小看江太神了 没到最后 恐怕胜负谁都不好说 百花仙公 其他的圣子 也是轻轻点头 江太神三个字 对于圣州大陆上 每一位圣子来说 都是拥有着莫大的压力 天地间 无数道目光 都是投向的 元气狂暴之地 而更多的目光 显然也是停留在 那一道白发飘舞的身影上 江太神凌空而立 他望着呢 在圣公众圣子 狂轰乱炸下 依旧只是溅起连衣 但却始终稳固的结界 眼中淡漠一片 他的目光 透过结界 与楚清对碰 楚清 你真以为 有了这乌龟壳 我就奈何不得你们吗 楚清双目为名 身躯渐渐地紧绷 江太神淡淡一笑 只见到他脸旁 两侧竖竖着 两缕头发的 血红珠子 缓缓地脱落 下一刻 猛地化为 血光 爆射而出 血红珠子疯狂地旋转 与那结界光目碰撞 血光弥漫出来 竟是渐渐地 在那结界之上 腐蚀出了一个小小的洞孔 与此同时 两颗血红珠子 顿时从那洞孔之中 爆射而进 血红光珠穿透结界 直接是以一种 极快的速度落下 而其速落之地 赫然是那骨口镇守的赵竹 赵竹小心 楚清爆河道 赵竹面子也是在此生猛的一变 体内元气爆发而出 身意也是暴退 不过那两颗血红光珠 速度太快 一个闪烁 便是封锁了赵竹的前后退路 再然后光珠旋转起来 渐渐地扩大 于是 在那无数道震动的目光中 只见的两道身影 缓缓地自那光珠中 走了出来 一前一后 封锁了赵竹所有的退路 天地间 有着哗然声响彻 因为他们发现 那两道身影 赫然便是圣公的两位圣子 江太神竟然硬生生地穿透了结界 将他们圣公的两位圣子送入而进 远处 绿罗与左丘青鱼的脸色 都是在此时变得凝重起来 他们知晓 当这两位圣子闯入结界内时 局面无疑将会对苍玄宗变得极为的不利起来 天空上 江太神轻轻扭了扭脖子 他注视着楚清 你们这结界 虽然给你们省了很多麻烦 但同样的 也束缚住了你们的手脚 楚清 不好意思 这一次 还是我们圣公影了 第614章 圣公突入 山林之间 无数道目光 皆是带着一些震动的 望着能出现在山谷内部的两道身影 谁都未曾想到 江太神竟然还有这般手段 能够将圣公的两位圣子 穿透结界 送入其中 那是雷池 以及号称圣公最为年轻圣子的柴影 百花仙宫这边 公完美目微眯地望着那两道 进入到山谷中的身影 我就说过 不要小看江太神 能够在圣子榜第一作文那么多年 他的手段可不少 眼下这座结界 虽然省去了苍玄宗很多的麻烦 但现在反而要成为拖累了 楚清他们无法分神 去对付那两位闯入的圣子 光靠那留守的赵竹一人 可不是那两位圣子的对手 一旦任由两人闯入七彩宝地 苍玄宗的弟子恐怕会损伤惨重 那个时候 他们不得不向圣公低头 将七彩宝地的大头交出 一旁的左邱青鱼与绿罗文言 翘脸上也是有着担忧之色浮现出来 因为周园的原因 他们自然也是对圣公 没有太多的好感 所以他们也不想见到苍玄宗吃亏 其他各宗的目光 也是望着山谷骨口上 玄吉暗暗感叹 谁能想到 江太神竟然还有这般手段 而如此一来的话 苍玄宗局势 确实要不妙了 楚清 李清禅 孔盛等圣子 此时的面色也是有些变化 他们望着呢 出现在骨口的两道身影 眉头紧皱 显然也是被江太神这一手 搞得有些措手不及 先不要将结界撤去 用最快的速度解决的两人 孔盛声音低沉地传音给其他的圣子 李清禅立即否决 结界一旦撤去 那就会变成大乱战 圣公依然能够趁乱进入七才宝地 那不然呢 找出一人 如何对付两位圣子 孔盛面无表情 急什么 夭夭明眸投射而来 绝美的容颜依旧是一片平淡 对方虽然闯入了两位圣子 但那骨口处 又不是只有那赵竹一人 其他圣子微微正了正 玄机方才响起 除了赵竹那个镇守者外 他们似乎还安排了一个后补镇守 孔盛忍不住地冷笑一声 哼 你是说周园吗 别搞笑了 虽然周园在此次的玄云洞天中表象还不错 但那也只是在首席的层次 眼下这里是圣子之整 恐怕他还没有插手的资格 就算强行插手 也只是自取其辱罢了 其他的圣子默然 虽然孔盛话说的不好听 但也算是实话 周园如今的实力 在首席之中应该算是顶尖 可放在圣子的层面 却还有些不够 楚清沉默了一下说 既然周园已是镇守者 不管如何 也得给他一次机会 到时候如果真是发现他不敌 那我们就只能退一步 这次的七彩宝地 让圣公咬一口吧 孔盛文言有些不甘 但最终没有再多说 因为他知道 如果局面真的到了那一步 为了不使其他弟子损伤惨重 那他们还真是只能选择妥协 只是将宝压在那个周园身上 未免有些太不靠谱了 山谷谷口 两道身影立于赵竹的前后 将他的退路尽数地封锁 而此时的赵竹 也是面色凝重 雄魂的元气 自体内生腾而起 面对着圣公两位圣子的夹击 他显然 已是察觉到了巨大的威胁感 赵竹 你将路让开吧 不然的话 今日指不定会发生 什么不好的事情 在赵竹的前方 有着一名幽黑的男子 他的掌心中 元气缠绕 此时正似笑非笑地 盯着眼前的赵竹 他名为池雷 也是圣公的圣子 池雷 你跟他玩玩吧 我就直接进那西台宝地了啊 在赵竹后方 那道身影伸了一个懒腰 淡淡地说 此人面目颇为的年轻 模样也算是英俊 当然 那自其体内散发而出的 强悍元气 也是证明了他的实力 他名为柴银 在圣公中名气不小 因为在如今圣公的圣子中 他最为的年轻 潜力不小 就连江太神都说过 再给柴银一些时间 他必然也能够进入圣公上 圣子的前列 说着 他便欲转身而去 站住 不过赵竹剑壮 面色却是意涵 袖袍一挥 便是有着一道元气 暴射而出 风锐如剑光般 对着那柴银射去 柴银脚步一顿 双掌一旋 便是将那如剑光般的元气 夹在掌尖 然后猛然一握 硬生生地将其碾碎而去 赵竹 他抬起头看向赵竹 双目为命 看来你是真的想死啊 既然如此 那就先将你干掉吧 他浑身一袍 缓缓地鼓动而起 强悍地元气释放出来 取雷 一起出手吧 位于前方的池雷 也是笑着点点头 眼神不带丝毫温度地盯着赵竹 强悍的元气 缓缓生腾起来 赵竹 面色极其的凝重 不过他并没有后退 因为他知道 他是最后的镇守者 如果任由眼前两位圣公的圣子 闯入七彩宝地 那么其中的苍玄宗弟子 必然会出现大量的伤亡 想要通过这里 就问问我手中的剑吧 赵竹掌心之间 有着一柄铁剑闪现而出 剑锋之上寒光凌冽 剑芒吞吐 虽然他知道 凭他的实力 想要以一敌二 根本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但现在 他显然并没有更多的选择 那柴影与池雷笑眯眯地盯着赵竹 只是眼中的杀意 却是渐渐地变得浓烈起来 赵竹 看来这一次的玄云洞天 你将会成为 苍玄宗第一位殒命的圣子了 柴影与池雷体内 元气在这一瞬间猛然爆发 然后那磅礴攻势就要发动 不过 就在他们即将出手的那一瞬 一道笑声忽然凭空地传来 令得两人周身涌动的元气 都是微微一致 哼 我说 我站在这里老半天的时间 你们这样不管不顾的巫事 真的好吗 柴影与池雷双目须眯 缓缓地偏过头 望着那立于山壁阴影下的 一道年轻身影 他们其实在现身的时候 就发现了那道身影的存在 只不过他们并没有任何的在意 太出镜七重天 一巴掌就拍死了 只不过 让得他们意外的是 这只他们眼中不慎起眼的小老鼠 不好好的躲在一边 竟然反而在此时主动出言干扰 柴影舔了舔嘴唇 望着山壁阴影中的那道身影 叹了一口气 然后冲着赵主有些怜悯的道 你们苍玄宗的人都这么想死吗 第615章 池雷柴影 天地间 无数道惊恶的目光 望着那自山壁阴影中 环步走出来的年轻身影 待着他们看清楚后者时 顿时面色变得极为的精彩起来 那是谁啊 是苍玄宗已藏的杀手锏 什么杀手锏啊 那家伙叫做周元 是苍玄宗圣元峰的首席 一个首席也敢在这种场合露面啊 他是嫌死得不够快吗 据说这周元实力不错 在此次的玄渊洞天中表现不凡呢 那也要看对手是谁啊 如今这里有这两位圣公圣子 他这般实力 胡乱掺和 简直就是找死 各方的人马都是窃窃私语 不过他们的神色 皆是有些古怪 显然都是认为 在这种局面下 一位首席突然掺和进来 实在是有些滑稽 喂 你们那位朋友胆子有点大呢 公婉玉手搭在眼帘上 眺望着那道身影 然后冲着一旁的左丘青鱼 与绿罗轻轻撇了撇红唇 百花仙公其他的圣子 也是禽手威蝶 他们对于周元倒是有所耳闻 不过如今来看 似乎是有些拎不清自身的实力啊 在这种局面 一位首席胡乱掺和 最终只能是自取其辱 平白丢了苍玄宗的颜面罢了 左丘青鱼与绿罗面面相去 美眸中也是有些担忧浮现 他们都见识过周元的实力 这在各宗首席间 几乎是小无敌般的存在 可眼前这种层面能够出手的 只有圣子级别 周元的实力固然很强 但跟圣子间的差距 根本没那么容易就弥补吧 周元 周元应该是打算拖延时间 绿罗想了想便解到 对方有两位圣子闯入 凭那赵竹根本不可能阻拦 只要他能够拖住一些时间 说不定赵竹就能够打败那位圣子 公婉玉手顶着光洁玉润的下巴微笑道 想法倒是不错 但有一点你却是要说错了 那池雷在圣宫十六位圣子中 排名十二 那赵竹在苍玄宗十大圣子中 却是最后一名 所以就怕那周元拼了命地坚守 最终也只能绝望地双双落败 绿罗文言 大眼睛之中的忧色 也不由得变得更浓了 有些说不出话了 眼下这般局面啊 苍玄宗已是落入下风 接下来就看楚清要如何取舍了 公婉也是有些惋惜 取舍的话 无非便是放弃独占这座七彩宝地 让得圣公也来咬上一口 但以圣公那种霸道性子 到时候恐怕还会得寸进尺 如此一来 反而令得苍玄宗颜面损失更大 毕竟前些时候 圣公也开辟出了一座七彩宝地 可最终的结果是 其他宗门都未能在其中占到丝毫的便宜 所以这两者相比的话 高低利剑 骨口之上 赵竹望着那走出来的周园 面色也是微扁 怒声道 滚开 这里不是你能插手的 虽然他对于周园也是百般看不顺眼 但眼下这种局面 周园如果被那柴银斩杀的话 对于苍玄宗而言 可不是什么好消息 柴银见状 倾向一声 既然逞了英雄站了出来 哪还能给我缩回去 迟雷 那赵竹交给你了 柴银挥了挥手 然后便是面带微笑地盯着周园而去 那自其体内生疼而起的元气 也是在此时变得越来越狂暴 一股淡淡的杀意 弥漫开来 赵竹见状 面旁阴沉 就要出手 不过他还未曾有什么动作 便是感觉到前方 有着雄魂的元气攻势 暴射而来 带起阴暴阵阵 赵竹不敢怠慢 袖袍一挥 便是有着风锐剑气呼啸而出 将那笼罩而来的元气攻势 尽数地抵御而下 他眼神阴翼地盯着前方 只见到那里 池雷冲着他咧嘴笑了笑 赵竹 待在这里不要动 不然的话 今日吃苦头的只会是你 赵竹深吸一口气 那你就来试试 声音落下的瞬间 他身影一时暴射而出 见光胡笑 直接是对着那池雷发动了攻势 眼下的局面 周园那里已是顾不得了 只能希望那小子命大 不至于两三下就被弄死 他这边尽全力地与这池雷斗一动 试试能否找寻机会取胜 再去救场 早就想要领教一下 苍玄宗剑来风的剑元气了 那池雷剑壮大笑一声 掌心间元气如闷雷香气 下一刻 也是携带着滔滔元气 暴射而出 直接是与那赵竹 冲撞在一起 双方战成一团 骨口之上 已是变得激烈起来 在那远处的后方元气肆虐时 那柴莹 则是慢悠悠地走向周园 他的唇脚带着玩味的笑意 一步一步地走出 携带着莫大的威势 一股压迫感散发出来 如果换作寻常的首席弟子 恐怕这般威势 根本就不用他出手 就能够将其逼迫地直接跪下 显然 柴莹也打算在那各方宗门的注视下 以最为屈辱的方式 将周园解决掉 周园立于原地 他自然也是感受到了 那自四面八方涌来的强悍压迫 在那等压迫下 连空气都是变得凝质起来 周园的双目微眯 看了那一步步走来的柴莹一眼 也是知晓了后者的意图 这家伙 显然是打算以元气威压 让得他无法承受 直接跪下去 这柴莹的元气 的确是强悍雄混 若是换作其他首席 恐怕还真是无法坚持 但可惜 他周园却不在这一列之中 周园的面色平静 金色的元气在此时 自其体内缓缓地升腾而起 宛如金色的火焰一般 而其体内的血肉 也是在此时震动起来 那种来自外部的强大压力 直接是在此时渐渐地消退 他的元气底蕴 的确不及柴莹 但他还拥有着肉身之力 两者叠加 柴莹试图凭借元气威压 就将他压制地跪下 简直就是痴人说梦 周园的身躯依旧笔直如枪 柴莹的脚步停了下来 他有些讶异地盯着周园 显然是没想到 后者竟然对他的元气 围压毫无反应 倒是有些意思 难怪有胆子 敢站出来逞英雄 原本只想让你跪下便行了 但眼下来看 可能还是需要我亲自动手 那你说 带着我将你双腿打断后 你还能站直吗 划到最后 他的眼神已是陡然森然 下一刻 惊人的黑金色元气 猛然自他的天灵盖冲天而起 威视镇天 在其身后连片的星斗蔓延开来 此时的柴莹气势滔天 他的目光比泥而俯视地盯着周园 双臂抱胸 咧嘴一笑 露出森森白牙 我修炼至今 元气星辰三万八千 告诉我 你想怎么死 第六百一十六章 首战圣子 黑金色的元气 如风暴一般 自柴莹体内爆发而出 那元气充斥着 刚猛凌厉的气息 压迫感十足 元气星辰三万八千 周园的脸庞也是在此时变得认真起来 其他的首席即便是踏入了九重天 可他们的元气底蕴顶多就一万左右 可这柴莹的元气星辰足足是其他首席的一倍之多 圣子底蕴果真不容小觑 现在害怕 现在害怕恐怕已经来不及了 柴莹眼目森冷地盯着周园 显然是将周园的表情变化当成了惧怕之一 他脚掌猛然一跌 顿时间无数道黑金元气咆哮而出 金刚气 无数道黑金色的元气 犹如是化为了万千箭矢 直接是撕裂虚空 铺天盖地地对着周园笼罩而去 柴莹来自圣宫的金圣殿 此殿所修行的元气已钢蒙著称 元气宛如金铁 轻易间便可洞穿山岳 周园望着那无数暴射而来的黑金刚气 眼神微凝 身形迅速虚化 然后犹如一缕青烟暴射而退 哼 逃得了吗 柴莹冷笑 袖袍一动 无数黑金刚气如影随形 周园在暴退的时候 眉心间有着神魂之光闪烁起来 那实境后期的神魂之力 也是在此时被他毫无保留的催动 砰 在其脚下 地面忽然裂开 一面面土墙猛地升起 在那上面缠绕着无形的神魂之力 显然是被周园以神魂脱举而起 砰砰 黑金刚气呼啸而过 一面面土墙直接是被摧枯拉朽般的洞传 不过 黑金刚气也是被消耗了一波 周园身影停了下来 他望着那如复古之躯一般的黑金刚气 双手合拢 嘴巴鼓起 下一刻 暗金色的火焰 自他的嘴中喷发而出 宛如龙溪 天阳火 暗金色的火焰自虚空掠过 连空间都是变得有些扭曲起来 可见其温度之高 火焰与那黑金刚气碰撞 两者没有发出巨声 那无数道黑金刚气 则是在火焰之中悄然的融化 待得火焰消退时 天空都变得清静下来 柴影脚踏元气 立于虚空 他望着这一幕 眼中略过一抹惊讶之色 显然是没想到 他的黑金刚气 竟会被对方烧得一干二净 原本他这般手段 只要一出手 圣子之下几乎无人能当 哼 没想到你还兼修神魂 柴影冷笑道 先前他也是感应到了 周元先是以神魂之力 消耗了他的金刚气 最后才能以那暗金火焰 将其焚烧 不过是些小道而已 真以为能有什么作用吗 柴影双手陡然结印 顿时间黑金元气咆哮而出 直接是在那天空上 形成了一支巨大的黑金巨掌 那巨掌之上 弥漫着刚蒙之气 就算是一座山 都将会被生生地排碎 大黑金掌 显然 这柴影可没有半分 要跟周元玩玩的心态 出手毫不留情 打算以最快的速度 直接将周元斩杀于此 而且经过先前的接触 他也是探明了周元的底细 所以说周元能够在七重天的时候 就具备如此的元气底蕴 极为的优秀 但可惜的是 那万数左右的元气底蕴 根本不在柴影的眼中 黑金巨掌呼啸而下 带起音爆之声 尚未落下 那下方的地面 已是开始塌险 军烈 天地间无数道目光 都是注视着这一幕 眼有金色 显然也都是看出了柴影的杀意 这倒是让得他们 对那周元生起了一些同情心 如此刚蒙可怕的一招落下 就算是一座山 都得化为平地 更何况周元 这柴影 还真是半点留守的打算都没有啊 百花仙宫的公晚感叹道 面对这一位首席 一动手就直接施展元树 这柴影也是个狠角色 你们那位朋友怕是要遭殃了 他看向一旁的左秋轻鱼与绿罗 两女对视一眼没有说话 但眼中浓浓的忧虑倒是掩饰不住 毕竟即便是隔着这么远 他们都能够清晰地感觉到 那柴影的攻势有多可怕 希望周元能有手段抗衡吧 他们轻叹一声 只能如此期望着 在那山谷内外 楚清 李清禅他们也是望着这一幕 面色为宁 孔圣则是眼神有些阴沉 他竟然还不躲避 这是打算硬扛吗 真是愚蠢 若是凭借速度 与柴影纠缠 还能多拖一些时间 如此硬碰 简直找死 妖妖清冷美眸投射而来 红唇微奇 既然无知 那就少说话 孔生一致 还要说话 但瞧得妖妖的目光 感觉他如果再嘲讽周元的话 恐怕后者就要对他出手了 于是他只能冷哼一声 看待会儿你还怎么疼忽他 巨大的黑金巨长从天而降 周元的身影在旗下 显得颇为的渺小 他仰起头 面目也是有些凝重 这就是圣子的力量吗 的确远远地超过了首席 三万八千元气星辰 所催动的元气果然霸道 周元深吸了一口气 但那眼中却并没有任何的聚色 反而有着炽热的跃跃欲试 涌现出来 当周元进入苍玄宗第一天的时候 就被告知圣子的强大 那是整个苍玄天中 所有年轻一辈努力想要达到的层次 那个时候的周元同样也是在想着 什么时候他也能够拥有着 抗衡圣子的力量 一年前的他还并不能给予太准确的回答 可到了今天 周元知道 如今的他已经开始具备了 金色的通天玄焦气缓缓地自周元体内升腾而起 隐隐间可见聚焦在其中盘踞四笑 气腹之内万颗元气星辰绽放出光芒 玉皮 银骨 他嘴巴微张 有着滴滴的声音响起 随着他声音的响起 他的皮肤绽放出浴光 体内骨骼也是开始荧光闪烁 惊险 心脏之间 那滴金色的血液震动起来 金色的血丝蔓延而出 在周元的皮肤之上 金色的光纹浮现出来 令得此时的他略显神秘 此时的他立于地面 尚未有力量催动 脚下的巨石 已是有些无法承受 他体内泄出的力量 开始崩裂出一道道的裂痕 这是周元在踏入金血境后 第一次彻彻底底地 将肉身的力量 毫无保留地催动 他的元气底蕴 的确比不上柴影 但他还有着肉身之力 神魂之力 在那无数道目光的主视下 周元抬头望着那 镇压而下的黑金巨掌 下一刻他长笑出声 脚壮一跺 竟是暴冲而起 他竟是选择主动出击 璀璨金光自周元体内爆发而出 破缘 他无知紧握 只见得雪白的毫毛 自天原笔上蔓延而来 直接是将其拳头缠绕 然后雪白渐渐地化为漆黑色彩 万惊 周元眼神炽热 一拳轰出 隐约间仿佛有着惊银之声 强彻天地 泉下的空间都是渐渐扭曲 在那无数道震惊的目光中 周元挥拳而出 直接是与那 从天而降的黑金巨掌 重重 相撞 第617章 极度膨胀 在那无数道震动的目光注视下 天空之上 周元携带着磅礴之势 暴冲而起 一拳轰出 与那黑金巨掌 重重碰撞在一起 碰撞的那一瞬间 整个天地 仿佛都是为之一净 紧接着 惊天洞地般的巨声响彻 恐怖的力量冲击波 如风暴一般的肆虐开来 满天的空气在此时被驱逐 犹如是形成了一片真空地带 周围一些高耸入云般的山峰 更是被那冲击波 生生地震碎开来 那等破坏力 看得无数人 暗暗咋舍 天空上 那与黑金巨掌相碰的周元 微微凝制了树席 其身影猛地暴射而下 身躯在半空中急转 最后落地 双掌死透地面 顿时将地面上撕裂出两道 长达千丈的深深痕迹 烟尘弥漫 将他的身影都是遮盖 无数道视线投射而来 那小子不会直接被拍死了吧 未必不可能啊 如此莽撞地直接迎上 他当他是圣子吗 在那诸多窃窃思语间 那弥漫的烟尘渐渐地消退 周元的身影已是再度浮现出来 只见得此时的他 双掌伸入地面 双臂上的衣袖炸裂开来 在那皮肤上 金色的光纹若隐若现 显得格外的神秘 他的身躯表面 倒是有这一些血痕 不过血痕呢 都是在以惊人的速度恢复着 除此以外 他周身涌动的元气 依旧雄厚 体内的生疼生机 也是依旧旺盛 众人想象中的 那被一掌拍杀的情况 竟然并没有出现 天底间有着 嘀嘀的哗然声响起 显然他们也是没想到 周元在与那柴银硬碰一击后 竟然并没有多少的损伤 周元对于那些目光并没有理会 他只是抬起头 双目凌厉地盯着那 悬浮在天空上的黑金巨掌 在其目光注视下 只见的那悬空的黑金巨掌 竟是在此时 崩裂出无数裂痕 最后轰然爆炸 化为无数黑金色的光点 那黑金巨掌 竟是碎了 黑金光点漫天飘舞 柴银的面色 渐渐地变得阴沉 那盯着周元的眼中满是杀意 好小子 真是低估你了 柴银森然道 他没想到 周元竟然在正面的碰撞中 硬接下了他这等攻势 周元的元气底蕴远不及他 按理来说 根本不可能接得下他这道攻势 毕竟差距太大 但柴银没想到的是 周元的肉身 竟然也是强悍到了一种惊人的程度 若是单独而言 不论是周元的元气修为 肉身或者神魂修为 柴银其实都不会放在眼中 可一旦这三者集合于一身的时候 那种力量就连柴银都是吃惊不消 按照柴银的预估 当周元将这一切的力量 统合起来的时候 就算是面对着圣子 他都拥有了正面交锋的资本 最起码他不会被压制了 这个家伙 敢以首席的身份 掺和圣子间的战斗 果然是有些能耐 而此时 天地间其他那些视线 也是有些震动的 望着那漫天黑金光点 显然同样没想到 周元接下了柴银的必杀一击 远处 百花仙宫的宫婉 眺望着这一幕 他那漂亮的脸蛋上 浮现出一抹惊奇之色 这小子可以啊 周元本身的元气底蕴 对于他这太出镜七重天而言 的确是非常优秀了 但龚婉知道 这还是跟柴银没法比 所以 他不明白周元哪来的勇气 跟柴银正面应平 然而知道此时 他方才恍然大悟 周元元气底蕴 的确不够 既然如此 那就用其他的力量来凑 他自然是看了出来 周元能够正面接住柴银的一击 是因为他将元气 肉身 神魂的三种力量 同时催动 论单一力量 他的确不是柴银的对手 可当这三种力量汇合时 柴银想要取得碾压的效果 可就没那么容易了 百花仙宫 其他的那些圣子 也是美目惊异 想来还是第一次见到 在太出镜时 就兼修了元气 肉身 神魂的人 这家伙有这么多的经历吗 左丘青鱼与绿罗 自是悄悄地松了一口气 周元果然还是他们所认识的那个周元 形势总有他的把握 不会鲁莽 不过 这家伙还真是让人意外啊 原本以为打败赵金 已经够让人惊奇了 没想到 即便是那个时候 他也未曾暴露所有的实力 短短不到两年的时间 这个与他们一同来到盛州大陆的少年 不知不觉 已是达到了让人惊叹的层次 不过你们也别高兴得太早 虽说他借助三种力量 能够勉强与柴银抗衡 但同时操纵三股力量 极为消耗精力 而柴银只需操控元气 所以持久下去 周元必然不敌 瞧得他们的神色 宫晚缓缓地出声 给他们泼了盆冷水 眼下他这般取巧方式 只能说具备了拖延时间的资格 至于能拖多久 或许就得看他的本事了 当楚清 李清禅他们见到这一幕的时候 微微紧绷的面旁 终于是在此时松缓下来 这是筋血镜 没想到他的肉身 修炼到这种层次了 红牙峰的商春秋 精益地盯着周元身体表面的金色纹路 这倒是有些像我们红牙峰的玄圣体 但周元怎么可能会 显然 他并不知道周元修炼的 是玄圣体的简化版本 小玄圣体 孔圣也是愣了片刻 显然这般结果他也没想到 不过这倒是令得他面色缓和了一些 所以说周元和他们见来风不对路 但不管如何 眼下他们都是代表着苍玄宗 所以他自然也希望周元能有优势 眼下这般局面 他倒是有了和柴营拖延时间的资格 只要接下来他别犯蠢 继续无脑硬碰 应该能多拖一些时间 不过 就在孔圣声音刚落的时候 所有人都是见到 周元忽然缓缓地蹲下身子 他的双掌似乎是紧贴地面 然后他抬起头 眼神如鹰损般地锁定了天空上 面色阴沉的柴营 他的眼瞳中有着炽热的战意 圣公的圣子 接下来你来接我一击试试 孔圣听到此话 面旁就黑了下来 这个蠢货 眼下拖延时间就好了 竟然还膨胀到要去挑衅柴营 真当人家的圣子实力是摆设吗 第618掌 超越极限 当周元的身躯低幅 双掌撑住地面的时候 他的声音也是传荡开来 他这副姿态 竟然是打算主动进攻了 这倒是在天地间 引起了诸多的哗然声 想来都没料到 苍玄宗这位首席 竟然如此地刚烈 只不过眼下这种时候 这么刚烈地选择硬碰 恐怕并不是什么好的选择吧 这小子有必要这么刚猛吗 百花仙公那位公丸也是惊恶出声 玄疾忍不住地摇摇头 唉 这也太膨胀了 硬碰得越多 他的三股力量也会消耗得越大 到时候一旦一股力量出现疲软 就会造成雪崩般的后果 公丸柳梅微粗 眸子中略过一丝失望 先前周园的表现 还让得他有些刮目相看 怎么稍稍得势 便是没了自知之明 眼下最为理智的做法 应该是采取迂回 与柴营缠斗 将时间拖延下来 而不是这样鲁莽的选择 大量消耗自身力量 与柴营硬拼 毕竟他年轻了 在这么多人面前被柴营压制 觉得颜面无光 想要找回场子 百花仙宫 其他的女圣子也是摇了摇头 听得旁边众圣子的话 左丘轻鱼与绿罗面面相去 旋即轻鱼轻咬红唇 周园不是这么鲁莽的人 既然他这么做 应该是有着他的打算 龚婉淡笑 什么打算 难道他还真想直接击败柴营吗 虽然周园凭借着三股力量的联合 拥有了与柴营正面交手的资格 但如果说周园想要打败柴营的话 就算是他这三股力量 依旧还做不到 这一点 龚婉看得比谁都清楚 天空上 柴营也是眼神冷漠地盯着下方的周园 嘴角掀起一抹讥讽的弧度 他双臂抱凶 周园这种行为正合他意 真是不治天高地厚的东西 真以为我会怕你的三道 勉强如何的力量吗 也罢 接下来就让你知晓 你的想法是多么的愚蠢 在那下方地面上 周园身躯低幅 双掌贴于地面之上 他的面色异常的平静 他也并没有理会 那无数道不解与嘲讽的目光 他当然没有膨胀 因为他也很清楚 如果他选择缠斗的话 就算是柴营也奈何不得他 但没人能想到的是 周园的目的可并非是与柴营纠缠 他是想要一块磨刀石 来测试自身实力的极限 而眼前的柴营是一个近乎完美的试验对象 或许在其他人看来 周园即便是将三种力量联合 也仅仅只能做到与柴营纠缠 却不可能将其击败 但周园自身却是知晓 那是他们不明白他所拥有的手段 周园的手掌按着地面 双目渐渐地闭拢 掌心血肉间有着神秘光芒浮现 地圣门缓缓地浮现出来 与地面接触 大地仿佛是在此时震动了一下 下一刻 地面上犹如是有着巨大的涟漪 以周园为源头猛地爆发开来 方圆百里的大地都是开始震动 大地中澎湃的大地元气呼啸而来 最后顺着周园的手掌 疯狂地涌入他的体内 于是周园的身体表面 开始有着神秘的仓皇之色浮现出来 那一对双铜也是渐渐地化为仓皇之色 古老而厚重 那自他体内爆发出来的元气威压 在此时以一种惊人的速度节节攀升 突如其来的一幕 让得无数人面色猛的一变 一道道目光有些不可思议地盯着周园的身影 显然是不明白他为何突然间力量暴涨 天空上柴银的瞳孔也是微微一缩 面色有些阴沉地盯着周园的身影 此时后者身上散发的元气威压 已是让得他开始渐渐地感觉到了一些危险 这个家伙究竟用了什么手段 怎么一下子体内的元气变强了 柴银面色变换不定 最终他的眼中有着很大浮现出来 不管如何先将他斩杀 柴银双手猛然合拢 黑金色的元气咆哮而出 竟是在那虚空之上凝聚形成了一柄 约摸千丈左右的黑金长矛 长矛之上闪烁着森森寒光 柴银袖袍一挥 黑金长矛顿时撕裂空气 带起阴暴之声 化为一道黑光狠狠地对着下风的周园 暴射而去 虽然不知道周园在做什么 但柴银知道他必须将其打断 长矛暴射而下 不过就在距离周园上还有十丈距离时 周园的体内忽有仓皇元气涌出 化为光幕将周园笼罩 砰 长矛重重地撞击在那仓皇色的元气光照上 涟漪急促地爆发 树袭后黑色的长矛猛然炸裂 化为漫天光点 柴银眼神一凝 旋即他冷哼一声 体内元气源源不断地涌出 直接是在其上方化为了一柄柄的黑金长矛 下一瞬 树白饼长矛暴射而下 那等公使看得无数人头皮发麻 每一饼长矛都足以秒杀任何一位首席 如今树百枚起发 就算是同等级的圣子 怕是都要避让 树百枚痕金长矛 铺天盖地地轰击在那仓皇色的光幕上 不断地将其轰击出连依 而光幕也是开始迅速地变得稀薄 显然是有些无法抵挡柴银这种疯狂的攻击 不过 在那无数人为摇摇欲坠的光幕而心惊胆战时 周元切依旧是双目微臂 手掌触及地面 因为他在竭尽全力地催动着地圣门 他想要尝试如今的地圣门的极限 上一次斩杀范妖时 周元动用了地圣门 但那几乎只是稍稍催动 那所汲取而来的大地元气 便是轻易地秒杀了范妖 当时周元汲取了约摸百里范围的大地元气 而现在 这个范围已经达到了两百里 那大地中 厚重而神秘的大地元气 如同地龙一般自四面八方呼啸而来 涌入他的体内 周元浑身的血肉在剧烈的震荡 这让得他有些庆幸 还好此前他达到了筋血境 肉身再度增强 不然的话 恐怕根本难以承受这种狂暴的力量 不过两百里 似乎还并不是极限 周元深吸一口气 地圣门的范围在迅速地扩散 两百三十里 两百五十里 越来越多澎湃的大地元气 疯狂地涌入体内 而在那上面 无数的黑金长矛撕裂 长空暴湿而至 元气光幕越来越稀薄 无数望着此处的视线 都是为周元捏了一把汗 天空上 柴银的面色越来越阴沉 他死死地盯着下方那道身影 在他的头顶上 一柄黑金长矛缓缓凝聚 只不过这一柄长矛上 有着一缕缕的血红之色 一股无法形容的灵力气息 散发出来 灭金矛 柴银深吸一口气 眼神阴寒 袖炮猛然一挥 空气爆炸 那道犹如燃血般的金矛 宛如是洞穿了虚空 一个闪烁便是出现在了周元上空 重重地与那光照相碰 藏黄色的光照 终于是在此时应声破碎 无数道视线暗暗摇头 那周元怕是死定了 燃血的金矛烘碎光照 去世丝毫不减 直接是在那诸多凝重的目光中 狠狠地对着周元脑袋 暴视而去 不过就在那燃血金矛即将刺下的那一瞬 一只修长的手掌凭空地出现 然后猛然卧下 空间仿佛都是在那一瞬扭曲了一下 燃血金矛那锋利的毛尖 在距离周元眉心仅有寸许的位置停滞了下来 狂暴地进风将周元的头发震得飞舞起来 在那无数道惊骇的目光中 周元缓缓地抬起头 苍黄色的眼瞳默然地注视着天空上的柴影 手掌猛然一用力 染金长矛便是暴碎开来 化为无数光点 光点在周元的眼前升起 他盯着那面色阴沉的柴影 呼地露出森森白芽 圣公的圣子就这点能耐吗 若你真只有这点能耐 那今日我可就要斩圣子了 当其声落的那一瞬 一股让得无数人动容的澎湃气势 自他的体内轰然爆发 第619章 仓皇聚焦 澎湃的元气波动 宛如喷发的火山一般 源源不断地自周元体内爆发出来 在其脚下有着裂痕蔓延开 此时的周元 浑身的元气波动强悍的可怕 因为他催动着地圣纹 汲取了将近三百里大地中的元气 那是当初斩杀泛妖时的足足三倍 澎湃的大地元气 在周元体内流淌呼啸 大地元气厚重无比 那种冲刷直接是令得周元的皮肤不断地崩裂 不过好在的是周元如今的肉身也是变得更强 所以血痕一出现便是迅速地被修复 周元浑身一跑鼓动 头发飞舞 他仓皇的眼瞳锁定了天空上面子阴沉的柴蝇 眼中有着冰冷的沙翼掠光 天空上柴蝇盯着周元的眼中也是掠过惊疑之色 因为从此时的后者身上 他感觉到了真正的威胁 这家伙为何元气暴涨得如此惊人 从没听说过沧玄宗有这等诡异元术啊 柴蝇面色阴晴不定 心中满是惊疑 不过这般情绪他很快就收敛起来 眼下重要的不是周元的手段 而是要将他给镇压下去 想要斩杀我 真是好大的口气 柴蝇冷笑出声 虽说周元此时气势惊人 但想要将他吓倒也没那么容易 他可知晓 如果他真的在这里败给了周元 到时候别人就会说 圣公的圣子竟然连沧玄宗的首席都打不过 那对于圣公名声可谓是极大的打击 所以不论如何 今日他都必须将周元斩杀于此 柴蝇手掌缓缓缓地抬起 雄魂强悍宛如洪流一般 自他的体内涌出 黑金色的元气遮天蔽日 同样是有着磅礴之势 能够成为圣公最为年轻的圣子 柴蝇的实力自然也是非同凡相 我今日倒是要看看 究竟是谁斩杀谁 柴蝇语气森然 杀意弥漫 周元望着那气势凶悍的柴蝇 面无表情 没有说话 他的双掌猛然合拢 发出清脆的声响 在他的体内 有着惊人的元气沸腾起来 最后他的嘴巴一点点的鼓起 隐约有着苍黄色的光子迸发出来 弥漫着危险的气息 在其周身的空间 都是在此时渐渐的扭曲 显然是因为其体内 那股狂暴无比的力量所导致 天地间无数道骇然的目光投射而来 都察觉到了周元即将发动的可怕攻势 天空上柴蝇的瞳孔也是微微一锁 地上闻 苍娇近 低沉的声音 在这一刻自周元的心中猛的爆合而起 他那鼓道极致的嘴巴猛然张开 下一瞬只见的浩浩荡荡的苍黄洪流咆哮而出 那洪流之中竟是可见一头巨大的苍黄之交 那苍黄巨交仰天思笑惊天动地 那巨交略显熟悉 赫然是周元催动自身的通天玄交气时 方才会出现的异象 显然周元竟然是将那大地元气 与他的通天玄交气融合在了一起 如此一来 两者的威能顿时大胀 苍黄巨交咆哮而出 速度快若奔雷 气势磅礴凶悍 直扑柴莹而去 而柴莹望着那气势汹汹而来的巨交 面色也是巨变 他先前就知晓周元的反扑必然凶猛 但没想到还是超出了他的意料 但柴莹也知晓 现在的他不可后退 他必须以视如破竹般的姿态 直接撕裂周元所有的攻势 只有这样才能够维持住他的颜面 萧萧首席 朕当本圣子拒你不成 柴莹眼神阴寒 他知道此事已经不能再有所保留 当即深吸一口气 他的嘴巴微张 只见那黑金光芒缓缓地升起 最后一枚约摸婴儿拳头大小的黑色金丹 自他的嘴中冒了出来 黑色金丹之上 有着玄傲的纹路 看似体积不大 但当其出现时 空间也是若有若无地扭曲起来 而此时 天地间那各方的势力 也是见到了这一幕 当即有着惊呼声传来 那是金圣殿的最强之术 黑金丹 百花仙宫处 宫完也是美眸微宁 缓缓地说 这柴莹 竟然将所修的黑金丹都寄了出来 看来是真的被逼急了 圣公金圣殿 有一阵殿之术 便是名为黑金丹 以元气运养 化为丹形 不断地将元气压缩而尽 若是欲敌 可催动金丹 金丹之力可遂山河 不过 黑金丹是金圣殿弟子的力量源泉 一般如果不是最紧要关头 都不敢轻易地挤出 生怕被伤及 然后动摇跟机 能够将金圣殿的圣子逼到这一步 这周元 已经算是让人刮目相看了 公婉看向左秋青鱼与绿罗 不过麻烦也来了 既然那柴莹寄出了黑金丹 那就真是不死不休了 那周元 真的能挡住黑金丹之力吗 对于这一点 就算是公婉 也是抱着怀疑的态度 黑金丹漂浮在柴莹的面前 她的眼中满是森然与杀意 下一刻 她袖袍一挥 只见的那黑金丹 便是绽放出黑色的光运 下一瞬呼啸而出 轰 当黑金丹掠出时 空气尽数地爆炸 虚空都是开始变得有些扭曲 黑金色的元气 自其中冒出来 宛如是一道划过天际的陨石 足以毁天灭地 显然 柴莹心中的杀意 已是暴涨到极致 根本不打算有任何的花鞘 直接寄出黑金丹 将周元彻彻底底地抹杀 于是 在那无数道目光的注视下 仓皇聚焦咆哮而上 黑色金丹宛如陨石降落 气势皆是凶寒到了极致 最终 两者碰撞 宛如天雷地火爆发 无法形容的冲击波自虚空横扫开来 所过之处山月崩塌 临海摧毁 那种毁灭般的冲击 持续了足足数分钟的时间 终于是渐渐地消散而去 无数道视线 死死地投射而来 只见得在那天空上 巨大的仓皇聚焦已经消散 唯有一颗黑色的金丹 静静地悬浮于虚空 见到这一幕 那些圣公的弟子 皆是如是重负地松了一口气 看这般模样 那周元的攻势 显然是被黑金丹所破 天空上 柴营的脸庞 同样是有着猙獰之色浮现出来 小子 你这下子 还拿什么够狂 他森然地盯着周元 然后手掌一抬 就要将黑金丹收回 不过 就在他抬手的那一瞬间 天地间 似是有着一道细微的咔嚓声响起 那道声音虽然细微无比 但柴营的瞳孔 却是猛地一挫 面旁僵硬 他的眼神 惊骇无比地盯着 悬浮在天空上的黑金丹 然后下一刻 他便是见到细微的裂痕 自黑金丹上 缓缓蔓延开来 这般时候 那无数道视线也是有所察觉 于是他们的嘴巴 也是在此时缓缓地张大 眼瞳之中 骇然之色疯狂涌出来 整个天地一片死寂 黑金丹竟然碎了 第六百二十章 心计圣子 细密的裂纹 在那无数道惊骇欲绝般的目光中 自黑色金丹上缓缓地浮现 而裂痕蔓延到极致时 黑色金丹终于是承受到了极致 最终 最终轰然炸裂 居声响彻 黑色的光点铺天盖地地爆发出来 宛如是一场烟火 随之而来的 还有着那肆虐不停的元气风暴 整个天地寂静无声 一道道目光 近乎呆滞地望着那漫天的黑色光点 谁都没想到 柴银的黑金丹竟然在此时碎裂了 显然 先前与周元的那次凶悍对碰中 虽说抵御下了周元的攻击 但黑金丹也付出了无法想象的代价 山谷外 楚清 李清禅 孔圣等苍玄宗的圣子 同样是眼神有些震撼地望着这一幕 这种结果 事前根本不会有人意料到 这 李清禅美眸闪烁着惊异之光 她盯着周元的身影 绝美的容颜 渐渐地有些复杂之色涌起来 当初对于妖妖与周元的关系 她总是抱着一些不平衡的心态 因为妖妖太优秀了 而与妖妖相比 周元无疑就显得暗淡了许多 即便她的战绩也相当的不错 所以李清禅一直很疑惑 妖妖为何看得上周元的 但直到今日 她方才真正地明白 那个少年体内所拥有的潜力 她根本就无法想象 李清禅看向妖妖的方向 此时的她倒没有什么动容之色 只是红唇微微扬起了一抹浅浅的笑意 清澈空灵的眸子 凝视着那道修长的身影 那般模样 似乎全世界都不相信周元 但她却始终是对她有着信心一般 楚清盯着周元的身影 感叹一声 咱们这位师弟啊 可真是不简单啊 经此一战 我苍玄宗圣子之位 当再多也 周元用实力证明了自己 眼下这般时刻 没有人再能够说出 半句质疑的话来 就算是孔圣 都是沉默下来 因为她的眼中 同样是不满着震动 而与楚清等人的震动感叹相比 那山谷之外的天空上 圣公的人马 却是面色一个比一个难看 就连江泰神 脸庞上时刻挂着的从容笑容 都是在此时缓缓地收敛 她的眼目 盯着远处那道年轻的身影 眼中有着漠然之光闪烁 真是没用的东西 瞻台青柳眉微醋 淡淡地说 江泰神诞生的 看来此人 倒是有着几分玄妙手段 难怪会惹得公主乏眼 金蝉子眼神锋利地盯着周元的身影 不过 不管她如何蹦的 她都将会是我圣公接下求我 既然公主都已经亲自下过命令了 那她们不论如何 都必须将周元勤回圣宫 江泰神与詹台青也是勤手微点 虽说周元先前的表现极其的惊艳 但以她们三人的身份 要说这能够让她们生出什么忌惮之心 那就实在是虚假了一些 山谷远处 各方人马则是处于震动间 百花仙公那位公丸 也是美目微宁 微微沉默 想来这一幕也是出乎了她的意料 一旁的其他那些女圣子也是面面相去 眼中满是惊恶之色 这 她怎么可能打碎掉柴蝇的黑金丹 一名女圣子忍不住地说 柴蝇虽然在圣公圣子居没 但她的实力依旧不可小觑 想要打碎其黑金丹 那就说明先前周元的那一道公使之强 甚至是超出了黑金丹的承受极限 而这一点 放眼他们百花仙公的圣子 能够做到的恐怕也是屈指可数 但周元 这是苍玄宗的一位首席 他们面容震撼 然后的目光便是看向左秋青鱼与绿罗 最终一声感叹 这小小的苍茫大陆 怎么这一次竟是出了这么多妖孽 左秋青鱼与绿罗 在百花仙公也是表现得极为出色 虽然不及眼前的周元 但假以时日必然也能登上圣子之位 所以他们发现 这一次从那苍茫大陆走出来的少年少女们 竟都是如此的出彩 左秋青鱼与绿罗互相看看 其实他们的眼中也满是恶然之色 显然这种结果也不是他们所想象的那样 在他们看来 周元能够与那柴银互相纠缠 就已经是极其的厉害了 他们从未想过周元能够生生地 将对方的黑金丹打碎 这家伙 左秋青鱼小手顶着光洁的下巴 然后对绿罗说 真的是越来越变态了 绿罗也是用力地点点头 表示赞同 在那无数道震撼的目光中 周元也是抬头望着那漫天的黑色光点 此时的他深深地吐了一口气 在其身体表面 苍黄色的气流缓缓地生起 他的体内犹如是在沸腾 那是先前大地元气太过的凶寒 导致体内也是被撕裂的千疮百孔 不过好在的是 他的肉身踏入了筋血境 同时 他以轻木痕若隐若现 散发着雄魂升级 修复着体内的创伤 这地圣纹汲取而来的大地元气 太过的厚重霸道 对于肉身的要求极为严苛 经过这两次的施展 周元对于这地圣纹 也是愈发的了解 那大地间的元气 经过压缩锤炼 厚重的无法形容 所以如果没有强横的肉身 根本就难以承受 而汲取三百里的大地元气 是现在周元所能够承受的极限 若是再多的话 恐怕他的肉身 将会被生生地撑爆 忍受着体内的剧痛 周元的目光投向了天空上 柴蝇的身体 柴蝇的目光 呆滞地望着那漫天的黑色光点 他的身躯在颤抖着 最终鲜血自他的嘴中狂喷而出 他浑身涌动的元气波动 也是在此时以惊人的速度 尾移下来 不可能 不可能 他的嘴中 鲜血与嘶哑的声音不断地传出 显然 这种结果他根本就无法接受 他无法想象 他竟然败在了苍玄宗 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首席手中 黑金单是他多年苦修 如今碎裂 他的修为 也是被毁了一半 上公的上子 在那下方 周元眼神如刀锋般地盯着柴蝇 看来我这里 你今日是过不了了 当周元此话落下时 天空上 那柴蝇体内气血再也压制不住 一口鲜血喷出 眼前一黑 便是在那无数道震撼的目光中 从天再落 这场圣公圣子 与苍玄宗首席之战 最终的结果 出乎了 所有人的意料 第621章 圣公退走 柴蝇的身影从天而降 重重地落地 自身黑金丹破碎 柴蝇显然是遭受到了难以想象的重创 如今 他体内元气萎靡 显然是再无战斗之力 无数道目光 沉默地望着那坠落而下 不知死活的身影 整个天地 依旧是那般的死寂 一道道实现 汇聚向那道身形挺拔而立 面容平静的年轻身影 这一次 那些各方人马的目光中 显然是多出了一些忌惮之意 即便是各宗的圣子 都是在此时收敛了原本的那种 居高临下 对于周元之前的战绩 各宗圣子之前也是有所耳闻 但也就仅此而已了 因为在他们看来 那不过是首席之间的争斗而已 对他们而言没有任何的意义 就犹如狮虎根本不会在意 豺狼之间的死杀 但此时此刻 他们不得不收敛了那种居高临下 因为他们明白过来 这头他们眼中的年轻豺狼 同样是拥有着搏杀狮虎的力量 周元 这个苍玄宗的首席已经堪比圣子 这些年中 他们还是第一次遇见 一位首席竟然能够在正面的战斗中 搏杀一位圣子 这一刻 那些各宗的圣子 方才是真正的开始重视起周元来 因为他们知道 如果他们再不重视的话 说不得下次遇上时 那柴营的下场就是他们的前程之间 当柴营不知死活的坠落时 谷口另外一处的战场 也是变得有些尴尬起来 那是赵竹与池雷 而此时 无论是赵竹还是池雷 都是面色僵硬地望着那个方向 眼中的惊骇之色 简直让得两人忽然有点惺惺相惜起来 显然 两人都是有些无法接受这种结果 在之前 周元毛遂自荐地 想要成为后部镇守时 赵竹最为的反对 因为在他看来 周元纯粹是想要来混贡献 这种圣子间的争锋 周元一个首席 哪来的资格 所以在之前柴营冲向周元时 赵竹几乎都已是认定周元下场不妙 但他也是没有什么办法 毕竟他同样被缠得分不了心 然而他怎么都没想到 当他这边还在竭尽全力地应对池雷的时候 那另外一边的战场 却是已经开始出现了胜负 而且那个结果 还是他根本不敢想象的 他怎么可能打败柴营 同样的话语 几乎是不约而同的 自赵竹与池雷的嘴中吐出 不过赵竹是震惊与难以置信 而池雷那边则是多了一丝惊恐之意 眼下的局面 顷刻间就脱离了他们的掌控 原本他们的打算是柴营迅速地解决掉周元 然后便可与他联手做掉赵竹 到时候 整个局面的主动性 都会落到他们圣公的手中 苍玄宗不得不服软低头 可如今局面出现了偏差 赵英不仅没解决掉周元 反而是被解决了 于是他们的计划彻底失败 池雷额头上有着冷汗浮现 再也不敢主动地进攻赵竹 反而是开始退后 目光戒备地看向周元与赵竹两人 远处 周元带得体内沸腾般的气血渐渐地平息 然后张嘴吐出一团血沫 身体中依旧有着刺痛传出 若是换作常人 此时恐怕早已没了战斗之力 不过好在周元修炼了太义清木痕 浓浓的生机自体内弥漫 迅速地修复着伤势 他抬起头来 目光锁定了远处的池雷 然后身心一动 几个闪烁间就已出现在了赵竹身旁 赵竹圣子 还没解决呢 周元淡笑一声问 赵竹面色微微发青 哼了一声 如果是以往的话 他必然会呵斥 但此时他却是明白过来 如今的周元已经不再是之前的首席了 当他战胜柴营的那一刻 他就拥有了成为苍玄宗圣子的资格 所以在身份地位上 周元已不比他差 他已经没有了任何可以轻视周元的资本 不论是实力还是身份 那池雷瞧得周元来到 面色更为的凝重 周身元气涌动 警惕十足 不过 周元只是瞧了他一眼 并没有直接出手 而是抬头将目光看向楚清他们所在的方向 因为到了现在 局面已是极为的清晰了 如果圣公不想要将柴营与池雷 都是栽在这里的话 那么他们就该服软了 楚清桥的周元的目光投射而来 也是轻轻点头 旋即视线转向姐姐之外的江太神 叹了口气 唉 江太神 真是不好意思 看来你费尽心机送进去的两位圣子 没能完成你的任务 江太神眼皮微垂 面色淡漠 楚清 你未免太得意了一些吧 楚清笑笑 神色懒散 接下来该怎么做 你们自己做选择吧 如果还想继续打 我苍玄宗奉陪便是 如今的局面 主动性落到了他们苍玄宗的手中 圣公如果继续纠缠下去 除非他们真要直接不顾一切的死壳 但此处各宗云集 在暗处忽视眈眈 恐怕圣公并没有死壳的勇气 所以 江太神才打算施展手段 将柴盈 持雷二人送入进去 试图从内部打破 令得苍玄宗服软 只是可惜的是 他的打算 如今尽数地落空了 如果圣公还打算继续地拖下去 持雷与柴盈两位圣子 必然是会损失掉了 其实他们的死活 江太神并不是特别的在意 只是就算他们死了 也不会令得他们圣公眼下的局面 变好一份 江太神双目微闭 片刻后缓缓地睁开 然后 脸庞上的微笑再度浮现 诞生到 楚清 这一次 我们圣公认在了 这座七彩宝地 与我圣公无缘 他倒也是果断之人 知晓脱下去也是无用 既然如此 那就选择放弃吧 圣公其他的圣子 皆是面色不甘 但却不敢忤逆江太神之意 于是只能渐渐地收敛了元气 因为他们同样明白 今日这场七彩宝地争夺 他们圣公已是落入下风 楚清健壮 也是轻笑一声 既然如此 那你们便退走吧 待他结束后 你们这两位圣子 我苍玄宗自会放回 江太神面容平静 并没有多说什么 只是那目光 呼地投向了 谷中周元的身影 他双目萎靡 周元是吗 不错 今日之事 我圣公记下了 话音落下 他直接是转身 脚踏元气掠空而去 根本没有理会那 持雷与被重创的柴影 他倒也并不担心 苍玄宗杀了两人 因为正如他不想在这里 和苍玄宗死壳一样 苍玄宗同样不敢 真的激怒他们 展台青转身跟上 金蝉子那金色树桐 远远地盯着周元 眼中的森冷与残酷之色 丝毫不加掩饰 周元 希望你能活着走出 这悬缘洞天 他淡漠一笑 言语之间的杀意 几乎是掩饰不住的席卷而出 旋即 他也是转身而去 于是短短不过数十戏的时间 那圣公的人马 便是退得干干净净 随着圣公的退去 这片山里间隐匿的各宗人马 也是有些遗憾 他们明白 连圣公都杀于而归 这座七彩宝地 已经无人能够染指了 于是那些各宗人马 也是开始退走 不过 在临走之前 那些目光 皆是投向山谷中 那一道修长挺拔的年轻身影 他们知晓 今日之后 周元之名将传遍各宗 苍玄宗新圣子 周元 第622章 独占七彩 伴随着各宗的人马悄然退走 这片天地间剑拔弩张的气氛 顿时一点点的消散 涌动的暗流 也是随之消失 楚清 李清禅 他们望着圣公退走的方向 也是轻轻地吐了一口气 虽说如今局面 他们掌握着主动 但如果圣公真要死壳 那还真是一件麻烦的事情 不过好在的是 以江台神的理智 不太可能做出这种鱼丝网破的事情 姐姐继续保持 楚清看向妖妖的方向 虽然圣公此时退走 但他们也不能完全地放松警惕 万一有人暗中潜入捣乱 已是极其麻烦的事情 妖妖玉手握着原文笔 笔尖有着神魂之光凝聚 轻轻抖动一下 顿时有着一道道原文浮现出来 与面前的结界融合 结界荡漾出涟漪 璀璨的光芒则是稍稍地收敛起来 如今的结界 暂时地处于防御状态 元气消耗减少 不过一旦遇见情况的话 就可立即将其唤醒 楚清等圣子见状 这才身影略下 离开了结界节点所在 来到了谷口 此时 那圣公的池雷 面色阴晴不定地 望着诸多藏玄宗圣子围来 眼中也是有点惊慌 连连后退 楚清笑眯眯地看了他一眼 赵竹 去江滩元气疯了吧 赵竹闻言 便是走向池雷 池雷眼神变幻 不过最终在苍玄宗 众圣子的虎视眈眈下 也不敢反抗 只能任由赵竹上前 将其体内元气 暂时地封住 如果你老实一点的话 等我们将这座 七彩宝地采集完毕 自会放你离去 若你要耍什么手段的话 那就怪不得我们了 楚清缓缓地说 虽说这池雷成为了人质 不过楚清也明白 他们不太可能 对其做些什么 因为那样 只能彻底激怒圣公 池雷面色阴沉 没有说话 他也明白 现在耍什么手段 都是自讨苦吃 毕竟他手段再多 那也不可能挡得住 这么多苍玄宗的圣子 于是池雷识相地转身离去 走到远处 将那处于昏死之中的 柴银拖了起来 颇有些恼怒地 踢了一脚 丢向一旁 在将池雷安顿后 楚清 李清缠他们 那带着惊奇的目光 方才转向一旁的周园 丑元师弟 你倒是藏得很深啊 楚清笑道 先前周园击碎柴银 黑金丹的力量 寻常圣子都是忌惮非常 你刚才那是什么手段 为何能让自身元气 强到那种程度 这似乎 并非是我苍玄宗的元术 倒是孔盛盯着周园 缓缓问道 周园眉头微皱 淡淡地看了孔盛一眼 没有理会 倒是李清缠红唇微起 孔盛师兄 莫要愉悦了 个人有个人的机缘 我苍玄宗 可并没有只有 修行本宗元术的规矩 其他圣子也是轻轻点头 孔盛面色尴尬了一下 他的确是非常好奇 先前周园 为何能够令自身元气暴涨 所以方才会忍不住地问出来 不过显然 他的问题有些过分了 楚清桥的气氛有些尴尬 连忙笑音音的圆场 周园师弟 你这次可算是出名了 此次周园当着那么多人的面 击败了柴盈 这可谓是惊人的斩绩 可以想象 今日之后 那些个宗对他们 苍玄宗的防备名单中 又将会再多一人 面对着楚清的调侃 周园笑了笑 如果不是楚清师兄 你们将圣公的人拦在外面 哪里能有我来出手表现的机会 这就不用谦虚了 此番你的贡献 的确是不小 如果不是你挺身而出的话 这局面对我们而言可就难了 楚清摆了摆手 先前如果周园未曾站出来 以赵竹的实力 必然不可能抗衡圣公两位圣子 所以定会落败 而赵竹一旦落败 局面对于苍玄宗而言 可就弱势到了极点 那个时候 恐怕楚清也只能选择退让 让圣公在他们发现的这座七彩宝地上 狠狠地咬上一口 其实这种损失也不是不能接受 但更多的还是他们苍玄宗的颜面 这次脱了周园师弟的福 这座七彩宝地 算是我苍玄宗独吞了 楚清大咧咧地拍了拍周园的肩膀 玄疾眼神微向火热地盯着山谷深处 走吧 既然强敌已退 那我们也可进入这座七彩宝地 看看其中究竟有什么机缘吧 此言一出 其他圣子也是面露期待之色 七彩宝地之内极为的丰富 不过原本以为圣公的干扰 他们以为此次只能粗略扫过 但谁能想到最终圣公退走 这就让得他们拥有了足够的时间 将这七彩宝地彻底地挖空 于是一星人留了两位圣子在外镇守 其余人便是以楚清为首 迅速地掠进谷中 周园与妖妖落在队伍后面 后者明眸轻轻地扫了他一眼 唇角有着细微的笑意荡漾 清理至极 又让你出了个大风头 他眸子看了一眼周园的手掌 别人不知道周园使用了什么手段 他却是很清楚 那应该是周园自圣元封主封中 得到的第二道圣文 地圣文 周园感叹一声 唉 我这元气底蕴啊 和圣子相比还是有些差距 他如今弃腹那所凝聚的元气星辰数量 在一万多左右 可这和柴莹相比依旧是差距极大 而且更要知道 柴莹在圣公圣子中可是排名居末 难以想象 如金蝉子那等圣子 元气底蕴又该是何等的雄厚 腰腰浅浅一笑 如今你才只是七重天而已 若是能够再做突破 元气底蕴自然会突飞猛进 七彩宝地颇为不凡 这其中的机缘 你当争取一番 说不得能够助你突破 周元文言也是点点头 眼中有着一些火热浮现 在那六彩宝地中 他正是因为那金色的潭水 才能够突破到金血境 而六彩宝地就已是如此的不普通 所以周元同样非常地好奇与期待 这七彩宝地内又蕴藏着何种的机缘 第六百二十三章 一口吞掉 七彩宝地位于地底 乃是一座巨大如迷宫般的溶洞 周元一行人以楚清为首 进入溶洞 然后便是见到满地铁甲溪的尸体 显然 当吞吞率领着苍玄宗诸多弟子 进入此处时 经历了惨烈的死杀 不过铁甲溪数量虽然不少 但有着吞吞领队 显然是无法对苍玄宗的弟子 造成什么阻碍 众圣子沿着一路的寿施迅速的前行 如此约摸伴住相后 终是渐渐地抵达最深处 因为在这里 还有着极端狂暴的元气波动在爆发 显然是有着激烈战斗爆发 周元他们视线望去 只见得在那巨大的溶洞中 两头庞然大物厮杀在一起 其中一头 自然便是化为战斗形态的吞吞 此时的他 四体踏着元气 微风淋漓 那神秘而威严的气息 不断地自己体内弥漫出来 而与吞吞厮杀的那头庞然大物 则是一头金色的龙溪 生有龙爪 也是凶暴一长 风爪撕裂间 连空间都是被撕裂出道道的痕迹 从那龙溪体内散发出来的元气波动来看 其实力丝毫不比各宗的圣子弱 在吞吞与那龙溪厮杀时 苍玄宗其他弟子则是在清剿着茫茫多的铁甲溪 整个巨大溶洞内都是弥漫着血腥的气息 先帮忙将那些铁甲溪清理了 楚清没有贸然插手吞吞与那龙溪间的战斗 而是打算先清理场面 周元等人皆是点点头 然后急掠而出 落下那些源源不断涌来的铁甲溪 这些铁甲溪的实力 大多都是太出境一重天左右 凭借着数量 才能够与苍玄宗众多弟子纠缠 所以当这些圣子加入后 局面就瞬间呈现一面倒般的屠杀 每一位圣子一出手 便是秒杀了成片的铁甲溪 如此不过短短数分钟的时间 铁甲溪便是被杀破了胆 纷纷开始退走 唐木新金章等首席 此时方才能够喘口气 不过当他们瞧得楚清 周园他们赶来时 皆是围巾 外面不管了吗 虽然他们处于宝地之中 但也是能够想象到外面 必然暗流涌动 绝不可能轻松的 然而眼下连楚清他们 都是跑了进来 这是个什么情况 难道是外面尸首 众圣子都退入宝地 加快速度掠夺吗 众人击败了圣公柴营 圣公已是退走 这座奇才宝地 是属于我们苍玄宗的了 李清禅轻笑一声 此言一出 唐木新金章百里彻等首席 皆是木等口袋 其他的弟子 也是出现了片刻的呆滞 周园打败了柴营 怎么可能 百里彻率先忍不住地出声 他自然是知道柴营 圣公最年轻的圣子 据说前途无限 怎么可能会败在周园的手中 不过很快的 他一身冷静下来 因为李智告诉他 众圣子可不会用这个来开玩笑 于是那看向周园的目光 也是变得复杂起来 在那半年之前 对于周园 他还是抱着俯视般的心态 甚至于对于周园的首席身份 他也是嗤之以鼻 觉得其中水分太大 然而那时候的他 恐怕从未想过 当那半年之后 周园已是远远地超越他 前些时候周园 强势击碎圣公赵金一臂时 百里彻就感觉到被超越 当时他已经认为 这应该就是周园的极限了 可今日 现实再度告诉了他 何为残酷 当他还在对着圣子 努力攀爬的时候 周园却已经开始打败圣子 孔圣倾壳一声 打破震惊的气氛 嗯 你们这里情况如何 唐木新将美目 从周园身上收回来 有些心态 我们这一路探索过来 这七彩宝地极大 在其中 我们暂时发现了 五座堪称六彩宝地的洞窟 在其中得到了 五枚残破的玄碑令 以及九道六色助神异宝 当然 还有着其他等级不一的 助神异宝若干 而且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只是粗略地搜寻 唐木新玉手一挥 面前光芒闪烁 然后众人便是见到 五枚玄碑令闪现而出 只不过 这些玄碑令 跟周园手中那一枚相同 都是属于残缺状 除了五枚残缺的玄碑令外 还有着九颗婴儿 拳头大小的菱形宝石 宝石之中 有着极端雄魂精纯的 元气波动散发出来 赫然都是六色助神异宝 面对这种收获 就连周园都是清晰一口凉气 其余圣子也是个个眼神炽热 七才宝地 果然是名不虚传 楚清望着面前这些宝贝 微微沉溺 此次这座七才宝地 周园打败柴盈 当属贡献最大 这五枚玄碑令 我建议分他两枚 其他圣子文言沉默了一下 大部分人都是轻轻点头 之前江太神出人意料地 将柴盈 池雷 送入了结界内 如果不是周园最后出手的话 恐怕如今的局面 将会截然不同 论其贡献的话 此次周园 的确最为的明显 这一点就算是对周园不敢冒的恐胜 都是挑不出什么刺来 楚清见到众人没有意义 便是屈指一谈 两枚残缺的悬碑令 射向周园 有了这两枚 再结合你原本所有的 应该能够融为一枚完整的悬碑令 周园连忙接过 他握住两枚残缺的悬碑令 心潮微微澎湃 有了此物 当那最后的机缘现世时 他方才拥有着接触的资格 至于助神异宝 与其他宝贝 就带着将七彩宝地探索完毕后 再来分配 楚清绣袍一挥 将那九到六色助神异宝 以及其他东西尽数地收起 其他人也是点点头 知晓此时不是分配的时候 但龙溪守护的东西 才是这七彩宝地中 最重要的东西 李清禅美目 投向溶洞最深处 只见得在那里的山壁上 有着一座洞窟 洞窟之内 散发着磅礴精纯的波动 其他人也是目光火热地看去 不过那个方向 正是吞吞与龙溪激战的地方 显然 想要进入那洞窟 这头龙溪就是最后的守护兽 而在众人的注视中 吞吞那与龙溪的战斗 也是愈发的白热化 双方凭借着强悍的肉身 厮杀在一起 地动山摇 激烈无比 吞吞 不要玩了 不过在周园 他们看得津津有味的时候 一旁的妖妖忽然平静地出声 场中 正与龙溪斗得不亦乐乎的吞吞 听到妖妖的声音 顿时爆发出一道 充满着威严的咆哮声 下一刻 他大嘴之中 有着深邃黑光喷波而出 黑光呼啸 宛如皮链一般 将那金色龙溪猛地缠绕 在那黑光缠绕间 众人皆是能够见到 黑光似乎是在龙溪身躯表面 渐渐地鸣刻出了一道神秘的印记 当那印记成形时 吞吞仰天长笑 黑光竟是将那疯狂挣扎了龙溪 声声地卷起 然后倒转而回 而吞吞张大巨嘴 一口便是将那龙溪 生生地吞了进去 当吞下龙溪后 吞吞庞大的身躯 也迅速地缩小 最后化为 寻常时候的迷你形态 不过此时的他 肚子圆鼓鼓的 他伸出爪子轻轻拍了拍 顿时肉浪滚滚 顺带还打了一个宝阁 而溶洞内 则是一片安静 就连诸位圣子 此时都是感觉到一股寒意 在心头涌动 显然 先前吞吞一口将一头实力 堪比圣子的龙溪吃掉 也是对他们造成了不小的冲击 李清禅 孔圣他们对视一眼 皆是看出对方眼中的金色 这吞吞究竟是什么元兽 怎么会恐不成这个样子 第六百二十四章 火焰莲花 溶洞深处 苍玄宗所有的目光 都是带着震惊的 望着那场中拍着圆滚滚的肚子 眼中满是舒坦之意的吞吞 显然 先前吞吞一口吞掉龙溪带来的震撼 实在不小 不过吞吞却没有理会他们的目光 揉了揉鼓鼓的肚子 便是一跃而起 落到了周元的头上 不论他怎么晃头 都是趴得稳稳的 周元健壮 只得无奈地撇了撇嘴 不再理会他 楚清望着吞吞 双目放光 吞吞真是又能打又可爱啊 诶 周元师爹 如果你把他送给我 我这个圣子之手的位置 就让给你了 李清禅等人闻言 顿时忍不住地翻了一个白眼 那趴在周元头顶的吞吞 也是睁开眼睛 斜飘了楚清一眼 眼中分明是有些嘲讽 周元也是有些哭笑不得 这圣子之手的位置 他可一点都不稀罕 而且这也不是说送就送的 还得经过长教同意呢 而如果清阳长教知晓了楚清 竟然把这个位置拿来交易 恐怕定会将楚清喷得狗血淋头 别在这里卖蠢了 李清禅美好气地说 这楚清有时候的不正经 真的让他很是头疼 楚清瞧得众人 皆是眼神不善地盯着他 也是善善地一笑 开玩笑开玩笑 我们赶紧去那最后的洞窟看看吧 说吧 他赶紧灰溜溜地加快步伐 直奔那最后的一座洞窟而去 其余人见状已是纷纷跟上 片刻后 众人齐聚那座洞窟之外 楚清倒是一高人胆大 一马当先静止闯入 洞窟内极为地宽敞辽阔 不过众人找寻一圈 来到最深处 却是发现此处空空荡荡 并没有任何奇怪之物 只是元气比外间更为的雄厚 七彩宝地呢 众人面面相觑 眼中满是惊疑之色 这里是龙溪守护的地方 必然是这座七彩宝地最为重要之处 可眼下却是什么都没用 楚清也是摸了摸光溜溜的脑袋 一脸奇怪 孔圣等圣子也是有些按捺不住了 他们辛辛苦苦与圣公斗了半天 方才守下这座七彩宝地 但却得到这种结果 实在是难以接受 我们来到这里 上海无人进入 通通一来就和那龙溪斗了起来 唐沐昕柳眉微醋 要不再仔细找找 有人建议 而在众人混乱间 夭夭呼地走出 来到那最里面的山壁处 伸出玉手触及 美目微闭 李清禅他们见状 也是将目光投向那山壁 但旋即眉头又皱起 因为他们并没有感觉到任何异样 大随这里 片刻后摇摇收回手掌 慢慢地说 众人疑惑地对视一眼 最后那伤春秋走了出来 咧嘴笑道 这种粗活就让我来吧 他来到山壁之前 五指猛然紧握 顿时他身躯膨胀起来 皮肤之上欲光流转 血肉中有着银芒若隐若现 一股极为可怕的力量 在其体内荡漾凝聚 在那后方 周园望着伤春秋的身躯 眼神微微一凝 血肉现银光 这应该是银骨镜 不过伤春秋的这种银骨颜色 比他的更为纯粹 显然这才是真正的玄圣体 伤春秋一拳轰出 如怒龙咆哮 震爆空气 一拳便是狠狠地轰在了那 坚实无比的山壁上 一拳落下 山壁直接军裂 无数道裂缝顺着 拳下蔓延开来 短短十数席 便是将整个山壁占据 最后山壁猛然崩塌 楚清袖袍一挥 元气席卷而出 将那些塌陷的巨石 尽数卷走 所有人的目光 望着那崩塌的山壁 只见那山壁之后 一片赤红之色涌来 高温扑面而来 连空气都被灼烧 众人的眼中 皆是有着 惊异之色浮现出来 因为那山壁之后 竟是出现了一片 岩浆湖泊 浓烈而狂暴的 炽热元气 不断地涌来 空气似乎都是 燃烧了起来 果然必有洞天 李清禅惊讶道 这里的山壁有古怪 应该不是一般的石头 能够屏蔽元气探测 楚清捡起一块 山壁上脱落的石头 感应了一下 倒是多亏了夭夭 李清禅笑道 夭夭的感知 恐怕连楚清都比不上 至少刚才 楚清都无法感应到 山壁后有古怪 众人也是点头附和 然后小心翼翼地 踏入山壁 在那岩浆湖泊边缘 停了下来 而当他们来到此处时 目光一扫 便是立即看见了 岩浆中央的位置 只见到那里 一朵火红色的莲花 在岩浆表面飘荡着 宝贝在这儿 楚清扶掌笑道 其他人也是眼神炽热 显然同样是察觉到 那火红莲花中 蕴含的磅礴元气波动 而在众人火热的注视中 火红莲花则是在此时 缓缓地绽放开来 只见到莲心的位置 有着一团火光若隐若现 火光之外缠绕着七色光运 在见到那七色火光时 在场的所有人 都是面色动容 七色助神医宝 望着那七色火光 莫说是寻常弟子 就算是圣子 都是忍不住的怦然心动 要知道 得到了七彩助神医宝 那最起码说明 当踏入神府境时 他们能够开辟出七神府 而七神府 即便是此时的众圣子中 也唯有着极少的几人 才有着绝对的把握开辟 而在众人眼神死死地 凝聚在那七色火光上时 只见到火帘上 再度有着一些光芒绽放 莲心的附近 十数颗莲子吞吐着光芒 不断地自那岩浆之中 汲取着精纯雄厚的元气 极为精纯的元气波动 自那些火焰帘子中散发出来 引得众圣子 心跳加快 口舌干燥 这些莲子显然也是极为稀罕的一宝 在那一道道火热的目光中 楚清出手 元气化为大手 直接从那岩浆湖面上 将那一朵火焰莲花 射去而来 火焰莲花飘来 悬浮在众人面前 楚清望着眼前这朵 中天地灵气而生的莲花 则是咋咋嘴巴 各位 接下来 就该是万众期盼的分饱了 此言一出 众人皆是呼吸加重 第六百二十五章 债务缠身 绽放着七彩光芒的火焰莲花 飘浮在众人的面前 精纯澎湃的元气波动 自其中散发出来 引得在场所有人都是为之 垂涎眼热 这分饱的重任 就交给清禅师妹来吧 楚清咳嗽一声 玄疾笑眯眯地看向一旁的李清禅 李清禅美好气地看了他一眼 显然这家伙 怕麻烦的毛病又发作了 生怕到时候分配不好 搞得他头大 不过对于楚清的性格 他也是太了解了 所以也懒得多说 修长玉职轻轻一谈 只见得火焰莲花花心处的七色火光 与十数颗七彩火焰莲子 缓缓地生起 这七彩火焰莲子 对于修炼大有弊意 能够增强元气底蕴 此番各圣子皆是有贡献 暂且各分一颗 于是李清禅绣袍一挥 便是有着十三颗七彩火焰莲子飞出 除了十大圣子外 夭夭 吞吞与周园也是分得一颗 其他圣子皆是眼神欣喜 握住七彩火焰莲子 爱不释手 夭夭到只是一撇 便是随意地收起 吞吞嘴巴一张 直接将那七彩火焰莲子 吞进肚子中 周园也是眼神好奇地 接住了这火焰莲子 他感受着其中所蕴含的元气波动 面色有些动容 若是能够将此物炼化的话 对于他的元气底蕴 必然会有着不小的提升 不过可惜就是分到手的数量太少了 不然的话 他说不定能够借此做出突破 踏入太初境八重天 大大增强自身元气底蕴 余下的莲子 以此次守护七彩宝地的贡献来分配 李清禅微微沉溺 央央以结界阻担了圣公的干扰 当再分一颗 吞吞率领弟子清剿七彩宝地 还斩杀了守护兽 也理应多分一颗 周园就不用多说了 如果不是他打败柴莹 如今局面恐怕还不好说 所以也应多分一颗 如此分配可举手表决 若是有意义可以提出 楚清率先举起手来 我没见 叶哥也是笑了笑举手 商春秋等圣子沉吟了一下 也是点头表示认可 毕竟李清禅所说完全属实 也的确算是公正 孔圣倒是稍微有点意见 但在见到其他人都点头后 也只能无奈地认了下来 李清禅见状 屈指一谈 又是三颗七彩火焰莲子 略向周园 摇摇吞吞 周园欣喜无比地接过火焰莲子 感觉这个分配 对他实在是有些优待 清禅师姐 像你这么漂亮又公正的人 现在真的不多了 周园欢喜地拍了一个马屁 李清禅文言细血地一笑 哦 那我和妖妖比呢 一旁把玩着七彩火焰莲子的妖妖 也是抬起那绝美地 让人心跳加快的欲言 似是有些饶有兴致地盯着周园 周园额头上顿时有着冷汗浮现 他就兴奋下这么随口一说 李清禅竟然反掌 就将他给推向绝路 女人哪 简直可怕 其他圣子乔的周园这般静地 也是眼神中有些幸灾乐祸 李清禅见周园如坐辣般的模样 这才展颜一笑 妩媚动人 好了 跟你开玩笑的 周园敢笑起来 赶紧拿着自己的七彩莲子 灰溜溜地躲一旁去 生怕李清禅再给他来一道 夺命选择题 还剩下来的七彩火焰莲子 暂时不好分配 可以等之后看众人贡献 另外 再建议流出一颗 从首席中挑选一位 贡献最大者赐予 李清禅说到此处 唯唯一笑 看向周园 当然 周园不在此恋 周园对此倒没什么意外 眼下他分了两颗七彩火焰莲子 已经是极为的惹眼了 如果再给他的话 恐怕就真是要引起不满了 其他圣子点点头 那一旁的唐木新他们健壮 也是面露欢喜之色 接下来 就是这七彩祝神一宝了 李清禅美眸 头像那一道七彩火光 翘脸上略过迟疑之色 此物太过的珍贵 还真是不好分 其他圣子 也是盯着那七色祝神一宝 都不掩饰各自对他的垂涎 此物不好分配 不过各圣子如果对他有兴趣的话 我建议 以十二道六色祝神一宝来换取 孔圣 商春秋他们面面相去 十二道六色祝神一宝 这要求可谓不低啊 毕竟眼下连这座七彩宝地 他们也不过才得到九道六色祝神一宝 不过他们也知道李清禅意思 既然此物不好分配 那就直接让人来换取 这样换取而来的六色祝神一宝 也能其他圣子平分 而以十二道六色祝神一宝来换取 一道七色祝神一宝 真要说起来 也只能说是小赚 于是其他圣子皆是沉思起来 毕竟 想要搞到十二道六色祝神一宝 也不算是特别轻松的事情 这将会消耗大量的时间与精力 十二道六色祝神一宝 不必此时就上缴 实现在离开玄人动天之前都可 若是到时候无法完成 可选择退还七色祝神一宝 或者以其他同价值之物换取 李清禅桥的众人迟疑 再度补充 周元舔了舔嘴唇 虽说他对那七色祝神一宝 也是极为的垂险 但如果要以十二道六色祝神一宝 去换取的话 也实在是有点让人望而却步 而且这简直就是背负了一大笔债务 而其他所有圣子都是他的债主 一想到到时候别的圣子一见到他 就催促他赶紧上交六色祝神一宝 周元就感觉心头有些慌 所以他在想了想后直接保持沉默 谁爱要就要吧 反正之后肯定还有获得七色祝神一宝的机会 不过就在周元沉默间 忽然一道清澈好听的声音响起 这七色祝神一宝周元要了 周元僵住 急忙转头看去 只见得夭夭冲着他浅浅一笑 等等我不要 周元连忙喊道 李清晨御守轻拍 好 那么这道七色祝神一宝 就是周元的了 恭喜 他玉手一扬 那七彩火光便是直接对着周元飘去 其他的圣子象征性地鼓了鼓掌 然后皮笑肉不笑地盯着周元 周元师弟 希望你接下来的这段时间 把十二到六色祝神一宝都交上来 不然的话 我们会时刻盯住你的 周元望着那飘在眼前的七色火光 嘴角顿时疯狂抽搐起来 清风上 周元盘坐于一座巨岩上 而此时的他 正面色有些愁苦地 盯着面前飘荡的七彩火光 这正是他们从那座七彩宝地中 所得到的七色祝神一宝 十二到六色祝神一宝 周元叹了一口气 虽然他总算是得到了梦寐以求的七色祝神一宝 但这莫名其妙地就背了一屁股的债 而想要搞到十二到六色祝神一宝 就算是在这大悬山脉中 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毕竟 六色祝神一宝 只会出现于六彩宝地中 可每一次的六彩宝地出现 必然会引来诸多争夺 这无疑会消耗大量的时间与精力 你这进入玄园洞天的目标 总算是勉强完成了 还不满意啊 在周元无奈间 一道戏谑的轻笑声 自后方传来 周元转头 看着抱着吞吞 慢悠悠而来的妖妖 顿时没好气地翻了个白眼 如果不是当时妖妖出生的话 她根本就不打算 换取这道七色祝神一宝 妖妖来到周元身旁 虽然十二到六色祝神一宝 稍微有点麻烦 但有压力才有动力嘛 虽然这般认真的说着 但周元分明是从她的眼眸深处 消除了一丝笑意 周元撇撇嘴 不过也没多说什么 她知晓妖妖也是为了她好 毕竟她这次进入玄园洞天的 初步目标 就是要得到七色祝神一宝 眼下最起码 宝底是达到了 只是要还那十二到六色 祝神一宝的债 却是得费了一些时间 脑 瑶瑶伸出玉手 玉手上光泽涌动 有着三道炫目的光团浮现出来 其中有着雄魂的元气波动散发出来 赫然是三道六色祝神一宝 这是我和吞吞这段时间得到的 加上你那里还有一道 便是四道了 周元见状 倒是眼睛一亮 也没有矫情 毕竟双方间的关系不需要这些 而且如果夭夭需要的话 她就连面前这七色祝神一宝 都能毫不犹豫地给她 如今大悬山脉中 那座超级结界 各处节点开始被破坏 如果所料不错的话 那隐藏在最后的大机缘 应该也快要现实了 瑶瑶掌身而立 腰枝鲜细如柳 美眸凝视着大悬山脉深处 缓缓地说 周元闻言 眼神也是一宁 对于那最后的大机缘 她自然也是极其地好奇与期待 那第三道圣文 据说也是在这玄缘洞天中 但这一路而来 却是没有任何线索 也不知在这里能否预见 在周元得到地圣文的时候 知晓了第三道圣文的线索 应该就存在于这玄缘洞天内 而在见识了地圣文的力量后 周元彻底明白了 这次苍悬圣印上 玻璃而下的四道圣文之强大 如今的它 不论是破障圣文 还是地圣文 在运用的层次上 恐怕连皮毛都不算 但即便如此 这两道圣文 已是周元的杀手锏 由此可见其威能 所以对于那第三道圣文 周元同样是无比的期待 这玄缘洞天 许久才会开启一次 如果此次无法得到 下次就真不知道 是什么时候了 带得那最后的 大纪元现世时 恐怕才是真正的争斗 你现在的实力 打拍圣公 一位排名居末的圣子 都已是倾尽全力 如果遇上了那些 各宗的顶尖圣子 怕是胜算不高呢 嗯 所以接下来这段时间 我打算尝试突破了 周元首长抬起 只见到两颗七彩火焰 莲子浮现出来 有着极端精纯的元气 波动散发出来 同时有着异乡弥漫 正是那七彩宝地中 所获得的火焰莲子 这火焰莲子虽然是修炼之宝 不过光凭这两颗 恐怕不见得能让你成功完成突破 周元无奈地挠了挠头 他也知晓两颗火焰莲子 似乎是有些不够 但他也没办法 只能尽可能地尝试一下 而在周元无奈间 妖妖那如白玉般的小手 再度伸到了他的面前 只见妖妖的小手中 有着八颗晶莹剔透的莲子悬浮 七彩光泽 从中散发出来 这 周元惊讶地看向妖妖 这是我之前分到的两颗 你知道的 此物对我没多大的作用 而另外的两颗是吞吞的 妖妖怀中的吞吞 发出哼唧的声音 吞吞的就算了吧 周元有些尴尬 妖妖的倒还罢了 但吞吞这贪吃的东西 明显对七彩莲子很心动 他会交出来 恐怕是碍于妖妖的阴威 他就是贪吃而已 这样说效果 其实并不强 吞吞 你说是吗 吞吞被妖妖笑阴阴地看着 浑身毛发都是有些倒数 最终只能用爪子捂住眼睛 发出委屈的声音 那还有四颗哪来的 当然是从李清禅他们那里换来的呀 而且是以你的名义 什么意思啊 四到六彩助神一宝 换一颗七彩莲子 我给你换了四颗 也就是说 你之后还的时候 要还他们十六道 再加上之前的十二道 一共是二十八道六色助神一宝 或者说用两道七色助神一宝也可以 周元愣住了 片刻后感觉到眼前一片发黑 他这身上的债还没开始还 竟然瞬间翻倍地暴涨了 磨刀不费砍柴工 你只要先将自身实力提升 才有资格去争夺 周元口干舌燥 然后心有戚气地看向吞吞 看来 在他们这两人一寿间 夭夭是货真价实的小魔王 一言九鼎 言出法随 一人一寿 根本就没有反对的资格 吞吞哼击一声 那眼神似乎是在说 看起来你更惨一些 好吧 反正债多不愁 周元最终也想通了 不管如何 先突破到八重天再说吧 夭夭这才禽守微点 如此可教 对了 你的太玄圣灵术 还未真正修成 周元点点头 他的太玄圣灵术 只能算作半成品 还未真正地修成 因为上海有九道主才授魂 他还未曾融合 不过想要融合那九道主才授魂 谈何容易 那九道主才授魂极为的狂暴 若是一个不慎 甚至有可能将他初步修成的 圣灵种子给毁了 所以周元一直不敢轻举妄动 夭夭禽守微点 然后玉手一握 一个玉瓶闪现而出 玉瓶之内有着半瓶闪烁着金光的血液 隐隐间有着一股无形的压迫 自其中散发出来 下次融合时 已将此物炼化 以圣兽之威 震慎那主才受魂 想必能够顺利许多 周元好奇地接过玉瓶 他望着玉瓶中 那看起来就极其不凡的血液 若有所思 这血液 怎么看起来有点眼熟啊 熟悉后 他看向了吞吞 此时的后者 无力地趴在腰腰长腿上 瘦童中 似乎是有些生无可恋之色 这就是吞吞的血啊 我怕一次性要他这么多 他承受不了 所以都是分成两个月的时间 每天取一点 最终才有这些 周元无言 最终他看向吞吞 轻叹一声 兄弟 还是你更惨呢 不过 有了这些器材莲子 再加上吞吞的血 接下来这段时间 看来他需要好好地闭关 为那一道大机缘 做最后的准备了 第626章 踏入陷阱 当周元开始闭关的时候 大悬山脉深处 那座庞大的天然结界 伴随着一道道结点 开始被各宗攻破 也是有着越来越多的宝地出现 其中甚至不乏七才宝地 这种情况也是让得各宗 都是知晓 恐怕这座庞大的结界 已是无法支撑太久 那隐藏在最深处的大机缘 也即将现实 而因为不断地有着宝地出现 苍玄宗的人马也是变得忙碌起来 不断地分派出人手 夺取着宝地 毕竟宝地再多 也多不过如今大悬山脉中 那众多的宗门 僧多周少的情况下 如果不派出人镇守 难免引来寄予 封顶竹屋前 夭夭缓步走来 郊区修长纤细 肌肤如凝血 那绝美的预言 更是令得此时 来往的一些苍玄宗男弟子 不住地将偷偷打量的目光 投射而来 但却因为他那淡薄的神态 无人敢与其搭话 夭夭 李清禅此时从珠屋中走出 他瞧得夭夭倒是微正 你任务完成了 在这几天时间中 夭夭一直在主动 接取着争夺镇守宝地的人物 那种主动与前些时候 那种态度简直是判入两人 夭夭禽手微点 对于李清禅 他是有着许多的好感 因此那淡薄绝美的俏脸上 也是浮现出一抹浅浅的笑意 还有六才宝地吗 夭夭静置问 李清禅文言 有些讶异 你这才回来 也不打算休息一下吗 夭夭摇了摇头 李清禅看了一眼后山的方向 红润小嘴轻轻一撇 我说那小子 值得你这么辛苦吗 他怎么不知道 夭夭会一反常态 主动要求争夺镇守宝地 那还不是都为了周元 欠下的那一屁股债 不过如今周元那小子 拿到宝贝 安安心心地去闭关修炼了 反而要夭夭在这里 努力地帮他还债 这么一想 李清禅简直就为夭夭抱不平 这般优秀的人啊 连他都心动 偏偏不知道周元那小子 有什么魅力 竟能让他对其他事物 毫不关心的夭夭 对其青睐有加 免得他老是说我坑他 夭夭一想到周元 听到一屁股债势的脸色 红唇便是忍不住的微巧 李清禅无奈地摇摇头 最近宝帝虽然出现了不少 但其他圣子也纷纷出手 空下来的倒也不多 他取出一枚玉简 元气灌注 有着光芒散发出来 形成一幅地图 他查看了半赏 然后指着某处的一道光点 这那是最近才出现的 一座六彩宝帝 这里已经不算是 我们苍玄宗的范围 比较临近天鬼府 不过天鬼府那边 也出现了一些宝地 似乎一时半会儿 也没人理会此处 所以如果你能尽快地抵达 解决掉其中的守护兽 应该能够取得 其中的助神异宝 顺利撤退 摇摇明眸看去 记住了方向与位置 然后擒手微点 那就这里吧 先走了 他对着李清禅打了一个招呼 便是转身飘然而去 李清禅望着他迅速离去的 优美倩影 然后目光转向后山 再度忍不住地嘀咕 朱元这小子 哪来的这种夫妻 旋即 他又是转向面前的地图 盯着那一处的光点 眉间微醋 有些疑惑地自言自语 这块宝地 之前为何没什么消息 一片荒岭间 妖妖的身影从天而降 落在一棵青棕顶上 他的眸光望着 不远处的一座荒山 那里正是六彩宝地所在 这片区域 并没有被划分为 哪个宗派的范围 因此此处比较荒芜 所以这里能出现 一座六彩宝地 倒是让人有些意外 瑶瑶略做观察 便是郊区飘出 静止地落向了 那座荒山之中 他的身影落下 脉步静止走向山中 不过 他没走出几步 柳梅呼的一蹴 因为他感觉到 大地开始震动起来 一股奇特的波动 自山体中散发出来 而在那种奇特的波动下 妖妖发现 似乎连神魂 都是受到了某种压制 妖妖抬起翘脸 只见得有这一道光照 出现在了上空 将荒山笼罩 而荒山的大地下 开始有着碧绿的气息 升腾而起 那是剧毒之气 遥遥面无表情地望着这一幕 这座六彩宝地 竟然会是一个陷阱 他名谋微微闪烁 便是知晓 这个陷阱 恐怕和圣公脱不了干系 看来他最近的行踪 都被人暗中观测了 这是圣公打算 为前些时候 七彩宝地中的尸首 展开的报复吗 而这个目标 就选择是他了吗 荒山之外 一处山头上 两道身影闪向而出 这两人 一人身穿银袍 一人黑袍 周身皆是有着 强横的元气波动荡漾着 在他们的衣袍上 能够见到圣公的图文 赫然是两位圣公的圣子 银袍者名雷骏 黑袍者名铁魔 他们二人在圣公圣子的排名中 皆是比那柴银更高 此时的两人 目光望着黄山 声音阴冷 没想到还真是如大师兄所说 苍玄宗会有人前来此处 恐怕苍玄宗的人 怎么都想不到 这座六彩宝地可不一般呢 此山之内 尽是镇魂石 能够镇压神魂 那周小妖元气微弱 全靠神魂之力 如今陷入其中 毒气弥漫 想必是支撑不了多久 那里面的毒气 可是金蝉子师兄所设 他天生毒血 就算是圣子沾染 都是难以净化 难缠得很 那周小妖若是被毒气侵染 必死无疑 那苍玄宗应该很快会察觉的吧 他们万一派圣子前来 我们二人怕是顶不住 那名为铁魔的圣子说 大师兄他们 自会让得藏玄宗的圣子 无法插手 雷俊淡笑 那就好 铁魔轻轻点头 他望着荒山中阴森笑道 当时可惜了这等美人 竟是要落得这般下场 他们真以为我圣公是省油的灯 之前那藏玄宗损了我圣公延免 若是不让他们付出一些代价 别人还真当我圣公 这最强租门是假的 说起来也算是他倒霉吧 刚好遇见了这么一座震魂之山 接下来就看那苍玄宗如何应对吧 第627章 圣公报复 夕阳斜落 余晖照耀大地 李清禅居于苍玄宗大本营调度四方 而此时的他立于山头上 柳梅微粗地望着远处的方向 有些疑惑的低声说 妖妖怎么还没回来 以妖妖的实力 要探寻争夺一座六彩宝地 应该并不难 按照以往的速度 小半日的时间就足以来回 是因为其他的事耽搁了吗 李清禅自语一声 不过 他并没有想过妖妖会出什么意外 毕竟妖妖虽然自身元气稀薄 但其神魂之强却是超出任何圣字 面对着妖妖的神魂之力 就算是江泰神 楚清他们那般人物 都会颇为的头疼 所以即便妖妖遇见情况 也是能够全身而退 于是李清禅也就没有太过的在意 将注意力转向了其他的方向 不过就在此时 天空上忽有清澈的长鸣声响起 李清禅抬起俏脸 便是见到一只冰蓝色巨鸟 自远处极掠而来 最后弹旋在山顶上空 冰蓝巨鸟俯冲而下 引得山上一些苍玄宗弟子金虎 紧接着便是有着弟子腾空而去 试图将其阻拦 李清禅伸手将他们阻拦下来 眉间微醋地盯着那冰蓝色巨鸟背上 只见那里有一名娇俏的绿发少女 而此时的少女 那精致可爱的容颜上 满是娇气之色 是百花仙宫的弟子 李清禅看见了绿发少女衣衫上的棕纹 我是央央周园的好友 百花仙宫的绿罗 你们谁是主事 我有要紧事 绿罗急声说 诸多目光投向李清禅 李清禅也是脉步走出 我是苍玄宗李清禅 你有什么事 绿罗见状急忙自天空掠下 落在李清禅前方 你们快去救央央央 他出事了 李清禅美眸顿时一凝 怎么会 以央央的实力 就算遇见变故 打不过 但要走 却是无人能拦住 央央去往的那座六彩宝地 是圣公设计的陷阱 那是一座镇魂山 能够压制神魂 央央在那里实力将会受到极大的压制 消息是我们在天归府的朋友暗中传来的 我们也有朋友赶去了那里 但那里有圣公派出的两位圣子镇守 我们根本无能为力 李清禅翔俏脸终于是扁了 镇魂山 下一刻 他阴牙紧咬 好很多的圣公 传信给其他圣子 通知他们立即赶往摇摇被困之地 此时的楚清 孔圣 甚至吞吞等人 都是在外争夺宝地 仓玄宗弟子闻言 也是不敢耽搁 急忙取出一些传信铜镜 元气贯注 将此地的消息迅速地传出 不过很快 他们也是受到了回信 当即面色结实一变 李师姐 诸位圣子传信 他们那边忽然遭遇圣公圣子进攻 无法脱身 另外 我们发现天归府踪迹有异动 似乎是打算转向我们仓玄宗的范围 李清禅眉目一锁 这天归府 竟然配合了圣公的行动 看来这两方 是达成了一些合作 这是打算对他们仓玄宗出手吗 这圣公前些时候吃了亏 没想到 这么快就展开了报复 而且还是如此的凶狠 这江太神 果然不是圣游的灯 李师姐 我前来时 我们百花仙公的宫碗师姐说过 天归府那边 我们百花仙公 自会出手牵扯 不必在意他们 绿罗忽然说 李清禅闻言 翘脸微怀 请带我向宫碗表示感谢 对于百花仙公出手相助 他倒并不是特别的意外 因为百花仙公 与天归府极其的不对路 前些时候 天归府甚至还埋伏了宫碗 如今圣公与天归府 联手对付沧玄宗 百花仙公那位 公碗圣子 必然不会无动于衷 因为如果 沧玄宗被解决掉 对他们百花仙公 也是不利 妖妖那边怎么办 周元呢 周元如今尚在闭关之中 而且就算他在 也不能轻易签嘛 对方有两名圣子镇守 他去的也是无济于事 那怎么办啊 绿罗急得直跺脚 从他们得来的消息看 镇魂山内极为的凶险 被布置了极为霸道的恶毒 若是去得晚了 妖妖恐怕会出事情 毕竟他们都知道 妖妖自身元气极弱 如今神魂被压制 如何抵御毒气 李清禅美目闪烁 我去 他原本是需要留守大本营 可如今情况危急 也只能他出手了 绿罗文言也是松了一口气 李清禅的实力出众 他出手的话 即便那镇魂山处 有圣公两位圣子 恐怕也拦不住他 李清禅坐视雷厉风行 下了决定便是不再拖延 嘱咐了一声其他弟子 严守大本营 然后他便是踏着元气冲天而起 以极快的速度 对着妖妖被困的方向 急掠而去 不过 就在李清禅急掠而出时 忽然间一到山顶之上 有着血红的元气洪流呼啸而出 宛如血河一般 带着浓烈的煞气 狠狠地对着天空上的李清禅 攻击而去 突如其来的袭击 让得李清禅俏脸也是未变 而且他能够感觉到 那出手之人实力的强悍 当即也不敢怠慢 身形一致 屈指一弹 顿时 有着无数道元气进风 咆哮而出 与那血红元气洪流 轰撞在一起 天空上 狂暴的元气肆虐 片刻后 方才渐渐地停歇 李清禅凌空而立 翘脸冰冷地 望着远处的一座山头上 只见得在那一棵 参天古树的树干上 一名身穿黑色衣裙的女子 协作 此时 正笑音音地 望着李清禅 李清禅 这么急着去哪呢 他笑音音地盯着李清禅 一对眼瞳 竟是星红色彩 李清禅望着他 美眸满是寒意 詹台青 那黑群女子 赫然便是圣公的 詹台青 看来你们圣公 早就在设计我苍玄宗了 李清禅喊声说 这詹台青会提前出现在这 摆明是早有准备 要将他拦住 詹台青伸了一个懒腰 丰满的胸前 有着饱满的曲线 他玉手拖着香塞 你们苍玄宗之前 让我圣公吃了亏 难道真以为我圣公 会捏着鼻子吞下去啊 今天你们苍玄宗的人 谁都必想动 那周小妖 我可要你们眼睁睁地 看着他 去死 当最后两字落下时 詹台青的双眸 已是变得充满着 森冷与残忍之意 李清禅银哑几秒 他美眸冰冷地盯着詹台青 郊区之上 有着惊人的元气 开始生腾而起 眼下多说无语 无论如何 他必须突破詹台青的阻拦 不过他也知晓 这难度极大 毕竟詹台青 在那圣州的圣子榜上 排名可是比他更高 但这个时候 就算是再难 李清禅也得尝试 詹台青见状 红唇微翘 李清禅 你这是打算和我交手 你莫非忘记了 你曾是我的手下败将吗 而就在詹台青的声音 落下的那一瞬 那苍玄宗大北营的后山中 忽有一道金色元气光柱 冲天而起 在那光柱之中 可见金色聚焦 咆哮出声 清禅师姐 你与他纠缠便可 摇摇那边 交给我去便是 金色元气光柱中 一道金光暴逝而出 在天际上划过金色光线 与此同时 与此同时 一道低沉中 蕴含着磅礴沙翼的声音 响彻而起 李清禅望着那道 暴逝而出的金色光影 顿时一惊 朱元 别去 他们那边有两名圣公圣子坐镇 然而声音尚未完全落下 那道金光已是消失在了天际之边 这让得李清禅忍不住一跺脚 简直胡闹 第六百二十八章 好友相逢 镇魂山外 一座隐蔽的山林间 有着树道身影汇聚于此 他们的目光皆是凝重而胶着的 望着远处那座镇魂山 此时的镇魂山上 碧绿的毒气生腾蔓延 那股兴气 即便是隔得远远的 都是能够感受到 都好半天的时间了 妖妖不会出事吧 树道身影间 有着一道倩影 此时 他那娇媚的小脸上满是极色 正是左秋轻鱼 在其身旁 还有着剑瞎子李纯军 宁战二人 此时的他们也是眉头紧锁 绿龙那边还没回来吗 宁战们 左秋轻鱼摇摇头 他们会齐聚此处 是因为他们收到了 从天鬼府内传来的消息 他们当然知道消息的来源 应该是真虚 如今的天鬼府 与圣公走得颇近 这一次 摇摇被困在这座 距离天鬼府区域 如此近的神魂山中 恐怕也是少不得天鬼府的插手 所以真虚并没有露面 但他还是暗中将消息传给了 左秋轻鱼 李纯军他们 而对于真虚的做法 左秋轻鱼他们都表示理解 毕竟如今真虚身处天鬼府中 以他的身份地位 改变不了任何的东西 在这种情况下 他还能够冒险将消息传来 以他那冷漠的性格 已算是看重于周元的那份交情了 再等伴入相识间 李纯军沉默了片刻 如果苍玄宗 还未曾来人救援 我们就准备尝试强行创山吧 左秋轻鱼一惊 你疯了 山外可有着圣公两位圣子镇守呢 圣子吗 李纯军抚摸着背后黑色重剑 抿了抿嘴 我在问剑宗内 蕴养一口剑气竖载 倒是想要试试圣子之力 你 问剑宗的蕴剑之术 可是不能轻易动用的 否则容易前功尽弃 李纯军淡笑一声 未曾回答 只是那民起的嘴唇 却是透着一股 宁折不弯的风锐之气 宁战叹了一口气 他缓缓地掀起衣袖 只见得在其手臂之上 竟是鸣刻着一条 猙獰的黑胶光纹 那光纹栩栩如生 一股恐怖的凶暴之气 散发出来 既然见瞎子你都这么拼了 那我也只能拼命了 宁战说 我师父将一头黑灵胶的魂兽 封进了我的手臂中 让我渐渐地磨练其力气 有朝一日能够化为己用 但眼下来看 只能提前解封了 不过 若是提前解封 不提那种力量 此时的他能否承受 而且即便能够承受下来 在此时没有宗门长辈 在身旁的情况下 黑灵胶一旦脱困 必然逃离 他根本没有将其擒回的实力 到时候回了北明镇龙殿 确实有些难以交差 李纯军缠绕着黑布的眼睛 投向了宁战 此时笑了笑 不后悔 宁战耸耸耸肩膀 哼 我宁战怕过谁啊 一旁的左丘青于健壮 也是轻叹一声 他如何不知晓 即便是李纯军与宁战皆有底牌 但要对上圣子 恐怕依旧是胜算不高 他们显然也是知晓这一点 但还是选择了出手 这一点倒是让得左丘青于心中微暖 这些一起从苍茫大陆出来的小伙伴 总归是没有彼此各自分散于各宗 就变得冷漠 在你们出手的时候 我会偷偷潜入镇魂山中 看能否交遥要带出来 左丘青于说 李纯军点点头 看向宁战 准备好了吗 宁战握住背后的沉重的赤金棍 眼中有着狂热的战役生腾起来 动手吧 他们都知晓 一旦出手便不可挽回 但是此时此刻 除此之外 他们别无选择 三人皆是深吸一口气 下一刻便要催动元气 不过 就在那一瞬 天地间忽然响起了刺耳的音爆之声 左丘青于他们惊疑地抬头 然后便是见到那极远的方向 一道金色流光 追星赶月般的极虑而过 最后直接是出现在了那震魂山外的上空 沧玄宗来人了 左丘青于惊喜 只来了一个人吗 不知道沧玄宗哪位圣子 那圣公 可是有这两位圣子在此作证 李纯君缓缓地说 在他们的注视下 高空上金色的元气光芒散去 一道修长的身影凌空而立 而当他们的目光 落在那道身影的面旁上时 左丘青于三人顿时满脸的惊恶 失声道 周远 因为那道凌空而立的年轻身影 赫然便是以最快速度赶来的周远 就他一人吗 左丘青于俏脸微扁 这家伙也太冲动了 虽然他之前打败了圣公的一位圣子 但眼下震魂山外的那两位圣公圣子 每一个的排名都比那柴银更高 而且还是两位 他们都没想到 赶来此处的只有周远一人 李纯军眉头也是微皱 来了也好 可以缓解我们许多的压力 我可以和宁战联手 暂时地拦住另外一位圣子 高空上 周远的目光已是投射向了左丘青于李纯军他们的方向 然后冲着他们露出了一个笑容 同时声音在元气的包裹下传来 你们是其他宗的弟子 不必出手 免得引来麻烦 眼下的李纯军 宁战尔人 毕竟是问剑宗 与北明镇龙殿的人 这两大巨宗 速来保持中立 恐怕不会愿意掺和 苍玄宗与圣公间的争斗 而李纯军 宁战尔人 如果以两宗弟子的身份插手 难免会引来一些驳斥 你向这里 交给我一人便是 另外 多谢了 周远轻声 传进左丘青于三人耳中 对方能够出现在这里 已经足以让得他有些感动了 李纯军与宁战对视一眼 有些惊疑 他 这是要以一技之力 对抗对方两位圣子 左丘青于犹豫了一下 似乎是这样 他不会是被气得失去理智了吧 宁战挠了挠头 左丘青于一致 倒也不是没这个可能 别看周园平日里挺冷静的 但眼下圣公却是在射击夭夭 这无疑是碰到了周园的逆鳞 看看情况吧 如果周园不提 我们再出手相助 李纯军缓缓缓地说 其余两人也是轻轻点头 高空上 周园在叮嘱了三人之后 他的眼目便是渐渐地变得森冷 投向了正魂山外某处的高峰上 此时的那两道身影副手而立 正眼带着机窍地盯着他 我还以为苍玄宗会来谁呢 原来是来了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 圣公圣子铁魔宁小道 那雷俊盯着周园也是弹叫一声 看来之前打败柴莹 让你狂妄得有些不像样呢 你可知我二人在圣公圣子排名中 可都高于柴莹 两人言语淡淡 显然都一时将周园当作盘中之物 高空上 周园面无表情 他看了一眼毒气弥漫的镇魂山中 手掌一握 天元笔出现在其手中 迅速地膨胀开来 笔尖斜指 你们的排名是多少 我没兴趣知道 我只知道 从今天开始 你们圣公 将空出两个圣子席位了 他的声音缓缓地响起 磅礴沙野 喷泊而出 第六百二十九章 以一敌二 苍玄宗大本宁所在的山外 粘抬青抬起星红的眼眸 望着之前周园离开的方向 红唇小嘴 画起玩味的弧度 然后冲着远处的李清禅 笑音音地说 你们苍玄宗这位首席 可真是魄力非凡呢 李清禅敲脸紧绷 眼眸深处也是掠过了一抹急色 在他看来 周园太莽撞了 要知道在那镇魂山外 圣公可是安排了两位圣子镇守 不过他此时也明白 急并没有任何的作用 当即他深吸一口气 周园既然敢去 那就是有着他的把握 你也不要高兴得太早了 眼下 他也只能寄希望于周园的实力 是吗 瞻台青轻笑一声 然后玉手微台 一面铜镜出现在其手中 元气灌注 顿时有着元气光芒暴逝而出 直接是在那虚空上投下了影像 只见得其中 周园凌空而立 在其对面正是雷俊与铁魔 既然你这么有信心 那就看一场好戏吧 当然 如果你想打的话 我也可以奉陪的 但想必你应该知道 那不过是浪费元气而已 瞻台青微微一笑 李清禅美目盯着那天空上的影像 他知道 瞻台青这是故意做给后方 苍玄宗那些弟子看的 他想要这些弟子 眼睁睁地看着周园被打败 以此来动摇 苍玄宗的士气 但李清禅也知晓 他阻止不了 不过好在的是 他已经将消息送出去 如果楚清吞吞他们那边腾出手来 将会第一时间进行支援 他美目望着周园的身影 玉手缓缓地握拢 周园 你可要多坚持一些时间 当周园的蕴含着深深杀意的声音 在这片山脉间传开时 那立于山峰上的雷骏与铁魔二人 先是一正 下一刻便是蓬腐大笑起来 他们怎么都没想到 周园面对着他二人 不仅没有选择逃跑 反而竟然敢当着他们的面 说出这般愚蠢的话来 他难道真的以为 之前打败了柴吟 就可如此轻视他圣公的圣子吗 柴吟的实力 他二人皆是能够超越 周园能够打败柴吟 却不见得就能够在他们的手中 讨到好处 而且最重要的是 现在的他们可是两人 两位圣子坐镇 这周园怎么就敢对着 他们如此的大奉厥诀 两人狂笑半少 终于是渐渐的止血 他们对视一眼 嘴角也都是有着 森冷的弧度 缓缓掀起来 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 我二人今日便要看看 你有什么资格 在我们面前如此狂妄 当两人的声音落下时 下一刻 雄魂如风暴般的元气 直接自两人的体内爆发而起 他们脚下的地面不断地军裂 狂暴的元气威压肆虐开来 元气在他们的身后交织 隐隐间化为了漫天元气星斗 远处的山林间 左丘青鱼 李纯军 宁战三人望着这一幕 面色都是显得极为的凝重 从那漫天星斗的规模来看 这雷俊 铁膜二人体内的元气 星辰数量 恐怕都是达到了 约摸四万五千之数 这比之前的柴银 的确是要更强 元气爆发 雷俊与铁膜眼神 皆是变得极为的阴寒 他们并没有选择什么单打独斗 两人的身影几乎是同时的暴射而出 显然是打算直接联手 以最快的速度击溃周园 在吃了之前柴银的亏后 显然圣公也是长着记性 不再小觑周园这位苍玄宗的首席 雷俊与铁膜化为两道光影掠过天际 一左一右 快如奔雷般地对着周园抱舍而去 澎湃元气滚滚呼啸 带起惊雷般的巨响 周园立于虚空 他面无表情地望着那一左一右 同时攻来的两人 眼中杀意弥漫 金色的元气开始在此时自他的体内涌动而起 他竟然没有半分褪比之状 看样子是打算应接两人共事 这一幕落在下方左囚轻于他们的眼中 则是令得他们面色结实为变 此时的局面本就对周园极为的不利 如果周园理智的话应该避其锋芒 找寻机会逐一攻破 可眼下这种要应接对方联手攻势的姿态 是怎么回事 这家伙怎么一下子变成莽夫了 左丘轻于忍不住的一跺脚 娇媚的小脸上满是娇急 虽说他之前见过周园打败柴莹 但那时候的周园显然也是倾尽了所有的手段 可如今雷俊与铁魔两位圣公圣子联手攻势 远非那柴莹可比 在他们的注视下 雷俊铁魔两人划过天际 长笑出声 一拳哄出 元气滚滚间 前方的空气尽数的爆炸 这两人的每一拳 都拥有着崩塌一座山峰的力量 如今同时轰出 周园所立之处的空气 仿佛都是在此时被尽数挤压爆炸 两道流光在周园的养童中急速地放大 不过他依旧一动不动 面无表情 只是那目光中的森寒之意 让人有些不寒而栗 狂妄的东西 给我死 雷俊铁魔也是被周园这般近乎 无视般的姿态所激怒 心中杀意涌动 下一瞬 他们的身影 直接如鬼魅般地 出现在了周园左右两侧 元气散发 直接封锁了周园的退路 与此同时 那蕴含着他们全力一击的全光 已是狠狠地轰向周园 此时的周园 终于是开始有了动作 只见得他伸出双掌 直接对着那呼啸而来的两道凶悍全光 重重败去 他竟然要应接 雷俊铁魔嘴角 有着凝笑嫌弃 周园这般举动 在他们看来 简直就是找死 他们相信 下一秒 他们的全光 将会把这周园浑身的骨骼 都是生生的轰碎 下一瞬 在左丘轻于他们色变的面庞下 那圣公两位圣子 倾尽全力的全光 便是与周园深处的手掌 撞击在一起 狂暴无匹的元气风暴肆虐开来 夺目的光芒 将三人的身影都是淹没而去 下方的山岳 更是被余波生生地掀起半座山头 连左丘轻于他们所在的地方 都是受到了波及 参天古树被连根拔起 三人急忙运转元气 将身体死死地盯在地面上 这才未曾被掀飞 他们却是顾不得这些 目光死死地盯着天空的元气爆发的源头 只见到那里 璀璨的元气光芒渐渐地消退 天空上的景象 也是再度落入了视野之中 再然后 左丘轻于三人脸庞之上 便是有只浓浓的惊恶浮现出来 怎么会这样 高空之上 周园的身影纹丝不动 在其左右处 那雷俊与铁膜的重拳 被周园的双掌紧紧地握住 而应接了两人全力一计的周园 却是连衣衫都是未曾先动 雷俊与铁膜原本猙獰的脸庞上 也是有着一抹难以置信浮现出来 因为在先前对碰的瞬间 他们感觉自身的力量 犹如是冲进了黑洞之中 并没有想象中将周园肉身 都是摧垮的迹象 周园面无波澜 他的眼中有着金光绽放 金色的元气在此时再无保留地喷布而出 顿时间金光在其身后化为漫天星斗 在那星斗之间星辰闪烁 三万九千 第六百三十章 赫赫凶威 高空之上 周园凌空而立 双掌对着左右伸出 而在其左右两侧 雷俊与铁膜保持着一拳轰出的姿态 拳掌相碰 犹如是粘合在了一起 如果不是此时的三人周身 有着狂暴的元气在咆哮 震荡着虚空 恐怕旁人会以为 三人是在握手友好交流 不过 下方的左丘轻语 李纯军 宁战他们 则是面色危感震惊地望着这一幕 特别是周园身后 金色星斗闪烁着光泽 那其中的星辰数量 乃是三万九千之数 他 他突破了 左丘轻渝难难道 他可是记得很清楚 前些天周园与那柴银交手的时候 自身的元气修为 远没有此时这般雄厚 那时候的周园 元气星辰顶多就在万数左右 然而如今生生地增长了三倍 显然 在这短暂的几天中 周园的实力再度突破 现在的周园 应该是太出镜八重天 只不过这个八重天的元气底蕴简直强地让人头皮发麻 三万九千数量的元气星辰就算是一些各宗的圣子都不见得能够达到这种程度 怪不得他敢独自前来 宁战感叹一声 哎 这家伙真的是个变态 他摸了摸手臂上的黑胶纹身 我就算拼命地解封这黑胶都打不过他 李纯军轻轻点头 声音嘶哑 我这口剑气也对付不了现在的他 他的确比我们都走在了前面 看来我的修炼还不够 待他此次玄云洞天结束回宗后 我需要更高强度的修炼 他语气认真 显然并非只是说说 不过 如果问剑宗的人在这里听见此话 恐怕面色都会有些变 因为在他们问剑宗 谁都知晓李纯军的修炼无比的疯狂 常人难以忍受 然而现在 他竟然还在说不够 在他们说话间 高空上 那雷俊与铁魔 也是见到了周园身后那金色的元气星斗 当即眼神结实一变 这小子 怎么元气修为短短几天变强了这么多 两人的心中皆是有只震惊之声 当日周园与柴云交手时 他们可都看在眼中 那时候的周园 元气修为不过才万数左右 他能够与柴云正面抗衡 是以元气 肉身 神魂三种力量联合 才能够做到 但眼下 那从周园体内生疼而起的元气修为 竟然已是丝毫不弱于他们 两人的眼神阴沉 先前他们那一拳 并没有任何的留守 他们能够清晰地感觉到 狂暴的元气 如怒龙般地冲进了周园的体内 按照正常的情况 就算是一座大山 都将会被他们轰碎成渣 但周园的体内只是震荡了一下 便是恢复平静 显然 那是因为周园硬生生地 将他们两人的一拳之力 给化解了 这得达到什么程度 才能够将他们两人的全力 以及直接在体内化解 最起码 以雷俊和铁魔来说 他们是绝对不可能轻易地 将一位同等级的敌人的元气 引入体内 因为一旦肆虐 将会造成极大的重创 但周园偏偏就这么做了 而且还成功地化解了 这一刻 雷俊与铁魔的心中 有着浓烈的危险气息 升腾起来 他们先前一直以为的豺狼 直接是在此时 化身成为了 可吞尸虎的凶兽 撤 两人心思急转 下一瞬 元气爆发 就要暴势而退 不过 就在他们身形刚动的那一瞬 周园却是森冷一笑 他能够将两人 攻入他体内的元气化解 不仅仅是凭借着自身的元气 还有着强悍的肉身 以及神魂的精妙掌控 而如今两人自动送上门来 还想走吗 他手掌猛地一曲 犀利暴涌 直接是将两人拳头紧紧吸住 下一刻 周园体内金色元气爆发 隐约间仿佛是可见金色巨蟒光影 周园的身躯猛然高速旋转起来 宛如是化为了金色的陀螺 带起无数残影 而那雷俊与铁膜 则是面色巨变地 被强行旋转而起 恐怖的旋转力量 令得虚空都是有些扭曲 下一刻 周园手臂一震 只见的那雷俊与铁膜 便是倒飞而出 化为两道光影 划过天际 最后一左一右 狠狠地撞进了两座大山之中 顿时 大山崩裂 塌陷 无数的巨石滚落下来 两人的身体 皆是被深深地镶嵌在山壁中 衣衫破碎 身躯上有只鲜血建设出来 看上去颇为的狼狈 他们体内的元气 也是被周园这重重的甩鸡 摔得震荡起来 一时间竟是无法自山壁中脱离 高空上 周园眼神森然地望着那两道身影 他的攻势到此结束了吗 显然不可能 周园曲之一谈 天原笔嗡鸣出声 澎湃的金色元气灌注其中 下一瞬 直接是化为一道金光 快若奔雷般地 对着那镶嵌在山壁上的铁膜 暴刺而去 破缘 而天原笔雪白的笔尖 也是在此时迅速地化为漆黑色彩 闪烁着锋锐之光 杀气腾腾 那铁膜健壮 面色也是巨变 顾不得体内震荡的元气 咆哮出声 滚滚元气喷波而出 试图将那暴射而来的天原笔 阻拦而下 不过 那无数元气防御 在天原笔之下 几乎是犹如豆腐一般的脆弱 当天原笔掠过时 所有的元气 尽数地被洞传 金光在铁膜的眼头 从中急速地放大 他的脸庞上 开始有着恐惧之色涌现出来 以他此时仓促的防御 根本无法抵御住周元 此时如雷霆般的攻势 不要 他尖锐出声 不过 天原笔并没有任何的停顿 金光掠过 下一瞬 直接是生生地 洞穿了铁膜的神区 而且余力不减 最后竟是将这座大山 都是射了一个通透 天原笔射出大山 笔直地插入大地 在那地面上 射出一个巨大的深坑 而在那山壁上 铁膜的胸膛间 一个血洞浮现 金色的元气 从中肆虐开来 迅速地侵蚀着他体内的生机 他的嘴中鲜血狂勇 伸出手掌 想要捂住胸膛 但最终 他只能感觉到 生机在迅速地消散 他的脸庞上满是恐惧 那是死亡的味道 铁膜挣扎着看向高空 周元立于虚空 面无表情地看下来 这让得他的心中呼得生起 无边的后悔 当初这个任务 似乎就不该接下来 黑暗自铁膜的眼中涌来 最后他的头颅 缓缓地垂下 生机散尽 远处 左囚轻鱼他们望着这一幕 嘴巴也是忍不住地 一点点张大起来 那眼中的惊悚之意 难以掩饰 他们谁都没想到 周元的反击 如此地干脆与狠辣 这才仅仅只是一个碰面间 圣公铁膜就此云密 干脆的 简直让人无法相信 高空上 周元眼神森冷地 望着云密的铁膜 然后直接转向了 另外一座山壁 此时的那里 雷俊也是一脸震惊与惊骇地 望着被斩杀的铁膜 而当他感觉到周元 森然的目光看来时 雷俊瞬间头皮发麻 下一瞬 他身影猛地腾空而起 直接是化为光影 激略而退 此时的周元 雄威之圣 竟是生生地将 圣公圣子吓退 想走 周元森然目光 投向那暴射而退的雷俊 面无表情 有着充满着 凛然杀意的声音 在这天地间响起 我说过 今日你圣公圣子之位 当有两位空袭 你们既然一起来 那也就一起走吧 那磅礴沙翼 即便斩杀了铁膜 依旧未曾 减弱丝毫 第六百三十一章 九幽雷诀 高空之上 雷俊身影暴退 速度施展到极致 在那天空上 划出一道道的残影 而此时 他的面庞上 满是惊惧之色 显然 他被先前周园 雷霆斩杀铁膜的一幕 震撼到了 虽然他明白 那是因为 铁膜体内的元气 先前被周园 摔得震荡难控 这才被周园 抓住破绽 直接一击斩杀 但这也足以说明 他们都小瞧了周园 他们之前认为 周园能够打败柴营 是凭借着元气 肉身 神魂的三种力量联合 但经过先前的教授 他们都明白 此时的周园 元气底蕴 已经丝毫不弱于他们 周园那唯一的短板 已经被其成功弥补 如果此时再单打独斗 就算是雷震 心中也再无半点的把握 所以他直接选择了逃命 不过就在雷震身行暴退的时候 在其后方 忽有惊雷般的声音响起 音爆之声 连绵不断地响彻而起 随之而来的 还有着那 狂暴无匹的元气波动 雷震眼角余光一扫 面色顿时一变 只见得周园脚踏金光元气 暴力而至 那般杀气腾腾的模样 显然是不打算放弃逃走 走哪儿去 周园弥漫着 杀意的声音响起 袖袍一抖 金色元气缠绕天元笔 猛地暴射而出 漆黑的笔尖 风锐无匹 无可阻挡 雷震瞧得那暴射而来的 天元笔 也是神色一灵 他先前看得清清楚楚 这天元笔 轻易地洞穿了 铁膜的元气防御 此物对于元气 似乎有着极大的破坏力 周园手中这柄天元兵 绝对不简单 所以 雷军也不甘有丝毫的懈怠 一声力喝 只见的其天灵盖中 忽有一道雷光暴射而出 化为一柄雷光长剑 那雷剑一出 顿时吞吐着天地元气 周身雷霆缠绕 竟也是一柄下品天元兵 雷剑暴射而出 与天元笔碰撞 顿时 两者纠缠发出了震耳玉龙般的巨声 雷剑始终都是被天元笔压制着 但总归是勉强将天元笔给拦了下来 但雷骏暴退的身影也停了下来 他面色阴晴不定地望着前方 周元的身影从那里出现 周身金光闪烁 面无表情地盯着他 周元 你不要太过分了 你已经杀了我圣公一位圣子 如果再乱来 我圣公定然不会放过你 雷骏咬着牙说 不过周元却并没有跟他说半句废话 澎湃的元旗自其体内爆发而起 他身影猛地暴势而出 一掌推出 浩浩荡荡的金色元旗洪流 便是以一种排山倒海般的气势 对着雷骏冲杀而去 雷骏瞧得周元一句话不说 直接就动手 也是怒吓出声 闪烁着雷霆般的元旗咆哮而出 与那金色元旗洪流 正面撞击在一起 居声不断地响彻 不过旋即 那雷骏瞳孔便是微微一缩 因为他见到 他那闪烁着雷霆般的元旗 竟是在周元的金色元旗的冲击下 不断地崩溃 金色元旗奔腾而至 最后重重地轰在了雷骏身躯之上 直接是将其轰得狼狈到势而退 嘴角有着一抹鲜血浮现出来 怎么可能 雷骏忍不住地咆哮出声 周元虽说如今元旗地运大涨 达到了三万九千之数 可要知道 他的元旗底蕴可是四万五千 所以雷骏有些无法接受这种 连元旗对抗都被对方碾压的一幕 要知道 现在的周元可只是使用纯粹的元旗 甚至连肉身之力都还没有动用 如果到时候他一起动用 该怎么阻挡 而就在雷骏心中刚刚掠过这道念头的时候 一道残影已是如鬼魅般地出现在了其面前 只见得周元无知紧握 身躯之上玉光浮现 血肉中有着银芒炸现 他面色冷漠 一拳轰出 金色元旗喷勃 肉身之力也是爆发 那一拳之下 空间都是呈现了一些扭曲的迹象 可见这一拳之力究竟有多恐怖 雷骏面色巨贬 体内的元旗毫无保留地爆发而出 形成道道雷光 狂轰而出 不过周元全光过处 那些雷光尽数地崩碎 一些力量渗透而来 直接轰在雷骏的身体上 直接是将其轰得一口口鲜血狂喷 高空之上 两道光影纠缠在一起 不过任谁都看得出来 那雷骏被压制得根本抬不起头 那不断口喷鲜血的模样 也是狼独到了极致 毕竟此时的周元 与数天之前 已经截然不同 左囚轻于他们望着 那被周元压制的 一拳一口鲜血狂奔的雷骏 也是张了张嘴 好半天后 方才深吸一口凉气 这家伙 你太生猛了吧 这是要一拳拳硬生生地把雷骏打死吗 高空之上 被打得浑身鲜血的雷骏忽然咆哮出声 他飞快地拉开距离 双掌结印 九幽雷骏 天地间的元气猛然沸腾 乌云迅速地汇聚而来 下一刻 一道云摸百丈左右的黑色雷霆 猛然撕裂乌云 暴轰而下 直指周元 那黑色雷霆中 蕴含着毁灭般的力量 周元 这是我雷圣殿最强之术 给我去死吧 雷骏力笑出声 先前的忍耐 就是为了准备这最强之术 周元抬头 望着那黑色雷霆 双目为异 他能够感觉到 其中所蕴含的力量 当即身影一动 化为道道残影 急速而退 不过 那黑色雷霆 宛如是具备着灵智一般 如影随形 紧紧跟随 周元 你逃不掉的 此时的雷骏 大赶快逆 周元身影停了下来 他望着急速接近的 黑色雷霆 面色平静 既然躲不掉 那就应接吧 他的双手缓缓地摊开 双目渐渐地避拢 装神弄鬼 雷骏咬牙切齿 黑色雷霆 如巨蟒般咆哮而下 最终在雷骏的 猙獰的目光中 凶狠无匹地 轰击在了周元的身体之上 顿时天地间 由巨声响彻 肆虐的雷光 令得那一片的空间 都是扭曲起来 左丘轻渝 李纯军 宁战三人的面色 皆是微变 这雷骏的反击 同样是凶悍地 让人头皮发麻 而且周元就这么正面硬扛 真的可以吗 天地间 雷光肆虐 唯有这雷骏 猙獰的笑声 不断地响起 左丘轻渝他们的目光 死死地盯着那雷光 渐渐消散出 而随着雷光的散去 一道身影 立于虚空 面无表情 雷骏猙獰的笑声 戛然而止 他脸庞上的神情 渐渐地凝固 惊骇欲绝地 望着前方 第六百三十二章 一拳轰杀 只见到高空之上 周元凌空而言 此时在其身躯之外 有着一道神秘光影 将其笼罩覆盖 而光影身后 还有着一对光翼 缓缓地煽动 那双光翼的每一次煽动 都引起一阵飓风 一股玄妙而强悍的波动 缓缓散发出来 怎么可能 那雷骏则是面容凝滞 显然是无法想象 他这最强的一击 竟然依旧未能对周元 造成丝毫的损伤 周元威逼的眼眸缓缓睁开 他盯着那一脸惨白的雷骏 你们圣雷垫这最强之术 是用来打鱼的吗 周元面无表情地盯着雷骏 身后光意轻轻扇动 这道神秘光影 自然便是太旋圣灵术 只不过 这一次的太旋圣灵术 是真正的完整形态 借助着吞吞的血液微压 在这数天时间中 他终于是成功地 将最后九道主才兽魂 融入到了圣灵种子内 而这也代表着 他的太旋圣灵术 真正修成 天敌间的元气 源源不断地涌来 被那一道圣灵光影吞纳 进而又反补给周元 迅速恢复着 他体内消耗的元气 当太旋圣灵术 真正修成时 其微能比起之前 无疑是强悍了太多 雷俊从此时的周元身上 感受到了浓浓的死亡气息 所以当他回神之后 第一时间到势而退 将速度催动到极致 显然是打算逃跑 他已经没有丝毫的战役 周元面色冷漠地望着 这如丧家之犬一般的雷俊 无止缓缓地卧龙 那眼眸之中森冷的沙翼 令得周围的空气 都是变得冰冷下来 对方射击夭夭 将其困于险境中 这彻彻底底地 触及到了周元的逆林 此时此刻 对于圣公这些圣子的杀意 周元可谓是强烈到了极致 这两人必须斩杀于此 一个都别想跑 圣灵光影的双翼 在此时猛然一震 周元的身影 直接竖如鬼魅般地 消失在了原地 那般速度快得无法想象 这里周元的身影刚刚消失 不过短短数息 那雷俊便是魂飞魄散的剑道 在其上方空间扭曲 一道身影闪现而出 周元面色冰冷 紧握着拳头一拳红下 那一拳 弃腹内三万九千颗元气星辰 绽放出璀璨的光芒 金色的元气如同金江 在体内奔涌而动 最后顺着经脉 自周元的拳下 喷波而出 与此同时 心脏之间一滴金血 已是绽放出光芒 无数道金色光丝弥漫 与血肉相连 磅礴的力量 灌输而出 一拳之下 汇聚了三万九千元气星辰之力 以及金血肉身之力 并且还有着那圣灵虚影的加持 一拳轰出 尚未落下 面前的空间已是开始有着一道道细微的痕迹出现 那是被强大的力量震荡所导致 磅礴的进风呼啸而至 那雷俊也是一脸的惊骇 显然是察觉到了周元这一拳之强 饶命 我也是奉命行事 雷俊惊骇惊声道 那一拳带来的死亡气息 让得雷俊再不负丝毫的气动 不过 周元却是面色冰冷 拳风咆哮 最终一拳轰下 带起一道道虚空连衣 直接是轰在了雷俊身躯之外 那重重的元气防御之上 那诸多元气防御几乎是在短短数息之间尽数地爆碎 咚 周元的毁灭般的一拳 已是落在了雷俊的身躯之上 那一瞬如火山般的力量 尽数地喷发 虚空震荡 一道惨叫之声响彻而起 砰 雷俊的身躯 直接是在这一刻 被轰成了漫天血末 周元这倾尽全力的一拳 竟是如此恐怖 在那下方的山头上 左丘轻语等人目瞪口呆地望着天空上 很飘荡的血雾 许久都是说不出一句话来 眼前这一幕带来的冲击 实在是太过的强烈了 他们怎么都没想到 周元这一拳之下 竟然是生生地将一位圣子 轰成了碎渣 那可是圣公的圣子啊 可以想象 此事若是传出 将会引来多大的轰度 天空上 周元面色冰冷地望着飘荡的血雾 袖袍一挥 直接将血雾吹散 然后从中抓出了一道 闪烁着六彩光泽之物 那是一道六色助神异宝 雷俊虽然被他轰杀了 但这存在于其弃腹中的助神异宝 却是留存了下来 周元收起这道六色助神异宝 又将目光投向远处的 塌陷的山壁上 那里的铁魔尸体渐渐冰冷 他曲掌成爪 猛地一吸 顿时铁魔身体中 又是有这一道六彩光滑 冲天而起 落入了他的手中 这雷俊与铁魔的六色助神异宝中 蕴含着极为精纯的元气波动 看起来 应该已经是融合了不少助神异宝 正在对这七色助神异宝进化着 显然 雷俊与铁魔对于自身的助神异宝 也没少费心思 但可惜的是 如今都是为周元做了假意 周元将他们收起 呼的目光投向一座山头上 袖袍一挥 一道元气暴湿而出 直接是在那儿 卷起了一道细微光芒 光芒飞射而来 落在周元的手中 是一面铜镜 传影铜镜吗 周元眼神冰冷地 看了一眼铜镜上面的圣公公文 便是知晓 这应该是之前雷俊他们 所布置下来 而这铜镜 应该也是将先前发生在这里的一幕 尽数地传递了回去 于是周元将铜镜抬起 对着自己的脸庞 眼中杀意流动 看过了吗 从现在开始 圣公圣子席位 当空两席 声音落下 他手掌猛地一握 直接是将铜镜 捏得爆碎开来 在周元捏碎铜镜的瞬间 在那苍玄宗大本营之外 天空上的影像 已是消散而去 而那坐于树杆之上的 瞻台青 原本笑音音的俏脸 已是在此时 尽数地变为了阴沉之色 那星红的眼瞳中 满是森冷 他显然没想到 最后的结局 竟然会是这样 两位圣公圣子 竟然是被周元 直接斩杀 这个结果 他有些无法接受 而与瞻台青的阴沉相比 李清禅 也是张大着红润小嘴 好半上后 方才渐渐地恢复过来 那美眸之中 同样是布满着震动 瞻台青没想过这个结果 他又何尝想过 要知道 在那数天之前 周元打败柴银 还得倾尽全力 但如今 却是接连斩杀两位实力 更强于柴银的圣子 这之间的进步 究竟有多大 光是按照这个战绩 周元的实力 放在他们苍玄宗 十大圣子中 都足以排进前四了 李清禅 李清禅眼眸有些复杂 谁能想到 在那不知不觉间 周元已经开始 无限地接近他们了 他深吸一口气 压制着心中的情绪 然后美眸 头向翘脸 阴沉的詹台清 有些快意 詹台清 你们这次 可真是搬了石头 砸了自己的脚 两位圣子的陨落 对于圣公而言 损失不可谓不大 然而这一切 都是圣公自找的 如果他们不设计夭夭的话 恐怕周元 也不会爆发 这么强烈的杀意 詹台清 原本翘脸上的笑容 早已消散 他眸子冰寒无比地 盯着天空上 影像消失的地方 然后收回视线 真不错 竟然能让我圣公 屡屡吃鞭 李清禅 告诉他 让他小心一点吧 如果他落在了 我的手中 我会抽干 他体内的血液 让他痛苦哀嚎 到死为止 李清禅淡淡一笑 此话我听见 也就罢了 如果落进了 妖妖的耳中 恐怕你就 没那么好运气了 好 那个周小妖嘛 你苍玄宗 除了楚清 难道还有人 能让我看得上 那周小妖 如果还能活下来 那就尽管 让她来找我便是 看看我如何炮制她 我想你会后悔的 李清禅缓缓缓地道 展台青红唇 掀起一抹轻蔑的弧度 身躯上红光一闪 便是消失而去 一道声音残留而下 是吗 那我等着呢 第六百三十三掌 狗胆包天 高空上 周元捏碎铜镜 周身澎湃的元气 渐渐收敛 然后 他的目光 看向远处 左丘清于他们 所在的山头 对着他们 点头示意 不过此事不是叙旧的时候 所以周元很快就将目光 转向了那座 弥漫着毒气的镇魂山 眼中略过一抹焦急之色 不敢怠慢 身形一动 直接是化为一道流光 冲进大山之中 他必须尽快找到夭夭 当周元的身影落进镇魂山 时 他也是立即感觉到 眉心的神魂 受到了一种极大的压制 显然是因为 这座山中的镇魂石 这令得周元心头一沉 这说明 此地真的是拥有着 镇压神魂的效果 不过神魂虽然受到了压制 但周元体内元气 依旧是充沛 所以 他身形急速地 自镇魂山中低空掠过 元气在其周身弥漫 抵御着此地 弥漫的碧率毒气 毒气与他周身的元气碰撞 发出了痴痴的声音 那毒气之霸道 也是令得周元眼神威灵 妖妖 周元以元气包裹着声音 大喝而出 声如滚雷 自这镇魂山中传开 不过 却是并没有半点的回声 这使得周元心中的 胶着越来越强烈 如果妖妖在这里 出了什么事的话 光是这么一想 周元眼睛就忍不住地 有着血丝盘爬出来 那个时候 他就算是将圣公的 所有人全部斩杀 恐怕都是难写 万分之一的痛苦与悔意 他的身影疯狂穿梭在镇魂山中 数分钟后 他来到了最深处 但这里依旧是空空如也 唯有着碧绿的毒气弥漫着 周元眼中的神采散尽 步伐沉重 他一步步地走出 最后无力地跪倒在地 他的五指死死地抓着底面 一股无法形容的情绪 疯狂地冲撞着他的心脏 那种心痛感 仿佛心脏都是在此时被撕裂一半 小妖 小妖 他喃喃着 体内的元气甚至都是在此时 有着要疯狂的迹象 喂 干嘛呢 不过就在周元眼神欲发通红的时候 忽然有着一道疑惑的清脆声 在这空旷的山中响起 周元的身体一僵 缓缓地转过头来 然后便是见到不远处的地面中 有着一道熟悉的身影钻了出来 他拍了拍身上的泥土 一对清澈空灵的毛子 盯着周元 除了妖妖外 还能是谁 妖妖 你 周元愣愣地看着他 妖妖怎么会从地里面钻出来 妖妖望着周元 绝美的脸颊上有着一抹浅笑扬起 你不会以为 这镇魂山就能镇住我吧 先前本来是要出去 解决掉那两个家伙的 不过忽然察觉到这镇魂山中 竟然隐藏了一座七彩宝地 于是我就先没理会他们 他抬起玉手 只见那其玉手间 有着一团七彩光芒 他红唇微强 能 看见没 我可是又得到了一件七色助神医宝呢 这一下 你那一屁股债 算是能完成大半了 他笑心音的 似是有些小小的得意 一道身影忽然地冲来 这领得夭夭微微一惊 玉手一抬光芥眉心间 便是有着神魂之力凝聚 不过下一刻 当他察觉到那熟悉的气息时 神魂之力方才凝顿了一下 再然后 他便是察觉到周园与他撞在一起 后者直接是伸出双臂 将他纤细的身子紧紧地抱住 那双臂如铁箍一般 将他极其用力地拥在怀中 那扑面而来的气息 也是令得夭夭那素来淡薄的预言上 出现了片刻的惊慌 他想要伸手推开周园 但在忘记运用神魂之力的情况下 他那微弱的力量 对周园并没有任何的影响 夭夭 你没事 真的太好了 周园将眼前的人儿死死地抱在怀中 他贪婪地嗅着女孩身上的体香 不断地喃喃道 他无法想象 如果今日夭夭出事 对于他而言 将会是何种的打击 瑶瑶推着周园胸膛的御手停了下来 背齿轻咬红唇 这是他第一次从周园的声音中 听出惊慌失措之意 这个家伙 即便是当年八脉未开 无法修炼时 都未曾这般惊慌绝望过 但此时 瑶瑶却是能够清晰地感觉到 周园的那种惊慌 而这种情绪显然都是源自于他 这让得瑶瑶那素来淡薄的心境 荡起了一圈圈的涟漪 一种柔软之感触及心灵深处 那种感觉 让得瑶瑶如白玉般的脸颊上 也是浮现了浅浅的飞红 那一瞬足以惊艳时光 好了 我没事 瑶瑶玉手穿过周园的臂弯 轻轻地拍了拍后背 声音前左未有的轻柔 听着瑶瑶的声音 周园心中那种惊慌 终于是渐渐地平息 她如是重负地松了一口气 然后她此时方才感觉到 怀中的温香软玉与那美妙曲线 手臂微微用力 瑶瑶的身材可真好 她心中闪过这半念头 这严格说起来 她还是第一次将瑶瑶给抱在怀中 周园微微低头 然后瞧见了瑶瑶那修长白皙的脖颈 以及那晶莹可爱的小耳垂 于是 她鬼使神差地低头凑上去 轻轻地咬了一口那晶莹的小耳垂 再然后 周园就感觉到怀中的郊区猛然一枪 而周园已是在此时猛地清醒过来 顿时一个机灵 连忙放开摇摇 而此时的后者 绝美地预言上一片通红 不过那一对美眸 却是冒着寒气地盯着她 其中还隐藏着一些羞愤之意 周园连忙硬着头皮 妖妖 你要相信我 我只是一时冲动 周园 你真的是 狗胆包天 当妖妖的声音落下时 只见得其玉手一握 一道由神魂之力所凝炼而成的长鞭 便是显向而出 妖妖 你听我解释 神魂长鞭猛然回处 虚空微震 便是狠狠地对着周园冲了过去 神魂长鞭落到身上 周园顿时发出了惨叫声 抱头鼠窜 在那震魂山外 左丘清雨 李纯军 宁战三人 听得那山中传来的鬼哭狼嚎声 顿时面面相去 眼神惊疑不定 难道这震魂山中 还有这圣公的圣子坐镇吗 竟然把周园打得惨叫成这样 当周园与妖妖自震魂山中出来 与左丘清雨三人碰面的时候 后者三人便是错愕地见到周园一副伪迷的模样 跟先前斩杀圣公两位圣子的凶悍其实完全不一样 喂 你是被里面的毒气伤到了吗 宁战惊讶地问 周园偷偷地看了一眼旁边的妖妖 后者翘脸平淡如水 当即他尴尬地笑了下 没 可能是之前跟那两人交手 元气消耗太大了 左丘清雨他们倒是不宜有他 毕竟在他们看来 周园斩杀两位圣公圣子 自身的元气消耗过大 也是理所应当 妖妖你没事可太好了 左丘清雨走上前来 拉住妖妖小手 那娇媚的小脸上有着如是重负之色 妖妖也是反手握住左丘清雨的小手 绝美的预言上有着略显温和的笑容浮现出来 他眼下已是知晓 左丘清雨他们来到此处都是为了救他 这倒是让得他稍微有些感动 毕竟他很清楚 左丘清雨他们如此行为 已是冒了不小的风险 此次的事情 圣公是主要设计者 不过此地距离天鬼府极为的接近 他们应该也有所参与 另外 有关于11被困的消息 是有人从天鬼府那边 暗中给我们传递的消息 李纯军缠绕着黑布的双目 投向周园 你应该猜到 那传递消息的人是谁 周园点点头 那传递消息者应该就是真虚了 因为此事有天鬼府的参与 所以他也不可能露面 毕竟如今的他 在天鬼府中身份地位也不算高 不可能阻挠了这种事情 他能够以天鬼府弟子的身份 将消息传出 已经是他所能够做到的极限了 所以对于真虚 周园也是抱着一份感激 这些当初一起从苍茫大陆 走出来的小伙伴 都没有让得周园失望 此次的事情倒是因为我 才让那圣公找到机会 设举一夭夭 周园说道 他已是知晓 夭夭会出现在这里 完全是为了帮他找寻 助神医保 好用来帮他还债 这倒是令得他有些惭愧 那你之后可得好好看着一点 若是夭夭出了什么事 我都不会放过你 左秋轻渝对着周园晃了晃笑拳头 周园干笑着点点头 而在他们这里说话间 忽然远处天空上 有着一道惊天动地般的 售吼声响彻而起 再然后 他们便是见到一道光芒破空而来 最后化为一头神秘凶兽 携带着滚滚凶威 出现在了这片上空 那凶兽浑身披着金色鳞甲 足体踏着元气 聚嘴之间有着神秘的黑光流转 赫然便是吞吞 吞吞的兽童中 弥漫着狂暴的杀影 不过他很快就发现了 立于山头上的周园 妖妖等人 兽童中顿时爆发出欢喜之色 他那庞大的身躯 迅速地缩小 最后急掠而下 他落到周园的头上 冲着妖妖发出低吼声 同时爪子不断地踩着周园的脑袋 瑶瑶能够感受到吞吞吼声中的那种担心之意 而且在吞吞的身上 有着一些大战的痕迹 显然 在吞吞得到他被困的消息后 也是与圣公的圣子爆发了大战 最后摆脱敌人立即赶来 于是他微微笑了笑 伸出小手将吞吞 从周园的脑袋上抱了下来 轻轻揉了揉 他能变得柔软的金色毛发 没事了 不用担心 在吞吞赶来后不久 又是有着四道光芒从天而降 落到了山头上 那领头者竟然是孔圣 赵竹等四位苍玄宗的圣子 圣公的圣子呢 孔圣看向周园夭夭 眉头微皱了一下 直接问道 虽说他们见来风与周园夭夭有些恩怨 但那毕竟是在对内的时候 眼下身处玄园洞天内 孔圣还是能够分得清楚 主次矛盾 所以在接到李清禅的传信后 他也是竭力地赶来 据说圣公在此的两位圣子 是雷俊与铁魔 这两人实力不弱 在圣公诸圣子中 也是排境中有 赵竹看了周园一眼 慢吞吞地说 你形势简直莽撞 没有其他圣子持远 也敢单独前来 也不怕出了问题 到时候如何交代 周园撇撇嘴 虽然对于他们赶来救援 有点感谢 但这家伙说话 真是时刻都让人欢喜不起来 那雷俊与铁魔 都被周园斩杀了 倒是一旁的左丘清禹出声说 此言一出 赵主等人顿时一正 玄疾忍不住地笑出声来 你胡说什么呢 对方可是两位圣子的 而且就算打不过 他们还跑不掉吗 不提对方人数的优势 而且想要斩杀一位圣子 可比将其打败 难度高太多了 就连孔圣都是眉头皱起 显然是觉得 左丘清于所说 太过的不切实际 想要将那雷俊铁魔斩杀 就算是他们 苍玄宗十大圣子中 能够做到这一点的 都围有着他们排名极为靠前的 屈指可数的几人 左丘清于耸耸相间 这般动作在他做来 却是显得极为的俏皮妩媚 然后他伸出玉指 指向远处一座崩塌的山壁 能 人现在还在那挂着呢 孔圣照着他们的目光 立即投射而去 然后便是见到了被镶嵌于山壁间的 那道生机全部消散的尸身 当即便是忍不住 倒吸了一口冷气 连孔圣脸皮都是猛地抽搐了一下 还有一个雷俊 被周园直接打爆了 尸身都没留下 一旁的宁战坏笑道 孔圣他们一片沉默 好片刻后方才清醒过来 孔圣再次看向周园的目光中 第一次的出现了一些凝重 因为如果这真的是周园所做的话 那么也就是说 如今周园的实力 已经开始追上了他们十大圣子中的第一梯队 而赵竹则是愣了许久 面色复杂 以往他总是以圣子的身份来压周园 可今日之后他明白 他的这种行为简直就是笑话了 他的实力顶多就与雷俊铁魔相仿 然而周园能够斩杀对方两人 那也就是说 周园的实力已经开始将他超越 孔圣深深地看了周园一眼 既然没事了 那就好 辛苦大家了 周园抱拳 虽说对方没有帮上什么忙 但这支援的情他还是领呢 准备回撤吧 这里临近天鬼府 他们如今和圣公有些牵扯 此地不宜久留 其他人皆是点点头 不过 就在他们准备分别时 突然这天地间的元气 仿佛是猛地沸腾起来 滔天的巨浪 自那大悬山脉深处爆发开来 在那高空之上 形成了巨大的元气浪潮 浪潮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扩散开 与空气摩擦时带来惊雷之声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 让得在场的人面色结实一变 因为这种元气浪潮 连他们都是有着一种心悸的感觉 怎么回事啊 赵竹惊问 遥遥美眸眺望着大悬山脉深处 绝美的俏脸上 也是有着一抹惊异之色浮现出来 大悬山脉中的那座超级结界已经破碎 那道隐藏于最深处的大机缘 要现世了 此话一出 就连孔圣瞳孔都是猛的一锁 赵竹等人 更是眼中有着掩饰不住的兴奋 与激动爆发出来 他们在这大悬山脉开辟许久的时间 不就是为了这道大机缘吗 而如今 那道各方期盼已久的大机缘 总算是要出现了吗 周元也是舔了舔嘴唇 他抬头望着大悬山脉深处 深吸了一口气 他知道 当那道大机缘现世的时候 这悬缘动天之争 方才是到了真正白热化与精彩的时候 来自大悬山脉深处的元气浪潮 很快便是被各方宗门所察觉 而当他们搞清楚源头后 整个大悬山脉都是在这一刻沸腾了 各方势力皆是眼神热切地望着山脉深处 他们都知晓 山脉深处的大机缘 应该就是此次悬缘动天的最后一站 如果能够侥幸地获得一份机缘 必然能够令得他们一步登天 沧玄宗大本营 楚清 李清禅 孔圣等诸圣子 都是齐聚于此 不过此时他们的目光 还停留在周元的身上 那是因为之前他们也是知晓了周元 斩杀了圣公两位圣子的消息 面对着这种震撼性的消息 就算是他们都是表达出了极大的震惊 那看向周元的目光中 皆是有着浓浓的凝重之色 而类似顾红一他们这些弟子 更是双目放光 一个个显得极其的兴奋与激动 投向周元的目光中 满是钦佩与敬畏 毕竟他们自从进入玄缘动天后 他们沧玄宗与圣公那边 也是有着许多的摩擦 但更多的时候 都是他们这边吃亏 所以 众弟子心中 也是憋着一些闷气 但这一刻 这些闷气伴随着周元的惊人的战机 直接尽数地被扫除干净 此时的他们 感觉到一种扬眉吐气 只不过让得他们感到有些难以置信的是 这种惊人的战机竟然是出自周元之手 要知道 此时的周元 其实还只是他们圣元峰的首席弟子而已 除卿轻轻壳一声 将众人的视线拉了回来 周元师弟此次闭关 实力突飞猛进 倒是我们沧玄宗的姓氏 不过大家也莫要因此小觑了圣公 如今那最后的大机缘现世 他们必然会全力争夺 不会再有丝毫的保留 众人文言皆是面色凝重地点点头 虽然他们极其地讨厌圣公 但也不得不承认 如今的圣公如日中天 实力不断地增强 小觑他们简直就是自寻死路 接下来我们也准备动身 直接前往山脉深处 看看那所谓的大机缘究竟是何物吧 楚清抬起眼眸 望着山脉深处 面对着那等大机缘现世 即便是他这背懒的性子 都是生出了一点好奇之心 其他人文言 眼神也是渐渐地火热起来 藏玄宗的弟子 很快便是准备妥当 然后以楚清 孔圣 李清禅为首 铺天盖地的腾空而起 最后驾驭着元气 迅速地对着山脉深处 急掠而去 而与此同时 大悬山脉各处 皆是有着一波波身影 暴射而出 自那四面八方而来 急速地赶往山脉深处 整个大悬山脉在此时变得火爆起来 当沧玄宗赶往大悬山脉深处的途中时 能够遇见不少其他各宗的人马 后者瞧得沧玄宗这浩荡人马时 皆是选择避开 然后诸多好奇的目光在其中扫射一圈 最后竟是停在了周元的身上 哎 听说那周元 先前斩杀了圣公两位圣子 哦 不可能吧 嘿 圣公设计埋伏的沧玄宗的周小妖 周元与其关系匪浅 为此大度杀心 圣公的铁魔与雷俊两位圣子 都是为能脱身 这也太生猛了吧 以一敌二竟然将对方尽数斩杀 没想到沧玄宗除了楚清 孔盛 李清禅外 竟然还有这般狠人啊 歌中切切丝欲声 在各宗间传开 那些投向周元的视线 就算是其他族门的圣子 眼中都满是忌惮之音 显然 经此一战后 周元则是彻底出名了 不过对于那些目光 周元倒是犹若未闻 因为在他看来 斩杀了圣公两位排名居中的圣子 并不算得什么了不起的本事 若是可以 他倒是希望将那圣公的金蝉子斩杀 之前那座镇魂山中的毒气 据说便是那金蝉子所布置 这算是一笔恩怨 而且在进入大悬山脉之前 那金蝉子还出手袭杀于他 如果不是他那时候 拥有着龙贤真水护神 还真是会被这家伙偷袭得手 所以这又是一笔恩怨 周元的性格 素来都是恩怨分明 既然这金蝉子屡屡出手 那么这一次 周元就要将他这手 给生生斩了 而当周元心中心绪转动的时候 忽然间 他感觉到天地间 有着无数震撼的哗然声响起 而周围的苍玄宗圣子们 也是发出了惊呼声 这令得他心头一跳 知晓 重头戏终于是到了 于是他抬起头来 只见得在那山脉最深处 一座巍峨无比的古老大山 静静地处立 而那引得整个大悬山脉 沸腾的元气浪潮 便是由此而发 周元的目光凝望着 这座古老大山的最顶端 那里虽然有着云雾遮掩 但却是无法遮掩住 周元锐利的目光 古山最顶端 有着光彩绽放 古山形状 有些像是一座 巨大无比的石碑 在那最高处 有七座飓风 一风高于一风 巍峨雄伟 而在那风顶之巅 玉光绽放 每一风上 皆是有着一座古老的玉壁 玉壁静静地处立 绽放着滔天玉光 神秘莫测 玉壁之中 如果仔细看去 隐约能够看见一些光芒 隐于其中 仿佛是孕育着一些东西 那些光芒 使而浮现出一圈圈的光彩 最多的光彩 甚至是达到了八种颜色 当各宗的圣子 察觉到那八彩光芒时 顿时有着无数吸冷气的声音 此起彼伏地响起来 孔圣 李清禅他们 同样是一脸的震惊 好伴上后 他们方才对视一眼 有些失态 那玉壁中的是什么 楚清摸了摸光溜溜的脑袋 你们不是都猜到了吗 一旁的周元 也是忍不住地填了填嘴唇 他的目光 同样是凝固在那神秘玉壁上 根本一不开眼睛 因为他同样很明白 那种八彩光芒代表着什么 那代表着 在那神秘的玉壁之中 竟然孕育着八色 诸神异宝 这种仅仅存在于 传说之中的奇物 这大悬山脉深处的大纪元 果然是不负众望 只是不知道 想要抵达那玉壁之前 又该会经历一场 何等惨烈的血雨腥风 第636章 第三圣文 古老巍峨的大山 屹立于大悬山脉最深处 在那七座峰顶之上 神秘的玉壁 散发着璀璨的光芒 吸引着所有的目光 来到此处的各方式里 都是呼吸粗重地 望着那七座玉壁 显然 他们也是察觉到 那玉壁之中 似乎是孕育着数量不少的 祝神异宝 甚至在那最后三座的 古老玉壁中 还存在着八色祝神异宝 这对各方宗派弟子 皆是造成了极大的震撼 毕竟八色祝神异宝 对于他们而言 几乎只是存在于传说之中 放眼整个苍玄天 能够开辟出八神府的人 恐怕上百年 才会出现一个 而眼下 这里的八色祝神异宝 不止一个 可想而知 这一道所谓的大机缘 究竟是雄厚到了何种程度 这片天地间 不断地有着破风声响起 一波波人马不断地赶来 而圣公 百花仙公等 其他五大巨头宗派的人马 也是赶制 直接是落到了 距离那座古老巍峨的大山 最为接近的一座座山头之上 当他们来到时 那炽热的目光 同样是凝固在那七座玉壁之上 即便是那素来 都是笑眯眯的江泰神 脸庞上的笑容 都是在此时 一点点地收敛起来 那眼眸之中的炊热 犹如是要将那玉壁点燃一般 哼 没想到竟然会有 这八色祝神异宝的存在 这一次 可算是没白来 金蝉子金色的树童 盯着玉壁缓缓地说 那瞻台青也是伸出粉嫩舌头 舔了舔红润的嘴唇 这七座玉壁层次分明 看起来应该是那最后一座 最为的雄伟 如果没猜错的话 那最后一座玉壁 才算是玉壁之王 江泰神轻轻念头 七座山峰高低分明 而且那最高处的一座玉壁 那种古老的气息 最为的浓烈 隐隐间 甚至是给人一种 仿佛当悬缘动天诞生时 那座玉壁就开始存在 显然 七座玉壁虽然皆是奇宝 但那立于最高处的那座玉壁 方才是七座玉壁之首 可以想象 那座玉壁之内孕育之物 将会是远超其他六座玉壁 江泰神修长的食指交叉 他凝望着那最高处的古老玉壁 片刻后 目光忽然转向了 苍玄宗所在的方向 淡淡地说 那周元还真是屡屡出人意料 现在我倒是有些明白 为何公主他老人家会亲自下令的 假以时日 此人会是我圣公的一个威胁 一下子损失两位圣子 这对于圣公这边的士气 可是有着不小的打击 金蝉子面色漠然 金色树铜带着无尽的冰冷 锁定了远处周元的身影 之前的那场设计 乃是由他主导 原本以为是万无一失 结果没想到周元的到来 不仅将他的计划打得支离破碎 甚至还令得他们损失了两位圣子 放心 此次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会亲自出手 金蝉子平静地说 我会让他明白 招惹上的圣公 究竟是多么愚蠢的行为 经过先前的探测 这玉碧山 唯有手持悬碑令者方可进入 藏悬宗众弟子这边 李清禅出声说 在先前的时候 他们已经做了一些试探 发现那玉碧山之内 散发着一种强大的立场 而只有手持悬碑令者 方才能够抵御那道立场 嗯 如今我们各大圣子 皆是有着完整的悬碑令 看来这最后的争斗 寻常弟子无法参与 楚清点点头 这表明 这最后的大机缘之争 是各宗圣子间的战场 眼下最重要的问题是 其作玉碧 我们要争夺哪一座 孔盛缓缓地说出了 眼下众人最关心的话题 七座玉碧虽然不凡 但摆明了品界皆是不同 特别是那散发着 八色光芒的玉碧 更是唯有利于 最高处的三座 也就是说 只有这三座玉碧内 可能孕育着八色主神医宝 而眼下六大巨宗 皆是在此胡适担担 僧多周少 想要抢夺一场激烈大战 绝对避免不了 那最高处的古老玉碧 应该才是此次机缘之首 这一点 想必大家也都看得出来 李清禅说 其余圣子也是点点头 不过那最高处的玉碧 圣公必然势在必得 如果我们打算争夺的话 那就会和圣公 江太神他们全面开战 其他圣子眼神也是威宁 虽说之前他们和圣公 也的确是有这一些交锋 但他们都明白 圣公根本就没有展现出 真正的力量 如那江太神 詹台青 金蝉子 这三人 在圣州大陆的圣子榜上 高居第一 第三 第五 各个都是无比凶悍的角色 他们之前未曾全力出手 只是因为出现的机缘 还不足以打动他们 但眼下 当那八色助神异宝出现的时候 就算是江太神 都将不会再做保留 圣公最顶尖的战力 将会火力全开 面对这种状态下的圣公人马 即便他们已是有这两位圣子 被周园斩杀 但苍玄宗的圣子依然清楚 他们苍玄宗不见得 就能够有什么优势 所以 如果选择那座 蕴含着最大机缘的玉璧 也就代表着 双方将会全力开战 而与圣公开战 那难度显然远高于和其他四大宗头宗派相争 结果如何 不可预知 如何取舍 是一个问题 在众圣子陈寅间 周园抬起头 遥望着那最高处的古老玉璧 他深吸一口气 忍不住地眨了眨眼睛 手掌 亦是微微一颤 怎么了 站在他身边的妖妖 敏感地察觉到 低声闻 周园揉了揉眼睛 眼瞳深处 古老圣文 不自觉地流转起来 而当他抬起手掌时 能够见到掌心中 古老的地圣文 也是若隐若现 第三道圣文 他看向妖妖 嘴巴动了动 元气包裹着声音 传入了后者耳中 虽然他的面色依旧平静 但心中却是在此时 掀起了阵阵惊涛 显然 此时此刻 他体内的两道圣文 忽然受到引动 唯一能够解释的就是 两道圣文感受到了 第三道圣文的存在 周园的目光 凝聚在了那最高处的玉壁中 当他的目光 凝聚在这里的时候 体内的两道圣文 震动得愈发的厉害了 答案已经很明确了 第三道圣文 竟然存在于 那最后一座玉壁之中 遥遥美眸清明 玉壽轻浮着 怀中吞吞柔软的毛发 那第三道圣文 果然是出现了 与此同时 圣公方向 只见得十数道身影 缓缓地升空而起 江太神凌空而立 他衣袍随风飘动 白发轻舞 面旁上带着些许笑容 然而就是这般 轻飘飘的姿态 却是引得无数忌惮 敬畏的目光投射而来 圣州大陆 圣子榜第一的威名 的确是名不虚传 他手掌赋于身后 抬头 遥望着那最高处的玉壁 在下圣公江太神 在此 还望各州能给我一份薄面 这第七座玉壁 就莫要与我圣公相争了 他言语平淡 然而语气之间 却是有着令人心悸的霸气 缓缓地散发出来 第六百三十七章 大战将起 江太神脚踏元气 副手而立 他的声音在这片天地间回荡 引得无数忌惮而敬畏的目光 投射而来 虽说他所说的话语 听起来极为的狂妄 但在场的人都知晓 江太神 有说这种话的本钱 而面对着此时 气势滔天的江太神 就算是其他几大剧宗 一时间都是没有说话 于是 当江太神话语说出时 这玉壁山外 仿佛都是变得安静下来 以一人之威 几乎是横压此时 这圣子榜第一人 果真是名不虚传 不过在场的人 皆是这苍玄天 年轻一辈中 骄子般的人物 步伐藏龙卧虎之辈 所以很快都是回过神来 一道声音最先响起 哼 我卢大门靠面子 走南闯北这么多年 眼下都没说此话 你又算哪根葱啊 此话尖锐 一经说出 顿时引起低低的哄哮声 便是将江太神的营造而出的 威压气势 引得微微一致 而其他各方的圣子 也是开始目光闪烁 江太神眼神瞬间变得森冷起来 强悍的元气在其周身涌动 锐利的目光如同鹰损一般扫尸 同时其元气蔓延 感应着那说话之人 不过玄疾他面色便是微臣 因为那说话者似乎极其的精通 敛气之术 竟然连他都是无法追根溯源 将其拎出来 这不由的令得江太神情中略感恼火 看来他倒是有些小觑了苍玄天诸多骄子 他们或许战斗力不及他 可一些旁门左道 也是让人防不胜防 他先前先发制人 故意以势压迫 借助着圣公与他那圣子榜第一的威名 试图先在其他各方圣子心中留下烙印 但这关键的时候 有人暗中出声 倒是令得他功亏于愧 从那些渐渐浮动的人心来看 江太神知晓 他先前的打算有些落空 苍玄宗方向 楚清摸了摸光溜溜的脑袋 他望着其他圣子叹了一口气 那座玉碧之王 你们舍得让出去吗 为战而让 愧对我这一口气 孔圣怀中抱着一柄斑驳长剑 李清禅也是深吸一口气 我苍玄宗不可不战而退 即便是面对着圣公与江太神 其他圣子也是眼神渐渐的伶俐 先前他们也是被江太神的气势所振 但戴得回神后 不免感到有些羞愧 如果他们在这里 连与江太神争斗的勇气都没有 那未来又如何让得他们苍玄宗 重回苍玄天最强之宗 周元望着其他圣子的神太 也是悄悄地松了一口气 眼下他已是知晓 那第三道圣文 隐匿在最后一座玉碧之中 如果苍玄宗选择不与圣公相争的话 那对于他而言 无疑是一件极其麻烦的事情 楚清环顾一圈 仰天常态 唉 你们这些家伙 一个个嘴巴这么厉害 但还不是要我去对付江太神 那个混蛋吗 藏玄宗其他圣子 皆是露出玩耳之色 李清禅眼唇轻笑 楚清师兄 如果你能把江太神那圣子榜第一的位置打下来 想必长交会欣喜万分 哪有那么容易啊 不过虽然这般说着 楚清还是上前一步 那一瞬间 其身躯上的蓝散气质 似乎是消散而去 他眼目盯着江太神 唉 江太神 你圣公想要独占这玉碧之王 恐怕还得问问我 苍玄宗同不同意 当楚清开口说话时 那漫天的目光 也是不约而同的汇聚而来 滴滴的哗人声响起 苍玄宗果然出面了 那楚清也是非凡般的人物 今日他若是要出面 江太神算是遇见真正的对手了 放眼这圣州大陆诸多圣子 能与江太神抗衡的也唯有楚清 这两人终归还是要对上了 江太神面色淡默地将视线投向楚清 楚清 你今日就真打算与我过不去吗 楚清咧嘴一笑 天地之宝 可没写上你圣公之名 为何我苍玄宗就争不得 江太神面无表情 投向楚清的目光 锋利地让人心计 然而面对着江太神内的目光 楚清却是面不改色 带着笑容与其对视 两人的目光对碰 有着淡淡的杀意生腾起来 直接是引得天地间的温度 都是开始降低 望着这一幕的其他各方圣子 皆是心头威灵 自从进入玄园洞天以来 苍玄宗与圣公虽然有过交手 但说实在的 不论是江太神还是楚清 都并未真正地动手 他们仿佛是在克制着 但眼下这种情况 他们想要再克制 也是不可能的事情 这圣子榜排名第一 第二的两位超级猛人 终归是要交锋一场 江太神缓缓地收回目光 眼皮微唇 楚清 既然你执意要与我圣公过不去 那若是导致你苍玄宗圣子 废葬于此 可就怪不得我了 此言一出 各方圣子皆是心头一寒 这江太神竟然说出了如此狠话 显然是对苍玄宗的杀业 浓烈到了极致 楚清双目微眯 素来玩世不恭的俊郎脸庞 也是在此时 有着冰冷寒意涌现出来 哼 那我倒是想要看看 以江太神 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江太神点了点头 然后如鹰损般的目光 又是投向其他方向 还有哪方要来与我圣公指教 这一次倒是无人在说话 因为已经有了苍玄宗表态 那么接下来 他们完全可以观看局势 看看这双方龙虎争斗 究竟是谁能笑到最后 到时候 他们再来根据局势 判断如何行事 江太神见状没有再说什么 面色漠然地落下身去 开始做着准备 与此同时 其他四大剧宗 也是做出了抉择 毕竟看眼下的情况 唯有最后三座玉璧 方才孕育着八色 祝神异宝 所以他们自然是要争夺 百花仙公与天鬼府 直接是选择了争夺那第二座孕育着八色 祝神异宝的玉璧 这两方也算是有所恩怨 如今对上 火气也是十足 问剑宗与北明镇龙殿 素来都是比较中立 如今为了那第三座孕育着八色 祝神异宝的玉璧 也唯有做过一场 看看谁能更胜一筹 六大剧宗 暂时选择了最后三座玉璧 于是 空出来的另外四座玉璧 便是成了其他 诸多各方宗派势力聚焦之地 一时间 整个天地仿佛都是充满了火药味道 杀气悄然弥漫 一炷香后 以江太神为首的圣公圣子队伍 率先掠空而起 直接对着那最后一座玉璧峰 暴射而去 苍玄宗圣子 随我走 与他圣公争上一会 楚清见状也是深吸一口气 蓝散的气质在此时陡然一变 那双目中首次出现了战役 低沉喝道 刷 他的身影率先冲天而起 在其后方 孔圣李清禅立即跟随 周元宇夭夭对视一眼 也是跟了上去 在那后方 顾洪一等诸多苍玄宗的弟子 也是在此时高喝 我等祝愿诸圣子齐开得胜 他们只想 进入苍玄洞天以来 最为惨烈 已是最为凶险的一场争斗 便是将要在此时 彻彻底底地 拉开序幕 第六百三十八章 两宗斗法 苍玄宗的圣子队伍 以楚清为首 脚踏元气掠空而起 在那无数道 视线的注视下 直接对着那座 巍峨巨大的古老山岳 急驰而去 他们的目标 直至那最后一座 也是最高的一座山峰 在那山峰之巅 神秘的玉璧 散发着璀璨的光滑 吸引着无数垂涎 而贪婪的目光 而随着他们 接近那座古老的玉璧山 楚清 周园他们 皆是感觉到了一股 磅礴浩瀚的天地元气 弥漫在其周围 在那种天地元气之下 他们飞略的身形 犹如是受到了某种压制 开始降低 看来这玉璧山中 不可腾飞 楚清眼神微动 手掌一挥 身形便是率先落下 迅速地落到了那 第七座山峰半妖处 这里遍布着参天巨树 他们则是立于巨树树顶之上 楚清立于最前方 他平日里玩世不恭的脸庞 在此时少见的有些肃染 他并没有继续率重前行 而是将目光投向了前方 因为此时 在那通往峰顶的道路上 一道道气势不凡的身影 或立或盘坐 将那前方之路 堵得严严实实 而在那最上方的三道身影 正是江太神 詹台青与金蝉子 玉壁山外 无数道视线都是凝聚在这里 因为谁都清楚 这里的对碰 算得上是此地之最 即便是其他四大巨宗 也没有这里精彩 眼下 江太神等人 已是将那最后一座玉壁 当作圣公之物 而以楚清为首的苍玄宗圣子 必然不会同意 所以这双方 不论谁想要得到那座玉壁之王 必然需要先真正的斗过一场 眼下这里 没了旁人的干扰 恐怕就是最好的战场 楚清 你现在后悔的话还来得及 我允许你们退走 去争夺另外的玉壁 江太神白色头发随风飘舞 楚清一笑 江太神 现在在说这话 未免显得太优柔寡断了吧 这可不是我认识的江太神啊 只是不想平白地浪费时间而已 不过罢了 既然你们执意寻死 我也不好阻拦着你们 毕竟这里 也的确是一座不错的葬身之地 江太神缓缓地伸起手掌 轻轻一挥 送他们一份大礼吧 当其声落时 那诸多圣公圣子 顿时面露争鸣笑容 手掌一握 只见的一道道古老斑驳的卷肘 出现在了他们手中 他们直接撕开卷肘 顿时 卷肘中有着狂暴无比的元气爆发而起 直接是在天地间引起滚滚惊雷声 无数道光线自那些卷肘中射出 在天空交致 隐隐间 似乎是形成了一幅古老的图卷 图卷如光幕 遮天蔽日 一股令人心计的波动 不断地在那其中散发出来 引得天地别色 这边的动静 立即被那无数道视线所察觉 当即就爆发出滔天般的哗然声 那是什么 好恐怖的元气波动啊 是什么元宝吗 圣公果然不好惹 竟然还藏着这般手段 在百花仙宫处 左秋青鱼与绿罗对视一眼 美目中皆是有着一些担忧之色 显然也是察觉到了那圣公手段之强 在那第七座山峰中 楚青也是抬头望着那古老的光图 瞳孔微微一缩 这是 朱灵图 此言一出 旁边的孔圣 李清禅 纷纷变色 朱灵图 怎么可能 传闻圣公之中 有一圣级元宝 名为朱灵图 微能莫测 足以毁天灭地 传闻当年圣公之主 还凭借此宝 与苍玄老祖交过手 此等之宝几乎是镇宗之物 怎么可能会出现在一些圣子的手中 而且凭他们的能力 也不可能催动朱灵图 眼力倒是不差 这的确是朱灵图 只不过是由公主他老人家 亲自炼制的一道仿制品吧 而且 还只能用这么一次 江泰神淡笑道 但李清禅他们心头依旧是一尘 朱灵图乃是货真价实的圣级元宝 即便眼下江泰神他们手中之物 只是一道仿制品 但微能依旧不可小觑 不过我想 用来灭了你们 应该不算太难 动手 呼 随着他声音落下 只见到天空上那盘踞的古老光图 猛地爆发出惊雷之声 天地间的元气呼啸而来 被那古老的光图尽数地吸收而去 片刻后 光图中间缓缓地裂开 犹如是形成了一道猙獰的巨嘴 无数道人头大小的光球 自其中喷布而出 那些光球之中 压缩凝聚着极为庞大的天地元气 每一颗都是散发着 极端危险的气息 呼 下一刻 那无数道元气光球 直接是铺天盖地的轰击而下 璀璨的光芒遮蔽天空 那每一颗光球 都不逊色于一位圣子的全力攻击 如今如此规模轰击而下 就算是楚清那等人物 都是难以硬扛 在那山外 无数道视线惊骇欲绝地望着这一幕 他们显然也是没想到 圣公的杀手锏 来得如此之快 这般公事 就算是苍玄宗那些圣子 能够抵抗下来 那也必然会死伤惨重 圣公之危 果真是不可轻易冒犯 在那下方 李清禅 孔圣他们面色也是忍不住的大变 想来 也是察觉到圣公这般公事的可怕 不过 就在他们将要出手时 楚清的身影忽然升起 他望着那呼啸而下的毁灭光球说 江太神 一道仿制品 也想将我 苍玄宗圣子一网打尽 你也太小瞧 我苍玄宗的底蕴了 他双掌合拢 然后缓缓地拉开 只见得在其掌心 元气光芒汇聚 在那光芒之间 竟是出现了一柄 精致小巧的青色小伞 那伞面之上 鸣刻着古老的符文 当其出现时 顿时吞吐着天地元气 青色小伞暴射而出 迎面暴涨 化为千丈大小 悬浮在诸多苍玄宗圣子的头顶上空 无数毁灭光球落江下来 轰击在青色小伞之上 但伞面顿时有着涟漪绽放 竟是直接将那无数毁灭光球 尽数地弹射而回 无数光球在天空上互相碰撞 狂暴地冲击波肆虐开来 李清禅他们惊讶地望着那青色巨伞 时声道 这是掌教的天罗伞 青阳掌教有一宝 名为天罗伞 虽然并非是圣级元宝 但却是位列天级上品 同样是罕见之宝 没想到眼下此宝竟然出现在了楚清的手中 显然 这应该是青阳掌教暗中交于楚清 所防止的便是圣弓的一些手段 据书之顶 江太神望着那青色巨伞 眉头微皱了一下 这楚清果然也是有所手段 看来就算是诸灵图也不容易将他们 直接灭杀 有意思 这青阳掌教将天罗伞都交给了楚清 看来很是防备我圣弓呢 在那一旁金蝉子弹笑 瞻台青红唇微起 他们有天罗伞相互 我们这朱灵图怕是诸灭不了他们了 江太神弹笑一声 不是 本就没打算就这么轻易地就端掉他们 诸灵图最终目的 并非是诛杀他们 而是困住他们 他双手合拢 猛然结印 天空上 那巨大的光图忽然震动起来 竟是喷发出滔天的迷雾 迷雾之中 犹如是有着尖笑之声 引得人神魂震荡 无法分辨方向 这迷神烟可混乱神魂 落入其中 便是犹如天地之牢 不可逃离 江太神绣袍轻轻一摆 淡淡地看了一眼 那被困在其中的苍玄宗圣子 圣公其余圣子 继续催动朱灵图 不断震杀 然后他目光转向 瞻台青金蝉子 你我三人可趁此直去封顶 先将那玉璧取走 之后再来和他们好好地玩一场 声音落下时 他脚尖一点 身形已是暴射而出 瞻台青与金蝉子点点头 看向那烟雾笼罩处 嘴角掀起一摩轻蔑之意 这苍玄宗的圣子竟然还网图与他们圣公 想象征也真的是痴心妄想 真不知道 带得他们得到那座玉璧后 那楚清等人的面色又将会如何的难看 这般想着 两人皆是吃笑出声 然后身影略出 跟随上江太神 迅速地对着那巍峨的山顶 急掠而去 第六百三十九章 已经过时 带着刺耳尖锐的烟雾 自天地间四面八方层层涌来 遮天蔽日 直接是将苍玄宗众圣子尽数的困住 身处其中 众圣子皆是感觉到天地混乱 难以分辨方向 而且同时间 在那茫茫烟雾中 还不断地有着恐怖的光球 呼啸而至 暗部杀机 楚清望着这一幕 眉头围皱了一下 双手结印 天罗散震动着 抵御着那些元气光球 那江太神 瞻台青 金蝉子三人 直接奔封顶而去了 忽然间 妖妖出声说 此言一出 李清蝉 孔圣等人皆是面色一变 如果让得江太神 他们率先夺得玉璧 想要再从他们的手中夺回来 那难度也就太大了 而且就算能抢夺 一旦逼得太狠 江太神甚至能将其摧毁 令得他们投属济气 我们先试试能否闯出这么一身烟 李清蝉 孔圣等其他圣子沉声道 下一刻 他们身形暴射而出 直接冲进了茫茫烟雾之中 不过很快的 他们的身影又皆是倒舍而回 面色有些难看 这烟雾能混乱神魂 一旦进去 失去方向 难以前行 李清蝉说 想要闯出 除非以极其雄厚的元气硬闯 或者神魂强横者 方才能够抵御迷神烟的干扰 孔圣眉头紧重 他与李清蝉 倒是可以尝试硬闯 但那样消耗太大了 即便闯出 又如何与江太神等人争斗 楚清说 这迷神烟我能闯出 但我起码还需要两人相助 江太神 詹台青 金蝉子都不是省油的灯 我所能做的 便是拖住江太神 其余圣子皆是一幕 江太神不用说 唯有楚清才能制衡 但那詹台青 金蝉子也是极其的不弱 就算是孔圣 李清蝉与其对上 也难有多大的优势 更何况 先前李清蝉与孔圣也说了 他们两人 虽说元气还算强横 但神魂却是有些弱 想要闯出迷神烟 将会有这不小的小号 在这种状态下 他们不可能会是 詹台青 金蝉子的对手 如此来看 他们的局面 简直是劣势到了极致 一时之间 场中的气氛 都是有些沉闷起来 这迷神烟 我与周元倒是能够闯出 而在他们沉默间 会有一道清月的声音响起 众人目光看去 那说话者正是妖妖 李清蝉美眸一亮 他们倒是险些将妖妖给忘记了 她的神魂极强 这迷神烟能拦住他们 但对于妖妖恐怕没有什么作用 更为重要的是 妖妖自身实力也是极其的强悍 她若是能够闯出 自然不会忌惮的圣公的詹台青 不过 妖妖可行 周元这里倒是有点问题 周元的话 能与金蝉子相斗吗 孔圣缓缓地出声 说出了心中的质疑 所以说之前周元 斩杀圣公两位圣子 战机娇人 不过眼下那金蝉子 可不是什么寻常圣子可比 那是在整个圣州圣子榜上 排名第五的存在 就算是孔圣 也没有多少的把握将其胜过 其他圣子也是有点迟疑 这种时候出去的人 必然会对上圣公三位最强的人 周元如果实力不济 反而会有着极大的危险 他杀了圣公两位圣子 对方如果有机会的话 必然不会对他有丝毫的留情 楚清沉吟了一下 看向周元 周元师弟 你的想法呢 不必勉强自己 如果实在不行 我们便退一步 放弃这座玉碧之王 周元平静地说 我愿意去 那座玉碧之王中 有着第三道圣文存在 他不可能将其放弃 而且金蝉子固然强横 但现在的他 也不再是之前 被那家伙偷袭的时候了 他也很想跟对方 将这笔账好好算一算 楚清文言 也是深深地看了周元一眼 好 既然周元师弟 有这般胆破 那就我三人闯出迷神烟 拦截江泰神三人 清蝉 这天罗伞交由你们掌控 死宝催动需要极大的元气 你们可联手催动 待得我三人闯出 与江泰神三人对阵的时候 你们也需全力 拖住圣公其他圣子 不得让他们分出人手干扰 李清蝉孔盛皆是点点头 嘱咐完毕 楚清也不拖沓 直接看向妖妖周元二人 动手吧 妖妖与周元对视一眼 皆是轻轻点头 楚清脚尖一点 顿时有着滚滚元气 自其体内爆发而出 而其身影更是直接化为一道流光 冲进了那茫茫迷神烟之中 周元与妖妖眉心神魂闪烁 也是立即跟了上去 李清蝉等众圣子 望着三人消失在烟雾中的身影 也是面色肃然 他们知晓 此次玄元洞天最后的争斗 恐怕就得看楚清 摇摇周元三人了 不过他们所面对的对手 也是圣公这一代 最为出色的佼佼者 而最终究竟谁能取胜 他们心中 也是没有半点的把握 苍玄宗与圣公此次的玄元洞天之争 究竟谁能成为最大的赢家 恐怕就要看这一场大战了 玉璧山外 无数道目光望着最后一座山峰中 弥漫开来的烟雾 苍玄宗的圣子被困住了 江太神 湛台青 金蝉子 直奔封顶的坐玉璧而去了 看来他们是打算先将玉璧夺到手 不愧是圣公啊 果真是凶悍 如果玉璧落入他们的手中 苍玄宗怕是再也难以争取到手了 看来此次相争 还是圣公技高一筹 诸多窃窃思语声响起 显然都是认为 这一次圣公与苍玄宗的最终争锋 还是圣公更有优势 左丘青鱼 绿罗 李纯军 宁战 真须等人 竟是轻叹一口气 不过 就在无数道视线为之遗憾时 忽然有人发出惊呼之声 因为他们见到 那浓郁的烟雾之中 或有三道光影 暴射而出 草学宗有人闯出来了 是谁啊 那为首者似乎是楚清 还有那个周小妖与周元 楚清倒是不出意外 但为何另外两人不是孔生与李情产呢 诸多人惊呼出声 妖妖速来低调 而周元更是刚刚声名雀起 在很多人看来 苍玄宗最强的三人 应该是楚清 孔圣与李清禅才是 圣公的那些圣子 自然也是见到了闯出来的三人 不过他们对视一眼 并没有阻拦 眼中反而是有着鸡翘之色流露出来 出来了又如何 因为真正的难关 可并不在他们这里 此时正对着封顶而去的江太神 詹台青 金蝉子 才是他们圣公最强大的仪仗 哼 去吧 逮得你们与我们圣公最强的三人碰见时 才会明白 如今的苍玄天 是属于我们圣公的 而你们苍玄宗 已经过时了 第六百四十章 战斗形态 在那山外无数道 惊异的目光注视下 楚清 周园 妖妖三人急掠而出 沿着飓风迅速而上 直追江太神三人而去 而在那前方 江太神神色微动 目光扫了一眼后方 哼 果真追来了 詹台青 星红的眼眸看了看 娇媚笑道 跟随楚清而来的 竟然是那周园与周小妖 真是有意思 原本我以为会是孔圣与李清禅呢 孔圣与李清禅神魂较弱 想要闯出弥神烟 元气会有所消耗 他们二人实力 本就不及你们 如果元气再提前消耗 基本没有胜算 本来 这也是在他江太神算计之中 只要那孔圣李清禅 敢强闯跟来 那么便可让詹台青 金禅子 直接将两人斩杀 但如今来看 倒是有点失算了 不过无碍 无非便是把将死的人 从孔圣李清禅 换成了周园与周小妖而已 江太神轻轻挥手 既然他们执意寻死 今日就满足他们吧 声音落下 他的身形也是停了下来 转过身 眼目默然地望着追来的楚清三人 詹台青与金禅子也是停了下来 眼中带着戏剧之色 玩味地盯着后方来人 瞧得江太神三人停下 楚清也是一挥手 率先停下 江太神 你未免也太心急了一些 楚清 急着去找死的人 可是你们呢 当江太神的声音落下的时候 所有人都是感觉到 一股惊人的元气波动 在此时江太神的体内 升腾而起 下方的大地 仿佛都是在此时震动起来 灰白色的元气 从江太神天灵盖 缓缓地升起 宛如巨大的滑盖 遮天蔽日 一股强悍的元气 微压笼罩于天地间 无数道目光凝重的望向这边 这位圣字榜排名第一的超级猛人 终于是要开始真正地展现 他那可怕的实力了吗 江太神眼神默然 他伸出修长的手指 摇摇地对着楚清 然后嘴角掀起一抹 充满着寒意的弧度 指尖轻轻一点 他指尖点下 顿时有着一道灰白元气 所化的脾炼咆哮而出 白色元气所过之处 连空间都是被腐蚀出了一道痕迹 可见 这江太神所修炼的元气之霸道 江太神这一指 寻常圣子若是应接的话 恐怕当场就得被秒杀 连尸体都会被那股腐蚀之气化为虚无 周圆望着那咆哮的白色元气皮链 不过下一刻 他眼瞳忽然一锁 因为他发现 那灰色元气猛的急转 竟是未曾冲着楚清而去 而是直奔贪而赖 这江太神竟然一出手 就直接对付他 那元气皮链速度极快 一个呼吸便是直冲周圆 不过他的面色倒是颇为的平静 并没有因此而惊慌 而就在那灰白元气距离周圆 仅有胀虚距离的时候 一道身影如鬼魅般地出现在了其前方 无知己目成全 一拳红冲 那全光与灰白色的元气皮链硬轰在一起 顿时有着狂暴的元气冲击波 肆虐开来 立于周圆身前的身影 纹丝不动 那光溜溜的脑袋反射着光泽 正是楚清 他抬起头来 望着江太神 哎呀江太神 我倒是有些奇怪 为何你们对周圆 似乎总是充满着格外强烈的杀意 之前那金蝉子 就曾经试图袭杀周圆 而眼下 竟然连江太神 都是在对周圆出手 所以说周圆 斩杀了圣公的圣子 吸引了很多的仇恨 但江太神 与金蝉子的表现 似乎是显得有些过急了一些 江太神 屈指轻弹 淡笑道 因为我感觉 未来这周圆 恐怕会对我圣公 有些威胁 既然如此 当然是要早早清除 楚清一笑 那感情还得感谢你们对他这么看重呢 不过今日有我在这里 你就别想动他 是吗 那我倒是想要瞧瞧 你楚清修炼的荒谷之气 今日能否护得住他 我也很想拧叫一下 你那名胜骨气 究竟又有多少进展呢 想必不会令你时忙的 江太神笑笑 然而他的眼目中 却是没有丝毫的笑意 他双手缓缓地摊开 衣袍无风自动 白发飘舞 灰白色的元气宛如风暴一般 自他的体内疯狂地爆发出来 整片天地 仿佛都是在此时震动着 那灰白色的元气 盘踞在天地间 带着异样的寒气 而且流动时 空气与其接触 直接是被生生地腐蚀成虚无 展台卿 金蝉子 你二人继续向前 先夺欲弊 元气翻涌 江太神又是看向身后两人 展台卿 金蝉子文言 也是点点头 然后身形极略而出 江太神就交给我了 那两个家伙 交给你们 有问题吗 楚清看了一眼 视线也是转向了周元夭夭 夭夭翘俏脸平淡 没有丝毫的拨来 倒是周元 微眯的目光锁定着金蝉子的身影 轻轻点头 走 周元清贺一声 与夭夭同时抱舍而出 追向张台卿 金蝉子 江太神看了一眼两人 倒并没有阻拦 因为他对于张台卿与金蝉子 同样有着信心 而周元二人 除了那周小妖略显神秘外 而周元却并没有真的被江太神 放进眼中 即便他之前斩杀了两位圣公的圣子 因为到了他们这种层子 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困难 目送着两人远去 江太神双臂抱胸 似笑非笑地盯着楚清 你就不怕让他们跟去 只是在找死吗 江太神 有自信是好事 不过可别变成了自大了 是吗 江太神绣袍清灰 滚滚灰白色的元气 在其身后盘踞 元气散发着光芒 渐渐地形成了璀璨的元气星斗 无数灰白色的星辰在其中闪烁 一股惊人的压迫感 缓缓地散发出来 天地间 无数道视线 带着惊骇地望着江太神身后的元气星斗 那其中的元气星辰 粗略一看 竟是达到了惊人的十万之数 十万元气星辰 这是何等强悍的元气底蕴呢 山外 各宗弟子皆是木灯口袋 这就是圣子榜第一人的实力吗 足足十万元气星辰 简直就是横压整个苍玄天年轻一辈啊 楚清抬起头 他望着江太神的十万元气星辰 眼目也是微眯 面庞上流露出一丝凝重 他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气 那速来慵懒的眼眸 也是在此时一点点地变得凌厉起来 他的双手缓缓地合拢 深黄色的元气也是在此时将其体内轰然爆发 深黄色的元气充斥天空 占据半壁 元气光芒映照虚空 同样是形成了元气化星斗 在那其中深黄色元气星辰闪烁光泽 九万五千 楚清的元气星辰赫然已是极为的接近十万之数 并不比江太神弱少多少 当初周元还猜测 楚清的元气底蕴应该是在六七万之数 但眼下来看 他显然还是小觑了他们苍玄宗这位圣子之首的底蕴 而且伴随着楚清体内元气毫无保留的爆发 所有人都是惊奇地见到 他那光溜溜的脑袋忽然在此时 有着黑色的头发生长出来 头发不断地生长 最后顺着身后如瀑布般地倾洒下来 远远看去犹如是披着黑色的披风 只不过那些长长的头发并不柔软 反而是闪烁着森森寒光 每一根头发都是宛如刀锋一般的锋利 锋锐 在那更下方 孔圣 李清禅等圣子暮光 也是远远地投射而来 当他们见到楚清这般模样 眼中也是有着光泽闪烁起来 真是好久没有见到他这般形态了 他们对视一眼 楚清因为修炼的荒谷之气 导致毛发不生 可一旦他将元气彻彻底底的催动时 就会形成眼前的形态 而李清禅他们将之称为楚清的战斗形态 只不过这些年来 能够将楚清逼得献出这般形态的次数 简直屈之可数 显然这一次面对着江泰神 楚清也是再无保留 天地间 无数道炽热的目光投射而来 这场战斗将是圣州大陆圣子榜第一和第二的较量 第六百四十一章 两女相斗 在那天地间无数道惊叹的目光之中 楚清立于一座参天古树树顶之上 那披散下来如针刺般的黑色长发轻轻摆动 闪烁着森冷的光泽 此时的楚清气势大变 之前的那种慵懒与玩世不恭尽数的散去 双目之中满是锋锐 楚清 你这般形态真是好久不见了 江泰神目光投射而来 楚清咧咧嘴 江泰神 上一次你侥幸取胜 这一次 说不得就没那般运气了 是吗 江泰神不知可否 不过他也明白 如果说苍玄天这年轻一辈谁还能够给他造成威胁 那么楚清是唯一之人 后者虽说元气星辰数量比他稍微少一点 但到了这个层次 那一点的元气星辰已经代表不了什么 今日这场较量 就连他也不敢轻易地携带 江泰神深吸了一口气 双掌清旋 顿时 灰白色的元气滚滚涌来 下一刻 他掌心猛然一震 只见得那雄浑的灰白元气 便是被化为无数灰白的元气颗粒 闪烁着阴寒光泽 鸣粉 江泰神眼神一寒 袖袍一挥 只见得无数灰白元气光力呼啸而出 铺天盖地地对着楚清笼罩而去 那些元气光力拥有着极强的腐蚀之力 一旦落在肉身 直接是将血肉融化 而且连绵不绝之下 寻常人根本难以招架 楚清望着那咆哮而来的无数光丽 眉头微挑 下一刻 他身后那如披风般的黑发掀起 无数细如牛毛般的黑发暴尸而出 宛如一轮黑色风暴 天空上 无数头发与光丽碰撞 爆发出低沉的爆炸声响 不过两人这番声势的攻势 不过只是试探而已 下一瞬 两人眼神瞬间凌厉 脚掌一跺 脚下的参天古树直接被震碎开来 而他们的身影则是化为光影暴射而出 最终在那无数道震撼的目光中 自那虚空之上狠狠地碰撞在一起 顿时半空之间 有着狂暴无比的元气冲击 肆虐开来 急速向前的周元 也是感受到了身后那种惊人的对碰 目光微闪 在他的感知中 江泰神与楚清的元气底蕴 都是超出了他的预料 这就是圣子榜第一与第二的势力吗 果然可怕 周元面色略显凝重 即便是他 此事也不得不承认 如果他现在就对上江泰神的话 恐怕根本难以取胜 不过他有着信心 一旦他突破到太初境九重天的话 就算是江泰神 他也不会再有丝毫的忌惮 周元很快地收敛了心神 因为他明白 这一次他的对手并非是江泰神 在那前方 两道光影极虑而出 江泰神与楚清交手呢 詹台青心红的美眸微微一闪 然后他看向后方 紧紧跟随的两道身影 这两只老鼠一直跟着 如果不解决掉的话 怕是难以安心取走玉璧 金蝉子也是弹叫一声 那就解决掉吧 你选谁 他看向詹台青 詹台青舔了舔红润嘴唇 之前听李青舔说 那周小妖似乎有些能耐 那我倒是很想试试 看看究竟是我蹂躏他呢 还是他蹂躏我 留一个周元给我 那也太没意思了一些 谁让你排名比我靠后呢 当然只能渐渐被挑剩下的了 金蝉子有些无奈地叹了口气 只是他看向周元的眼中 则是有些残忍之色 既然没选择 那就只能是他了 算了 待我将他擒下时 先斩了他的双手双脚吧 留着他的命 到时候让我玩吧 我可是和李青舔说过 要将那小子的血 全部抽出来呢 金蝉子随意地点点头 詹台青见状 急掠而出的郊躯 便是停了下来 落在了一座巨岩之上 只见得其红润小嘴微张 一道血光喷吐而出 血光之上 萦绕着浓烈的血气 而血光内 竟是一枚由鲜血凝凉而成 约莫寸须左右的血针 那血针缠绕着血毒 一旦被刺入体内 浑身血液都会随之污染 生不如死 血针直指夭夭而去 血针抱舍而来 夭夭自然也是有所察觉 那绝美的预言上没有什么波澜 光洁眉心有着神魂之光闪烁 下一刻 无形的神魂之力暴舍而出 也是化为了一枚神魂长针 两枚长针在那虚空中的对碰 发出清脆之声 元气动荡间 皆是爆碎开来 那位苍玄宗的师妹 可要下来玩一玩 湛台青娇声笑道 摇摇明眸看了他一眼 然后对着周元说 此女就交给我来对付吧 不知为何 周元似乎是从他的声音中 听出了一些寒意 嗯 我去追那金铲子 他们三人 早就分配好了彼此的对手 瑶瑶禽手微点 神魂之力驼付着郊区 便是徐徐地 落向了詹台青所在的那座巨石 而周元则是加速向前 追击金铲子 詹台青望着落下来的瑶瑶 眨了眨眼 真是好漂亮的人啊 漂亮得我都有些不忍心了 詹台青对于自身的容颜气质 也算是极其地有自信了 面对着李清禅他都不逊色 但眼下见到夭夭时 倒是感觉到自身有些被压制了 不过 这倒是更加令得詹台青 心中的毁灭欲望加强了 他想要看看 如果当他将眼前的人儿 体内鲜血抽走时 他还能保持着这般 完美漂亮的小脸蛋吗 瑶瑶并没有理会 詹台青那肆无忌惮的目光 眼神轻谋 你就是詹台青吧 詹台青笑眯眯地说 有何指教 瑶瑶盯着他 红唇微奇 我听李清禅说 你想将中原体内的鲜血抽出来玩玩 哟 原来那小子是你的小情郎啊 如果那小子落在我的手中 我的确是不介意把他的鲜血抽出来玩玩 你很生气吗 别担心 因为你跟他 会是一个下场的 我对抽鲜没什么兴趣 不过我觉得 把你的神魂抽出来 或许会更好玩一些 摇摇玉手微台 光洁眉心 神魂之光凝聚 再然后 一朵无形的魂岩 便是在詹台青微微变色的目光中 徐徐飘落 落在了夭夭修成的玉纸之上 他玉纸轻轻一弹 下一瞬 无形的魂岩爆射而出 无形之间 杀气腾腾 第六百四十二章 第三战场 巍峨的第七封上 无数道目光 汇聚于那已经爆发的两处战场 虽说其他六封此时 已是大战爆发 但显然 还是唯有这第七封 最为吸引眼球 那江泰神与楚清的第一第二交战 就不用说了 接下来 夭夭与詹台青的交手 同样是成为了亮点所在 两女皆是属于那种容颜气质绝顶者 这番交手自然引人注目 不过对于其他各宗而言 要论其知名度 显然是詹台青远胜夭夭 毕竟不论如何 詹台青在圣子榜上 也是高居第三 仅次于江泰神楚清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 一些因为夭夭的容颜 而注目于此的各方目光 倒是对其有些感到同情 但这种同情 伴随着两女的交手后 便是渐渐的消失 因为他们发现 虽说夭夭元气薄弱 可那神魂之力 却是强悍的令人发指 即便是面对着詹台青 这般厉害的对手 竟然丝毫未曾落入下风 甚至还显得游刃有余 此时的他们方才明白 苍玄宗竟然还隐藏了一位 如此厉害的人物 如今江泰神 楚清 周小妖 詹台青都已经交手 就只剩下金蝉子与那周园了 看样子 苍玄宗是打算让周园对决金蝉子了 这个决策 恐怕是苍玄宗这三环中 最差的一环了 那周园之前虽然表现不错 足以名列圣子之位 但可惜对上的是金蝉子 是啊 金蝉子在圣子榜上高居第五 如果换奏孔圣的话 或许还能与其斗一斗 而眼下去是派一个周园出来 确实有些自讨苦吃了 三环之中 如果周园这里不敌 恐怕会引起连锁反应 到时候 苍玄宗与圣公的此次博弈 将会出现大溃败 诸多窃窃思语声在交流着 苍玄宗前两环 楚清与妖妖这里 眼下来看都还算是不错 最起码是没有落什么下风 可唯有周园这边 最是充满着不确定性 显然 还是没什么人看好周园 左丘青鱼 绿罗等人有些担忧的目光 也是望着 那在最后一座巍峨山峰上 继续向前的两道身影 他们虽说比较相信周园 但也同样明白金蝉子的厉害 别看金蝉子排名 比江泰神 詹台青要厚一些 但不管如何 他也都是圣公 年轻一代的三大圣子之一 圣公其他的圣子 在金蝉子面前 都只有唯唯诺诺的份 所以 如果谁真的认为 金蝉子就要好对付一些的话 那只能说太过的天真 苍玄宗这边 一些弟子看着那第七座山峰 然后对着身前的顾鸿一问 周园师兄能打得过金蝉子吗 顾鸿一也是不知道怎么回答 于是他看向一旁的唐木新 金蝉等首席弟子 他们面面相觑 最终也是苦笑着摇摇头 就算是寻常的圣子 对于他们而言 都是高一个层次的存在 而金蝉子这种 更是圣子中顶尖级别的 他们根本无法想象其强悍程度 周园既然会出手 那就应该是有着一点把握 而且就算他不是金蝉子的对手 只要能够将其拖住 说不定 楚清师兄与夭夭那边 就能够分出胜负 唐木新只能如此出声 安慰着众人 不过其他弟子也不是傻子 当然听得出唐木新 言语间的很多不确定性 当即都是在心中叹了一口气 然后抬起头 面带忧色地望着那座巍峨山峰 金蝉子到封顶了 忽然间 唐木新翘脸微变 顾鸿一金章等人 眼神也是一宁 深吸一口气 他们知道 当金蝉子抵达封顶的时候 那么他必然会先将 跟随而来的周园先解决掉 这第三环之战 终归是要来了 周园脚尖自一棵树顶青点 而其身影则是如大鹏一般的直冲而起 穿破了一片云雾 最后他便是发现 眼前视野陡然开阔起来 封顶之上 极尾地辽阔 有着云雾缭绕 宛如仙境 周园的身影落在一块岩石上 他的目光 第一时间地望向了最深处 只见得在那里 一座巨大的玉壁 静静地处立 其上闪烁着神秘而古老的光泽 周园望着那座玉壁 眼神深处有着炽热之色掠光 他能够感觉到 那第三道圣文就在这座玉壁之中 看了树西 周园便是强行将目光转移而开 停在了不远处的那道背对着他的身影上 此时的金蝉子也是凝望着玉壁 覆手而立 没想到 你还真的敢跟来 金蝉子没有回头 却有着弹幕的声音传来 周园轻轻扭了扭头 好些账还没有给你算清楚呢 回头你躲进圣宫 我要算账还真是挺麻烦的 看来打败了我圣宫两位圣子 给了你很大的自信 之前在大悬山脉外时 你似乎没这般胆量和我说话 当时还真是没把握能打死你 不过现在的话应该有了 这些废话便不用再说了 周园 你现在自断双臂 我可以不计较两位圣子之死 因为上面有命令 要将你带回圣宫 虽然说不论死活 但你若是识趣 我可留你性命 这种幼稚的激怒之法 还是省什么 另外 我可没打算能让你活着 从这里走下去 话到最后 周园的眼中 已是有着胸光浮现 他已是知晓 之前设计妖妖 便是这金蝉子的主意 而且那镇魂山中的毒气 也是源自金蝉子 所以对于此人 他早已有着无法消除的浓烈杀意 金蝉子 今日必须死 金蝉子双目微眯 咧嘴露出森白的牙齿 呼 他的脚掌猛得一跺 下一刻 碧绿色的元气 直接是自其体内 铺天盖地的爆发而起 元气光泽 映照虚空 形成了元气星斗 而在那星斗之间 八万三千颗元气星辰 闪烁着滔天之光 强悍狂暴的元气威压 在这一刻 自封顶之上席卷开来 而与之而来的 还有这金蝉子 那充满着强烈杀机的森然之语 我倒是想要看看 待我将你踩在脚下的时候 你那可悲的自信 还能残存其许 狂暴强悍的碧绿元气 带着一种令人作呕的兴起 铺天盖地的 自金蝉子体内席卷而出 那八万三千颗的元气星辰 闪烁着夺目之光 引来无数人为之动容 周圆望着那壮观的元气 元气星斗面色也是有些凝重 旋即他深吸一口气 金色元气自体内喷补而出 同样是有着元气星斗出现 只不过 那其中三万九千的元气星辰 跟金蝉子那边比起来 无疑是显得极为的寒碜 而在山外 也是传出了一些滴滴的哄哮声 特别是圣公弟子那边 笑声最是肆无忌惮 因为光从双方的元气底蕴来看 周圆毫无胜算 苍玄宗弟子则是怒目而逝 但心中同样是有些忐忑 因为这双方差距太大了 对于山外的哄哮声 周圆并未察觉 此时的他只是眼神紧紧地锁定着金蝉子 那铺天盖地涌来的元气威压 让得他知晓 今日这场战斗 必然会是他来到盛州大陆后 最为激烈的一场 金蝉子双臂抱胸 碧绿元气在其身后翻腾 他金色树桐 默然地盯着周圆 嘴角掀起一抹机窍弧动 周圆 你的底气 就是这三万九千的元气底蕴吗 如果真是如此的话 那你今日 恐怕真是没有半分火路可走了 当其声落的那一瞬 金蝉子脚掌猛然一肚 在其身后 滚滚碧绿元气咆哮而出 竟是化为了一只蝉蛛巨爪 带着兴气狠狠地 对着周圆所在的方向 重重派去 气势雄悍 周圆望着那呼啸而来的碧绿巨爪 深吸一口气 金色元气也是在此时咆哮而出 金光之内 隐约可见生有胶爪的巨蟒之影 面对着金蝉子的元气攻势 他并没有直接躲避 因为他想要试试 对方这八万三千的元气底蕴 究竟是有多强 毕竟以往的周圆 从未真正的与这个层次的强者交过手 之前所斩杀的两位圣公圣子 其元气底蕴加起来 恐怕都不如金蝉子 更何况 元气底蕴之间的对比 可并不是一加一那么简单的事情 一位拥有着八万元气星辰的人 足以轻易地碾压两位四万元气星辰的对手 金蝉子望着周圆的金色元气咆哮而来 嘴角却是掀起一抹轻蔑的弧度 旋即袖袍一挥 碧绿的元气巨爪与金色蚒影相撞 顿时有着狂暴的元气涟漪自虚空震荡开来 不过那金色蚒影仅仅坚持了树袭的时间 便是轰然暴碎 而反观那元气巨爪只是削弱几分 但那去世依旧凶悍无辟 对着下方的周圆狠狠拍下 周圆身影迅速地虚化 化为道道残影暴尸而退 千军一发地避开了那巨爪范围 呼 大帝直接被轰出了一道道裂痕 烟尘滚滚 金蚒子眼目默然地望着这一幕 然后头像出现在远处的那道身影 嘴角有着毛戏老鼠般的戏血 这第一次的对碰 周圆几乎是处于被碾压的姿态 想要以三万九千的元气地运和他抗衡 简直就是太过的天真了 你就打算像老鼠一样东躲西藏来跟我斗吗 金蚒子面带笑容 双掌合拢指尖结印 下一刻其眼神陡然阴森下来 我看你能躲到什么时候 他的喉咙间发出了诡异的声音 他的嘴巴陡然鼓起 碧绿的元气在其嘴中疯狂地凝聚 压缩 下一刻猛然在其嘴中喷发而出 天蝉毒波 尖笑的音波急速地响起 碧绿色的光流在此时变得粘稠 宛如毒液 轰然射出 直接是以一种极快的速度直奔周圆而去 那速度快得根本就无法躲避 而那碧绿光流之处 地面直接是被毒液腐蚀 腥臭的烟雾生腾而起 这金蝉子的攻势 一波比一波凶悍 显然是打算凭借着自身强悍的元气底蕴 硬生生地将周圆所有自信摧毁 周圆也是面色凝重地望着那咆哮而来的碧绿色光波 他话虚述运转到极致 疯狂地暴退 不过金蝉子这道攻势宛如音波 速度快得根本无法躲避 随着碧绿光波在眼瞳中急速地放大 周圆双手也是闪电般的结印 体内元气迅速地运转起来 他的嘴巴也是猛然鼓起 体内的元气随之而动 下一刻 暗金色的火焰自其嘴中滚滚喷出 天阳火 暗金之火呼啸而出 空气都是变得炽热起来 地面表层更是被融化 而那口暗金之火直接就与咆哮而来的碧绿音波碰撞在一起 两者碰撞发出了尖锐的声音 不过那口暗金之火在持续了十数息后便是迅速地熄灭 被碧绿光流吞灭 吞灭暗金火 碧绿光波依旧直射不断暴退的周圆 双方的交手从一开始就直接进入了白热化 暴退的周圆 眉心神魂之光闪烁 下一刻大地震动 忽悠着一道道巨大的石墙凭空的升起 阻拦在了周圆前方 在那些石墙上还覆盖着神魂之光 显然周圆此时连神魂之力也是动用了 不过 面对着那重重的石墙 碧绿光波依旧是直接冲出 始如破竹地将一切阻拦在前方之物摧毁 短短数息 所有石墙都是被洞传 此时的碧绿光波已是缩小至初始的一半 显然也是被消耗了大部分的力量 但那等余威依旧足以秒杀大多数的圣子 碧绿光波洞穿最后一座石墙 速度猛然暴涨 终于是追上了暴退的周圆 然后尖笑着冲击而去 这个时候周圆已是无法再退 他望着那在眼瞳中急速放大的碧绿光流 心中深吸一口气 五指猛然紧握 心脏之间 金色的血液在此时剧烈地震动起来 无数金色光线蔓延出来 与浑身血肉相连 澎湃的肉身之力在此时爆发而起 周圆的身体表面 金光若隐若现 皮肤上甚至都是出现了金色的纹路 小玄圣体 金血净 肉身的力量在此时毫无保留地催动了 周圆的体内宛如是传出了怒吼之声 他此时不退反进 一步踏出 五指紧握 一拳轰出 滔滔金光 自拳下爆发开来 轰 那一拳 直接与那呼啸而至的碧绿光波 重重地轰击在一起 巨声在此时响彻 狂暴的冲击波肆虐开 无数道视线紧紧地投射而来 扎也不扎 只见的那碰撞的源头 两股狂暴的力量不断地冲击 如此渊魔十数息后 碧绿色的光波终是尽数地散尽 不过 在那碧绿光波消散的同时 周圆的身影也是猛地一颤 然后倒飞出数百丈 重重地撞进了一片山壁中 山壁塌陷 山石滚落 将它的身影都是掩埋了进去 无数道目光震动地望着这一幕 在那先前 周圆为了化解来自金蝉子的那一道凶悍公式 分别动用了元气 神魂 肉身的三种力量 但即便如此 在那最后的时刻 他依旧还是落入了下方 八万三千的元气底蕴 想要弥补远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苍玄宗那边 唐木新 金章 顾鸿一等人 面色都是变得极为的凝重起来 显然 周圆这边 恐怕将会引来 自从他进入苍玄宗以来 最为棘手与麻烦的一场 恶战 狂暴的深黄色元气 与那灰白的元气凶悍碰撞 冲击波肆虐看来 周围的密林直接是不断地被撕裂开 在那元气的对碰之处 正是楚清与江太神的身影 此时的两人 气势皆是凶悍的可怕 那出手之时 元气滚滚 威压弥漫 破坏力十足 这里的交锋 论起声势 比起周园那里更甚一筹 明胜掌 江太神身形冲天而起 然后一掌拍下 只见那灰白元气 直接是化为一只 弥漫着森寒之气的巨掌 狠狠地对着下方的楚清拍下 而那掌印尚未落下 下方的地面 已是开始崩塌 楚清抬头 他那双瞳孔之中 满是风锐之色 他望着江太神那等公式 脚掌猛的一跺 背后那如针刺般的长长头发 猛的席卷而出 宛如尖锥一般 汪刺 嗡 黑色头发之上 身黄元气灌住每一根头发 远远看去宛如黑色尖锥 直冲而上 撕裂空气 与那拍下的巨掌碰撞 狂暴的元气再度爆发 两人的身影皆是一阵 倒势而退 旋即迅速地稳住 江太神白发早已飘散下来 先前双方交了上百回合 但依旧是未能分出明显的胜负 显然楚清的实力也不容小觑 楚清 你这荒谷之气 倒是长进不少 你这名胜骨气 也是不赖 不过可惜 你们那周元 根本就不是金蝉子的对手 看来要不了多久 金蝉子就能将其斩杀 江太神似是随意 但心里却是恶毒 试图以周元那边的战局 来动摇楚清的心境 毕竟他们这种争斗 稍稍显入急躁 就有可能被抓住破绽 楚清目光抬起 凝望着山顶 玄疾收回 俊朗的面旁平静如幽坛 自从这位周元师弟 进入苍玄宗以来 他哪次面对的对手 不是比他强 江太神 你不了解他吗 是吗 希望当他被打死的时候 你还能如此说吧 与楚清江太神那边 惊天动地般的动静不同 山妖处 妖妖与詹台青这里 似乎是要显得安静一些 不过这种安静之下 却是有着浓烈杀鸡涌动 妖妖翘立于一座岩石之上 光洁的眉心 有着浓郁的神魂之光闪烁 在那不远处 詹台青立于一棵树干上 此时 他那翘脸上有些扭曲之色 因为先前他被一朵 魂岩火苗击中 如果不是他体内元气 疯狂地阻拦化解 此时 他的神魂都将会被重创 不过饶是如此 依旧是有着一些温度 传进神魂中 产生了剧烈的灼痛 那种灼痛直接源自神魂 常人根本难以承受 盖寺的女人 詹台青紧咬着银牙 星红眼眸带着浓浓的力气 锁定摇摇 在其周身 血红的元气不断地翻腾 眼前的摇摇 虽然元气稀薄 但那神魂之力 却是强得让人心惊 最为棘手的是 他居然能够凝炼出 一丝丝的魂岩 这让得詹台青 很是不可思议 毕竟魂岩 可是要神魂踏入化境 方才能够凝炼而出的 虽说夭夭凝炼的魂岩 还不算是完整形态 但即便如此 对于他这种 未曾踏入神附境的人而言 依旧是极大的威胁 哼 你那小情郎 恐怕很快就要被打死了 詹台青冷笑一声 他的打算与江太神如出一辙 不过对于他的冷笑 夭夭却是连眼眸都未曾谈一下 他知晓周园对上金蝉子 必然会是一场棘手的恶战 但如果说 此地谁对周园最为的 有信心的话 恐怕没人会比他更高 他对周园太过的了解 所以封顶上的战斗 最终究竟是谁笑到最后 还尤为可知 我觉得 你最好现在还是先关心一下 你什么时候会被我打死吧 遥遥眼眸微锤 眸子中有着冷光凝聚 他玉手一抬 只见得周身有着无数巨石 被神魂之力驼付而起 下一瞬 那些巨石直接是在 神魂之力的驱使下 铺天盖地地对着沾台青 暴射而去 而且在其中一些巨石之中 似是有着无形般的火苗 悄然掠光 在那无数道目光投注的封顶之上 金铲子双臂抱胸 眼神默然地望着那坍塌的山壁 你能够肉身 神魂皆是有所小成 倒也算是能耐 不过可惜没什么作用 在金铲子看来 周元三种力量同修 实在是显得有些滑稽与可笑 有那时间与精力 专攻一向 就如那周小妖的神魂一般 当强到一定程度时 就连她也都是头痛万分 小子 别躲在那里丢人现眼了 此战急开 你就没了退缩的机会了 金铲子讥讽地笑道 先前那道攻势 虽说压制了周元 但后者肉身 也算是有所小成 死不了的 当然那是之前 如果继续斗下去 死不死 那就不好说了 想到此处 金铲子的眼中 也是有着杀意流露出来 不过她的声音落下 那山壁崩塌处 却依旧是安静 这让得金铲子嘴角的 机窍冷笑更深 缩头无归 是被我打破胆的吗 其声落实 碧绿的元气咆哮而出 化为一道脾链 直接狠狠地对着那山壁 崩塌出红去 那里滚落的巨石 直接是被轰碎开 咚 而巨石爆碎间 忽有一道全光 狠狠地轰出 与那元气皮链撞在一起 顿时 冲击波肆虐 将附近的巨石 尽数地震碎开来 那道身影也是微微一颤 旋即将那元气皮链破开 金铲子双目微眯地望去 只见得此时的周园 立于碎石间 而他的身体表面 有着一道神秘的光影覆盖 那道光影背后 还有这两道光益神战 天地间的元气 源源不断地涌至 然后经过那神秘的光影 传递进入周园体内 好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这应该是苍玄宗 七大树之一的 太玄圣灵树吧 你这家伙 还真是有些门道呢 竟能将此树修成 怎么 因为修成这道元树 就能弥补你我之间 巨大的差距吗 你还是这么天真呢 金铲子 你高兴得太早了 周园蹲下身来 伸出手掌 轻轻地与地面相碰 周园处着地面的掌心间 神秘的圣文 缓缓地浮现出来 顿时大地开始震动 地圣文 真正的战斗 现在才刚刚开始呢 第六百四十五章 扭转微局 当周园首掌 与地面接触的那一瞬 整座微额的飓风 都是在此时猛然一颤 大地深处 磅礴的元气 在此时如地盲般的涌动 最后自四面八方呼啸而来 顺着周园触地的手掌 如潮水一般疯狂地涌入 他的身体之中 苍黄色的光芒 自周园的身体表面绽放出来 体内狂暴 汹涌的元气不断地咆哮 大地元气极为的厚重 寻常肉身难以承受 也亏得周园的肉身有所小成 不然根本就不敢将这种元气纳入体内 而且即便如此 当大地元气进入身体时 周园体内的血肉依旧是受到了震荡 在那身体表面更是被撕裂出了一道道血痕 不过好在周园体内的太义轻木痕 不断地散发着升级 修复着肉身的撕裂 不然的话 此时的周园恐怕尚还未曾出手 自己就已是千疮百孔了 苍黄色的光芒在周园皮肤表面凝聚 隐隐的似乎是形成了一些神秘的光纹 那次周园体内散发出来的元气威压 也是在此时以一种惊人的速度攀升起来 脚下的巨岩都是有些无法承受 开始崩出裂痕 感受着体内那如怒龙般的澎湃力量 周园也是长长地吐出一团白气 这种力量才是他与金蝉子动手的真正底气 之前的交锋 只不过是想要试试金蝉子这等元气底蕴 究竟是强到了什么地步而已 在周园不远处 原本一脸玩味的金蝉子 当在察觉到那次周园体内散发出来的元气威压时 脸庞上的神情方才微微一宁 此时周园的那种元气波动竟然出现了极大的暴涨 甚至已经开始让他察觉到了一些威胁 要知道 这种威胁感觉 就算是之前周园动用三种力量时 金蝉子都是未曾有过 显然 现在的周园 不知道施展了什么手段 竟是令得他的元气出现了成倍的暴涨 这小子竟还藏着这般手段 金蝉子面色有些阴冷 他的目光闪烁 眼中杀鸡更深 下一刻 他脚掌猛的一躲 碧绿的元气宛如火山般冲天而起 化为无数道碧绿毒光 扑天盖地地呼啸而下 直指周园 那毒光掠过虚空 连空气都是被腐蚀开来 化为淡淡的毒气 显然 面对着此时的周园 金蝉子之前那种猫系老鼠般的心态 已经开始改变 因为之前的周园不可能让他感到威胁 但现在 他所认定的老鼠 似乎是出现了一些偏差 所以金蝉子打算 在局面还没有彻底失控前 彻彻底底地将周园解决掉 无数道碧绿毒光呼啸而下 宛如灵火一般 周园抬头 眼瞳中倒映着万千绿光 你急了 他同样是感觉到 金蝉子此时的出手杀鸡更深 而且多了一些急促 金蝉子冷笑一声 但却没有说话 周园面容平静 金蝉子此时的攻势更显凶狠 若是之前的话 他还真是难以招架 但此时的他 或许元气底蕴 依旧还不及金蝉子的八万三千 但那种差距已经不是无法弥补了 他双掌撑开 金色的元气升腾而起 化为金色的光照 将他的身躯尽数地覆盖了进去 无数碧绿毒光落下 狠狠地轰击在了金色光照之上 不无天盖地的声势极为的害人 连周围的地面 都是被生生地腐蚀的千疮百孔 不过 让得那山外无数道视线震惊的是 金色光照虽说被轰得不断地绽放出涟漪 但却始终屹立不破 将周园护于其中 待得最后一道碧绿毒光落下 金色光照方才摇摇欲坠 悄然地碎裂 而周园立于其中 纹丝不动 面容平静 山外有着无数精华的声音响彻起来 各方人马皆是面露惊恶之色 这是自从双方交手以来 周园第一次毫发无损地 将来自金蝉子的攻势给抵挡下来 他怎么一下子变得厉害起来了 先前他可是完全凭借元气 抵御住了金蝉子的攻势 可是凭他那三万九千的元气底约 怎么可能做到的 这小子果然是有古怪 难怪敢与金蝉子对上 原来是有着底牌 万众瞩目的封顶之上 金蝉子也是面色阴沉地盯着周园 先前那一道攻势被后者尽数挡下 也是令得他心中颇为的震怒 这无疑是在他的脸庞上 狠狠地打了一巴掌 周园对于他那阴沉的目光 当时而不见 他最终吐出一条白气 双目如鹰笋般地盯着金蝉子 之前都是你在进宫 接下来也甘换我了吧 当其声音落下的那一瞬 周园眼神一寒 在其身后圣灵虚影展开双翼 猛然一震 他的身影几乎如瞬移一般地消失在了原地 金蝉子瞳孔微缩 周园此时的速度极其的惊人 当即其脚尖一点 身影也是直冲天际 不过他的身影刚刚略起 一道残影便是如鬼魅般地出现在其身前 其五指紧握一拳轰来 那一拳轰出时 有着惊人的拳风爆发而起 甚至连空间都是微微震荡 宛如落入石子的水面 四耳的音爆在拳下爆炸开来 金蝉子察觉到那一拳之强 面色也是微贬 但玄机一声冷哼 也是一掌派出 碧绿元气滔滔而动 气势可怕 显然也是将自身元气底蕴 发挥到淋漓尽致 全掌碰撞 碰撞出的虚空都是一阵 冲击波爆发开来 虚空不断地震荡 周元与金蝉子的身影 皆是颤了颤 不过周元下一瞬再度扑出 无数道全光咆哮而出 铺天盖地地对着金蝉子轰去 金蝉子面色阴沉 丝毫不让 同样是正面迎上 咚咚咚咚 于是在那半空之上 两道身影疯狂地交错 全掌硬汗 每一次的碰撞 都是引得狂风呼啸 空间震荡出 道道涟漪 短短不过数分钟的时间 两人几乎是交手了 数百回合 那等闪电般的轰击 看得人眼花缭乱 此时的两人显然都是打出真火 全权致命 杀鸡失足 天空上 两道身影又是硬碰在一起 两人的面旁皆是显得有些猙獰 狂暴的元气冲击 铺天盖地地横扫开来 两道人影皆是一颤 然后身形倒射而出 周园退出了百丈距离 身影落下 在那地面上踏出了数十个深坑 反观那金蝉子 则是退射出了一百三十多丈 戴德落下地面时 也是在地面上连退了上百步 戴德两人身形稳住时 金蝉子的面色已是一片铁青 与此同时 在那山外 也是响起了无数道吸冷气的声音 那一道道目光 带着震惊与难以置信地 停留在周园的身上 因为这是周园与金蝉子开战以来 第一次真正地在正面硬碰中 占到了一丝上风 眼下的局面 似乎正在渐渐地 对众人不敢相信的一边 慢慢地倾斜 第六百四十六章 大妖禅数 巍峨的封顶之上 一片狼藉 无数道震撼的目光 凝聚在封顶的两道身影之上 特别是周园所在处 那些视线满是不可思议 谁都没想到 这一次双方的硬碰硬中 竟然是周园取得了一次上风 这说明什么 说明双方之间原本的巨大差距 已经被周园渐渐地弥补 甚至超越 这种超越 常人根本难以想象 毕竟 三万九千的元气底蕴 与八万三千之间的差距 实在是太过地让人绝望 可最终 周园却偏偏是做到了 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 圣公方向 那些原本带着细血目光的弟子 此时脸庞上的神情 皆是有些僵硬 似是有些无法相信 先前的那一幕 因为在他们看来 周园是苍玄宗三环之中 最弱的一环 他与金蝉子的差距最大 所以两人的交锋 金蝉子必然能够 以摧枯拉朽般的姿态 将周园击败 进而令得苍玄宗整体崩盘 而之前的交锋 也的确正如他们所料 金蝉子占据着绝对的上风 可谁能想到 这突然之间 周园就犹如暴肿了一般 元气疯狂暴涨 不仅是生生地弥补了双方的差距 甚至还在硬碰中 占据了一丝上风 这一幕 对于圣公那些弟子而言 显然是造成了极大的冲击 而与圣公那边的死迹相比 苍玄宗这边则是立即爆发出了震耳玉龙般的欢呼声 唐木新 顾弘一等人 既是神色激动 虽然他们也不明白 周园为何会暴肿暴到这种非人的程度 但不管如何 眼下的局面 对于他们苍玄宗来说 是一件好事 只要周园那边稳住 此番第七风之争 谁胜谁败 还尤为可止 左丘青鱼 绿罗 李纯军等人 也是面面相去 这家伙 你太变态了 在第七风最下方 此时孔圣 李青蝉 叶歌等圣子 居于天罗散保护下 时不时地与圣公的圣子牵制 所以 他们也是有着时间关注上方的战斗 当他们在见到周园在与金蝉子的交锋中逆转局面 占据了一丝上风时 同样是有一些动容 周园的实力 竟然提升到这一步了 李青蝉惊叫道 此时的周园 如果要论起实力 恐怕不会比他与孔圣弱了 一旁的罩竹面色变换 颇为的精彩 恐怕连他也是有些无法相信 这个他曾经屡屡看不上眼的后锦师弟 竟然在这短短不到两年的时间中 就完成了新人的蜕变 眼下甚至已经将他超越 那金蝉子有些托大了 叶阁缓缓地说 孔圣也是点点头 眼下周园自身元气暴涨 而且他那太玄圣灵术 应该是真正的修成了 但金蝉子先前还心怀小觑 还试图仅仅凭借元气就压制周园 哪料到最后反而自施恶果 不过吃了这个亏后 恐怕金蝉子也不敢再淡满 接下来的战斗 金蝉子不会再有保留 李青蝉也是禽手微点 深吸一口气 美眸凝视着封顶那一道修长的年轻身影 希望他能够顶得住吧 风顶之上 周园周身元气翻涌 在其身躯表面 神秘的光影覆盖着 光翼自身后伸展开来 他望着面前脸庞铁青的金蝉子 神色平静 倒并没有因为取得了一丝上风 就有什么狂喜之色 因为这正在他的预料之中 在以地圣文吸纳了厚重的大地元气入体后 他的元气底蕴 虽说跟金蝉子的八万三千 或许依旧还有点差距 但那种差距已经很小了 更何况 此时在他的身体表面 还有着圣灵虚影的加持 这是完整形态的圣灵虚影 乃是他们圣元风最强元术之一 而金蝉子之前拖大 还想纯粹凭借元气和他斗 自然是讨不到什么好处 真是没想到 我金蝉子竟然也有差点阴沟里翻船的一天 面色铁青的金蝉子 终于是渐渐地恢复过来 他那金色树桶泛着无尽的森棱 盯着周园 看来那句话说得倒是没错 兔子鸡了也会咬人 不过可惜 兔子咬人虽然有点疼 但最终这兔子 怕是要难逃一死 金蝉子的鼻息间 有着碧绿的毒气流淌出来 他双掌缓缓地合拢 一股可怕的危险波动 在此时自他的体内散发出来 既然你将自身底牌都给摆了出来 那么我也应该让你见识一下了 碧绿色的液体 在此时从金蝉子的皮肤下渗透出来 宛如粘液渐渐地蔓延 粘液落在皮肤表面上 顿时发出腐蚀般的声音 可见血肉颇为的诡异与可怕 周园健壮眼神也是一名 刚欲有所动作 那金蝉子嘴巴呼得一张 一道碧绿之光陡然暴射而出 夹杂着磅礴腥兴气 狠狠地对着周园掠来 碧绿毒光之内竟是一柄毒杖 吞吐着天地间的元气气势凶悍惊人 那是一柄下品天云兵 毒杖咆哮而来气势凶悍 周园袖袍一抖 一道黑光自袖中暴射而出 迎风暴涨 直接是化为一只斑驳黑笔 与那毒杖相碰 两者在半空中碰撞在一起 彼此宛如具备着灵性一般 疯狂地交碰 每一次的碰撞都爆发出 狂暴的元气冲击 丝毫不比先前周园 金蝉子的对碰弱 两道天元兵纠缠 周园的目光迅速地转向 投向金蝉子所在的位置 而当其目光看去时 瞳孔顿时微微一缩 只见得此时的金蝉子 模样极为的恐怖 浑身血肉模糊 碧绿的毒液覆盖了她的身体 在她的身体表面 猙獰的毒炮冒起 她的身躯渐渐地膨胀 最后渐渐地趴伏在地上 背部隆起 恐怖的元气风暴 自她的体内肆虐而开 诡异的声音从金蝉子体内传出 那声音一出 便是有着碧绿的光波 自其体内爆发开来 附近的地面瞬间被腐蚀 犹如是化为了毒则一般 金蝉子那金色的树桶 带着残忍与无情之色 死死地盯着周园 她的脸庞上 更是有着猙獰之色浮现出来 此时的金蝉子 宛如一只远古毒蝉 凶残无比 在那山外 无数道惊骇的目光望着此时模样恐怖的金蝉子 一些圣子更是倒吸一口冷气 有着骇人的声音响彻起来 那是大妖陈朔 第六百四十七章 跌宕起伏 尖锐刺耳的声音 自封顶之上响彻而起 而这声音每当传出 便是会掀起一阵风暴 碧绿的光波横扫 光波过处 所有的树木都是瞬间枯萎 升级断绝 封顶上 周园望着前方的趴伏在地 犹如一只远古巨蝉般的金蝉子 面色变得极其凝重起来 因为他能够感觉到后者体内的元气 在此时出现了暴涨 强悍的元气围压扑面而来 宛如泰山一般 令人身躯都是变得沉重许多 此时的金蝉子虽然丑陋得吓人 但其实力却是得到了不小的提升 显然这是金蝉子隐藏的杀手锏 金蝉子金色的树桶 带着无边的凶残死死地盯着周园 他自从进入圣宫之后 宫主便是以密法将一头天魔蝉的血抽出 尽数灌入他的体内 天魔蝉是六品元兽 堪比天阳镜的强者 其血自然也是无比的霸道 当时接受这种贯注的弟子数量上百 但最终活下来的就只有他一人而已 不过天魔蝉的血依旧残留着意识 凭他如今的实力不可能完全将其消除 因此蝉血会疯狂地腐蚀他的身躯 所以不到万不得已 金蝉子不会轻易施展 但眼下他被逼得没办法了 因为他很清楚 如果他在这里输给了周园 那么回到圣宫必然会遭受惩罚 他也无法接受 他输给苍玄宗一个首席弟子的结果 没想到 我会被一个小小的首席逼到这一步 金蝉子凶残的树童锁定周园 他的声音都是在此时变得极其的尖锐 周园 你真是让我刮目相看 所以为了表达对你的认可 当我击败你后 会将你的四肢一口一口地吃掉 金蝉子那可怖的脸庞上 流露出残忍之色 在蝉血的侵蚀下 此时的他心性将会凶残得宛如天魔蝉一般 他的声音刚刚落下 只见到他的手脚便是猛的一拍地面 顿时地面塌陷 而其身影直接是化为道道残影 闪电般的扑向周园 那速度快地让人心惊 仅仅一个呼吸间 金蝉子的身影便是出现在了周园的前方 他面露凝笑 一掌派出 顿时间滚滚壁律 毒气咆哮涌动 以排山倒海之势 狠狠地轰向周园 那一掌 就算是换作孔胜 李清蝉他们在此 一旦被击中 恐怕都是重创的下场 周园的瞳孔也是微缩 这金蝉子的实力 比起先前强悍了太多 他不敢有丝毫的轻视 体内涌动的元气 也是在此时毫无保留的呼啸而出 无知紧握 一拳轰出 苍黄色的元气如地龙咆哮 一拳轰出震荡虚空 直接与金蝉子那毒掌硬汉在一起 没办法不硬汉 以此时金蝉子的速度 周园根本躲不了 话虚述虽说速度不慢 但现在来看 终归还是贫借有些低了 电光火时间 双方拳掌再度硬碰 顿时间 狂暴的冲击波爆发 直接将地面都是一层层的先飞开来 火怀里惊人 周园的身躯一阵 身形猛的倒势而出 脚掌在那地面上划出长长的痕迹 在其身体表面 那道圣灵虚影 你是微微震荡了一下 不过还不带周园稳住身影 面前兴风涌来 只见得那金蝉子再度扑来 连绵的攻势携带着澎湃毒气 铺天盖地的轰击而来 笑杂瘁 你现前不是很狂吗 看我今日不将你活活打死 金蝉子面目猙獰 眼中闪烁着凶残之光 一拳拳疯狂地轰出 同时凝笑出声 在催动的蝉血之后 他的理智显然也是 渐渐地被凶性所侵蚀 喷喷 周园面色冷冽 元气喷勃 拳脚化为无数道残影 与金蝉子硬碰 在外人看来 此时的两人犹如是两团光芒 每一次的硬碰 都将会有着狂暴的冲击波死云 而且他们交手速度极快 旁人仅仅能够见到 无数道残影飞舞 但即便是身处场外 他们也是能够清晰地感应到 就算是那一道残影 恐怕寻常圣子 都没有能力承受 而两人这一次的疯狂硬碰 局面则是再度出现了变化 周园的身形被金蝉子轰得不断地后退 而金蝉子则是得势不饶人 攻势越来越凶残 似乎正要如其所说 打算硬生生地将周园打死在这里 周园似乎要顶不住了 苍玄宗方向 唐木心 顾红一等人面色 结实一变 因为眼下任谁都看得出来 当金蝉子催动了大妖禅术后 元气暴涨 再度将周园压制 无数人暗暗感叹 这两人的交手 还真是跌宕起伏 一会儿这个压一下 一会儿那个压一下 互相轮流来 真有意思 不过虽然这般说着 但任谁都是知晓 这两人此时交手的凶悍程度 哪一个不留心 真是有可能被当场打死 封顶上 两道身影倒舍而退 周园无疑是要退后的更多 此时的他面色极其凝重 在其身体表面 有着一道道碧绿色的拳印 那是先前被金蝉子击中了 而金蝉子虽然模样看上去恐怖 但情况无疑比周园好很多 如今他的蝉血腐蚀了血肉 令得他感知不到疼痛 所以根本不怕和周园 以伤唤伤 而且 金蝉子眼目凶残地盯着周园 你真以为我的拳头这么好接的吗 周园低头 只见到身体上的那些 被金蝉子击中的地方 竟是残留着碧绿的毒气 这些毒气顺着毛孔侵入体内 我这蝉魔毒一旦入体 同等级的人根本就承受不住 周园 你死定了 金蝉子双手结印森然道 毒爆 只要他引爆毒气 周园必被重创 碰 碧绿的毒光在周园的体内绽放开来 不过他只是眉头一皱 并没有理会 因为当那些毒气在其体内爆发的时候 盘踞在掌心的怨龙毒 也是微微震动了一下 似是有着滴滴的龙吟声在体内响起 愿龙毒爆发出恐怖的吸力 一口就将体内那些作怪的毒气 吞得干干净净 周园身体表面闪烁的碧绿光芒 也是黯淡消散 金蝉子脸庞上的神情瞬间僵硬 眼神惊疑不定 他那蝉毒有多霸道 他最清楚不过 神府静下 就算是江太神 也不敢让蝉毒在其体内肆无忌惮地爆发 可怎么眼下 周园这里却是毫发无损 周园冷冽地看了金蝉子一眼 张嘴吐出一团腥臭的碧绿鲜血 那血液直接将地面腐蝕 这种不入流的东西就别拿出来玩了 金蝉子眼皮一抽 眼中凶残之光更深 他阴森森地看了周园也 放心 接下来这道大餐足够把你撑死了 他双手合拢猛然结印 这一瞬 风顶之上忽然有着一道道碧绿的毒光 自地面暴射而起 毒光冲天而起 犹如是融化开一般 形成了碧绿毒液 毒液弥漫开来 环绕成形 浓浓的腥臭之气散发出来 远远看去 宛如是巨大的毒液沼泽 盘踞于天地间 而此时的周园便是身处那沼泽中心 那一幕看得无数人 皆是面露惊骇之意 嘿嘿嘿 蝉毒大葬树 而金蝉子根本就不给周园 任何反应的时间 一声凝笑 双手合拢 下一瞬间 巨大的毒液咆哮而下 疯狂收缩 带着无法抵御的恐怖之力 对着位处中央位置的周园 狠狠咆哮而去 这一手 方才是金蝉子准备已久的必杀之路 在他看来 毒则绞杀 周园再无活路 第六百四十八章 隐隐再现 无数道惊骇目光的汇聚下 封顶之上 独则呼啸 然后疯狂地收缩 那种恐怖的力量 直接是引得空间都是出现了一些细微的裂痕 可见金蝉子这般杀招之恐怖 在那山峰脚下 孔盛 李清禅等人也是猛的变色 那独则之葬 就算是他们 一旦陷入其中 也必死无疑 创出去 救人 李清禅银牙一咬 显然 他感觉到了不妙 如果周园真的被击中 怕是凶多吉少 与此同时 他娇去猛地化为流光 暴射而出 叮叮 不过他身影刚动 在那迷神烟中 便是有着无数道狂暴的光球呼啸而至 光球之内凝聚着极为雄厚的元气 叮叮 那些元气光球轰来 直接硬生生地将李清禅轰了回去 哼 你们就在这里眼睁睁地 看着那小子被斩杀吧 迷神烟外 有着圣公圣子冷笑的声音传来 李清禅俏脸铁青 玉手紧握 但最终 他还是颓然了下来 这个时候 就算要去帮忙 也是无事于补了 周园 他背驰轻咬着红唇 凝望着风顶上 孔圣 叶歌等人也是沉默下来 他们同样明白此时周园的险境 但又能如何 这种局面 周园能够依靠的只有他自己 这种机缘之争 本就是徘徊于生死一线 放杀 封顶之上 金蝉子面目猙獰的望着那滔天的独则 眼中闪獰着疯狂的凶残之光 下一刻 他猛的咆哮出声 毒则疯狂收缩 最终轰然爆炸 封顶之上 犹如是有着一朵碧绿的蘑菇云生腾起来 腥臭的毒气散发开 即便是山外都是波及 一些倒霉的人直接吸入一些 然后就惨叫着身体腐烂开来 这看得无数人心头意寒 急忙运转元气将空气隔绝 隔绝了空去 无数道目光方才投向封顶上 他们望着那恐怖的余威都是面色变化 如此程度的攻势 想必就算是江太神楚清挨上 都得重创 而周元身处最中心的位置 吃了一个满满的大招 怕是想活都难 苍玄宗方向 所有弟子都是沉默下来 气氛沉重压抑 左秋青鱼与绿罗对视一眼 美目中也满是京剧之色 就算他们对周元有这一些信心 也不敢保证 他能够在这种程度的攻势下存活下来 封顶 金蝉子望着那碧绿毒气弥漫的地方 剧烈地喘了几口气 然后咧嘴一笑 小杂粹 我看你这一次还怎么当 硬吃了我这葬杀之术 希望你的尸体还能留下来 在金蝉子自语间 那弥漫的毒气 终于是渐渐地散去 金蝉子以及其他无数道目光 都是在第一时间 投向了先前周元所离之地 只见到那里的地面 早已被腐蚀出巨大的坑洞 只不过 在那巨大的坑洞中 竟是有着一道石柱 孤零零地处理着 金蝉子瞳孔猛的一作 因为他见到 在那石柱上面 一道修长的身影 静静而立 那道身影 穿着银色战甲 流线型的战甲 将它的身躯尽数覆盖 银甲上面 铭刻着诸多古老的纹路 显得格外的神秘 银甲上 沾染着诸多的碧绿毒液 但随着荧光涌动时 那些毒液 便是渐渐地被化解 山外 有着滔天般的 哗然声响称而起 无数人一脸的震惊之色 谁都没想到 周元竟然将那毒藏之树 给硬扛了下来 而且 那银色战甲是怎么回事 是一种防御性的元宝吗 但为何给人一种 极为古怪的感觉 封顶之上 金蝉子的面色 也是一点点的阴沉下来 眼中满是恼怒之色 他没想到 连这般杀招 都未能将周元斩杀 这个家伙就真的打不死吗 金蝉子死死地盯着那道银甲身影 自从这银甲出现后 周元的元气波动 仿佛是尽数地消失了 连他都是感应不到 但这反而 让得金蝉子感觉到了一些不安 那神秘的银色战甲 给他一种极其危险的感觉 这就是你最后的底牌吗 一副无归壳 金蝉子森然道 被银色战甲尽数覆盖的周元 在此时缓缓地睁开双眼 他并没有理会金蝉子 而是低头注视着身躯上的银甲 银甲自然便是银影 他所隐藏的最后一道底牌 这并非是铠甲 而是一种另类的战魁 而且他还具备着成长性 当周元刚刚得到他的时候 银影顶多具备着太出境初期的实力 可如今 随着这一两年的酝氧 周元能够感觉到 银影的力量 已经堪比真正的太出境九重天 这算是周元最后的杀手锏 即便是在苍玄宗内遇见诸多困难时 他都尽量避免使用 以免暴露 不过眼下这种情况 周元显然也不可能再隐藏了 金蝉子很强 在周元的预估中 整个苍玄宗十大圣子 恐怕只有楚清才有把握胜过他 而孔圣李清蝉 说不定都要插他一线 面对着这种级别的对手 周元如果还想再保留底牌 那就真的是在自寻死路了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眼神渐渐地冷冽 如刀锋一般地投向了金蝉子 浓烈的杀意爆发而起 既然这最后的底牌已经施展出来 那么这场争锋也就该结束了 刷 他脚掌迈出 身形直接是出现在了半空中 下一瞬 雄魂无比的元气风暴 自他的体内毫无保留的爆发而出 心脏间金色的血液震动 无数金色的血丝连接着血肉 将狂暴力量传递而出 其身躯之外的阴影 也是在此时绽放出荧光 滔滔元气滚动 犹如是席卷了整个天地 恐怖的元气威压笼罩开来 圣灵虚影也是再度出现 光溢在周园的背后伸展 此时的周园 几乎是催动了他所有的力量 他所立出的虚空 都是在此时急速的震荡 散发出道道空间涟移 天地之间 无数道震惊的目光投射而来 甚至连楚清江太神这两人 神情都是一宁 而身处封顶的金蝉子 面色更是在此时变得极其的难看 他死死地盯着半空中的那道身影 面对着此时的周园 即便是他 眼瞳深处 都是掠过了一丝惊恐之意 金蝉子 这场争斗该结束了 天空上 周园森冷的声音响扯而起 噗 下一瞬 他的身影猛然俯冲而下 冲下的瞬间 音爆响起 空间 为之扭曲 第六百四十九章 斩杀强敌 当周园的身影浮冲而下 犹如是携带着毁灭之势 可怕的力量在涌动 引得空间危险扭曲 此时此刻 周园的气势达到了一种超出 以往任何时候的巅峰程度 自身元气 肉身之力 地圣文 太玄圣灵术 阴影 种种力量 皆是在此时加持于一身 而对着这般状态下的周园 金蝉子也是面色巨变 眼中有着一丝骇然涌动 他无法相信 周园竟然能够爆发出 如此恐怖的力量 从天而降的磅礴之威 压制的他几乎是动弹不得 浑身骨骼都是在嘎吱嘎吱作响 宛如泰山压顶 不过金蝉子终归也不是寻常人 他知晓这是周园的轻力一击 如果他抵挡不下 那么必然会被周园当场所斩杀 可如果他挡下来了 那么接下来 周园的死活就掌握在他的手上 此乃生死之争 金蝉子咆哮出声 弃腹之中那八万多的元气星辰 爆发出璀璨的光芒 犹如是将蕴含在其中的所有元气 都是在此时毫无保留地喷发出来 显然他也知晓 此刻他必须搏命了 而被一个他一开始根本就看不上的周园逼的搏命 金蝉子的心中也是满是震惊与杀意 戴德接下了周园这一击后 他定要将这混蛋虐杀致死 一个小小的首席 也敢在我金蝉子面前放肆 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 他抬起头 眼神狠独地盯着浮冲而下的磅礴身影 怒笑出声 尖锐刺耳的声音再度自金蝉子的体内响起 下一刻 所有人都是见到 狂暴阴森的碧绿元气在金蝉子身躯之外 疯狂地凝聚 隐隐间 仿佛是形成了一只约摸小山般大小的金色蝉蝠 那蝉蝠仇恶云 回身皆是毒液浓包 滔天般的凶煞之气爆发开 即便是身处山外 依旧是有着无数人清晰的感觉到 那是天魔蝉 有人熟悉元兽 顿时一眼就认得出来 当其骇人失声 那可是堪比天阳镜强者的元兽啊 据说金蝉子的体内血液 早就被换成了天魔蝉之血 如今它彻底地爆发血脉之力 自然就引发了天魔蝉之虚影 虽说这只是由天魔蝉血引发的虚影 可也具备着天魔蝉的一些威能啊 无数道暗感骇人 那天魔蝉毕竟是六品元兽 堪比天阳镜的力量 而天阳镜是什么层次 放在圣州大陆上 甚至足以开辟一方宗派 而就算是在六大巨宗内 那也能够成为长老级别 那可不是他们这些太出境的弟子 可以触及的层次 显然金蝉子真的是被逼得贫劳命了 无数道视线紧张无比地望着第七封封顶上 他们都明白 两人缠斗半天 恐怕胜负就在这一手了 不仅仅是他们 甚至楚清 江泰神二人 此时都是微微停顿 并没有动手 而是将目光投向封顶 因为他们都知道 封顶那两人的胜负 对于接下来的局面 极其的重要 楚清面色肃然 如针刺的黑色长发 在身后飘舞 他看了一眼江泰神 此时的后者素来从容般的面旁 也是变得有些冷冰 显然 金蝉子被周元逼到这一步 也是超出了他的意料 江泰神 我早就说过 不要小看了周元 楚清咧嘴一笑 江泰神面无表情 瞥了楚清一眼 把金蝉子逼得动用天魔禅之力 周元是在自寻死路 那可未必 楚清淡笑一声 扬起头来 目光紧紧地盯着封顶之上 金蝉子身躯之外 那天魔禅的虚影成形 直接是爆发出一道 震耳欲龙般的声音 引得天地元气震荡 天魔禅虚影强大无比 将金蝉子护在其中 显然 金蝉子打算应接周元这最后的一击 小杂碎 待我接下你这一击 我要你求死不得 金蝉子面目扭曲 死死地盯着浮冲而下的光影 携带着磅礴之势浮冲而下的周元 自然也是知晓了金蝉子的打算 银家覆盖了他所有的身躯 令得人看不清楚他的神情 但那双目却是有着森寒的闪烁 你以为你还有机会吗 滴滴的声音在他的心中响起 下一瞬周元眼神陡然森冷 光影呼啸速度暴涨 最终是在那无数道紧张无比的目光下 呼啸落下 与那天魔禅虚影碰撞在了一起 碰撞的瞬间 狂暴的无法形容的元气冲击波肆虐开来 飓风之上一层层坚硬无比的地面 被不断地掀起 一片片森林被摧毁 化为平地 整个封顶 仿佛都是在这一刻 被削平了 那种恐怖的元气风暴 肆虐了足足十数系的时间 方才渐渐地消散 而天地间几乎所有的目光 都是在这一刻 投向了碰撞的源头处 他们知晓 周元与金蝉子的胜负 将在此时分出 两人不论谁胜 那么都将会影响 圣公与苍玄宗之争 而在那无数人屏息凝气间 风顶的烟尘渐渐地散去 首先落入眼中的是 那满目的狼颈 半个封顶几乎都是在此时崩塌 不过封顶上没有一块完整石头的存在 因为全部都被那冲击波化为了坟墨 在那狼颈的中心处 两道身影背对而立 无数人大气不敢出一声 这般模样究竟是谁赢了 在那漫天死寂中 风顶上 身披银甲的身影微微颤动了一下 然后银甲犹如是开始了融化 化为液体收缩 迅速地缩回了周园的体内 一口鲜血从周园的嘴中喷了出来 他的身躯晾了一下 不过终归没有倒下去 先前那种碰撞 就算是他有着银甲护体 也是未曾完全地化解 他抹去嘴角的血迹 此时的他正面不远处 便是那座神秘的玉璧 他凝望着玉璧 片刻后方才淡淡地说 金蝉子 你我恩怨就此了结 之前的袭杀 以及后来的射击夭夭 今日就算是彻底了结了 在其背后 金蝉子微微张了张嘴 他那金色的树桶中有些茫然 但更多的是难以置信 嘶哑的声音 从嘴中艰难地传出来 怎 怎么可能 没有什么不可能 我圣公终有一日 要灭了你苍玄宗 到时候 这苍玄天 便是我圣公为王 不管有没有那一天 你金蝉子都见不到了 周圆绣袍轻轻一挥 一股进风卷向金蝉子 进风呼啸而过 金蝉子的身体之上 便是出现了一道道细微的血痕 血痕很快就蔓延了他的身躯 最后终于是轰然一声 爆裂开来 鲜血四溅 山外 一片死鸡 无数人都是惊骇欲绝地望着这一面 金蝉子的身躯爆裂 显然是未曾抵挡下 先前周圆的搏命般的一击 那也就是说 圣公金蝉子 那位在圣州大陆圣子榜上 排名第五的猛人 就这样陨落了 无数人目光恍惚 有些难以接受 不过很快的 他们的目光转向了那封顶上 依然屹立的年轻身影 他们面容复杂 因为他们知道 此事传出必然会震动苍玄天 而周圆之名也将会人人皆知 只因这般战机 尾时太过震撼人心 苍玄宗首席周圆 于玄园洞天第七封顶 斩杀圣公圣子 金蝉子 第六百五十章 寄托希望 天地接近 唯有风声呼啸 无数人依旧才沉浸在震撼之中 久久难以回神 毕竟 这个结果在刚开始的时候 可从未有人想到过 苍玄宗三环之中 所有人都认为 周圆是最弱的那一环 所以如果出现问题的话 那也必然会从周圆这里开始出现 金蝉子毕竟是圣公三大圣子之一 实力强悍的可怕 而反观周圆 只是太出境八重天 双方的差距太大了 可谁又能想到 三环之中 反而是周圆这里 最先取得了圣灵 圣公方向 所有的圣公弟子 皆是面色惨白 一脸难以接受的模样 而跟他们这边相比 苍玄宗那边 在沉默了半赏后 则是爆发出了震耳 玉龙般的欢呼声 诸多弟子面色激动振奋 这些年来 圣公与苍玄宗恩怨不小 但每一次都是圣公站的上风 令得他们苍玄宗憋屈无比 可谁能想到 这一次的玄园洞天中 他们苍玄宗却是能够逆转局势 扬眉吐气 周园师弟真的是太厉害了 唐木新俏脸通红 美眸中有着掩饰不住的激动 此战之后 周园师弟必能成为 我们苍玄宗新的圣子 而且排名恐怕仅次于楚清师兄 其他首席面面相觑 也是满脸的震撼 白里车面色有些不自然 但最终还是颓然下来 现在的周园越来越强势 简直就是横压整个苍玄宗 以后在苍玄宗内除了楚清 恐怕就算是孔圣都要压不住他了 如此一来 他们见来风想要找回场子 都是不太可能的事情了 远处 左囚清语 绿罗 李纯军 宁战 真须等人 也是沉默地望着那第七封封顶上 那里的战斗结果 他们也是收入了眼中 而面对着周园这种堪称恐怖的战机 即便是他们这些熟知周园的人 都是被震撼得不轻 他们的天赋已经算是不低了 来到圣州大陆将近两年的时间 他们也是从诸多弟子中脱颖而出 渐渐地成为了宗门内的精锐 可这种进步跟周园一比 却直接是被拉开了距离 不到两年的时间 周园已经具备了斩杀圣子的实力 而且那还不是一般的圣子 乃是圣州圣子榜上排名第五的超级猛人 而圣州大陆圣子榜 几乎是囊括了苍玄天内超过六成的年轻天才 周园这种战绩 岂不是说放眼同辈之中 他已渐渐地登顶 想到此处 他们也是有些艳羡与钦佩 当年那个随同他们一起自小小的苍茫大陆 走出的少年 短短不到两年 却已是要名动苍玄了 当山外无数人为第七封封顶的战斗结果震撼时 在那山腰的位置 江太神的脸庞也是在此时渐渐地变得冰冷下来 江太神 我先前就说过 小看周园 你们会吃亏的 楚清将目光从封顶收回 他按捺下眼中的惊恶 然后看着江太神笑眯眯的 江太神面无表情 身形忽然一颤 楚清双目微眯 他的身影如鬼魅般地出现在半空中 长发如针 咆哮而出 直接对着某处虚空 抱刺而去 那里的虚空震荡 一道身影闪现而出 正是江太神 江太神 你的对手是我 楚清淡笑 显然 江太神瞧得金蝉子被周园斩杀 已经开始坐不住了 江太神眼中有着危险气息在凝聚 他盯着楚清 楚清 莫要将我逼急了 否则你逃不了什么好处 他身后白发飘舞 令得此时的他显得有些阴森 楚清文言 淡笑一声 未曾说话 他显然不可能将江太神放过去对付周园 江太神 江太神眼中满是杀机 狂暴的元气自其体内散发出来 渐渐地在其身后 仿佛是形成了一道巨大的白骨虚影 一股可怕的威压 鲁罩而开 除清健壮 眼神也是微缩 这江太神 杀意很浓啊 既然如此 除清深吸一口气 伸出手掌 在其体内有着一点点深黄色的光点生腾而起 那些光点在其掌心汇聚 渐渐地形成了一柄 约磨寸须左右的深黄色缩影 那枚缩影虽然略显虚无 但却有着一种极端危险的气息散开 当那缩影出现时 楚清的面旁显然是变得有些苍白起来 闪铃金缩 江太神望着那枚虚虚实实般的缩影 面色也是微变 这是楚清最强的杀招 这枚缩影 需要楚清不断地以元气精血进行淬炼 蕴养 一旦祭出 唯能足以撕裂山岳 不过楚清不到万不得已 也不敢轻易地将其祭出 因为此缩一出便是不可收回 那就相当于这么久的淬炼 蕴养尽数化为乌游 这东西就是一次性的 但其威能 就连江太神都极为的忌惮 楚清 你还真是舍得 铭养这么久 总得施展 不然留着做什么 你这金缩 恐怕还斩不了我 或许的确斩不了你 但就算是你江太神想要挡下 也得付出代价 这第七封的争夺 我苍玄宗已占上风 如果你在这里被我斩伤 那么接下来 恐怕圣公连争夺其他两封的资格都没了 楚清所说的其他两封 自然是另外四大巨宗此时争夺的 因为只有这两封上面的玉璧 才孕育着八色诸神医保 而圣公如果在这里与他们争夺实力 那必然就只能退而求其次地争夺其他两封 如此一来 还得和其他四封斗上一场 但如果江太神在这里和楚清拼得两败俱伤的话 其他四封未必会怕了圣公 江太神的眼神闪烁 他也想到了这一点 所以一时间倒也不敢轻举妄动地与楚清死拼 不过玄机他心神呼的一动 将目光投向了这第七封另外一处战场 莫要太得意了 只要瞻台青取胜 优势自然会回到我圣公这边 他倒是差点给忘了 金蝉子虽然没用 但最起码他们还有瞻台青 瞻台青的实力比金蝉子显然要更强 楚清也是抬起脸庞 他望着山中的某处 脸庞上有着一抹莫测的笑容浮现出来 又将希望寄托到瞻台青那边了吗 他望着某处那一道绝美清丽的倩影 嘴角勾起一抹诡异的弧度 如果说他对于周元那里一开始 的确是有这几分担心的话 那么对于妖妖那边 却是从未有过什么担忧 面对神秘的妖妖 即便是楚清内心深处都是抱着诸多的忌惮 而江太神眼下还以为瞻台青能够解决掉妖妖 那么那最后的结果或许只会让他更加的失望 楚清深深地吐了一口白气 这第七风之争眼下的局面已是开始明朗 而他明白这一切其实并非是因为他的存在 而是因为他们苍玄宗出现了一位精彩绝艳的首席弟子 他望着封顶上那道年轻的身影忍不住的一笑 按照那个小子的进度 恐怕要不了多久 就连他这苍玄宗第一圣子的位置 都得拱手相让了 第六百五十一章 妖妖之威 凶悍狂暴的血红元气咆哮而出 如怒龙一般与前方的滔滔浪潮般的神魂之力冲撞在一起 紧锋肆虐间将四周撕裂的千装百孔 展台青的身影闪现而退 他那俏脸上有着寒意涌动 与妖妖斗了半天 他并没有取得任何的优势 后者的神魂之力强得简直惊人 没用的东西 而在此时 展台青星红的美目看了一眼封顶 银牙一咬忍不住地骂道 显然 他也是察觉到了金蝉子生机的消散 这让得他忍不住得有些难以置信 金蝉子实力虽然比他弱上一点 但就算是他都很难将金蝉子斩杀 可如今金蝉子竟然被苍玄宗那个小小首席给斩杀了 那家伙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而在其分神间忽然有着数十枚神魂针刺在其周身出现 直接对着他抱舍而至 血红元气则粘台青体内涌出 将那些神魂针刺尽数地抵御下来 他抬起头望着不远处夭夭的倩影 撬脸 危险阴沉 他知道 当金蝉子被斩杀时 眼下的局面对于他们圣公而言 已经是极为的不利 江太神那边 恐怕一时半会儿无法打败楚清 所以如果他这边再不出现胜负 恐怕那周元就要杰族仙灯地取走玉璧了 如此一来 此次玄元动天之政 他们圣公无疑是输给了苍玄宗 如果带着这种结果回圣公 恐怕连他们这些圣子都是难讨惩罚 詹台青美目中掠过雄光 这个时候只有他站出来了 妖妖虽然神魂强横 但自身元气与肉身皆是弱点 只要他能够靠近发动攻势 那么必然能够将妖妖击败 不过 詹台青美目闪烁 他能够感觉到 此时在周围有着诸多无形的神魂墙壁处理 将他阻拦 同时也是将妖妖护住 令得他无法靠近 那些神魂壁垒之强 就算是他都难以一时摧毁 不过那是寻常手段 而眼下这个时候 他也难以再做什么保留 詹台青眼中寒光浮现 下一刻他的心中陡然低河出声 闪险密术 滔天的血红火焰 猛地在此时自詹台青体内汹涌而出 他体内的鲜血仿佛是在此时燃烧起来 汹涌的元气澎湃涌动 一股惊人的威压 自他的体内爆发出来 詹台青所修炼的元气融入血液 如今血液以密法燃烧 那力量也将会最大化地爆发出来 只不过这种密法也是有着后遗症 之后为了补充血液 不知道要从别人体内提炼多少血液 才能补充回来 詹台青周围的地面不断地崩塌 他美目阴冷地盯着远处的摇摇 小贱人 看我此次活撕了你 他的声音落下的瞬间 他的身影已是化为一道血光暴射而出 洪流般的血红元气奔涌而过 那一层层的神魂壁垒 轻刻间崩碎 摇摇健壮 似乎也是翘脸微宁 迅速撤退 跑得掉吗 詹台青冷笑出声 速度暴涨 几个呼吸间 便是撕裂了一切神魂阻拦 迅速地接近了摇摇 大血妖兽 奸笑之声 詹台青雪白的皮肤都是渐渐地泛着红光 使之指甲伸长 血红如玉 指甲掠过时 连虚空都被撕裂出淡淡的涟漪 显然 此时的詹台青 直接是将自身的战斗力彻彻底底地爆发了 面对着他这般攻势 就算是江泰神都得废神 詹台青身影瞬间欺净了摇摇 血红如玉般的指甲化为道道残影 直接将摇摇周身弥补的神魂防御 尽数地撕裂 良女尽在咫尺 詹台青红唇掀起残忍的弧度 没有元气 光靠神魂 又能如何 看我将你这漂亮的脸蛋撕得稀巴烂 他那血雨般的指甲 玩如尖锥 顿时撕裂空间 带起尖锐的音爆之声 快如闪电般的 狠狠撕向了妖妖的脸颊 这般距离 妖妖的身前 虽然急速地出现了神魂壁垒 但却依旧被此事的詹台青 摧枯拉朽般的撕裂 山外 无数道注视于此的目光见状 顿时爆发出惊呼声 詹 詹台青下手极狠 那些惊呼声上还未曾落下 他血雨般的指甲 已是带着狂暴无匹的力量 冻穿了妖妖的脸颊 詹台青的唇角 掀起一抹残忍 这次 看你死不死 不过 就在他唇角弧度刚刚显起时 其瞳孔猛地一缩 因为他见到 面前那被冻穿的妖妖 脸颊上并没有任何血迹流腾下来 面前妖妖的身影微微波荡 然后便是渐渐地化为一片虚无 神魂分身 詹台青心头疯狂震动 眼中满是难以置信 眼前这一道身影竟然是神魂分身 那周小妖的神魂究竟有多强 竟然能够连神魂分身都凝练出来 詹台青脸色难看 毫不犹豫地抽身击退 不过 在他击退的瞬间 他面前虚空波荡 夭夭地倩影浮现而出 他修成欲知清点而出 如影随形一般 犹如是穿透了空间 闪电般的落向詹台青眉心 而詹台青疯狂暴退 但却始终无法避开那落下的纤细欲指 他的眼眸中终于是在此时 涌上了一抹惊恐之死亡 纤细的玉聪指 不带一丝烟火气的落下 直接是落在了詹台青眉心间 那一瞬间 有着惊人的神魂冲击爆发开来 淒厉的惨叫声 在此时从詹台青的嘴中传出 他身影狼狈地倒退 眼目鼻尖耳中 皆是在此时有着鲜血流淌出来 他的身体上没有任何的伤势 但他的脸庞上却满是惊恐 因为夭夭的攻击 直接冲击到了他的神魂之上 大口的鲜血从詹台青嘴中喷出 他眉心隐隐间犹如是有着裂纹浮现 那是神魂将要被摧毁的迹象 而一旦神魂碎裂 那詹台青就会直接变成活死人 眉心传来的剧痛 让得詹台青俏脸满是惊恐 他疯狂地催动着元气 涌向眉心处 不断地化解着神魂冲击 与此同时 他再不敢在此处又丝毫地停留 身形直接是顿逃而出 狼狈无比地 落向了圣公诸多弟子所在的方向 如果继续留下来 那么他的神魂 真的有可能被灭杀于此 不过 他这般顿逃出来 那也就是表明与妖妖争斗失败 而先前 金蝉子被周元斩杀 如今 詹台青也败在了妖妖手中 神魂被重创 那也就是说 此次圣公与苍玄宗的第七封之争 基本已是结果明显了 封顶上 当周元感应到詹台青的落败时 也是稍稍地松了一口气 先前他就在准备 如果妖妖那边出现变故的话 他就立即迟远 很显然 他还是小瞧了妖妖的实力 那詹台青虽然不简单 但妖妖更加不简单 周元的目光 瞥了一眼山脚处 那里还有着楚清与江太神在对峙 不过伴随着金蝉子与詹台青的落败 圣公大势已去 江太神一人 恐怕还无法力挽狂澜 于是他摇了摇头 不再理会 而是直接在那无数道炽热的目光注视下 静止走向了那座静静处理的神秘玉壁 接下来是他收取胜利果实的时候了 他倒是想要看看 这座玉壁之内究竟蕴含了多少宝贝 第六百五十二章 踏入玉壁 天地间 无数道目光望着静止走向玉壁的周元 那些视线充满着炽热与锤眼 他们知道 在经历了之前的苦战后 周元将会率先取得着第七风上的胜利果实 山脚下 江太神当詹台青也是落败的时候 面色便是彻底的阴沉 他望着走进玉壁的周元 数次体内的元气要忍不住地喷勃而出 但每当此时 楚清的眼神就会变得极端的灵力 眼中煞气涌动 掌心间悬浮的那金色缩影 急促地震动起来 显然 只要江太神敢出手 那么他就会拼尽一切之力 与他两败俱伤 而眼下的圣公 金蝉子被斩杀 詹台青被重创 如果江太神再被他拼得两败俱伤 那么圣公 莫说与他苍玄宗争夺这第七风了 恐怕他们连争夺另外两座孕育着八色诸神异宝的玉壁 都会出现一些风险 毕竟另外四大巨宗 虽说实力稍逊一筹 但也并非是省油的灯 所以 江太神的眼神变幻数次 最终还是面色阴沉地暗奈了下来 他目光死死地盯着周园的身影 犹如是要将后者生生撕碎一般 他或许从没想到过 这一次的玄园洞天之争 他们圣公竟然会败给了始终被他们死死压制的苍玄宗 而苍玄宗这一切都是源自于周园 如果早知道会是这般结果的话 那么江太神必然会在第一次见到周园的时候 就毫无保留地出手 直接将其斩杀 可惜 那时候的他并没有太将周园放在眼中 也并没有将他视为威胁 一个小小的首席 在他看来 连参与圣子之争的资格都没有 又怎么可能对他产生威胁 可如今看看眼前 即便是以江太神的定力 心中都是涌起滔天般的回忆 真的应该听金蝉子的 直接第一时间就弄死这个家伙 而对于那无数道怀着不同情绪的目光 周园却是并未理会 眼下楚清还得与江太神对峙 妖妖对于这些没什么兴趣 也就只能他来出手先摘桃子了 他的脚步停在了神秘玉璧之前 眼中满是惊叹之色 这玉璧约摸数十丈左右 也算是雄伟 在那上面有着神秘的光泽在流转 即便是周园的神魂探测 也是难以侵入 这该怎么收啊 周园挠了挠头 他沉吟了片刻 忽然小心翼地伸出手掌 轻轻地碰向玉璧 而当他的手指碰到玉璧时 玉璧表面顿时有着连衣波荡而开 手指穿透而尽 周园见状若有所思 然后深吸一口气 迈开脚步 一脚就踏了出去 当他的身体与玉璧接触时 顿时穿透而尽 消失在了无数到精益的目光注视之中 周园踏入玉璧时 眼前有着璀璨光芒绽放出来 他双目微眯 旋即缓缓地睁开 此时的他犹如是处于星空之中 一些光点飘舞着 散发着绚丽的颜色 脱微地漂亮 周园盯着那些光团 然后伸出手掌 接住一团 目光看去 紧接着瞳孔便是微微一锁 因为他见到 在那光团内 有着光彩之物凝敛而成 散发着多彩光芒 赫然是一道助身一宝 虽然只是四色助身一宝 周园抬起头 望着那些飘舞的光团 这里的数量 简直是成百上千 他心头危感震撼 不过很快便是清醒过来 毕竟这些四色助身一宝 对他并没有太多的吸引力 于是他迈不前行 光团飘舞 有时候撞击在他的身上 又是弹开 而随着他渐渐地深入 他发现那些光团内部 凝炼的助身一宝 也是越来越绚丽 五色 六色 周园的脚步越来越快 特别是当他在见到 七色助身一宝开始出现时 周园的呼吸 也是微微加重起来 双目渐渐地火热 他伸出手掌 两道光团落在手中 光团内皆是凝炼着两道 绽放着七菜颜色的 七色助身一宝 如今玄园洞天内的所有人 就算是江太神 楚清他们这等人物 恐怕到手的助身一宝 也只是七色等级 其他宗门内 能得到者更是少之又少 而眼下 在这里 周园举目望去 七色助身一宝 亦是接近数十 无愧是隐藏在最深处的大机缘 周园心中感叹一声 如果将这些助身一宝 尽数取走 他们苍玄宗这代的弟子 带得踏入神府境时 必然能够开辟出 高层次的神府 那对于他们未来的修炼之路 也将会带来不小的优势 这之中 只不定会出现一些天阳境 元英境 甚至开辟法域的至强者呢 元英境 就算是在他们苍玄宗这种巨宗内 都是真正的顶梁柱 足以拥有着成为一封之主的资格 至于开辟了法域的强者 都已是足以开辟一方巨宗了 而且 这里的七色助身一宝 似乎也并不是极限 周元抬起头 眼神滚塌无比地望着更前方 他袖袍一挥 遮挡在前方的那些光球 便是尽数地被推开 那最后的光景 也是落入了周元的眼中 三颗丈许左右的大型光球 漂浮在那儿 璀璨的光芒一圈圈地绽放出来 那色彩的数量赫然达到了八色 周元死死地盯着那三颗大型光球 呼吸都是变得极其地急促起来 心脏加快跳动 犹如低沉雷鸣 八色助身一宝 周元口干舌燥 这可是仅存在于传闻之中的七宝 没想到他竟然能够真的亲眼见到 而且还是足足三道 有了此物 突破进神府境 就足以开辟八神府 那等优势将会远远地将一些同辈天骄甩于身后 并且一起绝尘 开辟八神府 就算是以苍玄天之辽阔无尽 也是百年间难得一遇 而眼下这里有三道 那就是说 这苍玄宗这一代的年轻一辈 能够出现三位开辟八神府的天骄 这可是足以震动整个苍玄天的事情 周元盯着那三道八色助身一宝 好半伤后 方才渐渐地将情绪给稳定下来 他的目光从三道八色助身一宝上面转移开 扫向四周 却是发现此处犹如是抵达了尽头 再无他物 于是周元的眉头渐渐地皱起 其实八色助身一宝虽然是修炼奇宝 但眼下对于他们而言 却并非是最重要之物 因为他们的目的 是那自苍玄圣印上 剥离而下的第三道圣文 那第三道圣文 之前有所感应 应该是存在于这座玉壁之中 怎么眼下却是毫无踪迹 周元喃喃自语 看来那第三道圣文 并不是谁来到这里都能够找到的 不过如果连他都找不到 那么换作其他任何人 除非苍玄老祖本人来 恐怕谁也找不到 他目光闪烁 片刻后盘坐下来 周元的眼瞳深处 一道神秘的圣文流转而动 然后自他的眼中钻了出来 化为古老的圣文盘旋在其周身 而其掌心内 地圣文也是自血肉中钻了出来 两道圣文盘旋在周元的周身 微微地震荡起来 隐约间似乎是有着神秘的波纹 自虚空中传荡而开 周元目光死死地盯着 如果两道圣文 都是无法将那第三道圣文感应出来 那他可就真的没有什么办法了 周元闭目盘坐 两道古老的圣文 带着神秘的波动 在其周身缓缓地盘旋 一道道涟漪自虚空中荡漾开来 然后不断地蔓延 四周寂静无声 这般寂静持续了许久 四周依旧没有什么动静 不过周元却是始终保持着平静的心境 因为他知晓 既然苍旧老祖将他指引到此处 那么自然也就不会将第三道圣文藏到连他都是无法感应的地方 半主箱时间悄然而过 周元紧闭的眼目忽然在此时猛地睁开 因为在其周身盘旋的两道古老圣文似乎是发出了一种无法察觉的低明波动 而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某处地方也是传出了一道相同频率的波动 再然后周元便是见到四周的空间震荡起来 在他的面前空间绽放出涟漪 宛如投入石子的水面 而在那涟漪中一座古老的石台缓缓地生气 石台之上一颗水晶般的光球静静处理 光球不断地闪烁着散发着神秘莫测的光芒 周元周身的两道古老圣文在此时发出滴滴嗡鸣 周元的心跳在此时加速 他快不上前仔细看去 然后便是喜不自禁地见到 在那水晶球内部有着一团液体缓缓地流淌 液体宛如具备着生命一般 视而翻滚 视而凝聚 隐隐地 还化为了一道散发着古老 芒荒气息的复杂光纹 第三道圣文 周元凝望着那水晶球内部的神秘光纹 声音有些颤抖得难闻到 凭借着身旁两道圣文的异度 他便是能够肯定 眼前这水晶球内部的神秘光纹 正是那子苍悬圣印 剥离而下的第三道圣文 梦每一球的东西终于是出现在了眼前 即便是以周元的定力 此时都是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之情 在周元激动间 眼前的石台上面忽然有着无数光芒涌动 那些光芒如潮水般地涌入水晶球内 然后水晶球微微震荡 紧接着一道小小的光团便是自其其中缓缓地生气 周元望着那小小的光团忍不住地愣了了 因为他发现那光团之内竟然是一道四色左右的助神医宝 他的瞳孔在此是猛的一缩 难道玉璧之中的那些助神医宝 全部都是由这道圣文凝联而成的吗 这圣文竟然可以创造出助神医宝 周元内心翻江倒海 助神医宝乃是玄源洞天的特产 虽然他不知道其他类似的洞天宝地中 会不会有相似的奇物 可最起码在苍玄天内似乎独此一家 据说这是因为玄源洞天这座洞天福地 有着特殊规则之力 所以这里的天地元气方才能够经由时间的积累 化为助神医宝这般奇物 可眼下来看 这第三道圣文竟然能够加快这种凝聚积累的速度 令得助神医宝诞生 这般能力简直让得周元叹为观止 是经由这座石台从外界汲取天地元气吗 周元看了一眼闪烁着光芒的石台 他感叹了一声 然后不再犹豫 靠近过来 伸出手掌 小心翼翼地靠近那水晶球 而就在他手掌接近石台时 石台之上顿时有着淡淡的光照声起 将水晶球护在其中 那光照看似稀薄 却是散发着一种极端恐怖的波动 那种波动稍稍扩散 足以轻刻间将周元化为飞灰 周元谨慎地盯着那光照 感应了片刻 眼神渐渐一晕 因为在那光照上 他竟然察觉到了两道熟悉的波动 赫然是破障圣门与地盛门 他唇角有这一抹笑意浮现 看来这应该是当年苍玄宗族设置 而且还借助了两道圣门的力量 所以后来者来到此处 想要得到那第三道圣门的话 那么就必须身怀破障圣门与地盛门 显然这是苍玄老祖担心伴随着岁月的流逝 他的一些不止出现漏洞 从而让人无意间闯入 获得圣门 老祖还真是谨慎 周元低语 不过他也知晓 圣门极为的重要 如果落在了圣宫的手中 那圣宫之主便能够感应到 苍玄圣印的位置 从而将其掌控 而一旦圣公之主获得苍玄圣印 那就是苍玄天新一任天主 整个苍玄天都将会沦为其掌控 身为圣公大敌的苍玄宗 到时候必然第一个就会被其摧毁 那圣公之主对苍玄圣印诸多寄予 如果他得到了圣印 定然也会感应到所有圣门的所在 想到此处 周元面色都是变得凝重了许多 被那种存在钉上 他没有半点的活路 不过如今好在的是 恐怕连那圣公之主也未曾想到 苍玄圣印上面的四道圣门 也被苍玄老祖剥离而下 按捺下心头的念头 周元伸出手掌 破障圣门与地圣门顿时在其掌下旋转起来 然后与那光照接触 两道圣门旋转间 只见的那光照顿时有着涟漪荡漾 然后便是被轻易地撕裂开 两道圣门就犹如是钥匙一般 毫不费力地打开了这蕴含着 极端恐怖元气波动的光照 光照裂开 其中的那颗水晶球 顿时缓缓地悬浮起来 水晶球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开始融化 树溪之后 那蕴含在其中宛如液体一般的神秘之物 便是出现在了周元的面前 神秘 古老 盲荒 破障圣门 地圣门飘飞而出 盘旋在那第三道圣门身旁 犹如是发出雀跃之声一般 他们本就一体 自然是无比的熟悉 三道光纹纠缠一番 破障圣门与地圣门便是带头掠回 一个冲进周元眼中 一个继续冲进了其掌心间 而那第三道圣门微微翻滚 犹豫了一下 但最终还是伴随着那两道熟悉的波动 缓缓而来 最后在周元那火热的目光中 直接钻进了他的身体之中 当那第三道圣门钻进体内的瞬间 周元脑海中顿时发出低沉的炸响 顿时有着诸多的信息涌来 而在那些信息间 周元也是第一时间 知晓了那第三道圣门之名 其名 天珠 谢谢 继续写